观世音菩萨专辑006纽约庄严四股观音专辑Underscore 美国佛教会电脑资讯库功德会佛学词典集成佛学十大专辑 千年观音稀有宝,选上庄严度众生 世界日报专题报道 1992年2月下旬,庄严世界来了一尊千年古观世音 这是一尊神采非凡,手工细腻的千年古观音 高约160公分的木雕观世音菩萨,悠闲逍遥地坐在木台上 据学者专家鉴定后表示这是一尊晚唐,距今已有千年历史的观音 1991年秋,一位定居在庄严寺附近擅长雕塑的老艺术家 Mr.Paul Rudin,他听说庄严世界正在塑造一尊全美最大的做佛 说服仗前来庄严世界参观大佛,目睹具佛庄严无比 手工细致,素法不同凡响,和负责塑造佛像的陈长根教授相谈圣欢 又极喜欢庄严世界,于是找到沈家真居室 表示他有一尊古佛像,是六十多年前,一位丹麦人托他整修 由于年代太久,彩绘早已剥落无存,手臂及后背亦多处腐蚀损坏 法济佛顶君已脱落 他接受委托后,一时难以下手,曾数度寻找那位丹麦人 便寻无这,虽然他尽力将头壁烧家重枕,亦难修复旧观 只好将佛身搁在家中阁楼,佛头则放在客厅当摆平 岂有朝一日这位丹麦人来取回 不知不觉中,竟然等了六十余年,仍不见丹麦人的踪影 现在年岁已高,也没能力再修复,希望把这尊佛像捐给庄严寺 而他只收当年付出款子,沈居室觉得对方所提数目不大 虽没见过古佛,也不知究竟如何,乃一口答应 事后沈居室正式写了一封信给老艺术家 信寄出后如石城大海,三个月过去了 仍美老艺术家的回音,直到今年二月 这位老艺术家八十多岁的夫人来找沈居室 才知道这位年九十三岁的艺术家 已逾越初去世,临终前嘱咐夫人将古佛捐给庄严寺 并表示至少需要两位有力的壮丁才抬得动 二月二十日沈居室携陈长庚教授及两名壮丁去拜访老艺术家的夫人 一行人在客厅见到佛头,并从阁楼搬下佛身及碎见一大合 这才发现是一尊古观音像 沈居室把当时奖定的款子教老艺术家夫人,夫人不受 最后沈居室贞得其同意,将此款购老艺术家一座和马一件,以留纪念 这位艺术家及其夫人之德行,具足称道 而这位老艺术家总计保管了这尊古佛向前后达六十个寒暑 即至发现陈教授,并对陈教授之首一身具信心 心愿已了,责任已尽,安心离开这个世界 这种传奇的过程,真是令人叹未不可思议 一尊流落一帮的古佛,重新回归国人之首 真是古佛再来,菩萨重现 这能说不是庄严世界资宿弟子的感应吗? 目前这尊千年古观音,经过陈教授巧心妙手的修复后 已供在观音殿中,供来山朋友瞻仰礼拜 这尊千年古观音不仅是佛教朋友的最爱 也是中华稀有的国宝,据负责修复的陈教授表示 目前像这种的观音已不多见 根据他多年研究佛像的经验 这尊观音古佛是唐朝晚年的作品 唐代的观音菩萨胸前音落简单大放 宋代开始出现华丽的音落 同时唐代明峰开放,才有这种逍遥的坐姿 后期的观音大部分是立项 如果你居住在纽约,未曾去参观礼拜这尊千年观音 实在人生一个损失 庄严寺时时展毕亚迎上山的朋友 千年古观音像降临庄严寺祭时 沈家珍 我十七岁的时候,曾做过一个梦 在这梦中,看见鸭子变成小孩 从此在餐桌上看到鸭肉,就想起这个梦,也就吃不下口 所以自此不吃鸭肉,也因此对这个梦忘记不了 观世音菩萨是我母亲信仰最诚的一位菩萨 小的时候常常听母亲讲观世音菩萨的灵感故事 母亲常说,观世音菩萨和这世间上的人,有极深姻缘 所以这世界上的人,如有痛苦为难 只要诚心地求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定会闻身救苦 使您逢凶化疾,并痛为难一切解除 这个教训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凡为难兼苦时,会自然而然地念起 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每每感到这种灵感的缘,真是不可思议 1939、40年在德国柏林的种种世纪 即能搭最后一艘船由欧洲回上海 抗战期间去印度采购必需的工具器材 在恶劣气候中,飞回昆明时 死亡在呼吸之间的威胁 抗战胜利后回上海 在浴室中,终于氧化碳毒气的不可思议的复活 都和念念不忘观音和观音菩萨的救苦救难有关 可是这些救难,还只能说是我个人遭遇的感觉 远不及这千年古观音像降临纽约庄严寺的经过 可以用科学方式将这近70年的事实 一件一件排列出来 真是缓缓紧凑,差不得一点 这个,缘,真是不可思议 本文开始时 我说我17岁时做的一个梦 这个梦,我曾在,学佛经过,的一篇文字中报告过 可是在写那篇文字的时候 还没有联想到 这个梦原来竟是古观音降临美国庄严寺的极重要一环 没有这个梦,我可能不会来美国 就根本不可能参与公营这尊在美国的古观音像 现在我先将这个梦重述一遍 1930年,我梦见了我在挤满人群的一个大圆顶的广厅中 这大批人中最令人注目的是许多小孩都截了红色的领带 那时我根本没有所谓红卫兵的观念 也没有书中看到过这种红领带的孩子 在梦中,有人对我讲 这个地方在革命,你得赶快离开 这个大厅有三道门 每道门都有人守着 我终于冲出了这三道门 外面是一条小河 我就躲在河边又高又密的芦苇丛中 远远地看见四个人被扛着枪在追寻我 隔了一段时候,我走出芦苇,听见河的对岸有人在叫我 那是一位中年女士 她左臂挽着竹篮,篮里有一团淡黄色的绒线 当我看到她时,心中生起无法形容的舒适感 她那慈悲,祥和,微笑的脸,竟令我舍不得将眼移开 你为什么要在那边呢? 我这边要好得多理 十分柔和的声音 我怎么过河呢? 因为这河实在太宽,我没办法跳过去 河上又不见有桥 忽然,我觉得这位女士即是我母亲常讲的观世音菩萨 你看,我随着她指的方向 看到河中涌出一连串的木桩,可以踏着她过河 当我踏着木桩过河时 看到许多鸭子在混浊的河水中 以各种姿态细碎 忽然,这些鸭子都变成裸体婴孩 她们也以各种姿态在水中游泳玩耍 我因急着过河,也没功夫顾到这些婴孩 可是鸭子变成婴儿的念头,始终忘不了 这个梦之后,我对鸭子就吃不下口 这时候我已经站在那女士的面前 她指着一个方向,很关心地对我说 你看,那才是你该去的地方 那是一望无际的黄金色麦田 麦浪起伏,远远的地平线上 太阳正放射出万道金光 这是一幅永不忘怀的景色 一直到1998年,何哲先生为我制了一个年表 我忽然发现 1930年,我17岁,在中国浙江 观音菩萨在梦中指点我 死得在革命,切不可留 那黄金色的麦田大地,乃是您该去的地方 的时候,同时在一万多里路之外的美国纽约 有一位丹麦人,送一堆破碎的骨巷 去29岁的Mr.Paul Rudin家中请其修理 可是丹麦人却从此不再现身 大菩萨园没有空间及时间的障碍 观世音菩萨同时安排了两件事 现在看来,实在是千年古观音像降临庄严寺的圣源开始 这个被选中的17岁的青年 不知不觉的终于跟着梦中的指示 来到美国 在几斤奋斗后 居然能有缘买了Kent的一片地 又因梦中的指点及夫人的赞助 将的一部分捐给了美国佛教会 建起了庄严寺 在美国,这位丹麦人将骨巷送交Mr. Rudin 自称是做进出口生意 留下电话及住址 Mr. Rudin将这堆破巷取出之后 方了解这不是西洋雕刻 他没有能力修理 决定请丹麦人来取回去 于是拍了一张照 留个纪念 可是几次电话 没人接 最后到丹麦人留下的地址去看 是一个进出口公司 但已关闭搬走 因没有方法修这东方的骨巷 而又找丹麦人不得 只能枪这尊骨巷暂存在阁楼上 希望那天这丹麦人又复出现 那只一等近等了63年 29岁的Rudin已是92岁了 庄严寺在方丈显明法师领导之下 八宗共红 显密其修 十几年中 从一片荒山野林里 已修建了观音殿 摘堂 疗坊等 规模粗具 1986年 英会长明治法师的提议 美国佛教会董事会决意 新建万佛绕皮卢大佛殿 受命加征负责执行 我受命之后 第一件伤脑筋的是 从那里去请一位 能塑造大佛的艺术家 大佛脸绒塑像的慈祥庄严 是整座大殿核心 而且一旦塑成即是定案 万想不到 因北京六四事件 使在美探子的陈长根艺术教授 有缘担任了这件任务 当时又谁能想到 这毗卢浙纳大佛的塑造 竟又是千年古观音之降临 庄严寺圣寺 极重要的一环 陈长根教授任教浙江艺术学院 三十年 是成名的雕塑专家 普陀山圣地 观音道场 的重建 重要佛像 都出于他的手艺 各位请看下去 他只能留在美国 竟又是古观音像 能降临庄严寺圣寺圣中 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1991年11月 大佛头布石膏等都清除后的第五天 有一对老夫妇来寺参观 对陈教授的手艺十分赞配 告诉我 在他家中有一东方古像 曾稍作修理 愿以成本300美元 请美国佛教会收购 美佛会正式去韩同意 可是三个月不得回音 1992年2月 Mr.Rudin之夫人 如忽然来访 方知Mr.Rudin已于一月前谢世 临终时告其夫人 我们家阁楼上的东方古像 我无法修理 但保管了六十多年 现在已找到能修雌像的人 也找到雌像应去的地方 我的责任已了 请您将雌像捐给美国佛教会 我可以走了 Mr.Rudin问我是否人就要这破相 我说我们奖定的收购 人就照办 他说 你需派两位年轻力壮的男士来搬 当时我颇觉奇怪 何以需要两个壮丁 第二天 我和陈长根教授及壮丁 两位同父Mr.Rudin家 先在楼下客厅中看到这尊古观音像的头部 方知是一尊至少和人一样大小的佛像 极致上阁楼 好不容易 二位壮丁及陈长根教授三人 大约花了四十分钟 方将这堆木像搬到楼下 当我将三百元一约付Mr.Rudin时 为她拒收 说她先生已表示改为捐赠 当时我看到他们满事中都是Mr.Rudin的各种艺术成品 琳琅满目 乃提出折中办法 以三百元买她一件十的河马雕件 以留纪念 蒙Rudin夫人接受 此河马现存在我的佛堂中 这天正巧 古观音搬到庄严寺时 在中国城的敏智会长 庄严寺的第一任方丈 显明法师及辅从台湾来的现任方丈 明光法师 事前并未预约而都在庄严寺观音店 供应观音 今天各位在庄严寺观音店能够看到 恭敬礼拜 在供养这样庄严慈悲 神态活现的一尊古观音像 应归功于陈长庚教授的全心全意的努力 及若干不可思议的因缘 这一段修复的过程 顶好是由陈教授来报道 方针世纪时 现在让我们紧接前文 来研究一下这个降临中的不能以长情解释的缘 无疑的在这剑技时中 丹麦人是一位带有神秘性的最重要角色 我有好几个问题始终得不到解释 这位丹麦人在将这堆古像送到Mr.Rudin家中之后 忽然消失 不再出现 他如果应急事要离开纽约 也可以和Mr.Rudin电话联络 甚至于离开美国后 也可以用电话 电报问问Mr.Rudin修理的估价有了没有 我虽然不知道隔了多久 Mr.Rudin方去丹麦人留下的地址去找他 但却忽悠进出口公司的遗址 不过已经关闭搬走 则又不向丹麦人于离开Rudin家后 即发生意外伤命的情况 这位丹麦人为什么会找一位年仅29岁上未成名的艺术家 他的来找Mr.Rudin一定已先做过一番调查 当时在纽约 波士顿一带 成名的雕刻艺术家 不在少数 倘若他的目的 是修复后可由艺术馆或博物馆以高价收买 则应该找一位成名且懂得东方艺术的专家 这位已成名的专家绝不可能是还仅二十几岁的青年 这位丹麦人如找了一位四十岁以上的成名艺术家 降之在数年内修好 这尊古观音今天很可能是在Metropolitan Museum 绝不会在庄严寺 如果这位成名的艺术家也修不好 要等六十多年 等庄严寺大佛像头部完成 而后人由陈长庚教授来修复 您想可能否 这样一计算 实在妙得很 二十九岁的艺术家竟是最合适的年龄 可以付托 而且多一 两个月都不能 因为Mr.Rudin看到大佛投回家后 急疑病不起 他那时已九十三岁 Mr.Rudin也是一位妙不可言的主角 他说他已花了三百美元做了一些修理 这话可并不假 当这尊观音像到了庄严寺之后 大家都看得出破碎的鼻子已修理过 修得高高的像美国人的鼻子 已经破湿了的右臂 则装上一条笔直的木条 陈教授看了大不满意 可是我觉得不可解释的是Mr.Rudin既然有意要修理 为什么在长长的几十年中 他没有起过学习研究东方艺术念头 或者在同行中找一位对东方艺术有修养的 共同合作予以修理 而却置之高阁 等上六十三年 照林忠实Mr.Rudin对夫人讲的话 表示他常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可是在离他家约半小时车程的庄严寺 在Mr.Rudin八十四岁的时候 已建成观音殿 可是他从来没有来过 一直到九十二岁的高龄 方在一张旧报纸中 发现有这么一个东方人创办的佛寺 正在建大佛像 于是发心意同和夫人来看 试想 他如果八十四岁就来了庄严寺 他又那会有 我已找到能修慈像的人 的观念呢 而且他早不来 迟不来 正好选了大佛投诉成 将石膏等折除后的第五天 如果他早五天来 也许还不能使他幸福 我已找到能修慈像的人 如果他那天不来 就此一并不起 就根本不可能在这阁楼上的观音会降临庄严寺 这个缘真是差不得一点 所以我说环环相扣 陈长根教授早与观音有缘 他是中国观音圣地普陀山修复寺院中的一位重要艺术家 1985年我和内人回大陆祭祖访清 曾在普陀山打了一个佛妻 所以和妙善法师熟悉 访问了朱仲耀道场 也知道文革时的破坏及近年来的积极修复 当时虽没有注意陈教授的大名 可是对普陀景色 及若干大寺院印象很深 当陈教授来庄严寺 问我新建大佛像的时候 拿出一本他在普陀山工作时的留念照片 使我相信他却是在中国普陀修建过佛像 而且是在我考虑中的几位艺术家中最具权威性的一位 可是那时又怎么会知道陈教授的参加 实在又是古观音像之能降临的极重要一环 至于陈教授为什么来美国 何故留在美国 是何因缘使他知道庄严寺在计划新建大型佛像 这种种的缘 也需由他自己来报道 我这里就不叙述了 另外有两位有缘人 却不能不提 一位是Mrs.Elizabeth Moore 一位是内人居何如 没有Mr.Elizabeth Moore我不可能买Kent的地 没有何如 即使有Kent的地 也不见得会在此的盖庄严寺 那时我们已有了长岛的菩提精舍 有50英亩的的 很容易作为道场 可是如果庄严似是在长岛 Mr.Ruyn能送古观音去长岛的可能性就微乎奇妙了 Mrs.Elizabeth Moore那时是纽约州立大学的总校长 和州长Nelson Rockefeller常见面 1969年有一天我在他家中 闲谈时他说州长已经决定扩建自Obeni 州政府所在的和纽约市的Taconic Parkway 同时告诉我一条84公路将新建 当时听了也没有什么观念 四天之后忽然有一经营房地产的来找我 说在纽约市北部的Pottenham县Kent镇 有未开发的的400多英亩 可以廉价购买 我研究了地图 见此区若有84号新公路及加宽的直通纽约市 及Obeni的Taconic则是一可用之地 于是买了下来 一直到1975年 我做了一个梦 梦在大殿中 有一尊大佛 那时美国佛教会有两位大法师 敏智法师及仁俊法师 可是只有一个大爵士 我在佛前起了一个念头 我们有两位大法师 是不是应该有两个道场 忽然我看见大佛在点头 这是我大吃一惊 赶紧拜道 忽然觉得人已在店门口 何如在我左方 他指指左面山坡上 有一座像希腊露天音乐台的结构 同时指向台的偏左处说 我已在那处定了一个apartment公寓 醒来马上将梦告诉何如 他思虑了一下说 Darling 您倒不是在想美国佛教会应该有另一个道场吗 我看您梦中大殿所在的地方 似乎是在山林之中 也许我们可以和法师们谈谈 将在纽约北部的的捐一部分给美佛会 他又笑着说 好在我在那儿已定了一个apartment 将来是我归宿之处 庄严四即是从此开始 十年后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终于降临 将受千千万万人的尊敬供养 也将使千千万万人离苦得乐 娑婆即是净土 人生奇缘 陈长根教授 悠悠千年之久 茫茫万里之遥 人生历尽沧桑 百节观音显像 玉树奇缘 碧朔往事 这件事发生在神州大帝 一千多年前 一位杰出的佛像雕刻家 在北方的某一座大寺里 雕刻成一尊木雕观音 相貌慈祥 庄严 丰满 在当时也堪称一尊杰作 虔诚的信众祈求观音保佑国泰明安 五谷丰登 还在观音头部放进五谷 修复时发现保存完好 这尊观音被供奉九百余年 香火不绝 直至清朝皇族衰落 列强侵占中原 观音遭劫难 被肢解装香运往异国 但这尊观音有不可思议的神灵 在异国一直未露面香 整整埋没了六十余年 直至1991年才由 Mr.Rudin将残体献给美国庄严寺 并由本人亲手修复 在显千年之前雍容之宝像 此正式 清净庄严类劫修 百千万劫化岩符 处处祈求处处印 苦海长座渡仁舟 庄严世界一宝地 观音菩萨显神灵 本人从事古代佛像雕刻研究 教学三十余年 原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1989年五月到美探亲后 被美国一家艺术公司聘请 担任雕塑设计工作 公司狠气重我 待遇优厚 我在公司工作了一年余 一日去皇后区精灵超市买菜 走出店门时 见地上有鸡粪报纸 我随手取了鸡粪回家翻阅 偶然在一份旧报中 见到一条新闻 吸引了我 美国纽约近郊庄严寺 举行新建大佛殿的奠基典礼 这条消息我反复看了几遍 心里一直难以平静下来 素佛是我的专长 公司是我赖以生活和艺术创作的根据地 两者何常何忧 要再做选择的确很难 经过一番思考 终于下了决心 争取去庄严寺素大佛 随即与庄严寺联系 正巧接电话的是沈家真居士 本人就电话里向沈先生自我介绍 一个周末的上午由儿子开车送我到庄严寺拜访沈先生 陈先生热情接待 并详细翻阅本人在普陀山雕塑的佛像照片 最后先生提出要我素一尊大佛的模型 尺寸为十分之以我答应了 一个月之后模型完成 请显明方丈和美佛会多位董事 来我处审视模型 模型获得各位的好评 接着研究如何到庄严寺素造大佛 不久本人就离开那家艺术公司 常驻庄严四宿大佛 引发了修复古观音的奇缘 一个阳光和煦的秋日 本人正在工作棚里审视即将完工的大佛头 忽然见到一位满头白发的长者 扶持着一位老太龙中的老人 正要爬上工作台 我立即放下手中的工具 急忙下去将他们扶上工作台 通过翻译 知道其中那位老人叫Rudin 是一位雕塑家 他一边比划大佛头 一边谈论对东方雕塑的看法 他认为我素的大佛头非常美 充满东方雕刻的内涵 看他情绪很兴奋 足足谈了一个小时 但是他未提到他家里有一尊古木观音的事 最后起身互相道别 想不到这一别成了永别 不到几个月这位老人就枉身了 过了三个月 一天沈先生来工作棚 给我看一张发黄的小照片 模模糊糊的照片上一尊破损不堪的木雕观音 先生告诉我是一位白人准备送给庄严寺的 问我怎么样 有否历史艺术价值 我说是古佛就有价值 但照片不清楚 必须看到原物才能正确评估 这之后又过了几天 沈先生通知我同他一起去Mr.Rudin家请古观音 到了他的家 才知道这位与我交谈过的老雕刻家Mr.Rudin已经去世了 由他太太接待我们 在客应里我一眼就见古观音的头部身体呢 在歌楼上 我和几位工人一起上楼 将一大堆以肢解的身躯搬了下来 是一件很大的木雕 我见了情绪很激动 回庄严寺的路上 沈先生问我这尊木雕是何朝代 我答根据头部圆满庄严的形象 大概是晚堂的 沈先生听后没有表示 又问能修好吗 我回答说能修复 但很花时间将古观音运回庄严寺后 放在观音店楼下 大家看到这一大堆的朽木能否修复 都抱着怀疑的态度 沈先生做事严谨细心 要我提出一份修复方案 工方账及美佛的董事们过目 我连夜感谢了一份修复方案 详细叙述修复程序和方法 沈先生同意我的修复方案 并问我印给我多少费用 当时本人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是中国人 多年从事研究佛像工作 今天在美国有幸亲手修复这尊古希之珍 使之能重险当年宝箱 攻广大信众朝拜 是我毕生的心愿 岂能以钱为代价 据我估计三个月能修复 请您就付给我三个月的工资好了 就这样开始修复这尊残缺不全 破朽不堪的 雕成千年 枝解百年的古墓观音 修复过程中 观音菩萨赋予我不可思议的灵感 自始至终处于极佳的境界 克服了平时难以克服的难度 达到了完美无缺的水准 三个月顺利完成 这一切全是观音菩萨护持众生 为妙功德 再显难无大慈大悲观 是音菩萨的神通 在修复中有几件事必须提示 一、菩萨原来的眼珠已失落 重配非常困难要质地 色泽、大小都正好相符 恰恰是沈家真先生献出一对玛瑙佛珠 正正好好装入菩萨的眼眶之中 二、修复中 从两耳孔里导出五谷 有半茶杯之量 保存完好 三、为了证实古观音的年代 特地取样 宋记华盛顿 Smithsonian Institution测试中心探测 证明年代符合晚唐时期 四、右臂由于前修者损坏了原形 无法将原臂修复 故决定令换手臂 目前的右臂是本人重新雕刻成装上的 同眼珠的情形一样 要找一根质地 色泽、长短、曲度都正好的木料 绝非一世 为此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满意的 而就是沈先生在庄严四林中散步时 看到了这根曲度恰好的木料 真是菩萨的灵验不可思议 千年古观音最后降临美国庄严寺 是庄严世界这片丛林的灵人和 永宝吉祥之兆 永宝吉祥之兆 永宝吉祥之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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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世音菩萨专辑 underscore 005感应录 underscore美国佛教会电脑资讯库功德会佛学词典集成佛学十大专辑 观世音菩萨灵感式机选 佛教电脑资讯库功德会集 第一篇前送观世音菩萨圣号的感应季选 一钓鱼勾勾入食指 送佛号顺利取出 刘东明 这是一件真实的故事是我亲身体验的发生于今年6月5日下午约5点钟的时候 当时我正与三位朋友在庭院闲谈突然堂妹名叫秀珠我四叔的长女11岁跑过来喊叫着大哥大哥 我哥哥指我四叔的长子名建成13岁请您过去一下 当我发现他神情有意 赶忙随他一直走到渝塘岸边时 只见九岁的堂弟建村建成二弟正坐在地上 右手捏着左手食指流着眼泪嚎啕大哭 建成蹲在他面前 手上拿着一把裁缝剪刀面带愁容的望着我 地上还有一只指甲刀和两根交错着的钓鱼竿 我急忙蹲伸下去牵起建村的小手 原来他左手食指第一节上正勾住一只水线已被剪断的鱼钩 到钩尺已伸入肉里 当我用手指轻轻触到时 他就痛声哭叫起来 看着身没入指头内的钓钩 不禁使我于束手无策中 扶其到医院开刀的解救办法 可是从家中到镇上医院最少有三公里以上的距离 寒设住彰化扶星海边 距路港镇上颇有一段距离 机车和自行车等交通工具 又都已被家人骑出工作 送患者岂可安部当车呢 因此一数的希望顺及消逝 也在顷刻兼使我再度陷入束手无策的焦虑中 忽然灵感一来 我即开始念动 难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 因菩萨佛号 约念了十余句以后 竟于恍惚间将钓钩取出 钓钩长约半寸 为中号鱼钩 当我捏着取下的钓钩放到建村跟前时 突然使我惊讶一下 他的脸色安静得很 而且不哭了 问他痛不痛 只含泪咬手答 不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到刚刚全是念动 观世因菩萨佛号的灵验神迹 正好这时秀珠向建村说了一句话 你看 要不是大哥来了 不知要怎么办 于是我就告诉他们说 刚才看到大哥的嘴里在念什么没有 我就是在请观世因菩萨来帮助建村取出鱼钩的 我们要感谢观世因菩萨才对 接着又沉积告诉建村说 你们为什么要钓鱼呢 你看看 鱼钩钩住你的手指时你就痛哭不已 你将鱼钩钩在鱼耳口上 鱼耳不会痛吗 只是你痛时会哭出声音 鱼耳痛时哭不出声音而已 现在你钓到鱼耳就会很高兴 如果将来你变成鱼 钓住时会怎样呢 说完分别看看他们鱼记尤存的表情后 建成急忙去收拾地上的钓具 我帮建村涂上一点消炎膏在伤口后 当鱼钩被取下 伤口并未加大 此其所以灵异也 回来即将实情告诉三位朋友 他们也都觉得十分的不可思议 当晚全家人都回来时又将此事告诉家人 素来固执不肯相信先佛神灵的几位叔叔 从三位小孩诚实的口中在寻知真情后 也不敢说不相信 祖母也当众要我将所念 难无大慈大悲就苦就难观世音菩萨 的佛号再念一遍 这个故事就这样叙述完了 但在事后心中还很莫名其妙的自问着 为什么从来不念佛 反对诵经的我竟然会念起佛来 而且发生这灵异的神迹 逼着虽持斋学佛 但向来只求解经典之意 而不诵经念佛 仔细一想 原来在前一天 即六月四日 曾经攻读过桃园县路竹香南看镇 家路十七号 苏少堂先生赐赠的佛书中的一本 观世音菩萨的修行法及证悟过程 白衣大士神咒灵验计 所以当时会灵机一动 即念起 难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的佛号 星期日晚上 六月六日 回到营区 笔者献服役于台中成功领游正信乡 七五零三副四零七号 又将此事告诉诸同志 极少有不幸者 于是不顾文词浅漏地写下此文 恳请正伦杂志将文公开发表 愿诸君共闻观世音菩萨慈悲闻身就苦的事实 与佛法的广大无边 更愿凡信佛者皆离苦得乐 永目佛恩 二菩萨救了我 廖清华 我外祖母是一位慈祥老人 并乐善好师 他与我国许多老年人一样 终身信奉观世音菩萨 我童年的时候 他告诉我许多关于菩萨感应的故事 并要我常念菩萨的圣号 因此我从小就与菩萨结下了缘 当我长大的时候 阵风着炽烈的抗日战火 国家民族以为弱磊乱 为了报效国家 我毅然投笔从容 临行前 外祖母特别尊主说 你现在远离家乡 服务军旅 要记住常念观世音菩萨 定可逢凶化疾 解恶消灾 的确 在外面这许多年来 不知经过多少危险 结果都能化险位移 转为未安 这就是我平时常念菩萨 圣号的来的功效 太远的事暂且不谈 现在把我来台以后一件感应的事 老老实实报告出来 让大家知道这位菩萨有不可思议的灵感及其慈悲与伟大 1954年 我部队驻防瑞芳 那时我担任副连长职务 一天奉到上级命令 要我与一位信赖的少尉干事 带20位战士 去山地担任警戒 当时我接到命令 十分高兴 我认为这是上级对我的信任 不过其中有位精神病患者里战士 使我不敢放心 因他曾出过事故 为了安全 我曾再三请求调换一人 但始终未蒙允准 军人以服从未天职 只好遵命奉行了 我们警戒的地方 明清同坑 虽属山区 但那里有百多户人家 还有一个规模庞大的煤矿公司 看上去像一个小乡镇模样 到达后即由村长的领导 把我们安置在一所大礼堂内 礼堂仅有一门 里面还有一个固定的戏台 门的两侧 各有一个用竹片加成的小房间 这似乎是过去部队留下的杰作 竹臂位表胡 空隙很大 即不能避风 又不能遮视线 仅是一种形式罢了 战士们的床铺设在戏台上 我与干事同住在门的左侧一个房间内 另一件座储藏室 他的床铺 靠里面砖墙的一角 我的床铺 紧接着靠礼堂大门的逐臂设置 日夜卫兵就站在大门口 这是我们驻地大概情形 这里事情少 环境也单纯 所以我念菩萨圣号也加勤了 时间真快 转眼就是两个多月 在这段时间内 大家都相安无事 那位精神病患里战士 虽偶有发作 但未出过乱子 故大家都相互庆幸 暗自欢喜 一天深夜 天下着滂沱大雨 我们正在呼呼大睡 末地轰然一声 把我从梦中惊醒 我猛然一跃坐起 下意识大声嚷着 什么事 什么事 我的声音刚落 又是 砰的一声 跟着睡在铺上的干事 哎呀 哎呀 的惨叫了 同时房外还有一人在大声吼着 那个洞 我就打死那一个 这时我方明白是那位精神病理战士行凶了 怎么办 电灯通明 如同白昼 一动就是死路一条 况且我的枪又高挂在壁上 手无寸铁 又怎能制服它呢 当我正在焦虑 忽然又是一声枪响 跟着人声沸腾 乱成一片 时间不容许我再等待了 我顺手拿了一张椅子 急速冲了出去 见李源已躺在血泊中 大家围着议论纷纷 也不知说些什么 后经一位战士的报告 才知道李源于站岗时行凶的 行凶后 在举枪自杀身死 因时间太仓促他们来不及去阻拨他 质酿成这场惨案 我听完报告 急转身返回房间 心情紧张地揭开干事文章 见赖原早已死亡 腰部中一弹 从胸部穿出 目瞪口张 惨不忍睹 我请十杯从中来 热泪夺况而出 此时一位战士 慌张地向我说 副连长 请不必悲伤了 您的蚊帐也打了两个洞 去看看吧 于是我转身走向我的床边 随着战士手指的方向看去 那 果然不但蚊帐打穿了 竹币也打了一个洞 并且砖墙也打落一大块 这时我恍然大悟 原来第一枪就是打我的呀 那为什么不被打中 真使人费解 我马上要他们替我做一次测量 我躺在铺上 用绳子从第一个洞 竹币 到第四个洞 砖墙 拉成一直线 测量的结果 证明子弹从我头上 仅二公分高度穿过 故此时大家都瞪目折舌 不由的都发出一声 多危险呀 的惊叹 从下面几点显示 看来的确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一里原站岗正靠近我身边 当他举枪时 枪口距离我头部不会超过三十公分 这样近为何打不中 他向干事开枪时 是站在四五公尺远的房门口 反而被击中了 这不是奇吗 二当他开第一枪时 急轰然一声 我在如同白昼的灯光下猛然做起 并大声叫唤 为何他竟丝毫不能看见 听不到 这不是怪事吗 像这种奇妙的事 谁见了不要叫绝雅 但我心里有数 因我平时常念观音大事圣号 大事显了神通 在冥冥中加倍我 救了我的生命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我不对一千多人都知道 所以我希望道友们 以后请多念菩萨圣号 只要星辰 我保证决定是有感应的 三瞎子敬重见天日 主云大师 不多久以前 在金户路终点的长州天宁寺 有位双目失明的出家人 当然 处处都不方便 痛苦万分 后来金寺内住持和尚教导 他每天拜佛 念诵 救苦救难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圣号一千生 诵法华经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 日子久了 一定可以重见光明 但失明的出家人 学诵困难 仅学念了普门品中的四句祭语 无够清静光会日破诸案 能浮灾烽火普明照世间 这一位失明多年的出家人 依了住持和尚的话 每天专注 一心一意的在虔诚的念诵 经过数月的时间 一天忽然重见天日 破除一切障碍 此人人活在人间 是我亲眼所见的事实 四段腿不要而愈 主云大师 有一位徐幸福居士 现已在台出家 他在上海被大卡车撞倒 摔在电路灯杆上 把两腿都打断了 在上海医院治疗数月 始终无法治好 后来把他运回沈家湾家中静养 终日不能动弹 痛苦非常 所幸他家全信佛 他的妈妈和他姐姐以及妻子等 每天在佛前拜佛许愿 同时也叫他自己念观音菩萨 他也一心地默念圣号 以消业障 有一天 菩萨视线一个女人 身穿黑服 头顶蓝布 梦中教他把两脚伸出 替他抚摸伤处 痛苦万分 从梦中痛醒 一无所见 觉得两腿能够移动 他自己还不相信 故意把脚直伸着 毫不绝痛 他这时才知道数月以来医院治不好的两只断腿 已被菩萨治好 真使他欢喜的心痒难抓 感激的热泪直流 第二天 他的太太把面盆水仍然送至床前给他洗脸 他把被单一先下床就跑出去门外去 把他太太吓慌了 连喊 不能跑 不能跑 这时全家都出来看他 以为他疯了 赶紧扶住他 恐怕他站立不稳倒下来 经过他说明夜梦观是因菩萨现身治病的事 大家才知道他的病已不要而遇了 因此他终身吃素念佛 以报佛恩 五怪病豁然而遇 主云大师 前高雄要塞司令吕国真将军 对佛教义有研究 为他的夫人吕黄一鸣 受了心事教育的影响 向来认为佛教为迷信 当然更不肯相信菩萨的灵感了 可是由于菩萨的慈悲 挽救了他 使他不得不归一三宝 吕夫人某次在某军事领袖家中 突然唤起奇症 痛苦的无法忍受 当时急到在床上 悲好狂叫不已 连床都下不来 更不能上汽车 结果无测 只好找来一部大卡车 连床带人移并抬上大卡车 送到医院 经医生打过了麻药 使他昏迷 才算从床上把他移到医院的病床上去 经过三个多月 根本无法见效 孙力人将军夫人张青阳女士 以朋友的立场劝他念观音菩萨 他遵循了朋友的善意 虔诚的念圣号 谁晓得进击转清 后日日念佛 果然恢复健康 吕夫人惊喜万分 乃将这事告诉某军事首长 这位首长认为这是他拜佛运动 乃使病转育 这句话说得颇为 合情合理 又使吕夫人减低了信心 他回到高雄 原病又发 天天到医院中去电疗 始终没有办法痊愈 后又经孙夫人劝导来凤山连设 归依了佛教 虔诚的拜佛送念圣号 某一夜梦见来连设参加念佛会 义女士执一杯水浇她喝下 此女士并告诉她如何喝下去 并即可转好 她很欢喜地喝下去了 不觉醒来乃是一梦 说起来真不可思议 吕夫人大病不要而遇 六高山求戒性女奇迹 主云大师 陈庙珠居士 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 现已受了菩萨界 成为一大护法 常述诵经 修持极为良好 因此在她一生之中 得到菩萨的庇护更多 每次困恶 均能转为慰安 1954年 她参加湿头山传界大典 她当时体弱多病 行路都敢困难 可是去湿头山要登 二千多级的山街十路 如果以一件状的青年人来登此山 也会感到吃力 疲困不堪的 以一患病的妇人 更是困苦的事了 然而她求借新切 顾不得这些仍然提高信心 鼓足勇气的独自登山 当她迈上了一百多级时 两眼帽金光 头晕目眩了 但她仍然不惜一切的往上走 在这时 已是一级一级的往上爬了 又走到八百多级时 已经不知倒地 这时候 左右没有一人 可说是深处深山之中了 她向前望望 前路遥遥 回头看看 也是归路遥遥 陷于上计不能 下意不能的苦境之中 而且身体已忍受不了 万分的疲劳 甚至连喘气都感到费力 她在这时 只有把生命交付给菩萨 求菩萨保佑 于是静下心来 一心不乱地默念圣号 一遍又一遍 念了二十多分钟 居然出现了奇迹 眼翼不花了 腿也有了力气 于是鼓足勇气 一蹬而上 不知不觉中 竟也到了圆光寺 并且赶上最后的报道时间 菩萨的灵感 从这些事实中 可以看出 真是不可思议 七 肺劳患者有求必应 主云大师 肺劳患者因念观音菩萨 甚好而恢复健康 更是多的不胜枚举 在凤山有一位少校军官 丁正群居士 患上肺结合症 经医师诊断已进入最严重的阶段 卡血情形极为厉害 这位少校军官在绝望中归依了佛教 并发下誓愿说 如病不见起色 就是我的信心不成 于是终日一心不乱地送念 观音菩萨 圣号未出半月 竟豁然而愈 这犹不算稀奇 病好了再照X光 连一点痕迹都没有 本来凡是肺病痊愈者 均必留有概化的痕迹 而他却是一呼常人 一点影子都没有 可见送念菩萨圣号功效之伟大 八数年慢性肾脏病二月痊愈 林振兴 小女于数年前 初中医年级开始气筋高三了 得了肾脏病 因为医治不愈 且家中经济情况不佳 一度停止治疗 以致拖到去 1987年 年9月间 发现脸部肿起 觉得非常不对 所以又带她去检查 检查结果 病情比以前糟糕 虽然不很严重 但情况不清 当时我心很烦 如果在每天或两天一次去找医生 家庭生活更加困难 怎么办呢 只好去求医生帮忙 还好那位医生很同情我的处境 马上介绍一种药 叫我自己去买来治疗看看 之后 我想光吃药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以前刚发病还轻微时都治不好 现在治疗不更难吗 所以临时一想还是求佛菩萨好 就这样一方面自己买药来吃 一方面叫小女求佛力加倍 没想这数年难以医治之肾脏病 在短短两个多月间的今日痊愈了 这种奇迹谁能相信呢 老实说连医生都觉得奇怪呢 我想如果不是求佛菩萨救治 恐怕现在也还没好 所以我非常感谢佛恩 那么小女是怎么求佛救治的呢 起初我怕小孩子没耐心 不肯每天拜 所以先告诉她要深信佛力无边 告诉她为了生命为有求佛菩萨 一方面鼓励她 一方面教她最简便的方法 早上树洗完后在佛像前置心里念 难无阿弥陀佛六拜 里念难无观世音菩萨六拜 一共顶礼十二拜 然后再跪念 难无观世音菩萨一百遍 晚上睡觉前里念 难无地藏王菩萨三拜 再跪念 难无地藏王菩萨一百遍 就这样每天里念 求才两个多月 病就好了 真是不可思议 古人说 要是致甲病 真病无药医 这一句话也许您听过 那么有真病怎么办呢 其实洪怡大师卧病时事 有人劝他严医服药 大师说 阿弥陀佛 无上医王 舍辞不求 是为痴狂 一句弥陀 阿加陀要 舍辞不服 是为大错 洪怡大师以身是法 小义民训 义正证明佛菩萨之大慈大悲 与愿力无穷 久癌症并患求佛得救 在台湾有一个佛教堂 他的理事常叫曹刚 信佛很虔诚 他的太太生了癌病 听说这个病是不能好的 就各处去请人医治 中医 西医都没有办法 医师叫他到台北 台北有较大的医院 硬赶快去调治 迟了怕有危险 于是曹刚就请他的太太去台北 因为他是空军 就住在空军总医院 医师一看 就说要赶快动手术 要是再晚两天开刀动手术 就不敢担保了 那么定了当天下午动手术 于是就准备一切了 曹刚夫妇都信佛 他太太一听是癌症 身在肚子里头 要开刀 他一个妇人家很害怕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就只有一心念观世音菩萨 又发愿说要怎样修 怎样修得 怎样度化众生 怎样多送些观音菩萨普门品 什么拜颤啦 什么吃素啦 什么照观音菩萨的心去度化众生 像观音菩萨那么无心 以众生的心为心 那么众生求我我就去度化他们 他就那样子的很害怕 恐怖自己忧愁也就念起来了 不久 护士小姐来通知要开刀了 他先生就照顾他去 他战战兢兢的走也走不动 到医师那儿 医师就叫他到手术室 再送他上了手术台 放好了 要开肚子吗 就把衣服解开 护士小姐就拿了白布 把他的腿盖上 头盖上 眼睛蒙上 手也都包上 忙了半天 手术盆拿了出来 刀子 茧子 大的 小的 种种都预备好 护士小姐才请开刀的医师出来 等到医师正要把工具一拿 他的太太就说 不行呀 我要去放尿 原来他要去小便 他耐不住了 紧张到不得了 他说 我忍了半天 又给我盖白布 又给我打开肚子 我忍不下去了 医师说 你不能再忍一下子吗 他说 我不能忍耐 我忍了半天 不知要怎么久的 我一定要去一去 回来才开刀吧 医师不满意就说 好吧 这个病人那么撸梭 我还有很多病人要去看 等他回来才开刀吧 他就由他的先生扶着 一手扶墙 一手给先生拥着 到小便所去 去完了回来 他的先生在照顾他 慢慢的走到了手术室 上手术台 护士小姐在给他准备 盖白布 脚又扑上 手又缠上 朋友拿来 要打麻醉针 医师也过来了 这时候 当医师正要打针 他说 又忍不住了 医生问 怎么忍不住呢 他说 我又要放药 医师说 你不能忍一下吗 开刀不很久的呀 他说 不能 于是 医生说 那么今天不能开刀了 明天吧 他的先生说 今天不开刀 那怕太迟了 医师说 好 就再去一次 赶快回来 再去一次厕所 回来又再上手术台 护士小姐在做准备 医师也再回来 但是他又要再放鸟 这回医师生气了 不开刀了 骂了两句 就去给别人看病了 护士小姐也把 朋友呀 不呀 都收起来了 他们夫妇俩回到病房 没有办法 只好等到明天才开刀 晚上 他的太太不断的念观音菩萨 先生也陪着他念 从那时起 他的太太躺一回见 又上厕所 回来不久 又去放尿 这样闹了一夜 仅是放尿 也没有睡觉 这恐怕是被吓了 没有了收缩力量 因此一夜都跑厕所 一夜都睡不了绝 谁知道 第二天天亮之后 他一摸肚子 不难受了 一夜没睡 身上也不疲乏 精神也不疲倦 好像是好了 摸摸肚子里的硬块 也不硬了 也没有痛苦了 感到真奇怪 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情 身子也觉得反而有力量 从床上下来也不需要先生照顾 于是就问护士小姐 然后试一下她的体温 看起来好像好了 护士小姐也觉得奇怪 怎么前两天还说要死了 要开刀的 现在过了两天就好了呢 就赶快请医师来看 医师一看 说病好了 没有病了 曹太太说 没有病也多住两天嘛 医师说 我们病院病人太多了 没有病就要回去 后来还在照X光 证明没有病 医师说 那就回去吧 护士小姐也好好的安慰她 恭喜她 于是出院回家 夫妇两人内心感激不尽 拿了包袱 一面走一面说 我们夫妻两人以后就做道友 做师兄弟 不是夫妇了 分两个房间税 我们就已在家生出家 我们要修身 我们去说法 去尽点心 报答观世音菩萨的恩 我们从今天起要吃素了 也发愿要念多少遍大悲咒 多少遍普门品 大家也都为他们欢喜 给他们恭喜 现在曹居是不是在寺院闭关 而是在家里头闭关 他也告老退休了 终身念观世音菩萨 送观音菩萨普门品 持大悲咒 诗笔写如泉涌 送圣号立指 陈慧珍 自信佛以来 蒙佛菩萨慈悲 没有苦难烦恼 一心恭念佛菩萨圣号 必有感应 屡次将感应是基数于外子 他总是将信将疑的说 奇怪 我怎么就没有碰见过 事情是这样的 长子林俊宏 今年七岁 就读国小一年级 四月念日突然发高烧 经看一吃药 豪胃见笑 念一 念二两天 逢学校考试 他坚持要参加 劝阻无效 看他摇摇晃晃的背着书包 往来于寒风细雨中 心里急得不得了 念三日经一诊断未出麻疹 阴感风寒 来势汹汹 生出很多并发症 事业稍达四十度 昏睡之中 不慎用手指把鼻孔里面挖破了 等到他把我叫醒时 以示血如泉涌 一刹那功夫 衣服 枕头 棉被 床单 都染上了鲜红的血 我和外子 急让他把头痒高 用冰冰他的额头 一面四只手拿了沉叠的卫生纸 试图把血堵住 无奈体内热度过高 血液循环太快 正如滚滚黄河找着缺口一样 一泻千里 不可收拾 眼看着很好的止血药都用上了 还不见效 一包卫生纸 很快全被血湿透了 心想 一个小孩 能有多少血可以流 再流下去 必死无疑 六神无主之下 我哭了 喊出一声 难无观世音菩萨 突然脑里想起 从前到大臣经舍时 乐居士请了一些观世音菩萨心咒赠我 当时乐居士还特别加持过 请回来后 一直放在供桌的抽屉里 除了一些跟别人结缘外 上余数张 急急跑去请了一张 放在俊儿鼻子上 把他扶好 让他躺下后 跟外子说 不要再碰他了 这样下去 必死无疑 我们来求菩萨加倍吧 又说 儿啊 妈给你念观世音菩萨 你自己心里也要念 他无力的点了下头 俊儿四五岁即会礼佛念佛 近半年来晚上都由他负责烧香供佛 拜佛 我岁和掌恭敬 跪在床边 一心一意的念难无观世音菩萨 真是不可思议 一分钟不到 血止住了 一滴都不流 心情顿时松了下来 突然 一直跪在床上 铁青着脸的外子 低头垂眼 大声地念 起难无观世音菩萨来 他说他先前是在心中默念 那洪亮的声音充满着感激与赞叹 又念了好一回圣号 发觉俊儿两个鼻孔都被血块堵死了 外子说天亮在带他到耳鼻喉科去清洗 我看他张着小嘴呼吸 嘴唇都干裂了 心疼得很 要替他清洗 又怕弄到伤口 血再流出来 犹豫了好一回儿 心里祈求着说 菩萨那 您慈悲地救救他 请让他能呼吸吧 求完自己拿了棉花沾霜阳水替他清洗 洗得干净畅通 真是感激菩萨 滴血也不流 两天后 俊儿吐了一大堆黑黑的血块 拉出来的大便也是黑色的 这些都是那天流鼻血时 自喉咙咽下的血 可见当时血流得多凶 现在俊儿已完全康复了 又天天背着书包去上学 看着那活活泼泼的身影 心中有无限的感激 要不是乐居士指引 要不是菩萨慈悲 在那个寒风即雨的深夜 这个住在郊区 出马疹 发高烧又血流如注的小孩 也许就再也起不来了 佛说 曾任上校官职 现已转业基隆士与管处 他们的家庭情况 颇为单纯宁静 夫妻之外 只有一位 勤学懂事的女儿 陈欢西夏 目前他们仍然 补居在基隆士 照莲庄八项二号的官社 何居士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 奉佛如素以利年锁 他平日喜欢阅读一些佛教的故事书刊 更乐于接近出家僧尼 听讲一些佛门掌故 1964年10月12日 他突然患了半身不遂的瘫痪重病 而且不到几天 就进入了嘴歪眼邪 不能说话的严重程度 连饮食都得由护士小姐用汤匙灌注了 初时他被送进基隆海军医院就医 在那里因为他曾一度昏迷 并肩每夜都听到鬼的叫声 所以过了四天 朱先生就把他送到台北荣民总医院去治疗 那时和居士虽然不能说话 但是他的心里还很清醒明白 他知道他的病是沉重 以非药食所能救治 因此他乃极力镇定 用最恳切的心情默念 观世因菩萨圣号 祈求菩萨哀敏就拔 连续半月未敢间断 忽于11月2日夜间 他在似睡非睡之间 看见了一位穿着绿色衣服 身配宝珠英洛的中年妇人 站在他的身边 那位妇人 怡容端好 气质高矣 右手抱着一个幼童 以慈祥的目光 向着何居士凝视片刻 然后笑容可居的说 现在已经是夜里两点钟了 言罢 疏忽不见 这时何居士一觉醒来 乃是一场奇梦 当下发觉病体 托然若失 豁然而遇了 他这才恍然有误 知道是观音菩萨显慎 解救了他的苦难 在惊喜之下 他换来护士小姐 问明时间 小姐回答说 正是下半夜的两点钟 于是他更证明了 这是菩萨的灵感 一日上午 他办理出院手续 几位医师和户土们聚集到他的病房里 再度检查他的病况 大家一致认为他的突然痊愈 是一个无法解释的奇迹 据说这种瘫痪病症 需要很久的医疗 才能好转 甚至还有终身残废之律 何居士若不是以至诚感应得了菩萨的解救 那里会如此幸运的 转为为安 逢凶化吉 呢 逼者生活漂泊 行踪无顶 今年三月 来到基隆 何居士曾把这件事情的详细经过 向我说过 并且求我把它比之成文 用广劝话 及报三宝之恩于万一 当时因逼者来去聪促 致此事拖延未果 此次来基又已两月余 日前诚何居徒问及此事 我才只比称此 用全性意 除望菩萨及何居士词述之外 上期读者诗友 相信这是一个真确的佛法妙用的时事 茫茫解海 生死无穷 若要解脱轮回 只有学佛意图 唯愿 佛日增辉 法轮常转 明哲诸公 免呼哉 十二一位贵夫人的自白 一个知识分子 由耶路佛的感人故事 林法少 年前 住在台北市 我们十多个男女道友 远去台中辞明寺 求受菩萨界 先后经过七天 过着同出家人一样的生活 这是值得我回忆的一夜 有一天上午 我们正在疗房休息 和我们痛来求戒的于老居士夫妇 陪同几天前向我们募款放生的那位贵夫人来我们疗房闲谈 她很健谈 在谈话中 说出她信佛的一段奇特因缘 内容有趣而感人 算是由十字路走上万字道路的故事 这位贵夫人是一个富友人家的黄花淑女 又进了耶教创办的大学 接受了新科学训练 也参加过星期日耶教的礼拜 可是她的妈妈却是一位正姓的佛教徒 且是佛教界的一位大护法 整天忙于佛教社会慈善事业 跑道场 不失做功德 老太太的这些行为 看在这个时髦小姐的眼里 当然很是别扭 有时就要对她的母亲不礼貌的说几句讽刺的话 发发小姐脾气 偏偏对方又是她深深最亲爱的母亲 也是不敢过分的放肆 而老太太不管女儿说什么难听的话 她老人家只当耳边风一般 并且老太太有她的哲学 她老人家也有其一套乐观的想法 可以说是一种质见 她想着 一旦将来因缘成熟 相信自己的女儿 一定会改变信仰 投向佛陀 因为她认定她的女儿也是有佛性的 欲死神搏斗 有一次她害了一场大病 也吓坏了她的妈 弄得老太太寝食不安 为她祈祷 求佛菩萨慈悲加倍 只怕宝贝女儿 有什么三长两短 那时她的病不但相当严重 简直到了与死神搏斗的光景 她好像已经走进鬼门关 也体会到一个人将要死的那种挣扎滋味 好似乌龟脱壳一般 身心上感受着无比的痛楚 陷于恐怖颠倒之中 当她快要死的时候 下气是接不了上气 她的妈看到这种情形 失魂落魄 心如刀脚 由于母女亲情 一心一意想救女儿活命 口里不断念着救苦救难观世英菩萨 心慌意乱 拼命地用拇指头 硬按住她的人中 嘴上唇 她是痛苦万壮 心里很明白 却是口里喊叫不出 幸好 她糊里糊涂地又活转来 患下了血癌绝症 这位贵夫人来台后 三四年来 不幸患了一种严重的恶极血癌 医师束手 当她被送入荣民总院时 经医师诊断后 及挽拒其住院的请求 我们知道 医院中除非患者是无钱或缺少病房 或是缺乏某科系的医师及设备等外 一旦拒绝病患者的住院诊治 岂不等于宣告等待死亡吗 据说患血癌者 每日全身都感到痛苦难癌 这是她第二次与死神搏斗的情况 心里无限悲哀 认为不亦活命 信佛得救 人莫不畏死 莫不有求生欲望 能够活下去 是人人所祈求的 尽管环境如何恶劣 总是想要活下去 所以 一个人能多活一些时 是不放弃活下去的机会 盖求生是人们的本能 众生之所以为众生 大概就是如此吧 她被死神唤醒在万般痛苦 无可奈何之下一天 她忽然间心里生起一个念头 也许是她前身有善根 也许是她有了忏悔心 也许是她认为信奉上帝 并不能解决她的病痛和死的苦恼 也许是她学佛的因缘成熟 突然会想到习年 她的母亲虔诚信佛 拜佛念佛的情形 简直像电影般在她眼帘中 一幕一幕映现着 于是自言自语说 我这个绝症 为什么不去求佛菩萨的加倍呢 她也曾听母亲说 佛是最慈悲的 能把苦与乐 只要人们有坚定的信心 自然而然会和佛菩萨的悲怨相应 业障病魔也就自会消除 的大解脱 她想着 与其这样等死 倒不如一心一意来称颂圣号 祈求佛菩萨的垂幼加倍 或者渴望解除痛苦 于是她决定放下一切 也不管身上的苦楚 日以继夜的前颂观音大事 圣号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一个奇异的梦 有一天晚上 她在朦胧中 做了一个稀有的梦 梦见万丈金色的光芒照耀着她 她在光中看见身高树丈 金色深 威仪相好观世音菩萨圣像 她很聪明 赶快问讯爬在地上顶里 庄严 慈祥的菩萨 竟摸着她的头顶 并且向她说 你的病是你多生业障 由于你信心虔诚 可以解除你的病苦 明天有位乡间郎中 会来为你医治 说吧 一会儿 菩萨金色深香淫没在光中不见了 那要目的精光 也跟着渐渐消失 她受到菩萨的启示 感激之余 马上向着空中虔诚礼拜 待醒来时 原来是个梦境 不可思议的奇迹 四日 果然有一个乡下老人来她家 说她是郎中 听说这家里有病人 特来看病的 家人马上把那位乡下人引到病床边 只听她对病人说 您不舒服吗 我带有草药给您敷上 试试看如何 好 好 她当即频频点手 表示感激 那位乡下人掏出草药敷在她手绑上 奇怪 当时她的身体就感到很舒服 那位乡下人敷完了药 也不要药钱 就提起药相笑兮兮的走了 说来奇怪 从此 她的病一天好一天 约半年后 她的身体竟渐渐康复了 这好像神话一般 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我问贵夫人 病愈后是否曾去医院做过检查 她答 有 曾特意去荣民医院检查过 结果身体健康情形令人满意 连医生也不解我的恶症是怎样会好的 我又说 那您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这完全是您一片虔诚信心 所以感动观世因菩萨慈悲加倍 她很恭敬地和助手掌说 是的 我有生之年 为报答菩萨的恩惠 愿为佛教社会慈善事业 奉献我一切力量 她说这话 还特意加强语气 并加带着爽朗的笑声 使我们疗房界兄们听了 都为之感叹不已 十三小儿经风暴亡 菩萨锤就回身 难听法师 一个阴沉沉的上午 微风袭袭 鸦雀无声 这种天色 偶然遇着人间的惨事 使人有被绝凄惨的感觉 包家双妇的家里 坐着一屋子的轻轻圈圈 而这些人的脸色 也和天气一样阴沉沉的 大家只有唏嘘皆探 对于包家双妇所遭遇的惨事 都感到爱莫能助 包家的少奶奶呢 她坐在床铺的边缘 对着已因及惊风而死的未满三岁的小宝宝 包蝶仙 哭得死去活来 几乎泪尽而寄之以泄 许多清卷们都束手无策 比较看得开的人 就劝包家双妇说 人死不能复生 你还是应当自己保重 孩子已经死了 可以把他拿去埋了 免得你见颈伤情 哭个不了 包家少奶奶 双手捧住泪眼 从床沿起来 向大家要求说 各位清卷 家里家务忙的都请回府 不忙的请在这里帮我看守孩子 我的孩子还有一线希望 我尽了我最后的心 然后死而无怨 并且孩子死了 我再也无法活下去了 说吧 点燃了一根长香 跨出大门 三步一拜 一边大声念观音菩萨 花了几小时的时间 才拜到三里以外的观音庙 他的额头已经皮破血流了 到了观音庙 点竹焚香 又是伏地大哭 恐怕苏东坡的 气孤舟之悟父 亦无此哀怨之且 包家双腹边拜边哭边诉哭 拜爸还是哭着转回家 半路上远远的看到 女庸人气急败坏的 边跑边喊 少奶奶 少奶奶 别哭啦 小宝宝有办法啦 包家双腹一听到这消息 不知是真是假 是梦中 不是梦中 不禁脱口而出 有办法啦 有什么办法啦 女庸人说 少奶奶 你出门喂酒 就来了一位老太婆 她自己说会一级惊风 我们向她磕头 请她进来 老太太把小宝宝抱放在地上 出针挑刺小宝宝的全身 然后又把小宝宝放到床上 并且嘱咐说 不要动她 明早天亮 能见到蚊帐帐前勾的时候 她就会火转来 可以用温开水慢慢喂她 说吧 静字走了 包家少奶奶 三步并坐两步的奔回家 要家人赶快将适才的老太婆 我请回来 可是四周寻找 要无踪迹 包家少奶奶知道 这一定是观音大事前来救苦救难的 于是摆其香案来叩谢如仪 而已死的孩子 这时已周身转暖 守至天明 果然双目睁开 手足舞动的哭起来了 这一位绝处逢生的包蝶仙先生 成了大画家 明文侠尔 活到六十三岁 才去世的 这个灵感故事是 现在服务于教育厅的包本中居士写给我的 她是浙江人 她的三叔祖包颜辉 在二十一岁 才取杭州代文杰公之孙女代孕方小姐位是 二十二岁包颜辉不幸妖王 留有一父子 月八月儿得一男 三岁未满 换及京风报亡 因而有此一故事 十四右脚烧伤溃烂一夜痊愈 惠语 家家观世音 互互弥陀佛 这句话是佛教在中国为人普遍喜爱的证明 当然这中间自然有些不可思议的事实存在 绝不是盲目的宣传 我们不谈往昔观世音菩萨的灵验圣事 就已最近在宝岛上 因持念观世音菩萨圣号而或消灾 也实在严寿者也实有所闻 现在就让我来报导一则 因持念观世音菩萨圣号而火伤或然痊愈的真实故事 林刘阿韵 五十余岁 驻台中县新社相赴圣村三十八号 先生林静通夜农 祖孙五口 景平母于伯的 情根过活 生活自是倾苦 然而老两口仍然乐善好师 每逢修桥铺路 地方寺庙纪念圣会 必然出钱出力 广师善得 由玉玲礼纠纷事件 长与竭力调解 是以伯得一致好评 农历九月十日 因女婿曾家祥之邀请 协助其真炼香毛油 不幸遭火烧伤 右脚自膝下 全部肿裂 经用土药肤质 日久未见效果 且水泡溃烂 举步艰难 苦不堪言 自私灾难降临 是为命中所注定 躲避也是躲避不了的 爱 还是静静的忍受吧 农历九月十九日 是观世因菩萨诞辰纪念 中心灵 圆明大坑里 的寿光经社 起见观音法会 居住于赋圣村的 无心园居室 是为诚信佛教徒 平时与灵流阿运 常相往来 无居室感受 光经社经济艰困 住持智觉法师生活清苦 遂发愿引渡四十八位善信 每人每月捐献百米一金 供养于寿光经社 以求佛力之护佑 消灾造福 脱离苦海 眼见灵友腿被灼伤 身影苦熬 于心不忍 而劝其发心 持明念佛 消除业障 阿运姐 明天是观世因菩萨生日 大坑里的寿光经社已经在做观音法会 那位和尚每天只有番薯饱腹 很苦的 你最好发心捐点蜜 供养菩萨 明天再到庙里去拜佛忏悔 你的脚就会好的 好了 我出五经 不过我这脚不能动呀 不要紧 只要你能诚心念观世因菩萨 你的脚明天就会好的 好 灵流阿运听了无心猿居士的话 就诚心诚意的 连晚饭也没有吃 专心不停的送念观世因菩萨 一直至深夜累的睡着了 呼闻门外狗叫 随见进来二位白衣女士 问她说 喂 你的脚怎么了 被火烧伤的 现在敷的什么药 那位医生看的 没请医生 这是我们自己配的药 明天大坑里受光精舍在做观音法会 你要去参加呀 不行呀 我的脚不能动 去把那干油拿来 年长白衣女士对年轻白衣女士说 你把脚勾起来 要留阿运做百米赛的起跑姿势 留阿运遵从勾腿 允油年长白衣女士用油涂洗灼伤之处 指觉伤口经其徒涂护后 痛苦顿失 清凉舒服 且有疏然痊愈之感 好了 明天你可以去参加受光精舍的法会啦 二位白衣女士走后 灵流阿运想起人家好心的来给我看病 连名字也不知道 也没谢一声 所以就急着喊 二位小姐 等一等 等一等 可是二位白衣女士已慢慢的走远不见了 人也随着苏醒 想起刚在梦中情形 就试着伸伸脚 不痛 踢躺脚 也不痛 掀开棉被一看 或见火伤已退肿收疤 就下床行走 那 我的脚好啦 我的脚好啦 兴奋之情 难以形容 家人也纹身起来探视 眼见她的脚突然痊愈 皆是惊讶不已 所以竞相询问各种原因 刘阿运就将梦中经过情形 一五一时的告诉他们 大家闻后 闲任这是观世音菩萨的灵验保佑 四成 这件不可思议的奇事 不禁而传 灵里闻身奔香探视者 君泽泽称奇 我们读完上两这一个真实故事 应贤信佛力是不可思议的 盼望诸善性男女 赶紧坚定道心 持念佛菩萨名号 成之所致 自可获得佛菩萨的诱护 消灾严寿 不要以为外国的月亮是圆的 阳教才是好的 更不要贪求眼前的一点衣物 或是沉于时髦 而蒙蔽本性 盲目地拉着别人的尾巴走 那就太危险了 灵流阿运的获得佛力护佑 可以作为明镇 奉劝各界善性 明智抉择 投向佛陀的怀抱礼吧 十五心脏病违将死 菩萨进水回生 乐见无 1976年 香港有位诸新联居士 有个儿子得了心脏病 十多年来只好待病工作 有一次来信说病况为代 已陷入绝望 恐怕没有法字挽救了 并请母亲代位准备后事 新联居士接到此信后 心里非常难过 母子相聚一场 总是前身有缘 但由于他是很虔诚正性的三宝弟子 反而道很镇静 唯有虔诚求佛菩萨救命而已 忽然他想起来 如果病人在危急时期 则送的藏经 当即发愿送的藏经七天 每天一步 他儿子正在生命将近之际 实际上他自己也知生命为在旦系 恰巧医生来看他 他就与医生握手告别 此刻又一起母亲平时说过 若人灵命忠实 持念阿弥陀佛圣号 即可往生佛土 方念之际 很自然的脱口念出观 是因菩萨 菩萨即时现前 放大光明 做宝莲花 成五色祥云 穿着大服 圣貌如同母亲 只见菩萨以阳之战 净凭甘露水 撒他心口患处 患处得到无上清凉舒畅 一切病争 如气闷 喘息 疼痛 都一扫而光 而他在指那一处不舒服 即蒙菩萨用甘露水 撒到那患处 那患处随即清凉舒畅 就这样死里逃生 捡回性命 不久 医生再来诊断其病情 完全与正常人一样 简直令人难以相信 只见医师 则则称其 莫之所以 此后数年内 每座观想观 是因菩萨 菩萨极限其前 而所立之难凡三次 皆蒙菩萨明明垂佑 而门一切无碍 如此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观世 因菩萨 恩德浩瀚莫能穷 借此披露 以张胜德 十六大小便阻塞不通 豁然痊愈 李燕芳 卓明李燕芳 法明达明 现年五十七岁 现在服务省力新竹中学 应养慕佛教高深的 教理及佛菩萨的崇高伟大 故决心归一三宝 以妙果法师为归医师 并荣幸加入新竹佛教居室灵魏灵友 曾在国立交通大学里 横岳教授及珠山长老的指证下研究佛礼 并参加各种法会 然而因自己业障深重 于去年十二月呼唤其病 大小便全不能 病发高烧 痛苦呻吟 辗转病塌 久久不遇 因此入院疗养 但虽经大夫悉心诊治 却仍未见效 一日 躺在床上沉思 忽然一急 妙法莲华经官是因菩萨普门品 忠莫伟之一段 难无过去正法明如来 禅身恶疾莫能救济息 使消除一切菩萨摩喝般若波罗蜜 并又回想李教授曾开示之一句话 观世因菩萨大慈大悲 他已度化众生为第一 任何人如遭遇病难痛苦之时 能虔诚的恭念圣好 必得菩萨慈光加倍 补助要力之不足 而解除一切痛苦 因此 一心恭念 难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官是因菩萨摩喝萨之圣号 并发愿若能痊愈 定尽己力出资向应东令救济 过了几天 激赛于下体痛苦不堪之小便突然流出 随之急感身心畅快 接着大便也畅通无阻 长久病苦 致此豁然解除 由于此次之实际体验 圣感功念官是因菩萨慎好之灵感广大 并喜舍不失之功德无量 因此信心倍增感激不尽 以上身术桌居是亲自体验的情形 经界绝堪一脚披露 给身灵百病 身淫病踏之病友 作为一个参考的资料 同时能因此而坚定信心功念圣号 蒙菩萨加倍 早日恢复健康 十七密尿科急症 不药而愈 盛天 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实 去年1969年元月12日的下午 我与一个朋友在台北市南京东路一家咖啡市喝咖啡聊天 三点多钟 我到洗手间小便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尿出来的竟是血尿 尿到中途 阻塞了 用力尿 一块块血块冲出来了 当时我心里很害怕 因为这是我从没有过的遭遇 但是到临头 怕也没有用 只有面对现实了 尿尿停停 停停尿尿 抽水马桶血红一片 出了洗手间 若无其事的人与那位朋友闲聊 随后四点多钟与五点多钟去了两次洗手间 还好 尿中的血色淡了不少 阻塞现象也没有了 第二天 我就诊于某中医 他们判断可能是膀胱结石 开了一个方子给我 他说 假如是膀胱结石 吃了药可以将石头尿出来 假如不是结石 可以把血止住 事实上 第二天早上 我的尿已经很清白了 我吃了药 与平常一样 没有任何好或不好的反应 一个星期以后 元月十九日 也是星期天 也是下午 也是在那家咖啡市 也是那个朋友 我们也是喝茶聊天 做了不久 我的心里就在嘀咕着 上个星期天在这儿发生了血尿 今天该不会故事重演吧 谁知竟不幸而嘀咕对了 那一天不但故事重演 而且严重多了 血尿不用说 并且有严重的阻塞现象 虽用力压挤 压出来的也只是一滴一滴的血 我晓得问题比上一次严重多了 与那位朋友草草吃了晚饭后 我就回林森商路的寝室 十以晚间八十以 下午喝了大量的茶 而小便不通 其痛苦可想而知 虽不断的去厕所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除了几滴鲜血外 膀胱膨胀现象不但没有改善 并且愈来愈厉害 十时左右 已见不能忍受 乃诊庄去医务所打了一针止血针 包了几粒药片以外 也无别法可想 回到寝室 躺在床上 因小便很急 每隔几分钟就去一次厕所 可是就是解不出来 有一次大便却被用力压挤出来了 小便还是不通 鲜血和血块倒是流出了一些 痛苦愈来愈深 当时我已有一种痛不愈深的感觉 后来一想 我何不向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求救呢 我不再犹豫 大声的 急切的 不断的念着观音菩萨的圣号 不到五分钟 我又去厕所 这时尿液混同血液 竟然一下子就冲出来了 那 好舒畅 那 观音菩萨救了我 这时正是子夜时光 当夜又去了两次厕所 尿道不再阻塞 尿液里面已经没有血色 两个星期两次怕人的血尿 我想我的泌尿系统 可能已有了病变 于是去某大医院做泌尿系统 静脉注射摄影检查 检查结果 一切正常 到今天 一年多了 还是一切正常 观音菩萨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以前 我看观音灵感露之类的佛书 大都将信将疑 自从去年元月我遭逢苦恶 观音菩萨寻身救苦 解除了我的苦难 我以深信前人所说观音菩萨救苦救难事迹 都是事实 我更深信 处此娑婆 丁姿乱世 只有佛菩萨才能把我们之苦 与我们以乐 让我们诵念 难无观世音菩萨 十遍 百遍 千万遍 十八车祸边缘化显位仪 明清 有一天笔者裴家母 访问亲戚张玉宝家 浦门文库长期会员 相谈圣欢 张君贤谈中得意的提起 亲身体验的观世 因菩萨感应事迹 前年十一月冬天的某一天 因经商采购货品 必须临时赶到宜兰 张君乃于有人乘一部崭新的私家轿车 于晚上九十许离开台北 经过新殿 一路谨慎的沿北宜公路向宜兰进行 北宜公路群风环绕 景色宜人 但大弯小转 高山绝崖 亦照车祸 过去夜行货车 长沿途直放明指祈求平安 虽属迷信 可知此段山路之不寻常也 他们在寂静夜色中 越过小隔头 水底辽等山村 当车铃平铃附近之石槽处 叫车忽然无故压压作响 其因怪异 此时驾驶盘也失灵 车子竟失去控制 似被人强有力地推拉至危险的马路崖边 正在千军异法 束手无束 危险万分之际 张军突然想起朝夕礼诵的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立刻提起勇气 虔诚和长大声呼救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大约念了十句左右 怪音消失了 车身也可安定 驶回马路中央驾驶 自如了 此时张军等欣喜感激大事之寻 深救苦伟德 继续送念圣号 直至平安到达木地地 浦门品中说 念念物生疑 观世音尽盛 于苦恼死恶 能为做医护 张军的经历 可谓名正 十九感应三则 灵看智 古德云 心能造业 心能转业 业由心造 业随心转 这几句话念起来很容易 讲起来却不是简单的 心如何造业 心又如何转业呢 且举下面几则事实 用作说明 一 装佛今生火跳过屋 在去年二月中旬 有一位成中念佛般的同修 名叫宽金 住在本市湖北街 年六十八岁 有一天他来联谊会 对我说起 人生在世 未学佛时 迷惑颠倒 时常造罪作业 但却不知道起心动念 终日造罪作业 自从念佛文法后 才觉知业由心造 业随心转的道理 我就问他 你怎样才觉悟 这二句甚深为妙的道理 你宽金师姐就说起 他二十年前住在故乡无期的故事 他有三个男孩 当年排行第二的已二十岁 有一天早晨 老二出外散步 回来的时候 欢天喜地的 捧着一条上活跳的红鱼 大约一尺长 高兴的同我说 妈 以这与我在浅水沟里捉来的 赶快煮姜丝给我吃吧 凡夫的习气 以为吃活生生的动物是要有口福的 不知已失足成千古恨 老二吃了那条活鱼以后 那天晚上睡梦中就看见一个大约十七八岁穿红衣的小姑娘向他求婚说 你已经答应了我的轻食 我要与你结婚了 自此以后 老二每夜梦齐来纠缠 就此一病不起 中西医师皆束手无策 医药无效 不到十天 可怜只有二十岁 竟一命呜呼哀哉 宽经师姐是素俱善根的女人 自从狮子 悲痛之余 就计划迁居都市 改变环境 所以在十八年前 把长男留在故乡管理家产 自己就带着老三进船 移住台中汉西 租屋居住 母子相依未命 自立更生 到一家交邪工厂做工生活 不久就与汉西一带的联友们 每星期一通来连设念佛 星期六一来设听经 做了一位虔诚的三宝弟子 有一天下午 师姐由工厂回来 路过一家土名叫做 基石 的女人家门口 看见她的小孩 手里拿着一尊观世音菩萨圣像 在地上玩 师姐看了很不忍心 立刻就找她母亲 基石 你可不能造罪 为什么把菩萨圣像让小孩玩 这样会造很大的罪业呢 基石随即回答她说 这是婆婆在世时供奉的 我是不相信拜那木头的 我不要 你要你就拿去好了 宽经师姐喜出望外 请过来一看 是一尊木刻的六七寸高的菩萨 已经面目全非 就把菩萨请到佛剧殿去 画了一百多元替菩萨装金 就在家里安慰供奉起来 朝目前尘礼拜 称念菩萨圣号 真是法喜充满 心不离佛 佛不离心 我就追问师姐 那没有善根的女人现在怎样了 师姐说 可怜这位名符其实的女人 不久就才散家破 不知移居到何处了 我想 这该是由于于吃无知而造业货报的一个事实 经过一年多 有一天师姐在工厂作协的时候 忽然有一人慌慌张张来报告说 阿婆 阿婆 你家邻居失火 现在大火延烧 快要烧到你家了 师姐一听 真是魂飞魄散 急跑回家 一路上摔了一跤 爬起来又摔倒了 但她口中 一直念着 观世音菩萨 莫倒大事救苦救难 幸好遇一骑脚踏车的中年人 看她如此可怜 问明情形 就用脚踏车载送师姐回家 到家一看 真是意料之外 为什么火会跳过自己的房屋 左右房屋都被火烧得变成灰了 而中间自己这一家房屋却依然存在 很多人都来为师姐祝福 说她虔诚拜佛菩萨的感应 最奇怪的大家都说 你家的门是锁着 为什么只闻到香香的白烟 一条条从门系中钻出来 我们有生以来 从未嗅过那样好的香味 师姐说 这一定是观世因菩萨释险的奇迹 以上是宽经师姐念佛菩萨 甚好而得到的转业感之一 二 最奇妙的介绍职业感应 宽经师姐从脱免火灾之难以后 信佛念佛 更加虔诚 并且逢人就宣扬佛菩萨的灵感 可是儿子老三 当兵骑到了 要服役三年 生活就成了问题 不知如何是好 师姐就很虔诚的 向观世因菩萨哀肯说 信女宽经 过去愚痴 不知因果报应的厉害 造了很多恶业 所以灾难苦恶重重 现在的文证法 感谢佛菩萨庇佑 得以平安过日 可是现在要求佛菩萨帮我一个忙 带我找一个工资较优的职业 因为现在邪厂工资一天只有无缘 儿子要到海军陆战队服役三年 我这三年生活 仅每天三餐就难度日 弟子自知 这是对佛菩萨近乎无礼的要求 因为信女已经五十多岁 又不识字 职业自数难找 感求观世因菩萨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待我设法解决这三年间的生活问题 师姐早晚是如此哀求 观世因菩萨真是灵验无比 不负苦心人的哀求 有一夜 师姐夜里做梦 有一位大约十五六岁的女子对她说 宽金 你要好的职业 明天早上带饭和去做工的时候 需走小路 不可以走大路 说自有贵人帮你的忙 这句话说完忽然不见了 一晨 当师姐带饭和出门的时候 想起昨夜的梦境 半信半疑 本来每天出门都走大路 可是今天改走小路看看 走到半路 在一栋高级住宅的墙边 有一位小姐笑咪咪的走来问她 你的名字叫宽金 要去鞋场做工是不是 她连忙硬是 心里却奇怪她怎么这样清楚 小姐又说 我们董事长 清早叫我在此等你 她请你入内做一做 有话对你说 宽金师姐当时莫名其妙的随其入内 董事长很亲切的问她 你的名字叫宽金 你的儿子要到海军陆战队服兵一三年 所以要寻一处比较好的工资 是不是 她就回答是 董事长又说 我们的工厂有一位工友小姐 专管烧开水泡茶的工作 可是这位小姐 指甲流的长长又染的红红的 所以茶壶 茶碗 茶盘都很脏 她怕指甲断掉 所以都洗不干净 现在要换一位 只要天天把茶具洗干净就好 请你担任此职如何 工资是一个月450元 年终加奖金一个月 师姐听了董事长的话 满心欢喜的说 多谢董事长好意帮忙 宽金师姐自从辞了每天5元工资的工作 转入每月450元薪水的薪值 确实认真工作 可是时事潮流 大工厂雇佣老太婆当工友 实属罕见 所以厂里有部分职员 眼看一个老太婆捧着茶 在办公室出出入入 婆不顺眼 就半开玩笑的向董事长建议说 董事长 你雇用这老年人捧茶真没有意思 有的就插嘴说 董事长假若找不到年轻的 我明天马上带一位聪明又伶俐的来替换 董事长连忙说 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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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情你们原谅我 因为我与观世音菩萨约好 菩萨叫我帮助他三年 当时办公室里大家乱笑起来 以为董事长说神话 就问他 菩萨如何对你约好 要你帮助这阿婆三年呢 董事长就向大家说 这位宽金阿婆不是我亲戚 我又不认识他 不信你们问他立刻可以证明 因为请他来上班前夜 我在四孟非梦里看见一位女子 大约16岁左右 她对我说 她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前来拜托 因为有一位很虔诚的老年姓女 她的男孩要去当兵三年 所以生活发生问题 要求董事长你雇佣三年 其中若有人反对的话 你亦不可灰心 三年帮忙到底 当时我就问那女子 那老姓女我又不认识她 怎么办呢 那女子又说 老姓女名宽金 明天早上七点多钟 手里拿着饭盒要去鞋场做工 会从你的门口经过 你只要衣食派人在门口等候就好 说到这里那女子就不见了 当时宽金师姐就对大家说 原来是观世音菩萨慈悲 不但拖了董事长 同时一直点我 叫我早上上班时 不可走大路而走向小径 就有贵人帮忙 谁知真的就遇上这段奇缘 当董事长那样亲切让我入场工作时 我一肚子疑云 董事长怎会知道我那样详细 原来这全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所做的安排真是佛法无边 不可思议 师姐感激地说 自从那天董事长解释了其中不可思议的奥妙以后 三年中间就没有一人再说一句闲话了 我问师姐那位董事长姓盛名谁 师姐告诉我 他姓张明谷是广源面粉厂的董事长 以上完全是事实 这是宽经师姐所得的转业感应之耳 三 车坠悬崖竟然无恙 再说宽经师姐的三男静传 自从受母熏悉 深信佛法 了知念佛菩萨的好处 所以入五寿训后 严守军规 闲时就念阿弥陀佛及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常蒙佛菩萨慈悲加倍 例如在游泳的时候 头顶虚空 曾见白衣大事显化 时间真快 进船服役三年起满还乡 回家后就到面粉工厂 向董事长及大家道谢对其母的照顾 当时厂中有一位职员 眼看静传忠厚朴实 英俊潇洒 愿将他的千金与他供给情境之好 宽经师姐在三年中审吃俭用 加上退职奖金一共积了一万元 作为取习的费用 真是意外的得到一位富而不交的贤惠媳妇 不久就在北区买了几间旧屋 自己做起生意来 在静传的忠厚认真经营之下 业务蒸蒸日上 五年前就把旧屋拆除 新盖了一栋水泥铁金楼房 佛菩萨圣像供奉在楼上 师姐更是朝夕礼拜修行 宽经师姐的三男静传 自己做了老板又兼外交 在去年有一天骑了一辆机车 到头遍坑深山乡间去收款 当要回家时路过一座山 左边是山壁 右边是树杖深坑 机车惊死忽然 砰的一大声响 一刹那机车就堕落深坑 可是竟传眼明手快 两手紧紧抓住了悬崖边的一堆草干 昏倒在悬崖边 并未随车坠入深坑坑坎下的田地 有四五个农夫正在那里耕田 眼看机车跺下 就大声喊 完了 完了 等把机车搬运起来一看 真奇怪 这车竟完好而一点都未损坏 那些农夫把昏倒在悬崖边的进船 就醒过来后 进船一看悬崖说 我刚才明明抓住了悬崖上的草干 才未摔落坑底 怎么草干不见了 那些农夫说 这座悬崖一向光秃秃的 那里来的草干 量是你眼花看错了 但你真是最幸运的 过去无论骑脚踏车或机车在这里失事的 都没有一个人活着回去 几天前还有一女子骑车致辞失事 死在这里呢 进船就把机车检查戏看 一点毛病都没有 自己身体意味发生意外 就骑着原车平安回家了 回到家里立刻跑到楼上 恭恭敬敬的礼拜 观世音菩萨 又把刚才车祸的奇遇 和农夫说的话告诉母亲说 若不是观世音菩萨献化那一大堆草干给我抓住 我就连人带车摔下深坑 早已粉身碎骨了 一家人听得捏了一把冷汗 假若净传不是信佛已久常念圣号 那就不堪设想了 此意是宽经师解交而念佛所得的 夜随心转的感应 二时夫妇同盟救护 主云大师 台中后李香月梅堂厂总务课长钟灵玉夫妇 过去都曾得到过奇怪的重病 中西医束手无策 钟先生在床三月不能动弹 大小便都在床上 烂破了三条垫背 臀部皮都烂掉了 死去三天 房东一再催促 办理后事 全家各亲友一致哀痛 见人已死去 起死回生已不可能 但她的母亲和她的太太每天在观音菩萨面前跪拜 求观世音菩萨慈悲救护 结果中先生经菩萨救治 不药而重生 并且恢复了健康 因此而引起了中外医学界的泽泽称奇 一致称赞佛法的不可思议 中太太在她身第五个儿子时得了重症 送到铁路医院去住院 院方认为这是不可救药的 乃把她移到太平间去等死 据她自己说 在太平间中与她患同样病的人 连她进去有四个人 都是患上同症 两天之中死去两个人 她这时心中只有一句 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没诵着 同时全家都求菩萨慈悲拯救 奇怪得很 其他的三个人都死去了 唯有她一人病好 二十一车祸腿折重伤 菩萨失救复原 是达航 1946年6月18日晚上9点 我和同乡张孝祥兄在上海南京路 与山西路口步行时 不意是来一辆风驰电车的美国军车 把我冲撞到废文员营楼门口 由山西路口至废文员营楼门口 步行也要几分钟 这时我倒不觉痛苦 已陷入昏迷状态 第二天一早才清醒过来 发觉已躺在广慈医院的病床上 大概壮得麻木时已过 这时感到全身动弹不得 一动就痛得难忍 人在最痛苦的时候总希望快点好 那只有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吧 就忍着痛苦一心默念菩萨圣号 又做观想菩萨的慈容 手持羊枝撒我甘露 真是不可思议 顿绝痛苦全失 广慈医院是耶教会所办 每当病人进餐时就有好几位护士小姐大唱 甚至我是信仰坚定 绝不会被这一套把戏所获 心中仍然默念观音圣号 而人坚持素食 在医院中没有办法 只好吃肉鞭菜 那时我持的是报恩斋 为其三年六个月 从18日晚上送进医院 直到念4日上午只照过一次X光 什么药都没有服过 只知腿部是严重骨伤 我想这样住下去 不知那天才能痊愈 我闹着要出院 院方不肯 因我意志坚决 院方无法 也只有认着我 就在念五日办理出院手续 下午三时由孝祥兄陪同搭招商局 江亚伦 离开上海 四成五十抵浙江宁波 遂往老江桥一项文明全涌 宁波 智商科名一路迎华玉求诊 经陆先生多次推磨以后说 你的两腿伤势甚未严重 这要看您祖上的积德 现在先拿点要去服服看吧 陆先生这句话深有含义 大意说祖上无德可能成残废了 从孝祥兄兄面上看来 他心里是很难过 但我想光是难过是无济于病 还是前念菩萨的圣号才是 搭八点钟开的永 宁波 沈浙江定海县沈家门镇 县德轮船回家 准备继续疗伤 前送圣号不错 7月初一日为平镇里斯湾天峰四支法会 家姐为我父四前求菩萨史商早遇 并求得一千 上季的签文曰 财中渐渐渐分明 花开花谢截自尘 宽心且看月中贵 郎君即便渐太平 签中的意思在月中是大有希望 因此大家都很高兴 可是到了7月12日距离15日只有三天 而我的两族仍然不能移动寸步 是日午后由外申二人把我游睡椅上搀扶起来 面向洛家山和掌发院 难无大慈大悲 就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求菩萨加倍 如弟子不成残废 就终身常斋 绝不变心 发如是愿意 心中甚未坦然 菩萨慈悲 真是有求必应 当天晚上 我在睡梦中呼觉有手在我双腿上推动 开眼看见自身躺在白天所睡之长藤以上 对面端坐慈祥庄严的观世音菩萨 他双手正在腿上缓缓推动 我就含笑问他 大夫 我的双腿会成残废吗 不称菩萨 而称大夫 这是业障 而菩萨很慈祥的笑约 你放心 不会成残废的 声音很清脆 这时发觉这位大夫的手很长 坐在对面 能把手伸缩自如 一般人一定要站起来弯腰才能按摩 大夫坐在那里也不站起来 更不曾弯腰 在腿上推动些时 不知何时又睡着了 回想起当时错过了机会 没有好好求开示 那位大夫一定是观世音菩萨变化所做 菩萨何时回落家山去了 那更不知道了 第二天一早 正是十五日 我不知怎地就轻轻松松的起床能走路了 我为菩萨慈悲垂敏寻生救苦的感应 真是喜极而泣了 我们全家人更不知如何替我高兴的 许多人看了这一个感应奇迹的事实 都认为菩萨的慈悲真令人无体投地 膜拜与赞叹 为报菩萨众恩 我乃去天风四项观音菩萨在三顶里 感恩的心真非比莫所能形容 自1946年至今历经三十二个年头 来台不久 我终于为了报佛菩萨的大恩大德出了家 发心安森半道 普度众生 如今我虽虚度六十 并不因习年重伤而影响我的践行 经特将观音菩萨灵感事实功绩于此 以报菩萨恩德于万一 二十二目睹观音菩萨显圣祭 重期 1946年二月间 我在四川省双江镇机械化学校服务的时期 常与王军谈及 我在抗战时期转战八年 能得平安无事 均赖佛祖保佑 因为我的继父过继生老先生 继母公书娟女士 每天都在为我祈祷 故八年抗战 虽经几次危险 均能化险位移 因此我总想遍访天下名师 归依我佛 当时王军允诺 给我介绍成都大佛寺法师 在该处接受归依 因此时工作繁忙 未能即刻前往 到了五月初八日的那一天 忽然灵觉 想到后天初时 即应前往成都接受归依 初九的晚上 就将请假报告写好 初十的早晨将报告成到学校当局 到了时时 呼接到校部通知教育长召见 我在夜见教育长时 告诉我说 学校昨天接到军训部电报 播发本校军用地图三千份 就派你去成都领地图吧 发给五天旅费 与往返车票费 你就急出差的机会去成都 也不用再请假了 这样可以一举两的 省去你自己的旅费 明天就动身吧 连出差一共准你三天假 快去快回 我当时很感激长官给我的安排 我想这也许是我诚意感动了佛祖 以致凑巧碰到有这样出差的好机会赐给我 这是所谓 陈泽灵 乃是我的前程感动了佛祖呀 5月10日上午 乘商车前往成都 下午住宿距成都八十余公里的一个镇上 与同车旅伴住在蓬莱旅社里 我自己住一个房间 晚饭后很早就休息了 到了午夜十二时左右 在甜蜜的睡箱里 做了一个梦 梦见观世音菩萨向我说 明天下午四时 在过河的时候 要翻车 你不要怕 有我保佑你 记着 不要怕 有我保佑你 连续说了两遍 说完后我就惊醒了 醒后自言自语地说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向我托梦呢 管他的 于是我翻了一个身 就继续地睡了 待睡着后 观世音菩萨又向我第二次托梦 仍然说 你要记着 明天下午四时翻车 你不要怕 有我保佑你 如此又连续地说了两遍才离去 说完后 我又惊醒了 于是这一次我发生了怀疑 为什么 观世音菩萨宗向我托梦呢 也许明天真的要翻车 不管他 到时候再说吧 睡觉要紧 我不管一切的 又翻了个身 就又睡着了 第三次醒来 已是第二天早晨七点钟了 匆匆吃了早点 乘车继续前进 当时正下着朦胧的细雨 下个不停 下午四时左右 雨过天晴 蔚蓝色的天空笼罩大地 此时距成都约二十五里 在过河的时候 因为道路泥泞 河面又宽 坡度倾斜又大 加之汽车开得又快 在下坡之时 汽车就不慎翻覆了 全车乘客十余人 有的人头破血流 轻重伤都有 唯独我一个人 任何地方均没有受伤 我站起身来 检视了一下 将身上的泥土清理干净 又看看左右受伤的人 我就加以简单的救护 忽然一抬头 看见观音菩萨 在空中骑着一条金龙 金龙长约一丈五尺 腰圆两尺 龙头上的脚位八角梅花鹿形状 身上驮着一个莲花盆 莲花盆有五尺方圆 莲花瓣成金黄色 每个花瓣高一尺 莲花蕊约一尺方圆 观音菩萨立在花蕊之上 身披红色锦袍 头碗公祭 左手托着镜瓶 瓶内插着三只羊柳 右手拿着一把浮沉 浮沉把是红色 毛长约两尺 面寒微笑 当时我看了约三分钟 急人继续救护伤着 又过了约十分钟 在抬头时 观音菩萨人在空中 向我微笑着点了点头 金龙此时就冉冉升空 向西藤云驾雾而去 于是我就跪下扣了三个头 扣完头在抬头时 就不见了 当时我问其他的乘车同伴 有没有看见观世音菩萨在空中 都说没有看见 他们还问我你为什么跪下扣头呢 我对他们说看见观世音菩萨 他们都很惊奇 做出不幸的样子 我也不便向他们解说 我当时也认为这真是怪事 那 我突然觉悟了 这就是我的善缘 那 以上技术就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实 仅做真实的记载 报导给诸位教友们参证 52年8月1日 爵士寻刊224期 23车祸有今无险死李逃生 李博勇 回忆那天突如其来的一场惊险 至今心中有有余悸 那天 大约三星期前 我骑了机车像往常一样 在下班后返家途中 突然由后缅峰池电车班 驶来了一辆旅行车 像流星般降落在地 一阵碰撞的巨响 我觉得天旋地转 我被整个人从车上弹落 我魂不附体呢 下意识觉得这是一场车祸 完了 完了 等我稍微清醒时 对方已扶我站起 他是一位美国朋友 在看我的机车呢 虽然倒在路旁 经过那样大的冲力 居然没有什么毁坏 甚至连挡风玻璃都没有些许损坏 不能不说这是车祸中的奇迹 更大的奇迹 是我自己身上除了手指筋骨似乎扭伤和肩膀背不相当的疼痛外 竟然没有其他的伤痕 也没有流一滴血 这可能吗 我不禁问自己 难道我内部受了严重的伤 内伤往往比外伤更糟 更难医的 我不禁心存怀疑 由于对方是外国人 好在我一时也看不出自己有怎样重大的受伤 所骑的机车也完整无损 所以接受了对方道歉 因我幸福而不愿计较 决定不追究责任 况且那时候也没有交通警察在场 然而对方仍然请美国宪兵 中国宪兵与外市市警察交通警察来 做了一番调解 事情就过去 回到家中 才感到肩背不疼痛的很剧烈 我家厅堂中央功臣佛坛 供奉着一尊观世音菩萨圣像 我一向笃信佛教 尤其对过去世政法明如来而道驾 此行普度众生的观世音菩萨 万分敬仰一心一意在此生此事 进行受学习菩萨济世救人的高尚情操 只要能学到菩萨的作风万分之一 我就心满意足了 就因为这个缘故 在1969年4月8日 集合了几位热心助人的朋友 每月省下一碗石井菜面的钱 大约十元左右 积少成多 大家凑些钱出来做好事 专找及需要救济的对象 特别是与平病患者或无力办丧事的平民元首 默默地行善 到了1973年 参加乐善好事的有心人竟然越来越多 我看机缘成熟 就将这个慈善组织定名为光明慈悲喜舍救济会 去年1975年间以急难支出十万余元 感谢十方大德热心的捐助与支持 慧止赞设在寒舍 人在病痛时最需要救助 尤其精神上的安慰 既然早晚礼拜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这时候我很自然地想到要向菩萨鼎礼求友 我虔诚地向菩萨鼎礼之后 当晚饭沐浴毕 也就提早入睡 也许是太疲劳 我竟然睡得很甜 恍恍惚惚地仿佛自己置身于一个不知名的地方 我说不出那是一个怎样洁净美好的地方 使人有一场愉快的感觉 然后我仍觉得肩背不好痛 我呻吟了起来 好痛啊 此时忽然眼睛一亮 有一位全身穿白衣服 面貌慈祥 无限端庄的妇人模样 在我的面前出现 她忽然绕到我背后 轻轻地抚摸了一下我的肩膀说 这里痛 是吗 我回答 是的 心里正奇怪 何以这妇人会知道呢 就会好了 她的声音无限的温和 听起来非常悦耳 只不过片刻功夫 果然肩背部一点也不疼痛了 那 那么快 我印象她道谢呀 但是我已经找不到她 那位慈祥的妇人哪儿去了呢 她究竟是谁呢 原来是南科一梦 梦醒得很快 我肩背部不但一点也不酸痛 而且还有难以形容的舒适之感 的确是个梦 但也是事实 因为事实上我的伤已好了 不是吗 对了 意其那妇人的端庄面容 不正是客厅里佛坛上所供奉 朝晚礼拜的大事圣言 那就是观世音菩萨医好我的奸商哪 由此可证明 凡是能虔诚发心怀有如此一母心情的佛教徒 一定能与佛菩萨感应道交的 至今我念念不忘梦境中那位面貌慈祥举止端庄 语气温和的妇人我一生重奉的观世音菩萨 遇到车祸总算有惊无险 死里逃生 连日常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也完好如旧 而所受的轻伤又不要而遇 这都是菩萨的慈悲护友 这样的恩情 这种的奇迹 虽然我的笔桌 也不能不把这经过前后忠实的记录下来 让读者大众作为增加学佛信心的参考 写到这里 扭伤的纸巾还有些隐隐作痛 由于梦境也是迷离匆促 当时我怎么没有想到顺便要求大师也抚一下我的纸巾 也许今天就不会还留下这点痛楚了 可是正因为留下这点小小的疼痛 也可能是车祸中逢凶化级的一点纪念 因是我更将时时刻刻意念起观世音菩萨世纪的经过 而毕生莫尺不忘 信彼至此 我不经又前进的念 难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民国六十五年三月八日 菩提树月刊二八零期 二十四严重猴病或救痊愈 周鸿基 民国二十年秋天 我患了喉病 发高烧 大半时间昏迷不省 三天不能说话 不能吃饭 群衣束手 我姐姐到上海老鸭桥观音庙祈祷 当晚 我在昏迷中看到一位穿着红袍的神 戴着白帽 手提药箱 身高将达客厅二两 当时之客厅位救世房屋 二两约有十四尺高 一直说着 开刀 开刀 我就惊醒了 我于是发愿说 倘若能让我的病今日就全欲康复 就确实是菩萨来救苦 我必定终身前信佛教 三四小时后 忽然吐出大量黄色浓液 热也退了 神智也清爽了 中午吃下一大碗温的稀饭 下午竟能像平常一样的谈话了 这是我自身经历疾病灾难 而得到观世音菩萨解救苦难的事迹 作者傅言 本人现任国大代表 独贵刊八十八期 真灵感故事 特简述感应故事如上 67年4月19日 观世音月刊九十一期 二十五圣诗功能干硬化 死亡边缘庆众生 慧俊 徐慧光居士 法号齐晨 萨四岁 上海士人 现在台北婆经商 他曾毕业于一家外国语言学校 能讲几种外国语文 人的长相看来很聪明的 可是在这次大难以前 是不信仰任何宗教的 不但如此 他有他一套排斥宗教的辩驳法 俗语说 人无千日好 花五百日红 这就是无常的写照 他在商场上活跃下 也赚了不少钱 可是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但细祸福 在1975年 正当念九岁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突然得了肾结石的毛病 其实这种病倒也没什么关系 开刀之后 发觉肾功能丧失 紧接着发现肝硬化 连全身的整个动脉都硬化了 这在有事业前途的年轻人来说 不斥一身晴天霹雳 等于宣告了死刑 这种病甭说中国的医生不能治 连那欧美发达的西医也不能起死回生 在台大医院患肾小组召集人江万 火家轩 大夫不得已之下 开具了一张病为通知书 这无意是不可延宣的告示难逃死亡的命运 人之将死 其言亦善 人不怕死 哪才怪呢 除了羞耻有功夫的人 临命忠实 欲知实质 身无病苦 心无贪恋 除此之外 十之八九 叫死 自给吓坏了 徐居是那时没信佛 更不懂宗教的意义 遑论宗教的体验 不但其言亦善 其行为也很天真可爱 怎样天真可爱呢 当然是想逃着 死 关口呢 于是到巴拿马 住进了伊丽莎白医院三个月 外国医生并不因为外国月亮员而有办法 照样婉言劝走 等于国内一样的宣告 出了这个院 怎肯死心 又去美国救金山市政医院 依旧如是 前后又折腾了几个月 无可奈何之下 还是回国来了 西医束手 改求中医吧 就请教孙利瑞中医师 孙医师除行意外 旁揪佛学 凡有看病的人 每多劝人信佛解恶 孙中医看过他的脉后 除了开些养肝掉气的药外 还劝他看佛书才可挽回造化之功 当然 人生走投无路 任何人都成了贵人 由不信仰且排斥宗教的人 到了人之最后生存阶段 也就有倾向宗教的寻求 还是求生欲作祟吧 此人之常情 是无可厚非的 宗教带给他一股力量 这在他来说 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1975年下半年 是他生命的一个转列点 何以故 以素是会根及大悲愿心故 当他一切绝望之时 就想到宇宙之间到底有没有佛菩萨呢 然而世间上的人类都对这不可测的虚空摇摆 这虚空不就如同无人心灵上的心性吗 这诸等问题 由然而生 他对面前的景象 突然升起了悲念 他誓言说 如果菩萨能救我活命 我愿深深世事来度化众生 这个愿真是了不起的大 因为众生界是污秽的 是三独五蕴的结合处所在 又是三界火宅所聚处 出胎入胎还得在众生界翻滚着 煞事不简单呀 发愿次日晚上做了个梦 梦很清晰 一位白色衣精披袍很庄严的观音大士 端庄严谨 站在他的面前 菩萨显现慈祥的说 没关系 你放心 只要有毅力 有信心 这个难关可以过去 可以远离你 又说 你注意看报纸 不管好因缘 坏因缘 有这个人就传 法 给你 醒了 是一场梦 好像真实的梦 菩萨的指示 历历在目 那时还不懂什么是 法 天亮了赶紧翻阅报纸 有一段小广告 香港来台的徐百红老师传授气功 一切慢性病 难治病 在短期指导下 皆可有效痊愈 他心里好高兴 菩萨指示 不管什么法 目的要用法治病 人到没有指望的时候 那才专心呢 妄想打也打不起来了 拜访了徐老师 求他指导修炼气功 很用心去学 三个月后气脉打通 中医学说 人生有其经八脉 即任都二脉 好像大病出狱 什么肾功能丧失 肝硬化 动脉硬化 一切重病都烟消云散 无影无从了 病好了 盼若二人 心中知喜悦 可想而知 1979年5 6月间 由香港来台的 土登达尔吉活佛 在孙力瑞居事介绍下 他皈依了上师修 西密宗静坐 观醒与持咒 现在他每天中午 即半夜12时 都要静坐一小时 即送持经咒一小时 持之以恒 充满禅悦 1975年 真是他灾难的一年 更是生命突破的一年 也是好坏参半的一年 那年所经营的事业失败了 陪累不堪 疾病破产 但在修行的道路上 彻底了解了富贵是虚幻无实 那年的先愁苦后欢乐的景象 使他哭笑不得 但是菩萨救了他会命 他是感激体灵 他只有依他的誓愿 投入观音菩萨的大悲愿海里去 他打坐 有时可达人我两望的 无我 境界 法系充塞着他 当他看经 深知一切经文 回光返照 了了觉知 佛陀是真语者 实语者 不狂语者 不妄语者 他起了对众生可敏之心 你们怎么不能会 异佛陀的经职呢 他相信他度众生的心愿 必会实现 69年8月31日 慈云月刊五卷二期 26念佛感应道交现奇迹 庄春荣 我自从听闻佛法 有缘持送观世 因菩萨普门品 以时数载 于滋朔望之日 早晚必送念 至于称念佛号 即如东坡居士所言者 行也念 坐也念 卧也念 瑕时就念 默默念于心内 这种念佛 轻而易举 平时持续的念 最近又出现 一令人惊喜的奇迹 资将真实的事迹陈述如何 4月6日星期六 我最小的女儿 今年17岁 在沈丽新营中学高中一年级一夜 中午回家午餐后 骑上脚踏车域去校 刚由工厂的宿舍起行 经义市路转弯出纵贯公路未挤 路上车马平凡 女儿正在慢行道上骑行 将近及水溪桥不远之处 忽然前面冲出一辆大卡车及驶而来 后面有四辆游览大客车驶来 显而相撞 游览车司机为避免与大卡车相撞及向右感一歪 驶出慢行道 将前面骑脚踏车的女儿撞出 并连车带人推脱数丈之远 游览车司机应与大卡车错车而未注意撞及行人 被路边店铺人家呐喊后时刹车 女儿已握倒在游览车前轮下 脚踏车早被游览车压得扁坏解体 后轮回断 轮下人更惊昏倒的 不省人事 由附近人家及送新银黄外科医院 我们接到通报后 赶忙持车至医院查看究竟 意外的身体毫无损伤 衣服又未擦破 碎呆黄医师打针及检查X光 脑部性无受震荡 脏腑亦无任何异状 经数天的休养后也无发现任何严重的情势 据发生车祸时当场目击者称 我女儿被游览车撞倒后 一般人均料想已无完肤的身体 性命必定不保 因之遭此大车祸而不损一毛 时不幸中之大幸 真实路人为观者称其不绝 事后据女儿言 被撞后已失去知觉 不知何时跌倒轮下 至有人呼唤时 女儿烧醒 心念观世音菩萨 车祸后停留二三小时 直呆报警勘查现场 司机交保后时放行 我们家人一时悲喜交集 虎口余生 不可思议的感应 得来不易 皆凭素念佛读经 信愿型的感应 观世音菩萨 救苦救难 逢凶化疾 明明中猛佛慈悲加倍 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人生灾恶多 逆境多 烦恼多 苦难多 奉劝世人及时深信佛法 灵验的见闻绝非不可靠 为报答菩萨部位及难之中 能施无畏 救度众生之恩惠 特在本刊登载 为世人共见 南无观世音菩萨 57年5月1日 爵士寻刊396期 27十年宿吉布药尔玉 灵看智 台中联社师才班员灵阿全 有一位妹妹住在东区南门桥附近 在20年出生了第二个男孩 取名金星 这个婴儿自出娘胎到三岁 身体软弱消瘦 几乎没有一天不请医师开药 昼夜母亲多事抱在怀中 好不容易才抚养长大 日月如梭 光阴四溅 转眼之间金星已经17岁了 他已成为一位诚实的青年 日夜勤勉职务 由于介绍 加入了台中联社国文补习班 结业成绩优良 也参加了四次新春佛教青年演讲大会 并在市区参加部教 都是一片真心流露 口才流利 不但自己得到法系充满 还心心念念要度他母亲 1966年 我到慈光玉幼院讲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时候 金星同学每次都是用脚踏车载他母亲 去参加听讲念佛 据金星同学说 他的家庭过去是根农 他母亲是一位克勤克俭的贤妻良母 所以生产婴儿尚未满月就要到田里工作 因此这样劳力过度 自从生他后 就患了脚筋抽痛的病症 走路很不自然 自从他听了普门品以后 乐知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和大事寻生就苦的灵印 家中就安挂西方三圣像 早晚前晨礼拜 有一天半夜后 二点起两条腿经直痛 痛便周身 当无法忍耐时 就不停的大声忽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到天明时 患十多年的宿疾 静步药而愈 周身筋骨疼痛 一概消失了 以上事实 是精心对我说的 二十八阳之撒身乳痛顿消 灵看至 千处祈求千处印 这是民国四十九年五月间的事 雾峰四德村新错相四号 陈阿娟女士 十三十八岁 五月间左胸乳房发痛 苦不堪言 尤其使她更加忧愁的是 隔壁一位女人 在前年一离这种怪症乳膏而死 据说还比乳癌更厉害 看到眼前这批儿女 万一不愈 将来真是不堪设想 虽然经过许多中西明医的治疗 不但不见效 反而日渐加重 到后来 左乳房以肿胀到齿鱼 连左手翼不能动弹 衣服只能穿又干了 一天 又是阿娟正欲找医师的时候 走过中正路 忽然邂逅就有陈江桃 含着满筐眼泪 说出受这种怪病的痛苦 陈江桃一听一杯愁她的遭遇 就说 阿娟姐不要哭 哭坏身体更加不好 佛菩萨是最慈悲的 不如跟我到部教所 拜拜佛 求观世音菩萨慈悲佑 只要真心忏悔 虔诚称念 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一定会平安回复健康 正需要人来帮助的阿娟 一想到中西医师都束手无策 也就满口答应的跟到物丰部教所去了 连友们听了阿娟说明来意之后 一同都说 你要拼命念佛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同时又求大杯咒水给她喝 并且赠送她西方三圣像 教她早晚礼拜念佛的方法 阿娟自从此次拜佛后 精神上得到无限的依靠 不再像以前的中日忧愁苦恼 现在时时刻刻拼命念佛 又念观世音菩萨 自己想了想 假设这病能好就好 不好也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样经过了十几天 某夜于梦中 见白衣观世音菩萨 右手拿阳之 左手持净瓶 以阳之水洒她周身 一觉醒来 感到身体轻松舒服 满身清凉 以后一星期内 每天有几次身体忽然如新出浴室的凉爽 乳痛的病 日渐好转 不到一个月就痊愈了 佛菩萨的灵感是不可思议的 此世上不算稀奇 稀奇的还在后头 在阿娟的病好后 约二个月 也就是同年的 八一 水灾来临时 阿娟所居住的乡间小屋 入水树尺 阿娟依然全心念观世音菩萨 祈求加倍 忽然有人向她说 我们的瓜田被水淹了三 四尺 所有已成熟将要收成的瓜 一定会被大水流掉 阿娟闻说不绝大哭起来 因为半年的血汗 用在瓜田 要是被水流去了 情形就够严重了 阿娟虽然忧愁也没办法 只有焚香祷告 祈求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 房屋不要到 瓜不要被流失 经过一日一夜 水渐渐消了 阿娟挂心自己的瓜田 满脸忧愁 且走且念观世音菩萨 到瓜田一看 满田的瓜 不但没有流失 并且不知从何处流来很多的瓜 种虫叠叠 还有流来许多杂木 把瓜田围住 隔二天 阿娟母子俩 把杂木挑回家当柴烧 挑了整天上位挑完 以上的事实是去年9月19日 部教所讲经之日 又是观世音菩萨的晨道日 莲友数百聚集一堂 阿娟生感佛菩萨的慈悲伟大 及时站起来 向大家说他本身的这段感应 在场上有台中七八位莲友 他劝大家多念阿弥陀佛 及观世音菩萨 29菩萨市井信免车祸 汪格华 在5月14日这一天 我的几位朋友忽然发生远途旅行的兴趣 由我陪同合成一部汽车自台北出发 经过新店 郊西 宜兰 各地走马看花 连午饭都未吃好 由宜兰沿太平洋海滩的公路间走回 这是通达基隆的路 可以转回台北的 像这样赛跑式的旅行 我不但不感兴趣 而且觉得随时有发生危险的可能 但是大家都心高采烈 我当然不便独一 在表面上与大家敷衍着 而心中则不断地默念观音圣号 这是我在前几年入医院动手术时 一位姓佛的老居士教给我的 平日我已不断地持送 而这次则有了特别的灵感 车行过了福隆浴场 在一个独家村前 忽然发现一位穿白上衣不知是农事工的男士 向车上挥动手势 好像车上掉了东西的样子 我见了这个情形 连忙关照停车 到了车停以后 我们发现刹车坏了 车的后轮已离开车身 这地方是高山顶上 下面即是太平洋 躺在向前开动 危险万状 这时那位男士也已不见 我们把车修理好了 对这事生以为奇 第一 车上的基建失灵 不是路上所可能看见的 他为什么白手换停呢 第二 这个地方只有一家住户 不见有人出入 附近树里内 更无人家 他是从哪里来的呢 第三 他既只会停车 当然是一个好事的人 何以车停后又不见了 第四 事后我问同车的人 都未看见这位男士 只有我看见这位男士 由于以上四点 我认为这是持送观音圣号的感应 三十其观音退水灾 树林户其获救 许慧晨 菩萨界幽婆仪张慧月 他家住在彰化县田中阵斗中路14号 俗称大桥头 他家就在大桥的南面河旁 当八七水灾时候 那靠近他家的河堤被水掘崩了 水势汹涌 向千军万马奔腾般向着他家冲来 正在千军义法危急之际 人们都敢惶恐失措 不知如何应变 他却毫不犹豫 好像绝有把握 异若无有其事似的 不慌不忙 焚起相来 跪在观音菩萨向前 虔诚地祈求 持念圣号 附近的人 见他这样 也有不少人默默地跟着他念 说也奇怪 不一回 水劲转向西面流去 那时细在深夜 电断灯灭 外面天空里黑沉沉 雷电又在沉微 不时霹雳震天驾响 狂风暴雨 又附继续不停 而那洪水湍流激荡的声音 澎湃跑后 真令人恐怖万分 这样的直至天明 大众出示 方知奇迹 原来在他家东北边田园 被水冲刷 滴线崩溃 使水流倾泻而下 如此禁救了他家及附近 几家住户的灾难 这难道不是因他奇观音 退水灾不可思议的灵感 也正是大势寻生救苦 有求必应的事实证明吗 附近居民 因此大多跟着学佛 参加本政田中联社周三念观音 周六念弥陀的定期法会了 三十一三称圣号 恐高阵消除 张润山 五十二年冬 我服务警备总部军法处 驻台北市青岛东路三号 一日下午下班后 与有人乘无业军出外散步 行至许昌街附近 建许昌街与管前街交会转角处 新建新光 人寿等大楼 人寿大楼已建置顶楼 粗的工程已经完成 左臂搭有通顶楼的便梯 为楼梯扶手上位住好 楼梯一级一级之间有大空隙 可以望穿地面 当时陈军提议 从这楼梯上去 登上顶楼 开开眼界 陈军说着急抢先登上 因为我患有恐高阵 平素本来不敢攀高 然一时心之所趋 也不甘示弱 于是抬起头 两眼往上看 也一个静随后而上 似陈军爬至顶 九楼门口 见楼门已锁 无法进入 不得已 只好回头向下走 此时我紧爬至五楼 已不敢往下看 手足发软 然不愿伸张 原先只想一鼓作气 登上顶楼 再从室内楼梯下去 现在听到陈军说顶楼门已锁 无法进入 我就一筹莫展了 往下一望 顿绝头晕目眩 四肢发抖 全身无力 出冷汗 内心恐怖不可言状 心想这下飞摔的粉身碎骨不可 不敢轻动一下 只好蹲在楼梯上 谁也无能力救援 此时我忽然想起 普门品上说 在不畏极难之时念观世音菩萨能师无畏 当此紧急关头 一法千军之计 我即和掌存成 念了三身难无观世音菩萨 当即觉得心里安定 再向下一望 毫无畏惧 如履平地 心生稳健 不抖不立 不慌不忙 一步一步很快就走下地面了 当时我心里的感激 何可言宣 菩萨微神之力 真是不可思议 从此以后 我更深信观音菩萨的灵验 也更深信经典上 佛所说的一字一句 都是真实不虚 三十二无痛分娩 张仁华 我叫张仁华 山东省人 在某学院担任助教 信佛有年 我在1977年1月间 与邓小姐结婚 当时已发心吃常素 可是她从来未接触过佛法 可能比较困难 经我向她说明 吃素对健康不但无害 反而有好处时 她也就欣然接受了 进一步 我告诉她 如念 观世音菩萨 圣号 求男的男 求女的女 而且生产科 已没有痛苦 我内人 大概有善根吧 真的就每天早上 在菩萨前 用十念法念圣号 并祷告 求生男儿 并且每晚念 观世音菩萨 圣号一 二十分钟 未尝可 是年四月 内人有身孕了 做例行检查 一切顺利 到了今 1978年1月16日下午四时许 内人在台北军眷医院持送观音圣号中无痛分娩一个胖胖的男婴 我问她生产苦不苦 她笑着说 好像不知不觉终究生了 我只听到旁边生孩子的妈妈们叫喊得好难过呢 其实 她若不曾念过菩萨圣号 说不定也会喊叫得更厉害 各位想想看 天下那有这么便宜的事 念观音圣号生孩子不痛苦 佛法就是不可思议 不妨大家广传 叫每位孕妇都持送观音圣号 都可不痛分娩 不但无痛分娩是得到了 更是求菩萨赐给男儿 也是有求必应 普门品说 若有女人 涉欲求男 礼拜供养观世因菩萨 便身福德智慧之男 涉欲求女 便身端正有相之女 素质得本 众人爱尽 内人如此礼拜 如此供养 如此持送 如此发愿 果然如愿以偿 更奇怪的是 内人那天生产 碰巧是世家世尊臣道日 于是为了纪念与佛菩萨有缘 就为男孩取个名字叫张世新 我期盼着他的长大 也能快快皈依在三宝座下 走进佛门 三十三观音就拔具风男之感应 礼富贵树乐见无血 我是在一家公司远洋船上担任大副的职务 这艘船叫亨达伦 在两年前离开台湾而远行世界各大港口 当本年8月20日 我们的船航行到纽约岭市旁的一个码头里装货 已经装满了4000吨肥料 准备次日骑航运往另外一个港口 就在当日晚上 一个强大无比的飓风 正对着这个港口吹来 大约8点到10点半左右 海水猛涨了20公尺 这时船上的钢篮也被吹断了 船就像跳摇滚乐一样的载浮载沉 随着浪头忽高忽低 忽左忽右的在港里乱撞起来 只听得风声怒吼 天色一片昏暗 这一条码头有三艘船 二艘是军用运输船 我们的船开入港里 被指定了这个不立位置 是夹在两艘军船的中间 好像那两艘军船的钢篮也被吹断了 随风飘舞着 不停地撞击着我们的货轮 风力越刮越强 船身欺扎作响 浪涛身又四千军万马呼啸而来 真令人有魂飞魄散之感 船上的人们都一场紧张不知所措 船长下个紧急命令 令全体总动员 并穿上救生衣待命 此刻船身略有倾斜 舱下抽水击身哑哑不停 天空上飓风夹杂着被吹破的碎片 不时掠过呼啸而去 有时一些碎片 打在甲板上 甲板上变成了垃圾堆 破碎的东西 泥沙与水的混合物 但这些谁也无暇再去理睬 我只好安慰船员们不要紧张 船在码头游没有什么危险 天晓得 其实像这样猛烈的飓风 一万多吨的轮船也恐难逃厄运 但我不得不给大家打下一记镇镜祭呀 这时我勇猛不停地默念观音圣号 心中也不断地祈求菩萨名忠加倍 保佑全船船员的平安 夜深了 不敢合眼 心中人朗念甚好 午夜一点钟左右 感觉到船身猛然摇荡了一下 紧接着是剧烈的震动 三艘船军被粉吹浪推 送到岸上来 可想而知 锋利带到如何程度了 不知怎地 我们的船反而吹到最里面 另二艘船反而吹到外面 这样子可以挡住一下迎头粉了 真是菩萨必有 直到第二天清晨水退后 方之船被粉刮到一个罐头工厂里面 这个罐头工厂已面目全非 煞事凄惨 防舍及机器设备军被刮走 不知去向 这种风叫台湾的台风更为厉害 其只千百倍里 我们的船头尾已被撞毁 中间也有损坏 所洗全船人员 无人受伤 只是受了灾变时的惊吓而已 但在我们外面替我们挡迎头封的军船 损坏比我们惨多了 次日 码头上布满了军警 维持劫后渔秧的秩序 一切交通完全断绝 州政府召来大批工人抢修 三天以后才恢复正常 这次巨风的袭击 单就这码头地区 就死亡人数达一千多名 房屋店铺也均破碎之离 何况巨风吹袭的广大灾区 真是不敢想象 事后我想 如果船不被推上岸来 恐怕早在港湾里翻惊斗 那岂不惨透了 这都是仰仗观世音菩萨的威神之力 明明护佑的 才挽救了全船的生命 金云 假使黑风吹其船坊 飘堕罗沙鬼国 其中若有乃至义人 称观世音菩萨名者 是诸人等 皆得解脱罗沙之男 大概我适应了 其中若有乃至义人 称观世音菩萨名者 我记得以前看方伦老居士写 金院士文存 也是方老居士义人称念菩萨名号 军舰旅逃捷运 其中一段写着 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 我年四十一 在楚同军舰上任轮机长 担任长江下游防务 转战苏晚二三省 日日遭到日机的搜索轰炸 每当敌机投弹时 我便念 难无关世音菩萨 结果一年之间 全军五六十艘大小军舰 几乎被炸得精光 只剩三五艘上能行动 但是楚同军舰却人物平安 毫无伤损 全舰没有一人划破了一块皮 流过一滴血 也没有发现过像笔杆大小的炸弹洞 这不能不算是奇迹 由上文所看 方伦居士当时也印了 其中若有乃至一人 称官是因菩萨名者 是诸人等 接的解脱罗沙之难 这段经文所示的这个感应 当然也是不可思议 我想佛教徒印在公共场所 及周、车、机上 随时念菩萨圣号 以示因缘 大家必可蒙受其礼 逼着补充 本文中如此大的飓风 圣卫少文 经查阵有关报道 证实绝非虚言 1970年5月份台湾版中文读者文摘第四十页 《飓风浩劫清历记》一文 正式描述那次飓风的实况 文中为本次飓风 可美儿 为西半球记录中最大风暴 把三艘货轮从港湾吹上岸 三十四毕过车祸 由陈文 这是大病过后之下半年 1963年7月念一日的事 晨起整理一切后 燃起三支清香 前晨礼拜南无关是因菩萨庄严佛像 便开始着早晨的念佛功课 刚做完早课的一瞬间 我的右眼好像在大跳漫波式的 虽极力控制它 但始终未能生效 我曾默默地想 医学家说眼皮跳是一种神经衰弱症 同时脑海里又有另一种反应 这是不可能的 因今早起床后并未有眼跳之现象发生 只是在做完早课之一刹那间才开始的事 这可能是佛陀慈悲 明明中只是我今日可能会发生重大事故吧 等等繁杂不一之思维 后浪推前浪不停地澎湃着 我虽想极力去注意一切言行 但要从何处着手呢 真所谓 杖二金刚 摸不着头 虽是如此 但是我还得处处提醒着自己 以防万一 俗云 一分预防 胜过万分治疗 在上班之时 眼跳虽未减 但亦无增 游四在继续着未跳完之舞 不久 浓雾客流都岛员来请我致奋起原料区测量排水 又延已向铁道客请了一辆巡道车 既延如此 我就要出差了 但想到我还在跳动的眼睛 于是又想不去 发生了矛盾的心情 真是进退为谷 但终于还是为公物至上 应作一位佛教徒须能破除 贪 自私心 故此时脑海里浮现着 佛说阿弥陀经内有云 舍利福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闻是经受持者 即闻诸佛名者 是诸善男子 善女人 皆为一切诸佛之所互念 即妙法莲华经观 是因菩萨普门品上亦有云 佛告无尽义菩萨 善男子 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 受诸苦恼 闻是观世因菩萨 一心称名 观世因菩萨及时观其因身 皆得解脱 此时的我心灵上无形中 仗着佛陀之光 而破除这些无畏之烦恼 而答应了他 整理一切测量仪器用具后 便上了寻道车 当我刚踏上寻道车之一瞬间 眼跳之速度居然加急 一刻而停止 宁静片刻之心情 忽然随着眼跳 超速 而又起了一个180度之大转变 顷刻间 宁静之心还又被烦恼所占据了 于是乎 内心便猜测着京城此车 是否有车祸的预兆呢 否则眼跳孔不会如此 超速 同时矛盾之心不自主而生 不去吧 安全些 去吧 障佛陀之力吧 震荡万念交杂之际 寻道车气敌长鸣一声 化破了我的沉思 寻道车已在轨道上缓慢加速前进 不久便出站 在一望无纪律悠悠的田野上 寻道车好似拖了江的野马奔跑着 这时我一面欣赏着田间的美景 及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另一方面在车上习惯的默念 难无阿弥陀佛 或难无观世音菩萨之圣号 就如此的入站 出站 经过了无数的小站 穿过了五六个村庄 震荡无车制土库的平交道时 照交通规则是火车速度减至最慢 明几次长笛 以警惕道路上支车辆 因平交道上两旁 皆有建筑物障碍各方视线 故本厂义在此处装设有自动试景电灯铃 然此电灯铃可能遭受 泛笛 台风的侵袭影响而失灵 致使我们车制而该灵未响 灯未亮 故使镇内使来的一辆货运车 以为轨道上无火车往来 于是照速行驶而遇穿过平交道 纳支在铁道这一方面 有一车辆阵前进 一遇穿过平交道 就双方皆遇穿过平交道前一 二秒钟 两车相距约八十公分左右时 发觉各车对方皆有车辆临前 在此千军一法 生死存亡之一瞬间 我想无论何人见此情境 必会坐立不安或魂飞魄散了 车内的刘军剑状已发出了尖锐的凄惨声 不由自主的尸身经骄 真使人毛骨悚然 而我们生命全权之委托者司机先声 剑状已是手慌脚乱的紧急刹车 本来是一个红润色的四方脸 因过度恐怖已变成了青黄色的小脸 然这时的我因自上车便开始默念圣号 故此时未知若何 不但不曾惊恐 反而很镇静的高声念着 难无阿弥陀佛 圣号三身 这两辆发现于不及八十公分的车子 忽然平稳的一身 之紧急刹车了 这时两车相距只剩六十公分 二台尺左右 若再近一点就会表演一场车吻 大家见此情景 因惊恐过度 于是顷刻间之悲惨哀叫声之后 换来是一片寂静 大家好像是在聆听着法官 判上死刑的宣告 然游四南科一梦 此有惊无险之景象 在司机气敌一声之下 大家好似听到法官之无罪宣判 于是双方各带着于今未平之心情各庆贺着 死里逃生之幸运 而向自己的前程迈进 三十五念佛水退 人处平安 灵看至 雾峰部教所的一位信徒 明阿段姐 他住在万斗六载的乡村 他有一天去部教所听经 对我说你实在功德无量 我有一位亲戚的媳妇 因为丈夫入伍当兵 在家不守妇道 后来入狱判了六个月 行闷出狱后 带了西方三圣佛像回家 朝暮客送念佛拜佛 对待温姑 丈夫 子女 比以前判若两人 变成了一位孝顺温姑的贤妻良母 甚且亦会劝家中之人念佛 现在为何能信佛 并且那样的虔诚深信呢 她说是在狱中有一位连舍的姐姐 每星期日都去讲佛法 叫人念阿弥陀佛 改恶向善 听了很有道理 并且赠送佛像佛经念诸等 使人回家后安分守己 幸福过日 我想连设的师姐道女 奸讲佛法的一定是你 我那亲戚一家人都很感谢你 叫我带他们向你师姐道谢 我说这是她的善根 佛缘道了 与我又有什么相干呢 以上那些话是1959年6月对我说的 到了八七水灾以后 阿段姐又到雾峰部教所 听经在对我说 师姐我以前所说 你教她念佛的亲戚 在这次八七水灾中得到很大的感应 原来她家住在南门桥下三间草房 养了数百只母鸭维持生活 她媳妇自出狱后 因为常在此西边生活不能发展 就计划买了18只小猪仔来饲养 等到大气来卖掉 就可在别地方盖房屋做小生意 她媳妇就利用空地种点地瓜等 用作四猪的食料 终日忙忙碌碌 到了八七水灾那一天 她看到溪水大涨 且愈来愈急 就拿了一只梯子 先请翁姑子女上梯 爬上屋顶 继后与丈夫两人再把18只大猪赶出来 也一只一只的赶着爬上梯子到屋顶上 最后自己溢上了屋顶 一家人与18只猪接在屋顶上 眼看溪水来是凶猛 她亦不慌不忙 叫一家人和长亦同念 难无就苦就难观世英菩萨 念了几十分钟 就幻念 难无阿弥陀佛 念了一回 又念观世英菩萨 念到溪水退了 人畜才平安无事地从屋顶上下来 阿段姐说 你想这是不是佛菩萨的加倍 我真想不出这样奇异的佛菩萨感应之事 实在稀有 因为南门桥两岸上一带 被这次水灾流失了一百多户 虽是土墙的屋子 可是亦有很多砖造的大房子 也都被水流去 死了很多人 云河桥下西边的一所破旧草房 却未被水流去 屋顶上不但宰了一家树口 还有十八只大猪 竟然人畜一概安然无恙 使我越想越奇怪 而且猪也会爬梯子 真是巧妙至极 难以思议 当我到了星期日又再去女尖弘法时 我就把这一则制成念佛菩萨的感应 解救了水灾苦恶 得到消灾免难的事实讲给他们听 其中一人就站起来说 他就是我们这里的十六号 他亦曾说过 他的温辜在南门桥下养牙 并且说他出狱以后便要改过自新 好好做人 暂时养几只猪 后来就要改行 请各位想想 佛菩萨真是慈悲平等 任何人只要肯致成称念 就得莫大的利益 三十六至心念佛福灾烽火 灵看志 住在台东正大同礼宾桑路的陈玉芳居士 他未闻佛法以前是一位服装专家 为人聪明 素具智慧 一经的闻净土法门以后 即使觉悟人生无常 万法皆空 就舍去了为人在坐衣上 到街上找了二串珍珠项链 买回来穿成一串念珠 朝晚开始客颂 天天不断念佛 此事自立 并且发菩提心 想要立即他人 当时台东的信者 皆是初机学佛 很少有人念佛 玉芳居士从邮政局 汇了新台币五百元 来台中瑞臣书局 买了五十串的念珠 以后就每天拿了念珠 到知己的朋友家里 叫人念佛 并将念珠送给他们 有一天玉芳居士 手拿念珠到日东酱油厂 去教人念佛 厂主人民和曾经 和夫人民阿乖 当时他家住在仁爱街 原名草错街 十四年前的台东 不似现在那样 刚古水泥的高楼大厦林立 那时大部分都还是木造的 所以日东酱油厂 一不例外 也是木造盖草的房屋 这一天 玉芳居士手持念珠 又来赫家教阿乖念阿弥陀佛 正说着念阿弥陀佛的好处时 忽然间 听到马路上人声嘈杂 气笛声响得很紧张 有人大喊 日东酱油厂失火 玉芳与阿乖回头向外边一看 原来是又赶隔壁人家起的火 已经研及自己后赶工厂 这时满屋已是蒙蒙烟雾 那天正式工厂休假 家人与工人都以外出游玩 只有贺夫人阿乖一人留在家中 当时玉芳居士与阿乖二人 一见火事已经冲入 在此千军异法之际 即时跪在地上和起掌来 至心念 难无阿弥陀佛 难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念了大约不过五分钟 真是能浮灾风火 普明照世间 即时起了一阵难风 把火事吹向后面而去 后半的五栋小草屋 历时烧成灰烬 索性阿乖的大酱油工厂及店面 皆安然无恙 只有与起火的隔壁相连的木板壁 烧焦了十几块 说到这里 也许有人会说 观世音菩萨云和只救念其名号的人 而不会念佛的五栋草屋 就复之一句 而不失救呢 要知当时比灵的人爱街是一条长长的小街 假若阿乖的房屋着火 火势向北 就严及该街 一发不可收拾 损失就无法计算了 同时那五间小草房 亦未必就能幸免 不受灾殃 真是佛菩萨庇佑 大事化小事 小事化无事 亦是性欲善之事的 欲方师姐慈悲福音 三十七我信佛的因缘 周星源 编者按本文为周星源先生所作 分几期刊载于菩提月刊 原文甚长为节省篇幅 仅将其中菩萨灵感世纪的部分 节路如下 一 菩萨显示欲我恶极 一九四九年 随部队由贵省转入越境 四年又由蒙羊转运至富国岛 我抵富国岛不久 染上风湿麻痹阵 右腿麻木 走路没准向 不听指挥 传令兵带我找来一根藤子 作为手杖 我深知此病不抑制 苦思莫得其法 是日午夜 在似梦非梦中 听到自病自医之言 自幼耳传入 我次早及三十起床 洗脸后出外运动 运动后人回到床上 于不知下绝肩想起打坐 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单盘 双盘 糊里糊涂的 把左腿放在右大骨上 脚跟紧靠右胯骨 两脚拿向上 左手抱右手 手掌向上 两大拇指相接触 至小腹之间 极度齐下 背脊挺直 头与我们立正时一样 为两目为臂 向下是 这是我自己发明的 因我平身没听人说过 亦未见过 更没看过有关静坐的书籍 可是刚一上座 不到三分钟 头上的汗珠有如黄豆大 滚滚而下 全身汗水如注 忍痛坐了三五分钟 即把左腿放下 改盘膝而坐 口念观世 因菩萨圣号数百身 天色为亮 即下床持杖上山运动 下午晚饭后 毅然 这是我第一天的自定功课 第二天有同事住的和军光辉 亦发生与我同样的病症 但他有人是 马上送医院治疗 我是个孤臣涅子 谨遵菩萨的指示 自病自医 每日按照规定功课 实行不便 并决心不打针 不服药 实行三个月后 病逝如酒 既未愈 亦未加重 但那未与我患同样病症的和军呢 其病状似有加而无减 出入院时可以葬行 既则扶走 再则要人背负 由其可怕者 两条小腿渐渐缩小 至一年后两条小腿干枯 已成残废 相反的我的病是 不但不曾加重 而且日渐好转 虽未完全恢复 然可行动自如 不过不能久战而已 至于静坐的功夫 亦绝见有进步 早晚二刻时间 亦较以前增加 为汗水依然直流 但身心比以前舒畅而甜静 犹犹不可思议者 每于静坐中 时听到有声言自诱而传入 或见到字 其字简而一声 其应验其矣 有一次 我见到陈某船 由富国岛回台湾 这是在几个月前就应献 为使应证起舰 特向同屋住的好友黄震说 我们快要离开此的了 时间迅速 两个月转瞬过去了 有一天在吃午饭时 黄吉向我说 您的感应恐怕这次不灵了吧 现在已到农历四月十五了 我说还有半个月等到月底再说吧 午餐后我照例的睡觉 我刚睡下 听到飞机响 我还未睡觉 黄震吉在我们外大声的呼唤 快起来 手持一张纸条说 你看 这是李总队长写的 刚才司令官由西贡飞来 首令各部队 一切工作停止 准备回台湾 我们同屋共住四人 都一口同声的说 我的感应真灵 这个喜讯传开出去 大家莫不欢欣鼓舞 一个在同兵队教书的贵州本家 跑来对我说 我惊于奇门遁甲 硬要我教他 但我坚决的否认 而他始终怀疑 据说富国岛曾经去大陆的和尚 亦知道我们今年要走 唯唯说那一个月可以走 我们总处为最后一批 时间决定在四十二年蒲节后 第三天 预计国立六月十七月可抵高雄港 我们进入越南的萌阳 是在萨巴年十二月十七日 亦我初至萌阳时 曾梦见高宗法鬼方的一经客 当时我很怀疑 呆四十二年六月十七日船靠高雄港 恰恰为三年六个月 一天不多 一天不少 真是不可思议呀 二 观音就苦 我于五十年春 突然患度谢 近一日达念于次之多 且连续不止 使人的体型及颜色大变 邻居有见而不识着 但尚未倒下去 且行走自如 不须人服而每日早晚二客人照就实行 从未错断 不过有时正在里面 要去厕所 甚至中间要停止几次才能完成一堂功课的 正在这紧急时 我忽然一起印光祖师缘祭前 正像我这病症一样 把肚内的会物拉近 使这个臭皮囊 便为清静而往生净土 我想到这里 马上提笔写现实性一封 寄木炸一个老友 请他赶快来办理善后 并自你妥一言 即自婉联如下 身从那里来 大到轮回谁时的 死往何处去 九品莲华我自知 我何时往生此联不改 傅文义尼妥 一一安排停荡 准备往生 等到第三天 病逝稍缓 有邻居脏得负者 曾冲军医 劝我往台北 时排荣民总医院诊治 并自愿做护送人 代办一切手续 在人情的感动下 我允去荣民总院检查 经检查结果 要我住院用手术治疗 我问医师患什么病时 医师说是善气 又明小肠气 要我敢办住院手续准备用手术 把一切手续办好 住进三楼十二号病室 住院的同志们 都是些开肠破肚的奇怪病症 同一病室的一律是些割胆 割胃 割肠 各种大小手术 不一而足 但与我患同一病症的却只有一个 年龄亦相似 经过各种各样的检查后 时间已去了一星期 第八天的下午 护士小姐来说 今天下午不要吃东西 准备明天开刀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 即将佛号停止 改持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 是日上午 同一病逝 另一未患同一病症的患者先开刀 我轮到下午 并闻听那未动手术的患者 在手术是呼天叫的痛苦万分 听到这消息后 无形中给予我心理和精神上一大威胁 然是已至此 只有家境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经几分钟后看到一尊大慈 大悲救苦救难的白衣菩萨 坐在如散盖大的美丽莲花上 在我头上出现 但时间不久即逝 下午二时半 换上绿衣服 被用车推进手术室 一进入手术室 就等于入了屠宰场 把你翻来覆去 应用半身麻醉顾 我心里很明白 在绿色的灯光下 我闭上眼睛 任其所为 但我心里 仍在莫持菩萨圣号 并未有丝毫痛苦 时间不知过去了多少 忽然听声言传入耳机 要我把两只脚动动看 我说我不知道动 他们见我说话很清楚 脸色意味变 没关系 把我推回病逝 我回到原来的床位时 依然听到与我相隔两个床位的 那位上午开刀的患者 仍在哼着 诸位大德先生们 请想想看那位呼痛叫苦的 和我同一病症 又同一医药 医师助手术等末不皆同 为什么他如此痛苦 而我简直丝毫没感觉 这不是菩萨文身就苦是什么呢 此外上有点人味的小痛苦 那就是每天要打几针消炎 止痛 生机的针 而那些护士小姐的打针技术 恰恰与我们在大陆时代的乡村姑娘追鞋底一样 有一次我向一位山东籍正在医院实习的台大护专的学生说 你们成这个实习的好机会 趁早把你们的新衣衣 不要像他们这般护士小姐一样 那位护士小姐听了不懂 问我是什么意思 我说他们的心太硬了 要把他们的新衣软点 那位山东籍的小姐默默一笑走了 自动过手术后 我食量慢慢的增加 身体意渐渐的恢复 并照了两次X光 没有其他的毛病 刀口一天天的痊愈 刚刚七天 结现出院 而那位同日开刀的上尉收口 不知何日才可出院 这是第一次蒙菩萨救的大苦 另外上有一次最快 而又不可思议者 绝胃牙痛 痛了好几天 牙科医师也没法医 因牙根发炎 口腔红肿 不能把牙及时拔掉 只有打止痛针 和服止痛消炎的药 过几小时后依然痛苦 尤其一到晚上 根本不能睡觉 只有用冷盐开水 含在口里 但水寒热了又痛 把寒热的水吐出令患 靠在床头痛苦万分 在这无法可想之际 忽然想起 为什么不念 难无救苦救难观世 因菩萨呢 我只这样一想 马上觉得轻松多了 心里莫持圣号 不到三分钟即睡觉了 一直睡到四晨三时起床 洗脸刷牙里佛 一点没感觉痛苦 同时牙根发炎等 无形中全好了 与平时一样 恢复原状 尤其不可思议者 自那次患牙痛之后 又先后掉了好几个牙齿 从不曾痛过 似乎服了永久断根的灵丹妙药 这是我第二次获得菩萨救苦的奇异应验 诸位大德先生们 你们不要以为拜观世音菩萨是老太婆 或者是妇女们的事 那就大错特错 如果大家看过我信佛的因缘 那么一定知道 我几十年来 一直只信观世音菩萨的 同时我对观世音菩萨的笃信和实践 也与常人为义 譬如我每天早晨起床洗脸后 必以至沉的心 向佛菩萨请早安 晚上睡前亦然 白天除在附近散步外 如上街或英式附教员的地方 必须向佛菩萨禀告 回来时亦向佛菩萨禀告 蒙恩加倍平安回来了 总之我平日所作所为 无疑是不向佛菩萨禀告者 纵然不应当做的坏事 也不隐瞒 并且很坦白的向佛菩萨禀告或忏悔 所以我原来的别号是 自胆 两字 今后改为 无为老人 这是我自1958年12月15日起至现在指的事实报道 南无观世音菩萨 三十八土匪劫劫 前宋圣号 逃过大难 乐见吾 民国二十年左右 安徽省合肥县长宁和镇 有姓丁的大户人家 在地方很有名望 安徽省境内多山水 未到匪滋掌地利 附近山区有个土匪叫白狼的 二是庞大 鱼肉相名 手段毒辣 人人都很怕他 有一天 他率领百余匪人来洗劫这个村镇 这丁府的老夫人罗氏 是皈依三宝前臣正姓的佛弟子 法名叫西贤 他的儿子润申与家眷都在南京供职 家中只有老太太一人 碰巧有位比丘尼来看老夫人 听外面枪声盛大 人声嘈杂 知道一定是匪徒来洗劫了 两人不经步步 一心家景念观世 因菩萨甚好 白匪打算闯丁府 听到有人说 丁家的男人们和家眷都在外市 空屋无人 白匪也不觉察 当真信了 以这个大难就轻易逃过了 过不多久 洗劫全镇财务无数 并且绑架了两百个肉票 几乎一户都没有幸免的 当他们大火而在河岸边及河打算驾船回匪朝 他的随从又问白匪有没有搜捷那镇上有名的丁家 白匪说 天时已晚 正直顺风 开船要紧 这正是明明中观世 因菩萨救苦救难的显应了 这件事是现住永和八十多岁的丁润生老居士亲自告诉我的 三十九找回失误 唐启阳 娇阳把力清露晒得软绵绵的檐下 一天下午五点多钟 一位六十开外的老夫人 利用太阳膝下的凉快时间 正忙着在住家后面的一块小菜园里除草洒水 眼看园中的空心菜 窝具等星星相容 长得蛮快 她面露欣喜的表情 不知过了多久 抬头一看 四周天色渐黑 不经心理一急 加快脚步走往圆外 刚急忙走到隔壁篱把边 有一只较长的晒衣竹竿突出篱把外面 一不小心 头部正好撞到竹竿尾端 迅速擦过左脸及左耳 觉得一阵剧痛 人差点而晕过去 赶快定一定神摸摸左耳 还好病未流血似无伤痕 不经脱口一声 阿弥陀佛 但挂了十多年的精致小耳环却不见了 老人家不免紧张万分 赶忙俯视四周田地 全力搜寻 耐英时值黄昏 天色转暗 菜园遍地青菜及杂草 那玉米大的小耳环怎能找到呢 找得头昏眼花 心情焦虑又有什么办法呀 忽然老夫人想起 何不求求早晚礼拜念诵的 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帮忙呢 灵机一动 即和掌闭起双眼大声求道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弟子不小心撞到竹竿 遗失了心爱的耳环 心慌意乱便寻不着 正处困境 尽请慈悲的大事赶快显显威灵 帮弟子找回 感激不尽 如此诚恳观想祈求了一会儿 张开双眼探视身边 那 前面仅伸手可到的近处地上 那黄色闪闪的小东西 不是找了半天始终未见的耳环魔 真有些不敢相信 得来全部费功夫 却是信仰的奇迹 原来耳环是分作三个部分组成 挂在耳珠上面的一粒 及下面的一片金属品 中央在以一个小螺丝钉嵌住 如今耳朵并未破裂受伤 可推之耳环必定是撞击而离开耳珠时 自动分解 散失各处才对 现在竟然二个小片完整无损地聚在一块 摆在眼前地上 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不但保佑了老人家的脸及耳朵毫无受伤 更替他找回了耳环 亲爱的读者们 您猜他是谁 他就是我家母 一年前发生的真实灵异事迹 您有机会碰见他 一定会对此得意的往事津津乐道呢 四十求子的子 南产中祸安 张绍斋 在司法界有一位诚恳朴实 而认真工作的周电修先生 是我的苏北同乡 不过我们也是在台湾才认识的 夫人高年宝女士是一位忠实 虔诚的佛陀信奉者 相夫教子 使一个人丁不多的小家庭充满着和乐与兴旺的气氛 1958年周先生任基隆地方法院看守所所长 颇惧机身 西西下仅有一年刚八岁的女公子 在这八年中其夫人前后流产计四次之多 成绩宗之 已敢无望 故常为 无后为大 而叹 每瞧到朋友或邻居的男孩子们蹦蹦跳跳那种活泼可爱的神情就黯然自伤 抗力虽然情感融洽 但有时为了宗挑 也不免埋怨夫人几句 要不是你吃素身体不好 我们的孩子已经多大了 因为她的夫人自从归一常治法师以后 在多闻讯息之下 认清了慈悲不杀的真谛 发心中生素食 周先生认为素食营养不够 对身体的健康大有妨碍 以为孕儿不产是受了营养不足的影响 周先生是研究法律的 没有研究过营养学 难怪他有此观念 其实维持生命的营养素 大都包含在蔬菜里面 远的不说 就以近代虚云禅师来说 他老人家活到120岁才原济 肉食者有几个活到他老人家那么大的年龄 进一步说 现代的人凡是讲究养生的 没有不避免肉食的 原因是肉食不但不能带给人类健康幸福 而且给予人类无穷的隐忧 如心脏病 高血压等等 无时无刻不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 所以肉类在今日科学发展的结果 已经不是人类生活中的重要食品 况且有视为洪水猛兽者 如肥肉之类 比这素食将近50年 并没有显得颓弱无神 相反的 比任何一个肉食者都要健康 这不是一个最好最近切的证明吗 子女之有无 纯属于因果问题 不关乎体格之强弱 躺男女双方果有子嗣之因 必有得子之果 反之体格虽健壮如牛 结果还是音讯养无 不言因果之理者 书难彻悟其真谛 周先生对太太的埋怨 不知如何被常治法师得知消息 为避免一对佛侣的时身举语 乃悄悄地送给周太太一尊观 是因菩萨圣像 要她虔诚供奉 只要你诚心求菩萨 菩萨一定会让你如愿 常治法师叮咛嘱咐嘱咐的说 于是周太太除料理家务外 每天 心诚求知地向菩萨莫道 两个月以后 一天夜里 梦见其八岁的小女 不知为着什么 突然飞快地奔向海边 一时急得不得了 心想这孩子再跑下去 一定会掉进海边 被大浪卷走 乃不顾一切地在后面追赶 呼得跟前一亮 一位穿着白衣 头戴白纱 身形高大 庄严 而面带慈祥的女士 一手牵着其小女 一手抱着婴儿 与其小女并排地站着 似乎在等着什么人似的 好熟的面孔呢 周太太赶到后 对白衣女士心里在嘀咕着 周太太凝视着白衣女士 预备向她道谢救女之恩 谁知她竟一言不发地把怀中的男婴送给了她 另外并给她两粒果子 要她服下 这时周先生也急忙地找来了 她将其小女交给周先生 说一声谢谢都没来得及 忽然又见白光一闪 白衣女士踪影便消失不见了 一觉醒来 周太太看看自己所供奉的观音像 竟与梦中所见的一模一样 一点诚心 竟能感动佛圣 真是不可思议 周太太第二天使把梦中所见 告知常治法师 恭喜你了 周太太 一定是观音菩萨送子给你了 常治法师蛮有把握式的向周太太道喜 果然 在1959年正月 周太太终于生下一个白胖可爱的男孩子 法华金普门品说 若有女人 涉欲求男 礼拜公养观世音菩萨 便身福得智慧之男 周太太的故事 不是最好的一个实证吗 以下是周太太蒙菩萨庇佑 顺利生产的经过 基隆佛教联社助持之济法师 是为了不起的高僧 红法为家务 立身为事业 他是真正的做到了 周太太对他非常的恭敬 孩子是菩萨送的 不要忘了报佛恩 请满月酒 最好要用素菜 以免生灵涂炭 知济法师态度严肃的提示周太太 好的 师父 周太太肯定的回答说 可是心里却不免有点低估 因为周先生不了解素食免灾的因果原理 绝不肯答应用素菜艳客的 心里非常苦恼 如果双方都坚持己见 很可能破坏家庭的和乐 他考虑再三 只有求菩萨来替他妥善的安排 于是早晚烧香礼拜祈祷 希望菩萨慈悲 与其夫君智慧 使其忠心采纳知济师父所提供的意见 一直到生产的前夕 都是这么祈祷 一天夜里 忽觉肚子剧痛 可能快生产了 周先生乃把他送医院 住了三天 和他一同进去的十几位产妇都已回家 唯有他一人挺着肚子躺在产床上 据主治医师说 可能是难产 这时他除了阵痛 还加一层恐惧 真是难过极了 当天医生又做最后的检查说 今晚不可能会生了 到明天再看吧 医院的产房平常是难克止不得 这时因为他住进来几天还没生 护士们有点不耐烦了 便对周先生说 周先生 现在反正没有其他的产妇 你可进来陪你太太吧 于是产房内只有他们抗力二人 这时周太太便沉积向其夫君说 知济法师说 孩子是菩萨送的 一定要许愿满月不杀身 我们母子才会平安理 谁知话没说完 周先生便跳起来说 那里的话太太吃素 叫客人也吃素 不被人笑话才怪呢 这时周太太的肚子痛得非常厉害 也就生气的说 你不愿孩子满月不杀身 倒愿意看着我死掉 是不是 不不 你不要胡扯了 我觉得你太迷信了 菩萨怎会管那么多 周先生带着急促的声调解释说 周太太这时满头汗水 似乎已痛得难以忍受了 她一看不由的着急起来 于是悄悄的走进窗口 双膝跪的 虔诚的祈福说 菩萨果真有灵 让我太太今夜平安的把孩子生下来 满月就半素菜艳客 绝不杀身 口里一直念着观音大士的名号 站起来便去请护士小姐 周先生 你不要急 医生说过 今夜里不会生的 护士小姐一面走一面说 等走进周太太的身边 突然惊叫起来 哎呀 怎么小孩已出来了 连手都没洗 便慌慌张张的把小孩抱起说 恭喜你 周先生 是个男的 还一直摇头说 奇怪 周先生这时充满着无比的高兴 第二天一大早便跑去寺里烧香 并请知济法师替他刚出身的爱儿取名 时间过得真快 十几年的光阴转眼已过 这孩子现在已就读中学了 佛陀在法华会上告诉无敬意菩萨 善男子 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 受诸苦恼 文是观世音菩萨 一心称名 观世音菩萨及时观其音声 皆得解脱 菩萨的灵感真是不可思议 今日世界人人皆沦于苦恼之中 欲求解脱 必须同声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四十一显灵哲雨 王和慧 一九五七年夏天 某夜我参加学校夜间补习 为了参加初中联考 至午夜十二点才结束课程 当时教室外面正式大雨滂沱 我家离学校有半小时的矫程 父母事业均忙 根本无法为我送伞 虽然老师好心 要将伞借我 但我怕老师因此淋雨会感冒 我就惋谢了老师的好意 我说 老师你年纪大 我年纪小 淋雨对一个小孩子来说 不是什么大事 万一你应借我雨伞而淋雨回去 明日感冒 不能来上课 我岂不是罪过 请你先回去 我祖母会来接我的 老师走了 同学也走了 那么大的校园里 只有我一个小丫头 怎么办呢 忽然灵机一动 我何不求观世音菩萨呢 因为我从小经常跟随祖母 到各处寺庙里佛上香 所以我从小便知有观世音菩萨 于是我诚心诚意的 对着大雨滂沱的夜空 祈祷 观世音菩萨 我叫王和慧 你若有灵 就请庇佑我 从踏出教室的门到回家的这一段路上 不被雨淋湿 并且在心里默念了好几声 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然后启程回家 走在寂静无人机的路上 雨虽不曾停过 但我既不避雨 也不匆忙 我只悠哉悠哉的走着 也许是 信泽灵的缘故 也许是观世音菩萨的显灵 我的头上竟然像是有人持伞为我遮雨似的 尽管四周的雨那么大 可是从头到裙脚 竟然未曾沾到一点雨珠 但我所背的书包 以及脚上的布鞋 却是湿透了的 后来 在离家不远的北越殿前 遇见了持伞的祖母 我告诉他老人家我的际遇 他却不信 他说 或许是西北雨 所以这儿下雨 你们学校没有下雨 听他这么说 我只好把书包展示给他看 他看过书包 再摸摸我的头发说 嘿 是真的 你身上没湿 可是书包怎会如此湿透呢 真怪 阿妈 一点都不怪 我祈求观世音菩萨诱我 结果 菩萨显灵了 我好高兴 如今 世隔二十年 祖母他老人家早已作骨了 但我深夜欲语 蒙菩萨显灵之事 虽十日久远 却仍记忆犹新 降之记下 已为我的见证 观世音乐刊编者案 此文乃作者的亲身经历 独之令人感动 万法为时 当你信念观世音菩萨疾能得救 千处祈求千处印 苦海长座渡人舟 非虚语 四十二月南轮王困居西贡 菩萨次又安然回家 方西轮 一 护照被卖困居西贡 1975年3月18日 去越南探亲 本想趁机会在纳尔游览 然后再过境泰国 以偿我的愿望 谁知不久燕港失陷 牙装失利 战事日益吃井 不但粉碎了我的幻想 同时也粉碎了越南百姓的 西贡吾战事 的迷梦 家中又频频的来信催我返台 自理行间透看十万火急 于是乃赶紧去办出尽手续 不料就在这要命的关头 我的护照竟在大伯和金信旅行社的勾结下 以三十两黄金的高价卖与别人 大伯素来是赌陈信 负债累累 就在这种情形下 暴露了人性最丑陋和卑鄙的一面 从此将我陷于浩劫之中 由于我国使馆撤退 无法补办护照 我只得怀着一颗哀痛欲绝的心 颤力地祭出自家人的一封诀别信 但却隐瞒了我之所以 无法及时离岳的真相 前途对我来讲是那么的不可测 不禁泪如泉涌 二 忧愤田兄终于病倒 四月底 西贡终于沦陷 斯加斯青之情与日俱增 大伯非但没有丝毫的愧疚之心 相反的竟将我视为眼中钉 全家大小时时对我借题发挥 极尽精神虐待之能事 至此我才深深地尝到了 寄人篱下的痛苦滋味 像我从小到大何曾受过这些罪 吃过这些苦 天理何在 功德又何在 我何其不幸呀 内心忧愤不已 终于病倒了 体温高达40度 住在列等的病房内 终日昏昏沉沉 由于沦陷后医药普遍的缺乏 我只是靠打眼水针来治疗 大伯他们非但没有人来探视我 反而怪我病的不是时候 倒是隔壁一位时常与我聊天 长我几岁的护士小姐李秀英 从大伯顾的女佣那里得悉我病倒的是 急来探病 就这样一日复一日 整夜整日都在生死的边缘上挣扎 总觉得一只脚仿佛已踏进棺材那了 三 祈求观音巧遇善人 我在幼时即对观音菩萨有亲切感 只要遇见观音圣像 就会自然而然的升起一股敬畏的心 而拜上几拜 有一天 就在病后一星期 体温人徘徊在40度与39度之间 忽救无门的当儿 突然伏至心灵 祈求观音菩萨之心油然而生 内心默念着 难无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难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一心祈求观世音保佑我 安然度过这难关 也保佑我能够早日回台 备受煎熬的身心 至此总算有个寄托 说也奇怪 一直不退的高烧 至晚上突然神奇的降回正常度数 还有从秀英那儿 间接认得的一位蔡太太 这些时候 一日三餐都是她亲手烹调 伺候着我食用 并坚持要我出院后 搬至她家与她作伴 同时也好照顾我这大病 出好的虚弱身体 我亦有国回不去 有家归不得 大伯亦家又无人性理性可言 在这陌生的国度中 实在一筹莫展 对此高益隆情 实不可阙 便毅然地接受了 四 菩萨托梦化显位移 四后体力日渐恢复 我念佛便更为勤奋 每晚必点三注相拜观音 低暗的观音庙 远至头顿的观音庙 都留有我的足迹 此时心中 唯有观世音菩萨 才是我的救星 有日晚上 我居然梦见观世音菩萨 主我 耐心等待 定可回国团聚 严必极见一片耀眼的亮光 亮得我真不开眼 醒来 梦中情景仍很清晰的 在脑中盘旋 12月20日 竟收到父亲脱红十字会转交给我的一封电报 自沦陷后 音讯两个 此次竟出乎意料地收到家人电报 真是令我惊喜交加 喜极而泣 电文虽简短 我不知看了多少遍 紧接着又收到父亲寄给我的台湾入境证 及回台飞机票 这一切的一切不是观音菩萨显的感应 是什么 从此我是更虔诚的重信观世音菩萨 1976年2月上旬的一天夜晚 我又再度梦见观音菩萨的指示 说我受灾难的结束已满 就快回去了 一定可以回去 2月下旬 蒙我女友彭姐 和她内地的帮忙翻译 不畏麻烦的一再向越南外桥局 安宁局陈晴 终于在3月16日领到越南的出境证 这个时候我如蒙大赦 压抑不住内心的狂喜 我又流下了眼泪 在等待机其离乐的这段期间 我急去各观音庙还愿 并求佛力加倍 保佑我终身平安 顺利 5.逃出地狱安然回家 5月15日我终于可以成行了 陈法行出境 在新山艺机场内 一些外桥所携带的东西 多被肆意的流难而留下 轮到我时 说也奇怪 他们只是随意的查查 就让我上机了 而为给予我任何的为难 他们可以任意刁难外桥不给上机 就这样的逃出了越南 而飞向曼谷 16日换乘华航回台 底家已是夜深人静了 高龄的爷爷乍见 我安然回来 不觉老泪纵横 老父见到我又是嘘寒问暖 恍如隔世 而我也哽咽着 详述越南沦陷前后的情形 以及祈求观音的结果 家人除了感叹 人心险恶 外 都称颂 阿弥陀佛 不已 自此断了的天伦之嫌 又再续上了 6.是愿理佛修心养性 我在西贡待了14个月 这期间的所闻所见 实在终身难忘 生活在没有希望中的朋友们 他们仍愿伸出手来帮助我 这种情操是多么高贵呀 走笔至此 不禁止笔痛哭 何时再见这些有着高贵情操的朋友呢 愿我大慈大悲的菩萨显灵 普度众生 四日至附近的平光寺 向观音菩萨敬香 答谢佛恩 每晚我在临睡前 人手缅三炷香 向观音菩萨祷告一番 口念 观世因难无佛 与佛有因 与佛有缘 佛法僧缘 常乐我尽 朝念观世因 目念观世因 念念从心起 念念不离心 五月底 爷爷自高雄佛光山回来 谈到大悲殿 供奉观音菩萨 法相庄严 与四臂的万尊观音 令我肃然起敬 但愿早日调好身体 前往朝山 一瞻佛言 彼弘心愿 观世因菩萨灵感世积选 第二篇前送大悲咒的感应事迹 伊孙夫人死里众生 祝云法师 中外文明的孙力仁将军 他夫人孙张清阳乃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 他过去曾害过一场奇怪的大病 得到观世因菩萨的救护而痊愈 在他 我为什么信佛 一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 民国念四年 1935年 利人和队伍调到浙江宁波附近的五夫住扎 记得我们是住一所大公馆中 古老的房子 有几重大门 一天晚上 我莫名其妙地走出了大门外 想去眺望夜景 原先我以为这里也像上海一样 晚上是灯火要黄 谁知外面是一片漆黑 一条静静留着的小河 越发险的阴森可步 我害怕看这样的黑暗 我赶快跑进来 但是一会儿 我又像醉了酒的人一般 疯狂地跑到大门外去 一阵淺淺的凉风 像薄纱一般的从我头上照下来 我并不感到怎样 但是当我回到房中以后 从镜中发现我的嘴歪了 跟着口中又吐出一块一块的鲜血来 朋友们都说是斜风吹了 我用尽了方法治疗 经过中西明医 用金圈子去勾嘴 又用扇鱼血去敷脸 又到宁波华美医院去用电疗 都不能治好这怪病 甚至名医们连病员都找不出来 朋友们和我都束手无策 眼看脸歪得更为厉害了 我感到万念俱灰 因此蒙了自杀的念头 收购了足够致死的安眠药片 我不想再继续医治 而只想最后见到我母亲一面 即刻服毒 过了几天 我的母亲也由南京赶来了 她是信佛的人 她见我摆药无效 只好命全家斋戒一天 在院子里摆香案 烧香祈祷 用二十一遍大杯咒 求了一杯净水要我吃 此时我是感到一切皆空了 没有执着的成见 就遵从母亲的辞命 虔诚的跪下 脑中灌注梦中的菩萨像 将咒水吞了 这世上午吃的咒水 到傍晚时分 嘴就震了过来 一杯咒水的功力 不药而育 可知佛法的不可思议 二重商力见功效 主云法师 在台南空军任职的 墨正西老居士 为一虔诚的佛教徒 全家归一三宝 其二女公子墨佩贤 任教于陵园中学 她在佛教青年第八期中发表 妙哉观世音 一文 报道四件不可思议的灵异 其中有一段这样记载 四十二年 一九五三年 春 我在系指从慈航老法师学佛 并抽空帮佛学研究班教授英文 十住军中有不少军人 也时常前往聆听慈老的开示 内中有一位青年军官张军 除了参加听经以外 也时常抽霞参加内院高级英文 补习班的旁听 因此我有机缘认识了 这位好学心切的道友 四十三年春 我又回到了凤山联社 十月间 突然辗转接到一封不吉祥的来信 严吉章道友在演习时不胜负伤 子弹贯穿在上胸 生命垂围 俗语说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但系或福 此次虽是偶然不幸 但依佛陀的慧眼看来 何尝不是素也 伤者经四十天的痛苦挣扎和小心的医护 子弹进口已告痊愈 出口亦将复原 但又必不能动弹 且绝麻木 后经医师检查 发觉左臂网状神经从受伤甚聚 且通大脑神经也失去作用 致影响手臂 分寸难移 就医学上的眼光来看 目前世界医学最发达的国家如美国 也只能接至神经中枢 但其他知系不分 便非要使手术可以奏效的了 所以当时主治医师黯然的说 需要很长时间 看看二三年后 或能恢复一些 雨云 物伤其类 在我的记忆中 张道友是个热忱淳朴的好学青年 贫素沉浸寡言 在今日浮迷的社会中 正是不可多得的青年 假若成了一个四体不全的残废 该多么可惜 可是要使失灵 要怎样才能挽救她的手臂 灵机一动 使我突然的意起了周太太 台中农学院教授周邦道夫人的大杯水 乃专程到台中 经我向周太太说明来意 取得两瓶 急前往新竹 哪 多秒 晚上时手臂还无法抬起 喝过大杯水以后 四成六时 手臂已顿然可以上举及尖了 而且僵直麻木的状态也已减轻了许多 至此 四十天的痛苦成科 仅一消之隔 即豁然而若失 三猴头免用开刀 主云法师 高雄县参议员邱潘秀春居士 于1954年 其公子因吃饭不慎 致使击骨不上不下的正梗卡在猴头 请教过几位医师 都说要在猴不开刀 秋居是听说爱子在柏梗间要开刀 愁容满面忧思如焚 那天正好是我们凤山联社念佛会 我们正在念佛 李毅元太太来说明此事 正好莫配贤小姐有一瓶从台中带来的大杯水 我也为他虔诚的念了一遍大杯咒 随即交给了来人拿回去给秋公子喝下 不到三分钟 猴头的骨头已化为乌有 功效如神已至于此 不过要附带一提的 周太太的大杯水并不要一文钱 莫小姐也不是专门在为周太太做前客 她们都是有地位 有名望的人 绝不是为私利 四角常怪正创奇迹 主云法师 岳吉名将陈济唐将军 一向为中外所知名 早年为佛教一大护法 其法妻并子女君为佛教信徒 他的长女不但是信佛 而且经常住在佛寺内 待法修行 现在台湾新殿竹林经社 为正联大和尚弟子 1953年 陈将军居住台北 他的子女们住于台中 一天另一女公子突然患怪病 长如刀脚 颇类似荒肠颜 当时集电台北陈济唐将军 陈将军立命其长女 携其妹北上住院开刀治疗 这时病人痛苦万分 就地打滚 悲号狂叫 此时除了扶妹妹上火车北上外 并请求周邦道教授的夫人 周杨慧清居室 念了一杯大杯咒水 给他妹妹喝下 谁能料得到 人还未到台北 并以豁然而遇了 当陈济唐将军在台北站 看见女儿笑容满面走出月台时 还以为女孩子故弄玄虚呢 但经她们把前后情形说明后 才使陈将军明了 五大杯咒水救了一只眼睛 驻云法师 海军功臣属新属长的太太 尼寒英居士 信佛多年 对佛教事业一向都很熟心 前年张青阳居士介绍来凤山归一 她的女婿 于东郊居士 左眼红肿 带如芒果 在眼皮上全程为浓泡 据她告诉我 在眼疾味发生前一天 她的鼻子先痛了一天 后来眼球似要裂开来一样 经过了许许多多的眼科医师诊治 打针吃药毫无效力 高雄最有名的眼科专家检查结果 他们多认为左眼以非人力所可挽救了 她在万分悲痛中 想到菩萨来 乃到连射球取了大杯咒水 我当时不在 事后翻译正军告诉我说 已替她倒去了一小杯大杯咒水 果然菩萨广大灵感 在当天下午喝了大杯水 第二天早晨 在经眼科医生检查 说起来奇怪 居然又创造了奇迹 医生在当时认为大有转机 可以痊愈了 新太太的女儿和女婿本来都是信基督的 受了此一恩德 一改往日信仰而归依了三宝 并发心做个忠实信徒 而她的眼疾已在数日后恢复健康了 六初期癌症送咒而遇 徐卫情 我虽生于小康的家庭 但幼年时母亲就逝世 又身逢战乱的时代 既不能享受温饱的生活 也不曾受到母爱的滋润 年纪还小就离开家里 半工半读 在动荡的时局中 历经艰苦 渐渐长大坚强起来 由于军旅生涯 锻炼出坚强的意志 加上有纪律的生活 养成清白的习性 烟酒赌博 从不沾染 吃喝玩乐 全部讲究 唯有喜好清净 常年研求学时 一心培植青年 就像一张白纸 不砸色彩 我对这样的生活 很感满足 全无其他奢求 1976年春天 内自机缘成熟 归一佛门 夜晚听经 清晨拜佛 充满法喜 桌子上 摆放很多佛教经书 经常阅读 并且在吃饭时 就请钱 不断地对我展开说教 我则认为宁静谈博的操守 无益于拜佛诵经 暗示无亏的品德 无益于行善去恶的修行 因此尽管内自妙蛇身怜 便才无碍 我总充耳不闻 不畏所动 1976年夏天 内自监要我一起前往图城 归一广老 我虽不以为然 但内自深情感人 盛情难却 于是相邪前往 不料一进入佛堂 忽觉观念开阔 心境转变 或许是前世佛根身种 今生才逢佛缘吧 后来悲广大师在 至连经社开讲法华经 乃于内自相律前往听讲 初次目瞻法语 只觉心地清凉 有如醍醐灌顶 奇妙的滋味 难以思议 难以形容 此后每逢讲经 不管情语 从不缺席 虽然无法大彻大悟 但是逐渐破除直见 由性生解 由解生行 进而自立立他 实非 独善其身 所可比拟 天有不测风云 仍有旦系祸福 农历五月初 内自被车伤了脚 我又应大便下血 注入荣民总院 内科做细胞反应检验 说是多发性恶性肉流 出奇癌细胞 一面另行切片检查 并转送外科安排开刀 外科住院医师说 必须封闭原来肠道 废止原来肛门 另外开人工肛门 以达到安全治疗 一昼夜间 恶病降临 人生无常 令人恐怖 我想这世往事夜报出现 无法避免 准备看开一些 接受夜报 但内自因事情来得突然 极感震撼 乐居士指导内自 陈颂大悲昼七天 各一零八便 求大悲水治疗大病 悲广法师指示 用大定的功夫 来克服大病 净空法师指示 以发大愿 转移大业力 原医师指示 放下万元 以治万病 普门善友们 以朝山 放生的功德 为我回响 良师善友们 热心帮助 令我敏感肺腑 我在住院三周的时间 终日心念观世 因菩萨 发愿病好之后 尽可能接受 讲经训练 随时找机会 弘法 以上是愿 全出于智成 谱门品说 众生被困恶 无量苦逼深 观音妙智力 能救世间苦 忠于感应道交 灵感显现 两次切片检查 都得到良性结果 只有将患不结扎 不须开刀 出院以来 平安顺世 佛法无边 佛力无量 若非亲身体验 那能深信不疑 愿我正接受 讲经训练 迎接考验 愿苦海众生 前程归一三宝 人生难得 勿赴此身 七 宋咒病愈 更加健康 林永明 我是一个41岁的中年人 市居台南新化 我从没有接触过佛教 也谈不上有何宗教信仰 在1973年秋间患上移经病 虽然我懂得一些中医药 可是怎么也治不好这种病 正在烦恼中 在一次后车往塌地时 路边有一间旧书店 偶然发现了一本大成金舍印金会的 大杯新陀罗尼金 花了15元的代价够回来一看 说明可治8万4千种病 耶 我仔细一想 既然可以治病 我就应该虔诚地念念吧 开始念咒是1977年10月间的事 好像我日夜不断念诵一个月左右 此病豁然而愈 每念咒时就一心不乱 纪念半载 更妙者 有一股气在丹田下的脊椎骨上达至脑 富有脑顶寻念不至喉返回丹田 上下循环不已 如今不但万病不生 而且返老还童 大杯咒之功效如此之大 如此之不可思议 我真是太感谢观世音菩萨的恩德了 从此以后 我每日要念大杯咒 一念心如止水 气血循环舒畅 叹未曾有 乐居士曾来性指导 不可执着此香 更应远离遇念 我曾以念咒之法教导别人 其中有失眠症 三天见效 心脾塞症 神经涣散 衰弱 症 在短期内复原 恢复健康 甚至有一次家乡附近有人跳水自杀 失手寻不着 我去一看 只念了不到十遍大杯咒 失声立即浮出水面 还有小孩子夜晚不知何故提哭不止 念咒一遍即止 手指刀伤 念咒一遍止痛 三天生机 类此燕暗 不知烦即 我只有尽力叫他人都念此咒 是人不知念此咒 而失大力 陷入痛苦 成可悲也 愿同修广位宣传 公布堂娟 八供奉大杯水玉病 陈黄林 数年前于由台东来高 闻同乡王松森律师之夫人病重 住民众诊疗所 于网未问 见满面亮红 气喘肾 高热多日 医云某药有特效 松森吉殿香港感激 前在北市有病接请某医院院长治疗 又吉殿请飞高诊查 其父子皇吉至吉 于对其夫人云 拟持白衣大事神咒盛情 正好服食大杯水 祈求佛菩萨加弊 即将高欲佛前供奉之大杯水送去 对松森父子云 此水经许多活佛喇玛及金刚上师加持 积存甚久 可将法水滴数滴 用开水冲泡 以之下药解渴 当有不可思议功效 并主病者多持念白衣咒 观音圣号 并可肃愈 过数日皆松森幸云 夫人病愈 已回家休养了 九十道恶流神奇消失 李学青 记得在六年前的一个春天 也就是1964年3月 不知在何种原因下 突然在颈部食道 畜生了一个椭圆形的小流 从内部而凸起 用眼睛去看 是一个很明显的流 用手去按 也是一个固体肉流式的东西 生长皮肉下面 食道上满 颈部 仍感到极不舒服 这流行的东西 生长的速度非常快 眼见一天大四一天 非常痛苦 经医师诊断 必须用刀切除 并未需赶快施行 切除手术 否则可能形成胃恶性流 癌 患者乃便访台湾名医 甚至台湾外科权威 也都如此诊断 当时患者焦急痛苦的心情 是这支凸笔所难以形容的 在不知如何是好之下 家母建议求其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于是当晚间夜深时 家母贵地祈求大悲水 使患者服食 连续三天 患者颈部内疾感到发热 似有很多小针在轻轻刺动 经此现象 该流突然全消 奇迹出现后 患者在去医院检查时 医生大胃吃惊 问此流如何治愈 此乃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之灵感 大悲水之佛 历史患者得以再生 患者为感谢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救命之恩 同时也感激家母 虔诚祈求 故特写此文功读者共勉 十大悲水治愈 两足麻痹症 雷鱼观想 农历二月初八日 为了赶往华盐 联社参加联友们一同 拜慈悲三昧水颤的节目 上午买菜的时间就改在下午四点以后 这天踏入市场口 看见面摊的主人 手中抱着我经常交易的菜饭的孩子 我随口问了一声 你怎么抱着他 因知或惜他将在下个月 升任 哥哥了 但不幸的是这孩子的母亲 于数日前突然两腿麻痹 由腿至脚不能动弹 几近于瘫痪 当时我脑海中即唤起两条性命的痛苦形状 顿起慈悯之念 并急问道 孩子的母亲信佛教否 回答是的 接着我又告诉念老板说 请他除继续医治外 还要一心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同时我去求大杯水给他喝 说完便匆忙的回到家来 屏息万元 清净三夜 伸口意 并取半杯冷开水 放在家中观世音菩萨圣像旁边 燃香后 虔诚的鼎礼常规 且默默地将所知的事情 向观世音菩萨禀告 虽为民病者的姓氏与住址 但其外子为太郎 是老雇主们所供知的 何况观世音菩萨的救苦救难 发自卑心愿力 除四乡 绝百非 那管他是张王李赵 无不一视同仁 又何在乎姓圣名谁呢 只要他知道有这回事后 必定会闻身旧苦 百不失一 因此我制成的土素 新生好似自己的痛苦一样 泪而直流 恳切祈求 然后大声颂唱大悲咒九遍 既以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百遍 极致功德圆满后 才将那杯大悲咒水 小心翼翼地交给那位等 在外面的灵太郎外申手上 并吩咐其极客给病者服下 同时要继续不断地念诵观音圣号 如是三天下来 以闻其能够移动了 所以加强我很大的信心 认为千处祈求千处印 苦海长座度人舟 的观世音菩萨 真是实时照顾着众生 只要我们有诚意去求 一定是有求必应的 因此我又吩咐他们转告患病者 每日必须沉静地念诵 观世音菩萨圣号 我亦每日为她祈求 第五天早上 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传来 病者已平安地生产了 一个体重七磅的女婴 我心里异常欢喜 深深感受到观世音菩萨 救苦救难的不可思议为神力 现在我想起当时我跪在圣像前 朗诵大悲咒时的情景 两眼紧紧看看圣像和杯中的水 似乎直接感觉到观音大事的悲心愿力 随着我的唱诵 深深进入水内 掩不住内心的感激 至今在朝暮客送时 面对着观音圣像 我都扣下感激的头来 我高兴着这首次的祈求 所得到的灵感 竟不住将此事的明镇 向连有谢师兄报告 我没有炫耀自己的心理 平时的将观世音菩萨的 威神之力叙述出来 谢师兄欢喜的赞美我一番 并要我转告蔡范家人 为此事要到寺庙内观音菩萨前回向 并每月抽一货二日持斋 感谢菩萨的护友 此事经我跟灵太郎谈过后 果然他欣然的答应了 我在万分感恩之余 借贵堪宝贵的一脚 给我披露这则观音灵感的事实 并愿人人时常沉静的念 难无关是音菩萨 十一大悲神咒的灵意 难产四天菩萨垂就 我与七元系某大学同班同系同学 因个人宗教信仰之不同 至婚姻得不到双方家长的同意 毕业后即相约来此山村同居 因妻即将分娩 定时前往祁山妇科医院 做产前的定期检查 因而常往返于祁山 心寥之间 一日在由祁山开往六规的车 即将开车时 上来了一个秃驴 以前我对和尚的恶意称呼 中等身材 头真的秃了 胡子少说也有三个月没有刮了 看去约五十开外 一双眼睛炯炯有光 乍看是有几分先锋到起 但那服不修门面 及那身粗布烂驴的老道学的装备 真叫人作呕 谁敢作挨他 但他一上车后就站在我和妻的座位前 用神光闭露的眼睛 向车厢巡视 最后落在我和妻的左右 当时妻一侧放一只手提包 我则衙门八字开 两腿分开 一手扶着妻 一手摊开 懒洋洋坐在那儿 这位突人凶连招呼都不打 一屁股坐在我的一侧 这还不算 干脆连鞋都没有脱 双腿一盘 两眼一闭 看样子做得真安逸 这时我的娇气不知道 那儿出公差去了 为了一百零一套西装设想 还得乖乖撤退阵地 要说这是奇遇 不如说是倒霉 到美农战时 上来一位手牵小孩的老太太 正在找座位时 这位突先生本来一路磕着眼入定 可是这下他却很快地让位给老太太 车出战后 他冲七 把袋子拿开 命令式的不带反应又坐下 七也只好将手提袋一致膝上 当时我真的无名火高三丈 心想你这突驴 今天为免欺人过剩 本呆发作 但因他让位给老小 以取得乘客的好感 行事于己不利 应知人了吧 到三秋田他下车了 临走时自言自语的 朋友 青年人不可娇气过剩 气虎虎干嘛 我就住在这山里 由车排数去三百步单步 有便不妨过来咱们谈谈 回到家中与七谈及车上所欲突驴 都一致觉得这位突驴有几分神秘 下车前的话更有含义 我们除了有当面错过之感而外 也无心在家深究 隔天七腹痛的异常 知道即将生产 立刻就进请了驻产室 但接连四天难产 中西驻产室束手 七痛苦的日夜呻吟 晚上忽然想到突驴 第五天一早就跑去找他 刚好他正跪在那儿念经 听到我迫不及待的叩门声 笔及开门宿客 当他看到我时 像未补仙之似的 很和蔼的说 我知道你迟早会来的 这时我有如同到慈母前的亲切 内心发出一种从来未有的安稳及快感 未曾落作我及无头无尾的说道 七难产 已经五天了 法师 这一代的人都如此称 听后 连话都不答 转身端起佛前的水杯 及双膝跪的 喃喃的念起来 我亦不自觉的跪在他的后门流泪 十余分钟后 法师双手将杯水给我 并云 这是观世音菩萨赐你的圣水 能除一切苦恶 你信得过吗 当时我泪眼蒙蒙的点了点头 表示信得过 于是法师叫我烧了三支香 磕了三个头 然后跪在那里 法师说 你一定要安静 快快的回去 叫你太太将圣水马上喝下 记住大学里的 静而后能定 定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绿 绿而后能得 另外要设法使你太太 高兴 快乐 譬如告诉他 忍耐一点 将来生下来的小宝宝一定又白又胖 男的像我这样笨 女的一定和你一样的聪明漂亮 祖父母及外祖父母看到一定很欢喜等 并祝其大声的念 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管宝及时灵盆 母子平安 快回去吧 急得一出门就开始念 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但想到老和尚 设法使他快乐 一语 似有不通人情处 七痛苦的要死 有何法能使他快乐呢 但在走投无路时 回到家中也只好如法炮制 说也奇怪 七听到又白又胖的小宝宝 将来祖父母及外祖父母一定很喜欢时 痛苦的脸上挤出一丝苦笑 我见老和尚的神机妙算如此神奇 高兴地叫道 念呀 七还问 念什么 我说念 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就这样 七也跟着高声大气地念 哇 哇 哇 谢天谢地 孩子降世了 外面冲进来中西住产室 忙着接身 我则捧着茶杯 感激得眼泪汪汪 跪在客厅的一角 仿佛看到观音菩萨站在云端 不 那是老和尚慈祥的笑容 贝 恭喜 恭喜 恭喜你天一个又白又胖的大少爷 深惊醒 四处找寻 那来的菩萨和老和尚 进入内室一看 小宝游护士报看 七疲惫地沉沉睡去 真的母子平安 我又再次地落下了感激的眼泪 骑上铁马 一气冲到老和尚安乐茅棚 老和尚正在菜园工作 我不顾一切 我不顾一切 跪下来就磕头 老和尚放下工具 笑咪咪的拱手向我 恭喜 恭喜 是一位 有鸡鸡鸡的 我抢着回答 老和尚笑得更乐了 相邀至佛堂坐定 我声明是专程来 叩谢救命大恩 即请老和尚为小宝赐名的 老和尚随口就说 叫应援 好了 恩 应援而生 应援而来 可以 可以 致使我对这位 世外高人更敬佩 更尊崇了 我们通常取一个名 大家互相推脱 然后翻词圆 查词海 改了更 更了改 三翻五次 结果叫出来 还是俗里俗气 不合理想 老和尚随口 粘出即是 而且超俗得体 由此可见老和尚 学问道德之登峰造极 回到家中 妻正在敬饮时 大家催我为小宝取名 我胸有成竹的说 应该的应 原法的圆 我的孩子叫应援 在座的无不鼓掌 叫绝 之后 我常去茅棚 看老和尚 但每次去 他老不是念佛 就是拜佛 或诵经 很少有谈话的机会 尤其是他拜佛 磕得头咚咚的响 膝盖跪起疤 头磕起包 念佛念得眼泪汪汪 好几次因不敢惊动他 而偷偷的溜回去 仅由片段的谈话中 得知七痴的事 大悲水 这位老和尚是历任中国佛教会里 监视 鼎鼎大名的名藏法师 由石普寺来此隐居 原来老和尚是这样一位清明 但立 安平乐道的当事圣者 难怪我这骄恨不羁的如虎 被其盖世学问道德所驯服 和感化 自从接近老和尚后 我急自动放弃念年的祷告 拼命地研究佛教 现在已能做简单的早晚课了 编者案 本文上有后段 细作者林慈仁先生叙述归一名藏法师经过 为结篇幅 从略 十二十二指肠溃疡 送皱抛开药管 许惊环 十多年前的我 原是身体弱又加上产后失调 弄得更是孱弱 整天不是头晕就是脑胀 要不然胃痛以及彻夜失眠 经过中西医的医疗与诊断 均认为是严重的贫血及十二指肠溃疡 并且趋向于神经衰弱 天天不是吃药就是打针 到处求名医 指望身体康复 也不知花了多少金钱 真可称为十足的药罐子 人总是希望身体健康 好好享受人生乐趣 偏偏我的身体这样糟 于是又到处求神问补 当时笔者尚未归一佛门 不明佛 神之别 也不懂病是前身所造之业的果 但也无补于事 就这样浪费金钱与精神的折磨 依然我还是离不开药罐子 在三年前有一个奇妙的机缘 偶然看到一本小册子 国语注音大悲咒 我好奇的翻阅 除了咒文之外 还有念诵法的说明 及各种致病的感应事实 我如获至宝 念不释手 医书上所说的方法 念大杯水 自己饮用 不多久 冥冥中把我多年来的药罐子扔掉了 顾及不要而遇 这是我本人经过的千真万确的事实 只好信不信有你 从此以后 心情开朗许多 每天早晚前送大悲咒 我还为信仰佛教的初学者教他们念 说也奇怪 亲友当中经过我念大悲水 治好慢性病与吃药吃不好的怪病 不知有多少 这却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感应呀 盼望徘徊在佛门之外的信士们 不要再犹豫了 真正的信仰才是宗教的主旨 愿大家同身常念 难无观世音菩萨 十三佛法无边 大悲水至重症糖尿病 藤一鸣 1961年 于患中风 左半身不遂 驻空军医院治疗 经六个月后 使能勉强行动 为行动人困难 勉强上班办公 那年我57岁 六年后又患糖尿病 请西医诊治 时轻时重 言至去年 左脚趾溃烂 初以为湿气所致 在请西医诊治 内外科兼施 均无效用 使认定并非湿气 乃为糖尿病因素而使之溃烂 并无药物可致 婴儿住院治疗 每天吃药打针 金石于天 亦无起色 自知病态之严重 心肾不安 医生说要拒腿 但又不保证收口 乃出院与家人商量 家人均甚反对 认为西医无妥善办法 不再去麻烦他们了 遂改用中医师诊治 服三十铁药 不见有何功效 又换一味中用 再服二十五铁 病情非但不见好转 反馈烂的一发不可收拾 夜里整条腿痛 不能入睡 纵使困倦万分 也紧睡了一 二小时 又被痛醒 折磨得几度昏迷 不省人事 而且奇袖满事 使人作呕 中西医军告束手 一筹莫展 因私患此绝症 一切失去了信心 什么药也不吃 命家人预备后事 沃尔待毙 不料 某日因清流居君居士来探病 他如斋是佛 已于数十年 乃建议在佛前归依 祈求加倍 必有其色 我听后求之不得 只是不能行走 自私 如能在命中之前 成为佛门弟子 亦属三身信誓 内心切盼着早日归依 而流老居士又以菩萨心肠 替我奔走 你请土城城天寺 广青老和尚下山来接引归依 当时我认定老和尚年高得少 是不可能来的 那只老和尚恰巧有下山的机会 一口答应前来给我归依 那天邀约了几个好友 同在佛前归依 仪式完毕后 我向老和尚求大杯水 虽紧一小杯 但而无味的清水 大杯水 当时亦无特殊的感觉 但说也奇怪 当夜即发生奇迹 夜间腿部痛了 呼呼大睡 一觉甜眠 三点钟起床小便时 开灯视之 左脚指痛处 流有浓血一大片 约二饭碗之多 凝结块状 自此以后 每夜不再痛苦 一天天的好了起来 臭气亦逐渐减少 月余即欲 二月后 左脚溃烂处集结加托八 行动也恢复原状 如此起死回生的灵意 其是佛法无边的在意名证 除了以万分的诚意 感谢广清老和尚的慈悲外 特作此文公诸绝刊的读者 数其寸草春灰的围城 报答佛恩于万一阿弥陀佛 十四至欲颈部大流 救活死胎 灵看志 台中联社到东部红法的姻缘 起自1954年的台中联社新春讲演大会 在听众中 有一位继续听了五天的红灵展女士 远自台东来此 在中期间 她住在永丰百货行寿黄火巢 居士纪夫人软面的陈毅招待 当时灵展女士面黄肌兽 景象附了一条蹦带 不时咳嗽 她问黄夫人 台中有吴高明医师 要求陪她去看看病 她在台东时曾去照X光 据说在左边肺部发现了三个洞 这几个月来 吃了一斤正野山高丽参 并且打了一百多针 均未见效 当时是下午五点左右 皇家是佛化家庭 朝暮客颂 从不见断 黄夫人阿面就邀灵女士阿展来拜佛 还拿了一串念珠 教她念佛的方法 并且说明这衣服 阿加陀要万病总治的道理给她听 客颂完毕 一求了一杯大杯咒水给她喝 晚饭后阿面就说 阿展 你的福气不浅 今晚起我们连设一连演讲佛法无天 当晚就带她去听讲 真是不可思议 那晚阿展竟一点咳嗽也没有发作 一睡就睡到天明 阿展感觉佛法很有趣味 住在皇家白天至心念佛 到了晚上就去听讲 连续五天 一套浅静的佛法大药 稍有明白 精神有所寄托 身体就爽快了几倍 她叹息说 台中人很有福气 我们台东人就未曾闻到过如此深入浅出的正法 阿面答他 你现在已经明白信佛念佛的好处 你就应发菩提心 请联社的弘法人员到贵的去弘扬佛法 使有原众生意的利益 你就功德无量了 阿展听了很欢喜的答应说 好好 那就委托你请 来回车票或飞机票 一概有我负担 但你亦要一同来币的玩玩 远在十四年前的交通 没有今天这样便利去台东一天就到达了 当时必须二天 要在高雄住一宿 终于一行三人 阿展 阿面与法园 当住在高雄旅社时 就发生了佛菩萨庇佑的灵感 原来法园的幼族上 生了一个丁 曾医治了一个多月 烂了二寸四方一部绝筒 当时一片热心 望了脚上生了丁 但到了高雄旅社忽然患不痛的无法忍耐 旅社老板娘看见旅客足痛的那样厉害 就介绍此的有一种很有名的青草精炼的青草高药 可治此症 当即拜托其买了二元 一贴真是特效药 止痛 羊肉 生机 三全其美 一成就好了一半 三天就完全痊愈 此皆是佛菩萨慈悲 特别加倍的灵感 真是要到病除 否则行不得也 法园在台东海山寺讲了五天 圆满那天 讲得听得将要分离 依依不舍的时候 忽然来了一位大约六十多岁的老太婆 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说的皆是解脱生死轮回 以及改恶向善的道理 可是现在要求消除病症 解决痛苦 又要如何求法 可否请你慈悲指示 法园当时看此老妇人 井上伸了一个大流 依领和布隆来 离开了约五六寸 法园细想此人量必是要求消除他换布大流的方法 此时真是左右为难 若是教他求佛菩萨加倍 井上大流便会消除 未必有此把握 假若不教他求 而已经夸耀了五天的佛法无边 有不可思议的感应 周围又是那样多的人正等着听 法园一时只好善巧方便答他 假若要求自己或是他人消灾 免难除病苦等等 必须朝目送念弥陀经一卷 往生咒七遍 阿弥陀佛圣号几百生或几千生 几万生更好 可是弥陀经不会念的人 只念阿弥陀佛圣号就好 但一定要念愿生西方净土中 然后你要求什么再用至诚心 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及加持大杯咒水给他喝 若是受未尽 就可减轻疾病的痛苦 假若是受将尽 臣此刻送念佛功德之力 往生西方 就得永远脱离病苦与死亡 这便是究竟之法 日月如梭 光阴四箭 忽已不绝过了一年 台东弘陵展又来到连社 此时满面笑容 与去年判若两人 他的病症 已经消灭得无影无踪 体重也增了十多斤 衣服全是新的 旧的以一件都不能穿了 他对法员说 台东人士 大家都要我来请你 再度前去讲演佛法 不但我念佛的感应 那位井上生一个大流的普爱姑 你教他念佛课送方法 并求大杯咒水喝 他天天如法而行 他的大流已经消灭 衣服的领子也可以合拢来了 任何人见了 都叹为奇妙 阿展继续又说 不但普爱姑的大流消除 得了感应 更有令人难以相信的 就是普爱姑的媳妇 她住在台东附近山上 有了十月怀胎生孕 这女人很会劳力 自存快要分娩了 内外需要打扫清洁 连朱舍的愤意挑了几单 不易从此以后 腹中胎儿不动 请问山中的老前辈 说是青朱舍动土 动着胎气 到第三天依然不动 这个孕妇就下山来找他婆婆 普爱姑又不在家 孕妇自己到街上妇产科诊查 妇产科医师说 她腹中胎儿已经死了三天 自己是不容易生出来的 必须用有器具把胎儿 剪开一块一块拿出来 此外别无办法可想 孕妇细想开腹手术 不是小事 没有婆婆丈夫许可不敢做主 就再回到山上 再经过四天 腹中胎儿依然不动 孕妇在下山来寻婆婆普爱姑 说明胎儿已经七天不动了 普爱姑就带媳妇 到另一位妇产科博士那里去检查 这位妇科博士亦与前次医师一样的诊断 说胎死腹中七天 非把她剪掉或开刀手术不可 普爱姑把媳妇带回去 跪在佛前 点燃香烛 叫媳妇称念观世音菩萨 自己开始客颂 然后念大杯咒水一杯 叫媳妇喝下去 要至心哀求佛菩萨加倍 希望媳妇腹中的死胎 自然的生出来 不要受开刀手术等麻烦 痛苦 这时也已日落西山 普爱姑就留媳妇不要返山 与她同睡 当睡到半夜 她媳妇叫婆婆说 腹中胎儿会动了 她婆婆答她说 量必佛菩萨加倍 死胎要生出来了 到了天明 孕妇腹中胎儿也已正常会动 身体也轻松多了 没了毛病 就再返回山上 又经过一星期 孕妇很顺利地产下一个男婴 母子平安无事 红展来连社说起此事 时事奇异灵硬 很多人都听得泽泽称奇不止 第二次到台东海山寺的大空地连讲五天 劝人念佛改恶向善 东部一带的发心善信 都来邀约去解法园 每个地方都约定三天 台东五天圆满 就到新港 此行由台东发菩提心的三位领导 那就是洪展 陈玉芳 和另一位老菩萨 加上台中去的法园与惠灵二人 一共五名 下榻在日据时代留下来的一座日式寺庙内 地势风景都很好 背山向海 日暮于人归周灯火点点 四亿浮屠画 景色宜人 至今想起依然在目 三天红法接在这寺中 佛菩萨也赐予特别的感应 是在第二天早上 有人来寺说 某某阿婆 昨天晚上来听佛法 回家爬到楼上摔了下来 周身疼痛难当 叫喊一夜 不能行动 何处受伤 无法诊断 拜托你们为他消灾消灾 法园文说 如晴天霹雳 无奈只好与寺内的当家师和惠灵三人到他家里 上楼就看见这位七十岁左右的老太婆躺在床上身影 可怜万分 法园就跪在他们简单供奉的佛像前 用万分制成恳切的心情 向佛菩萨祈愿说 此老姓女士昨夜闻法回家 摔下楼受伤的 假若不是来闻佛法与我无干 因为我们是诚心诚意来劝人念佛 改恶向善 使人离苦得乐得 不幸出此意外之灾 使我等于心不安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您老人家也要负点责任 赶快千变万化 庇佑这位老人及时身体恢复健康 平安无事 否则这位老人万一有三长两短 难免被人耻笑佛法无灵 末道后就念普门品一卷 观世音菩萨圣号 并且加持了一杯大杯咒水 亲手捧给他喝 亦教他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可真是佛法无边 不可思议 到第二天中午 这位老太太的身体已安然无恙 精神愉快 由孙子陪着 手里拿着一支拐杖 步行来伺礼佛 并向大家道谢 这不是佛菩萨加倍 那有如此便宜的呢 现在想起来 还自觉好笑 那时法缘的心情 竟如丧考彼痛苦不安 为的是怕 佛教 二字被人毁谤 十五大杯净水起死回生即将埋葬神奇复活 周扬慧卿 1938年春 外子庆光奉命以都学名义 兼任贵州第三中学校长 携带眷属住在同人 1941年转任考试院参事 自己前往于都 四年我发心念佛 持送观世音菩萨大悲咒 依照善知识的指示 半夜携带儿子 陈竹排到同江中流 取得净水一瓶 早晚各念咒七遍 并换喝了此水 病都好了 张县长夫人换白猴 服药无效 饮下此水 豁然痊愈 1946年春 我由同人回京住在兰园 大杯水仍未用完 夏天我带儿子们随外子到南昌江西省教育厅认所 观世音菩萨圣像祭大杯水流在兰园住所 叫静儿 当时就读中央大学 每日焚香礼拜 冬天 乔务委员会统计主任中阳轩的三岁儿子患高度烧热症 住中央医院十多日 不治死亡 医师吩咐他赶快收尸埋葬 再三催促 阳轩不忍 故意拖延 与夫人到外面痛哭 忽然想起我曾对他们说过观音菩萨微神之力 不可思议 于是深夜前往兰园 向静儿要大杯水 焚香礼请儿去 首先为孩子用大杯水摩擦颜面口鼻 接着擦胸腹手脚 阳轩很疲劳 以靠床颜入睡 呼觉孩子磨碰他的身体 醒了过来 于是再替孩子摩擦 并撬开其牙关 而以进水灌之 不久 已能转动身影 不久已会喊肚饿 讨东西吃 阳轩夫妇大喜过往 四日早晨医师到来 严厉则问 为什么还不收尸埋葬 他们告诉医师 孩子病已好了 而且能说能笑了 医师一看 果然不错 很是惊讶 询问是什么药 能起死回生 仰轩拿瓶水给他看 医师不相信 拿去化验 亦无所有 因为菩萨威神妙力 实在无法化验得出 宫女士 中夫人 原为基督教徒 因此灵感 特别带孩子到兰员 叩谢观世音菩萨 十六大悲咒水域疮疾 永龙 今天利用一点空闲阅读 观世音杂志 忽想起十五年前 亲历的一段事 事已写出来 公诸于同道 以供参考 有一天我的友人 阿森 他的眉上身一粒疮 已有一周 言依求至不见好转 我想起数年来 师父真得法师 是普济寺住持 时常说大悲咒之应验 我吉祥仪式 于是问阿森 要不要我替你求求 观世音菩萨 姐姐夜头 消灾消灾 他说 好呢 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 于是我就虔诚的 焚香念大悲咒七遍 本来是要念四十九遍 将菩萨前的那杯敬茶给他饮下 并煮他以后要前程恭敬的念观世音菩萨等等 我不敢决定是否有效 一日阿森那个窗子真的不知去向 只存一点痕迹而已 至今想起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十七求大悲水治愈母吉 林靖然 1978年6月 有一天 家母不知何故脚被起泡浓肿 非常痛苦 请良医治疗亦无效果 每天看着母亲在痛苦呻吟 内心非常难过 但又帮不上忙 忽然想起书中常言大悲咒水非常灵验 于是在佛前前程送念大悲咒求大悲水 约一炷香的时间 送完后请母亲先念 难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时身 然后服大悲水 如是服用三次之后 于次曾感觉到胸中甚为难过 欲呕吐 结果吐出一团血块 为多久 脚背上的水肿已豁然而愈了 十八连续脑出血重症脑软化治愈其颓 此事乃台东佛教联社联友黄玉女居士家的事 由白云法师写出 文中的我 为黄居士自称 1967年8月19日 我带赐女币辖赴台北实践家专报道顺便探亲处理要事预定至9月5日才能返台东 不料在9月1日晚12点半突接电报告已 父病为速回 月后魂飞破散 甚至呼吸也觉得困难 后来躺在床上一直默念 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并求观音菩萨保佑我父 到了凌晨2点又接到第二次电报 这时我已经没有勇气再来看了 还是弟弟先拆开来看 然后告诉我说 姐姐放心啦 已叫好点了 真谢谢灵感的观音菩萨 这时我女儿也说 妈我始终没睡 一直默念观音菩萨 到了第二天晚上8点左右又接到一封现实信 方知我父患的是脑溢血症 断了幼脑的一大条脑筋 原想早几日回台东 由于一些琐事未办妥 因此研制9月5日才晨8点半对号快车南下 到达台东已是晚上8点左右 一抵家门急奔往妇房 看到他老人家病得如此严重 直令我悲痛万分 6、7日还是昏迷不醒 每天请医生打两次针 至8日偶尔清醒 在床上翻来覆去 显得更痛苦 9、12日人不省人事 医生说可能又脑出血了 这天连小便也不排泄 肚子胀得很厉害 至晚上还不能排泄 医生便给他通小便 并发现他又脚踝的关节上伸了一窗 虽然立即未知肤药 但是隔了一日窗口更扩大好几倍 又肿又烂流着血水 而且大小便人不能排泄 这时我们着急万分 可是没有其他办法 只有一心一意祈求佛菩萨保佑 并且全家人摘戒一星期 据说罗内科医师对此种病很有把握 曾有多人是他医好的 于是请了罗医师 他很仔细的先治疗窗口 把烂的臭肉剪掉 周围差不多有7公分左右 身约2公分 全被剪了 在旁的我们真不忍目睹 在医师与家人的照顾下 13日的病情跟8日一样 偶尔清醒 14、15两日又是昏睡 身体也衰弱极了 只剩下皮包骨头 全身都不能动弹 当时医师也觉得束手无策了 婆婆曾偷偷的去抽签问补 结果说 父亲的寿命只有67岁 现已超过 这次很难逃脱 我想父亲如果真的就这样离开人世 到底会往哪里去呢? 能不能往西方极乐国? 他平常爱下棋 很少念佛 能不能再保持人生? 要保持人生也要严守五戒 如果失去人生 要等待何事才能再做人 只有做人才能听闻佛法 依法修持解决生死问题 这时我心里非常着急 难过 一心祈求佛菩萨大慈大悲 能给父亲天福天寿 并许了一些小愿 已做了 十六日连开水也吞不下 整天打烟 听说这是很不好的现象 看来已无希望了 只好立刻给他理发 擦拭身体 并且请连友们来助念 到了晚上医生再来打针 通了小便又敷药并说 他老人家已没希望了 脑已经软化 一次出血还可救 二次、三次出血 脑吸收不了血 反而被浸在血里 因此脑就会被软化 医生走后 大约八点过后 看情形有点不对劲 呼吸意很困难 我们即刻给他穿上兽衣及鞋袜 并盖上陀罗尼背 福一致听前 然后在他面前布置佛像 全家人站在他身旁 一心念佛 并祈求阿弥佛陀悲慈接引 往生西方极乐国土 当时奇怪得很 连平常不肯念佛的人 也跟着念起来了 人人预测 父亲的誓寿绝不会延到十二点的 到了十点左右 呼吸和脉搏非常微弱 我在他耳旁告诉他 一定要等佛菩萨来接引 并每隔十分钟 在他老人家耳旁提醒一次 奇怪得很 到了十二点 他的左手会如动了 一会儿 左脚也会动了 十二点多 眼睛也会睁开 凌晨二点多 左手很自然的把瘦帽脱下来 直至清晨约六点钟 一见好转 眼神一线光彩 我们即刻把他抱进房间继续念佛 日夜不断的念 白天有法师和脸有帮忙 晚上有我们自己轮班 至十七 十八两日已能吞一点牛奶 甚奇怪 十九日小便也能排泄 从此也再没有请医生了 二十日我又在佛前祈求伟大的佛菩萨慈悲救我父亲 使他老人家赶快清除业障 并且又许了一点小愿 奇怪 真奇怪 从这天晚上开始已能吃点稀饭了 我们继续在旁念佛 并劝他也要默念圣号 其请佛陀庇佑 早日康复 十月三日精神已好的多了 但大小便还不能控制 天气又转冷了 我深怕他受凉感冒 于是只有在祈求观世音菩萨了 并念大杯咒水 喝了大杯咒水后 真是奇迹 到了第二天 净会自己拿着小便器使用 并且饭量也很正常 经过二三天后 已不需人扶持 他老人家自己已能坐起来 至十月十日精神更好 且能谈几句话 十月二十二日能医障走几步 十月三十日急气障自行 十一月二十日麻木的右手 亦能拿着筷子吃饭 当他病得严重时 全身一点也没法动弹 受得不忍促堵 人人看了 人人摇头 并说可能在等时间 中西医也都断定没有希望了 可是经过大家住念后 已从死里逃生 不药而育 而且恢复的那么快 这真是不可思议 莫是佛法无边 邻居或朋友常问我 您父亲吃的是什么药 会好的如此快 我就对他们说 是佛菩萨保佑 甚至从头至尾把事实经过说给他们听 凡是听到我说的人 无不称为奇迹 其实这不是奇迹 而是一个事实 当成皇陵居士把这一个事实 告诉我之后 成他老人家嘱咐 希望我调查人物 地点事实 然后做个正此事实 知见证者 并希望于文后以长者身份写几句话 以资佐证 说来惭愧 我学佛至今 虽然已经四十七个年头了 而事实上不学无术 既无德也无能 如何能以长者自居呢? 不过台东佛教联社联友黄玉女居士 所发生的此一事实 有目共睹者不下百十人 而此次我于联社广结法院讲到 多少联友不约而同的为我说出此事实 那就是佛法无边 不可思议 打德门 我在此声明 我不是个修持净土法门的行者 而且是个苦修禅和道地的宗下行者 没有替别人宣传的必要 但是 这是个事实 所有见闻者 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我也是见闻者之一 故臣居士嘱咐使我毫不犹疑的打允了 而且在 不忘语 借之前 我真实的说一句 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 末了 愿诸位大德们 同念南无阿弥陀佛 白云于台东行画图中 黄灵案 黄玉女居士 台东人 势力任立家 丰田 悲难 现任瑞源国校校长王天丁夫人 现任复兴国校教员 十九严重烧伤及车祸昏迷得救众生 泰安法师 观世因菩萨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处处视现灵感 台北市佛教会理事常泰安法师讲了两则近年的事迹 民国五十七 一九六八 年九月 一位新店的青年王永吉 当时服役军中 适逢休假返家 休理家中瓦斯 发生意外烧伤全身 达百分之六十八 报纸的报道 使熟视的新店广名寺真光法师在中立洽市看到报 急忙返回台北 赶到更生医院探望 这时王战士由于吸入过多瓦斯 渗入血液循环 经过吸血 而全身又陷肿胀流汤 昏迷不醒 住院二月余 医师已不保能医 太安法师赶到 前面大悲咒 由夜晚九十至十十半 四日八十 王战士已醒了 下午二十能起床小便 又睡至隔日二十 伤势转好 一星其复原出院 八位医师护士惊讶的向和尚合掌 王永吉先生俗名阿安 接受本刊访问时表示 观音菩萨灵感世纪太多了 不知的人以为迷信 其实是事实 但这不应临时祈求 平时就要修善心 做好事 造善业 佛祖才会暗中保护 大劫化小劫 另外一件灵感世纪 台北市泉州街有位中药商教张建春 在1978年8月 他21岁的孩子发生车祸 送到台大医院急诊室 住院念余天 昏迷不醒 眼睛已不会动 医生护士都说没希望了 真光法师联络到泰安法师 赶到病房念大悲咒40分钟 手已能举起 四日能说话 过两星期康复出院 现在仍好好的在做事 二十数年手抖南极 宋咒迅速痊愈 郭兴勋 我有一位住在鲁乃村的佛友 他在数年前得了一种小毛病 无论他的手要拿什么东西时 东西一拿在手上 手就发抖震动不停 尤其是当他拿起茶杯的茶要喝时 手一拿起茶杯 杯中之茶就震得泄出很多在桌子上 这虽然是个小毛病 但看医生也不能治好 同时医师也说他没有什么病 近来他很诚心 每天在观音菩萨圣像前面 送大悲咒二十一遍 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来了 最近他手发抖的毛病痊愈了 茶杯拿在手上自如 全部发抖 大悲咒是多么不可思议呢 二十一弥陀圣号祭大悲咒 遇我父亲麻痹症 李孔刚 7月17日凌晨 正熟睡间 父亲突然叫我 孩子 快起来 我得了半身不遂症 听到这话 好像晴天霹雳 翻身起床 只见父亲面色苍白 两眼直视 手脚僵硬 呼吸急促 情况危险 眼看父亲病苦 心痛如歌 来不及详问病因 赶忙去请平常为我们父子义物看病的蔡老先生 蔡老先生与我们交情很深 虽不是从事医业 但是精通医理 有时也为亲戚朋友们看看病 我们父子患病 不管轻重 经他诊治 没有不好的 所以这次自然又是请他 他依然很热心 亲自来诊断 他按麦时 态度很自然 见此情形 稍微放心 送蔡老先生回家途中 询问我父亲病况有无危险 只见他面现幽容 说这次病是很严重 要我特别注意照顾 并说对这病没有把握 建议将我父亲送到台大医院治疗 我也知道家父此病不比平常 再经他这样叮咛 真是忧心如焚 但因病是沉重 时间触破 不允许我做其他打算 于是将蔡老先生所开药方 买了一铁回去 回家途中 思潮起伏 万感迎怀 但一到家门 非常意外 父亲非但没睡在床上 相反的 正在屋内肚着方不 一看我回家 喊笑着说 孩子 我的病现在减轻了 手与脚也软些热些 麻也好的多了 一听这话 高兴的流下泪来 用手摸摸父亲的手脚 真的比早上好了许多 我高兴的问父亲 怎么好转的呢 是不是吃了药 父亲见我脸上汗泪病流 汗水湿透衣裳 不立刻答话 要我脱衣罐洗 喝杯水 才说 你出去后 我的手脚更加麻木坚硬 脸上也一样 但是神智还算明白 想到我们两人相依未命 如果我有个好歹 不是留给你无尽的哀痛 就算侥幸不死 身体残废 也将给你增加更大的苦难和折磨 忽然想起我们父子都是归依三宝十余年的虔诚弟子 家中又正好供奉着阿弥陀佛 所以我使用至诚的心 念着阿弥陀佛圣号 与大悲咒 向阿弥陀佛哀告 打两小时之酒 就这样不知不觉中 病好了许多 你赶快在阿弥陀佛前 送念圣号及大悲咒 替我消灾除病 听了父亲的话 转悲未喜 但掩不住内心的羞愧 我只是忙乱的瞎慌 竟忘了阿弥陀佛圣号与大悲咒的救灾 救南大神通大法力 真是舍去正路不走的傻瓜行为 家父见我如此表情 了解我的心理 就说 这并不是你的过错 更不是你对佛菩萨没有诚信 我患了重病 你敢忙去请医生 这是当然的 也是做人孩子 这应有的直觉表现 你并没有过错 不过显然 平日念佛持咒功夫还不纯熟 今后当然更要祈求佛菩萨的保佑 在频繁的灾难中 我们父子俩屡显如遗 逢凶化疾 都是靠诸佛菩萨的护持所致 你不要再迟疑 赶快照我的吩咐去做 于是我每天早上 中午晚上在阿弥陀佛向前 毕恭毕敬 行酒拜鼎礼 敬念着圣浩及大悲咒 连续两个月 从未间断 家父的病 日渐康复 现在面上麻木已除 手足运用也很自如 起居饮食都很正常 并且恢复上班已十多天了 从此 我更加福音阿弥陀佛圣 好与大悲神咒的法力无边 神通广大 是想我父亲这病 本省罹患的人 到处都是 凡是染上此病的人 一时都难治好 即使集合中医西医的能力 加上真治电疗技术 也只能治到可以扶着拐杖走路 却很难完全恢复健康如初 反过来 看看家父 既没有做内科治疗服药 也没有做外科手术 只有仰仗阿弥陀佛圣号 及大悲神咒 竟能治好他的麻痹症 真是太神奇了 今后 我父子自然应该更加努力 情景修持 恭敬报答佛菩萨慈悲的恩责 又因这件事 可以显阳学佛必有福报的治理 不应隐而不宣 因此不顾文笔拙劣 借贵刊原地报道出来 公诸同教及社会 若有谎言欺骗世人 愿堕落泥离沉沙地狱 二十二被车撞倒安然无恙 秋顺亮 上月十八日晨七时半 好友谢阿树居士 自中和骑机车赴南港上班途中 行经北市西藏路120号门前时 被一高速行驶的计程车 从左后方撞倒 机车撞滑树杖 谢居士则在地上翻跟斗 爬起检式 除西库左侧划破树各大洞 左手左脚些微擦伤之外 其他部位均未受伤 在被撞倒之刹那间 内心感到有一股无形的力量脱护着 无疑是菩萨明明之中加倍护持 否则如此严重之撞击 不魂归九全 也会落得手脚残废 谢居士每日毕前颂大悲咒七遍 行住坐卧均持佛鸿明 因其感佛慈悲 主无忌述 以致佛恩 23车祸重伤昏迷半月送咒重申 慈云编辑委员会 谢瑞村 本省人 现年52岁 家住永和竹林路 1976年10月 在他49岁那年冬天 从新竹返回台北途中 碰到严重的车祸受了重伤 被台送到台北仁爱医院急救 当时医师检查结果 发现脑出血 而且血液流入脑部压迫到神经 使他陷入昏迷状态 当时的情况已到了无法挽救生命的地步 甚至连医师也一再强调已经回天乏术了 当时任教于永和往西国小的太太谢秀霞居士 在车祸发生后 每天都在观音菩萨向前持送大悲咒 祈求菩萨能慈悲加倍 以挽回丈夫的生命 这样持续不断的拜了15天 她的丈夫突然从死神的怀抱里醒了过来 这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在医学上说 她患的是严重的脑出血脑震荡 瞳孔放大 神经反射消失 这种情况在医学判断下 是不可能再出现生机的 可是事实上她的确醒了过来 而且病况一天天地好转 身体也逐渐复原 这种不可思议的奇迹 不是观音菩萨救她 还能做什么解释呢? 二十四九变咒与献奇迹 李孟全 岗山镇至远村15号之期 马藤先生夫妇信佛很虔诚 两人都曾受在家佛界 并且全家素食已经好多年 1961年冬 就历时一月 马太太适用豆腐制作 豆腐卤一大台 几天后 梁中生了许多蛆 看了令人想吐 马太太心想丢弃她未免太可惜 若加盐烟自晒干 又恐怕伤害生命 因此就诚心送念 大悲咒 白衣大士就苦咒 灭定叶真言 各三遍 而回向驱虫急速往生西方 以免加盐烟自 而致杀身 送完后 人将打盖利封 放在原处 四日 将要加盐时 打开盖子看看 不料昨日那些蛆虫 竟已全部不见 不知去向 真是奇迹 1962年3月14日 笔者在访问马家 又臣马氏夫妇详述一遍 聆听之下 深感佛词广大 法力无边 难以思矣 因此将经过用笔记下 希望对佛法灵印的真性 有所帮助 不过读本文的人 应知马夫人 仅以九遍咒语 而能出现这一奇迹 是因他平常修持功夫 身后所致 若 平日不用功 临时抱佛脚 的人 又那能轻易 获得此种灵异感应呢? 绝世巡刊178期 25清见咒力灭火迹 无影居士 佛教的经咒 如果修持有素 可以感应道教的 经中一常言 佛咒可以超见往生 经常持诵 可以消业障 驱邪魔 消灾治病是常见的佛咒功德之一 经中一云 佛咒能灭风灾 救水灾火灾 灭各种邪恶独立等等 但我们却很少能见到 以咒力治病 是较常见的感应 但不相信的人 总认为那是一种巧合 并本来是快要好的 并非咒力的功德 可是我在1979年8月28日所见到的 以咒力灭火 是千真万确的 不容否认的事实 我认识的苦因居士 是为传奇性的佛教大德 从小就有很多感应的事迹 那天我们在木炸老泉里 也就是东山高中的对面山中 烧一些往生咒给六道众生 苦因居士具有天生的阴阳眼 知道此山中 有很多的魔道众生 当时又值农历七月 所以选择那里烧些往生咒 让魔道众生也能学佛修行往生 当我们选择一处安全妥当的地点 往生咒烧的差不多快结束的时候 为了火焰突然往上冒冲上来 火势赤盛 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火势已蔓延到三丈多高 我们挤人下的无不目瞪为呆 束手无策 此的消防车不可能进来 山中又无泉水 即使有水 也控制不了盛大的火势 此时天上晴空万里 无半点雨丝的可能 大家在惊慌中 我突然有了禅宗祖师的心量 把心意痕随他去 让他稍个痛快吧 苦因居士健壮 从容镇定 不慌不忙 只见他双手合掌 出声朗诵宏 宏观音的心咒 汪那欧莎 安麻那巴米欧 刚诵七声 火势即被控制下来 没有继续扩张 在诵咒至三分钟左右的时候 火焰即完全熄灭 火灭后 我们仔细查看 妙得很 绿色的草树都被烧掉了 地面上干枯的枝叶 竟然好好的铺在地上 照理要烧 干枯的枝叶应该先烧掉才是 何以存在着这么多易燃的树枝 而火焰会自动熄灭 真是佛法无边 咒力无边 在场的还有数名东山高中的同学 大家无不探位稀有难得 不可思议 负于责任感的传中凶 心犹存余悸 还不敢离去 一一的详细检查 唯恐死灰复燃 这是我亲见的 苦因居士以咒力灭火的事实 也证实了经中所言 咒力能灭火灾 绝非虚言 相信凡我学佛同道 只要具足信心功德 无不与诸佛感应道教的 六十九年三月萨一日 慈云月刊四卷九旗 二十六集水骨浓肿痊愈 刘海拳 你说这是一件奇迹魔 不错 这是我最近亲身体验的事情 我不会渲染它 只是想忠实的叙述一遍 首先我还要声明一句 我从未写过稿 所以这篇东西 不会有你所认为满意的词句 可是 朋友 请耐心一点看看它 至少会使你知道一件奇迹 而它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我是一个守卫在前线的战士 1961年10月中旬 因一次任务中不慎擦伤了脚踝 经治疗后即已痊愈 却不幸因注射消毒不良引起臀部发炎 随伏下多量抗生素以图消去 但告无效 发炎处越发肿胀 由左边臀部一直越过水柱扩展到右板臀部 痛苦异常不得已住院请医官施行手术 在左边臀部开刀切开两寸多长一寸半身 好让浓血由此流出 换处在外表看来仅是肿胀 然而内部却已烂空 故经此一刀放出300cc的浓血 还有一处是在水柱骨上方仍然肿胀 内部浓血流不出 必须再行开刀一次 但据医官云 水柱骨附近有座骨神经 因个人体质不一 如不慎切断神经 整条腿就将残废 若不开刀 浓血不放干净 到扩大时 后果同样可虑 于是拖延近一星期 犹豫不能绝 当我获知此种严重性时 内心万分恐惧 精神极为不安 当天我获得伯父母的一封信 奇迹就因此产生 他们二位老人家告诉我 此病乃系素叶所致 已经替我念了数十遍普门品 大悲咒 又叫我自行念佛 虔诚祈求菩萨加弼 消灾早遇 对于念佛消灾的事 以前我是怀疑的 若以浮浅的科学观点来看 简直是认为痴人说梦 但如今不由我不相信 因为千真万确的事实 使我建立了信心 起初我是默默尽心念难无观 是因菩萨甚好 一遍又一遍念各不停 疲倦了休息 醒来时又念 第二天我找到了一本经书 于是看著书念白衣神咒 浦门品 大悲咒 同样的一遍一遍的念下去 只念了三天 说也奇怪 那水柱骨上面肿胀的浓镜已完全消除 不必再开刀 也不会残废 我的病因此就很快的出乎医官的预料迅速痊愈了 治病固然是要医药 但那有如此迅速的道理 很明显的 这是菩萨的加倍 是不可思议的功德 今天在我本身得到了一个证明 有了这次经验 我更用功念佛 那时我的病快要好了 有一个晚上 救护车送来一个负伤的紧急伤患 破片贯穿了他的右臂经由肚子出来 伤及小腹和肝脏 流血不止 伤势严重 为在顷客 医官们忙着为他施行手术 开刀接肠 补肝 尽最大的努力去急救 输血管注射了一瓶又一瓶 但主治医官云 他们只是近人士而已 希望是渺茫的 手术完毕后被抬到我附近的一张床上 继续书写 当天快亮时 他的精神忽然一阵 说话亦很自然 讲出他负伤的经过 依关键此情形 知识回光返照 更捏了一把汗 当我或知他的伤是如此严重时 即发心为他默念普门品 大悲咒 连续不断地念 求菩萨慈悲加倍这位英勇的战士 他是为救国救民而负伤 我专心诚意地念 祈求菩萨保佑他 念了又念 疲倦了时 休息一会儿 又开始念 接连念了三天 他居然由危急转位安静 终于脱离险境 进入康复的坦途 当时我心中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虽然他不知我在帮忙 可是我终于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功德 我要叙述的事实已如上述 我不会写文章 只能告知一个事实 并希望读者不妨一世 因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 愿立洪生 寻生救苦的的确 却是千处祈求千处印 苦海常做渡人舟的雅 我公告这一事实 只算是我报答菩萨恩得于千万分之一而已 51年4月1日 爵士寻刊176期 27住院等手术 送咒消除肿瘤 慈云编辑委员会 王传利 台北市人 现年22岁 家住台北婆松山区 在他21岁那年的春天 刚过完年 觉得肚子很不舒服 就到台湾疗养院去做检查 经格医师检查的结果 确定是卵潮流 需要动手术取掉 他有一位当中江夫人的干妈周氏妇女士 得悉此事后 要她到土城城天寺向广青老和尚 请大杯水喝 当时她并未信佛教 也不肯去 似乎也不太相信大杯水能治病 她干妈就说 既然你不愿去 那么我念大杯水给你喝 不得已在半信半疑的情形下喝了 干妈病要她念白衣大士神咒 医师说检查过后21天以后要开刀 结果白衣大士神咒念了19天 就焖了12000遍 也喝了19天的大杯水 她在开刀前两天 以及持咒缘满日 又做了一次复查 X光透视结果 发现病流已经化掉了 连医生都不敢想象 更不相信这是一个事实 这在医学上是无法解释的 最后医师决定再照一次X光 病流确实是没有了 从这一天起 她开始相信观世 因菩萨伟大救苦救难的感应 后来她皈依了广清老和尚 从此见佛就拜 一切功德皆愿随喜 六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慈云月刊四卷五期 二十八夜梦老僧受神咒 牢狱脱困费并康复 李靖寿 我写这篇东西的目的 是要答谢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恩贝 和纪念两位恩公 一位是凤山鸟松国民学校校长周曼平先生 一位是台中省力农学院教授周庆光先生 周曼平先生救了我的生命 周庆光先生却更救了我的慧命 抗日战争爆发后 我投笔从容 1938年秋天 刚在战干一团受训齐满 便得江西第八区保安副司令李弥将军的电报 要我和朋友李浩同去招呼一个 团长被人谋杀即将瓦解兴散的部队 于是把部队收集 在宁都整讯改编 当时专员是肖志平 并兼区保安司令 这年冬天副司令李弥将军调走 一缺由肖夫陈接冲 念八年四月 我奉派出巡各地住房部队 这期间 团部呼奉审令调住干州 李浩拿命令去见肖志平时 肖静大发脾气 原来肖志平久有师长野兴 雍众自重要挟省府 曾几次假借三团团长名义 联合殿请省府编位保安师 由肖专员率领参加前线抗战 这次见李浩坚持遵审令调到干州去 心中恼怒 便由肖夫陈设计 将我与李浩先后扣押入狱 后我得知内情 暗地叫仪士兵脱逃 拍电报降报神府 神府一面立即停发吉仰 追海领去武器 停波撞钉 当时阵奉令阔边位甲总团 一面命令肖志平将李浩和我释放 肖慎怒之下 想要将我二人杀而示威 我在狱中奋恨交病 心如火焚 一夜呼梦义老僧教我念咒 咒语很短 指二三便便能背诵 老僧说 这是白衣大士神咒 你虔诚持诵 可以托难 醒后 默念咒语 尽无遗忘 甚以为矣 欲求粗烈 没人可相谈 乃日夜默念神咒定心 过十余日 肖志平破于审令 先将我释放 不久李浩亦释出 后肖志平为日击诈死 肖夫臣则潜逃县区去做汉奸 不知所终 我经这场变乱 事情异常淡薄 遂返回家乡 交书度日 至于梦中所交咒与一节 总觉有些迷信 不敢告诉别人 因既不知世间有无此咒 又不知咒中是那些字句 如果对人说出 一定遭人讥笑 久而久之 便也日渐淡忘 我来台后 本患喘咳病 到今年五月 突然转聚 且撞热到汗 日渐沉重 经X光检查 才知已成严重肺病 在这国破家亡 天涯沦落的时候 衣食已成问题 那里有钱医病 尤其令人难堪的 一些亲朋故旧 多以腐蜀相待 到六月底 病情日即 陈鸟松国校校长周曼平先生 凯然捐集数千元 把我送进台南结合病房志院去 而农爵院周庆光先生 除了寄赠医药费外 更寄一本法华金浦门品 给我翻阅到卷末 附有一篇很短的 消灾脱南咒 试着念一念 不料就是在您都监狱梦中老僧所教的神咒 当时心中惊喜之状 真是彼难尽严 因此我想世上既然有不可思议的灵感 一定也就有私命者 所谓死身有命 富贵在天 尽是一毫不假 而因果报应 那就更不用说了 继而又想 人生至多不过七八十岁 而世界却有无穷尽的光阴 以人生七八十春和世界一万万年相比较 直如昙花一现 在这样短促的生命中 还要遭受天灾人或和生老病死等苦 如果还要尽竹什么人间富贵 真是愚笨到了万分 因此我每天除了默念经咒外 真是一心泰然 凭病都忘 以为如果会死在台湾 也是命该如此 或是造业作恶的结果 如果不会死 便一心学佛 不再做任何妄想 说来真是不可思议 我住院不到三个月 肺病就好了十之七八 经X光一再检查 认为却已没有问题 便准我出院 痊愈如此迅速 你能说这不是佛利恩贝吗? 现在我虽还有一点支气管喘息病 但这病无生命危险 虽受痛苦 也是素叶献帐 果报如此 只有归一三宝 至成礼佛 才能解脱 因此我却有三个希望 写在这里 以为本文的结束 第一 佛是确确实实有的 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绝对不假 希望普天之下 人人信奉 各个崇敬 第二 希望佛教经典 尽量浅示 多多翻译 广为流通 并于各处寺庙 设置阅览式 使人人都有机会看到 第三 当此大乱之事 希望大德森家法师等 以度人为疾 广为奖经说法 就度迷津 最好是和世俗 定星期日为弘法日 使人人都有语文佛法的机会 42年1月8日 菩提树月堪 29亿杯净水 恶犬驯服 周扬慧卿 1941年春 外子庆光 遇国立第三中学校长职务 到重庆担任考试院参事 我们母子人驻贵州同仁 当时有一邻居徐建飞君 江苏素千人 为一中医师 家中有只母狗 非常凶 时常咬人 来诊所病患怕狗咬 常果足不前 徐君因此狗妨碍营业 想杀掉它 我因这只狗有七只小狗 如果杀掉它 狗子很是可怜 屡次劝阻徐君 可是这只母狗照旧时常咬人 一天 一切都已准备即将即杀母狗 我要求是以佛法 于是取净水一杯 念大悲咒七遍 搅和在饭里头 喂给母狗吃 一手轻拂狗背 告诉它应改变性情 不可再咬人 狗吃完后 摇摇尾巴离去 果然从此驯服不再咬人 徐君平日也信佛 叹着说 一杯尽水 二犬驯服 佛力真不可思议 此后 狗常到楼上 听我念佛诵经 叫它下楼 立刻下去 好像听得懂 并且表示感激的样子 观音慈灵集 月东顶湖山沙门市 红赞在边 编着暗 观音慈灵集 上中下三卷 其上卷系有关观音菩萨之经典 本专辑都已另行收入 故此处仅列出目录 读者可按图所记读诵之 观音慈灵集卷上 观音者门品玄意 天台智者大师佐 悲华经 观世音大事智菩萨受济经 大悲陀罗尼经 观音菩门品 大佛顶首伦严经 华严经 无量寿经 佛说观无量寿经 十一面神咒经 十一面神咒心经 庄严宝王经 大臣庄严宝王经 请观音经 请观世音菩萨消福毒害咒经 观音慈灵集卷中 天竺 大商主 西草举扎国 有大商主 宗室天神 慈求福利 轻灭佛法 不信因果 其后江珠商旅 甲迁有无 泛州南海 遭风湿路 波涛飘浪 石金三岁 资粮庆节 虎口不充 同舟之人 朝不谋戏 陆立同志 念所是天 心律已劳 民功不济 而见大山 崇崖峻岭 两日连辉 众名朗照 石株商旅 更相畏曰 我曹有福 遇此大山 遗于中止 得自安乐 商主曰 非山也 乃摩截于耳 崇崖峻岭 齐烈也 两日连辉 眼光也 言声未尽 周翻飘情 于是商主告诸吕曰 我闻官自在菩萨 于诸为恶 能施安乐 一个至臣称其名字 遂及同声归命称念 崇山寄影 两日一眉 而见沙门 祥旭 西藏 凌虚而来整腻 不于时而至本国矣 应及信心争固 求福不回 见苏独播 誓修公养云云 孤山林相 中天竹摩截驼国 加布德加兰 南二三里 至孤山 齐山崇峻 树林玉茂 明花清流 被崖祝赫 上多金舍灵庙 颇及鸡之功 正中金舍 有官自在菩萨像 屈量虽小 威神感肃 手之莲花 鼎带佛像 常有数人断食 要心求见菩萨 七日二七日 乃至一月 其有感者 见官自在菩萨 庙香庄严 威光赫益 从相中出 未遇其人 西南海森加罗国王 清淡已尽照面 不见其身 乃度善不周摩截 陀国多罗陵中小山 尚有此菩萨像 王身感庆 土以迎求 祭至此山 十为霄寺 应见金舍 新诸供养 自后诸王 尚想一封 遂于策建立金舍灵庙 香花祭乐 供养不绝 清辩论师 南天竺 大安达罗国 陈南不远 有大山岩 清辩论师 祝阿苏洛宫 呆见此事菩萨成佛之处 论师雅量宏远 至得深邃 外是身躯之福 内洪隆猛之学 敬而思曰 非此事成佛 谁觉我疑 于观自在菩萨向前 送随心陀罗尼 绝利饮水 十利三岁 观自在菩萨献妙色身 为论师曰 何所致乎 对曰 愿留此身 呆见此事 观自在菩萨曰 人命为粹 世间福患 宜修盛善 愿深赌十多天 于思里尽 上述的箭 论师曰 智不可夺 心不可二 菩萨曰 若然者 以往大安达罗国 城南山岩 执金刚神所 至成宋持执金刚陀罗尼者 当遂此愿 论师于世往而送焉 三岁之后 神乃未曰 如何所愿 若此情力 论师曰 愿留此身 呆见此事 观自在菩萨指前来请 成我愿者 其在神乎 神乃受方 而未知曰 此言时内 有阿塑洛公 如法行请 时必当开 开即入中 可以呆见 论师曰 幽居无睹 拒之佛心 神曰 此事出世 我当相报 论师受命 专精颂持 富力三岁 初无意念 咒戒子已及时弊 豁然动开 誓时百千万众 观赌忘返 论师跨其护 而告众曰 五九其请 呆见此事 圣灵锦佑 大愿撕碎 已可入此 同见佛心 闻者不害 莫敢屡护 未誓毒蛇之枯 恐丧生命 再三告语 唯有六人从入 论师故谢 时众从容而入 入之即已 时必还何 众皆愿皆 恨前言之过也 作光王 作光王乃中印度 劫若居蛇国王也 长子自王增 四子自喜增 王增四位 以德至政 为金耳国月王所罚 大臣辽述 乞劝喜增 克付清仇 王子曰 国嗣之众 金谷为难 君人之位 心力已审 经者秦家何案 有观自在菩萨像 既多灵箭 愿往请辞 即至菩萨向前 断食其请 菩萨感其诚心 现行问曰 尔何所求 若此勤恳 王子曰 我为姬或 此父云王 众资酷乏 人凶健害 自顾寡得 国人推尊 命习大位 光复至业 于时无知 感惜甚至 菩萨告曰 辱于先生 在此灵中 为恋若别除 而精情不屑 臣资福利 为此王子 金耳国王 忌毁佛法 耳少王位 一众辛隆 慈悲未至 商敏居怀 不久当王武印度尽 欲言国作 当从我会 名家警服 凌无强敌 勿生狮子之作 勿称大王之好 于是受教而退 即席王位 自称约王子 浩施罗阿蝶多 唐言戒日 勿修节俭 迎服束善 望请雨时 令五印度 不得食肉 若断生命 有诸无舍 于情家合策 建立数千苏独波 各高百余尺 于五印度 成义相聚 达相交渠 建立精卢 处饮食 至医药 施诸鸡瓶 舟给布袋 圣姬之所 并建迦兰 五岁一设无遮大会 清洁福库 惠诗群友 为流兵器 不充弹诗 遂亦集会 诸国沙门 于三七日中 以四世公养 令各相推论 笑其幽烈 褒贬书特 处置幽明 若借行真故 道德纯粹 推生狮子之作 王清授法 借虽清静 学无稽谷 但家敬礼 是有遵遂 律仪无忌 会得以章 驱出国境 不愿闻见 邻国小王 辅佐大臣 直辅无怠 求善忘劳 及邪同坐 为之善有 日分三十 一时礼物至证 二时迎福修善 滋滋不倦 节日不足以 十堂三藏玄藏法师 戒比授戒日 王之请也 求那三藏 求那拔陀罗 此云功德贤 中天族人 专精智学 博通三藏 宋元嘉十二年至广州 四世为朗 表文 宋太祖浅信迎接 既至京都 太祖交言 辛若清改 初驻止环寺 后侨王振荆周 请与俱行 安止心寺 王玉请一华言等经 而拔陀自存 为善颂言 有怀溃叹 及但系理颤 请观世音 祈求名应 遂梦有人 百福持见 请一人手来至其前曰 何故优耶 拔陀聚以示对 答曰 无忧 即以剑一手 更安心头 与令回转 曰 得无痛耶 答曰 不痛 豁然变悟 心神喜悦 但其言意 被领诵予 于是就讲 原家将末 侨王谋逆劫 拔陀契曰 平道不容护从 侨王以其物情所信 乃逼雨俱下 至梁山之败 大箭转破 去岸玄远 盼无全计 唯一心称观世音 手捉穷杖 投身江中 水旗窒息 以杖赐水 水流生死 建一童子 寻厚而至 以手千之 故为童子 汝小儿 何能度我 恍惚之间 绝行时余不 人的上岸 吉托那一 欲赏童子 故密不见 举身茅树 方之神利焉 尊称三藏 那连提离耶舍三藏法师 华言尊称 北天竺乌常国人 年十七 发一出家 寻殖明师 被闻正教 发足游方 行化雪山之北 至于峻鼎 见有人鬼二路 人道荒险 鬼道利通 行客兴迷 多寻鬼道 见入其境 便遭杀害 喜有圣王 于其路守 坐皮沙门天王石像 手指人路 同伴一僧 错入鬼道 耶舍决以 口诵观音神咒 百步追击 以被鬼害 自以咒力的免思耳 应付前行 又逢山贼 专念前咒 便蒙林卫 贼来相突 对目不见 寻路东指 远头其境 天保七年 戒于京都 法密三藏 达摩及多三藏法师 华言法密 本南天竹 罗罗国人也 至在游方 六人未伴 于商客所 闻之那大国 三宝兴盛 同履一星 利益来此 非为观其风化 愿再利物红金 便于雪山 直南壁的西南 鹿唇杀器 水草巨乏 同履相顾 性命没头 乃亦所积经论 全智道棒 岳山求水 祭以存祭 求祭不遂 牢必转增 专颂观世应咒 夜雨呼降 身心冲月 循环本徒 四顾茫然 方道迷失 持除进退 乃任前行 遂达于瓜洲 拔涉基年 借其圣地 即开黄十年冬十月也 不空三藏 不空三藏法师 本北天竺婆罗门 傅伯南海 至赫灵国界 遇大黑风 众伤黄部 各作本国法 让之无厌 皆摩拜求哀起家救护 空曰 无经有法 如等勿忧 遂右手指五谷菩提心处 左手持班若经家 宋观应代随求咒一辩 及时奋衍海城 又欲大经出水 喷浪若山 甚于前患 重伤甘心为命 空痛前做法 命会是送缩节龙王经 重难俱习 善无畏三藏 善无畏三藏法师 本中印度人也 时中印度大汉 请畏求雨 而见观应 在日轮中 守之君池 驻水渝的 时重心感 得未曾有 敬秦 刘萨赫 并周刘萨赫 一列未也 于太康二年暴族 见两人直向西北 行至地狱 见金色圣人 左右言 是观应大事 为赫曰 汝醉印入地狱 金放海 可往洛阳 林姿 见夜 茂英 成都五处 有阿玉王塔处 鼎里忏悔 是会前 会前法师 俗姓皇府 北的人也 少出家 奉持戒行 智操 确然 契庐山时有余年 已尽一夕之初 投山应家祥寺 客戟导物 苦身率重 樊诸心经 皆书写讲说 射将五载 忽然得病 请及少时 自知必尽 乃属享安养 其成观音 山应北寺有静严泥 素得戒行 夜梦见官士 因从西郭门入 清辉庙壮 光映日月 壮帆华盖 皆以七宝庄严 见便作礼 问曰 不审大事经何所知 达云 网家祥寺 迎前功 婴儿无常 当时急虽免堵 而神色平平 游若恒日 贤闻异乡 久知乃些 前寄自审弼中 又观瑞乡 道俗闻见 贤身欢献烟 主法纯 主法纯 山应显异似主也 苦行有得 善送古为魔精 静原心中 为修寺至栏上买财 木孩 于湖中遇封 而船小 淳为一心平观是因 口诵不错 而见一大流传 成之豁免 至暗 仿传无主 须于不见 道俗贤探神感 是法乔 法乔者 中山人 少乐转独 而乏身 每一步唱未凯 于是决力忏悔 七日七夕 棘手观音 以其献报 同学苦见 视而不改 至第七日 绝侯内或然 即所谁喜数 云 无有应语 于是坐三契经 深彻礼许 远近经皆 西来观听 而后诵经数十万言 昼夜奉勇 哀晚通神 至年九十 深游不变 是道周 道周 信管事 朔方回了人也 出家于龙兴寺孔雀王苑 圆的借诸 见圆星月 入赫兰山白草谷 力要迟念 敢哭泉众勇 有灵蛇有勇于忠 遂至法台坛讲也 乃拉写画大碑牵手眼力象 属其抗扬 则绝石鸣目 要其语之通绩 方亦冲长 中和二年 文官府扰攘 乃于陈南念定院 塔下 段左供坟之 供养大碑像 愿到冒干戈中原赛上 早见米兵 言必迅雷封列红树烟 又长解左耳 为名其语 复断十七日寝雪 皆如祈愿 享陵七十有八 遗骸不散 如入禅定 遂加七注焉 誓法义 使宁山有主法义 静心宁中沙门也 游刃重点 游善法华 寿叶弟子常有百余 至贤安二年 忽感心气疾病 常存念观世音 乃梦见一人破腹洗肠 勿变并月 富量每云 无仙君羽翼公由处 向文说观音神异 莫不大小肃然也 誓开达 或云惠达 誓开达 隆安二年 灯笼采甘草 为枪所值 十年大鸡 枪 枪湖像弹 乃至达炸中 江石之 先在炸者时有余人 枪日系烹阻 为达尚存 自达备职 便前宋观世音精 不屑呼心 即明日将剑弹 其成史数 忽有大虎 摇逼群枪 愤怒跑后 枪各害不蹦走 虎乃前涅炸目 得臣小雀 可容忍过 虎急徐去 达便逃走 夜行咒服 碎得免托 郭宣之 郭宣之 太原人也 一夕四年 为阳思平良州府司马 阳以折害范元之等被法 宣义同职在狱 唯一新归相观是殷菩萨 后戏江眠之计 呼清堵菩萨光明诏狱 宣瞻迪礼拜 其请誓愿 九支乃眉 而而宣之独被恩赦 既是 依所建行 制造图像 又立经舍焉 后玲玲衡阳促观 潘道秀 潘道秀 无都人 年二十余卫君北贞 既而君少施力 秀篡意 被掠 金术处作奴 俘虏异欲 欲归无因 少信佛法 横置心念观世音 美梦寐折见 后寄难奔 迷不知道 于穷山中 忽堵真行 如今形象 应作礼 礼静 豁然不觉所知 乃得还路 遂归本土 后经浸迷堵 年垂六十而亡 鸾激 鸾激 不知何许人也 少奉法 常作福 附平令 先从真鲁施力 仿遭火锤 贼意交逼 正在中江 风浪骇目 狗孔不分尽 由宋念观世音 而渐江中有一人 挺然孤立 腰与水棋 狗心知棋念有感 火贼已切 便投水就知 身济浮涌 脚似旅的 寻而大军前传迎接拜者 还得免计 是法治 是法治者 为白衣时 常读行至大则中 呼吁猛火 四方聚起 走路以绝 便至心里送官世音 而然火过 一则之草 无有宜经者 为治所处 容身不烧 于是使乃敬奉大法 后卫摇星将从真鲁 均退施马 落在围里 乃引勾边荆棘从中 得毙头 覆念官世音 兴盛情智 隔西人摇换后军 指令杀之 而军便搜密 折无见者 乃得免计 后岁出家 紫敖 南宫紫敖 始平人也 树心平成 为伏俘虏而常乐功所破 合成数千人皆被诛害 紫敖虽分必死 而由至心念观世音 继而刺至紫敖 群刃交下 或高或辟 持刃之人 忽皮屑 似之不随 而时常乐功 轻自临行 今问之 紫敖了耳达云 能作马鞍 乃令原事 紫敖亦不知 所以作此言 岁得顿意 造小形象助以相寒 行则顶待也 孙道德 孙道德 一周人也 奉祭九道 年过五十 未有子习 居敬金舍 仅凭中沙门 未得曰 必愿有儿 当至心里送观世音经 此可祭也 得岁罢不适道 担心投诚归命观世音 少日之中而有梦印 父己有孕 岁已产难也 刘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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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辽成人也 湘里有一千余家 并奉大法 造立形象 供养森尼 直鲁主木位时 此现常有不逃 为大怒 欲禁灭一尘 重病恐惧 分闭迷境 杜乃杰臣帅重归命观世音 请知 为贱物从空中下 绕其所住屋住 今世 乃官世音经 使人独知 为大欢喜 用审行路 于是此臣 急得免害 斗船 斗船者 河内人也 永河中 并周拉使高昌 即周拉使旅户 各全部屈 相与不合 船为昌所用 作官长 互遣其超级 船为兵职 同伴六七人 共戏入一域 所谢圣言 克日当沙之 沙门之道山 实在互营中 先与船相侍 闻其被职 初至域所后侍之 隔户共语 船为山曰 今日困恶 命再陋客 何方相救 山曰 若能至心归请观音 必有感应 船先亦颇文官世音 即得山语 遂专心蜀念 昼夜三日 至臣自归 官其所谢 而绝缓解 有意于常 辽事推荡 忽然离体 船乃父至心曰 今蒙哀佑 以令至故自解 而同伴尚多 无心独趣 官世音神力仆计 当令拒免 言必复千万余人 皆以刺解落 若有割梯之者 遂开户走出 于颈角之间 莫有觉者 便于欲寻去 十夜一向小 行似五里天明 不附近 共逃隐一针中 虚于觉师求人 马洛四出寻补 焚草见灵 无不致辩 为传所隐一亩许的 终无智者 遂得免孩 乡里尽性异常 衔接奉法 到山后过江 为谢居士 据说其事 竹长书 竹长书者 其先惜遇人也 誓有滋祸 未惧妇人 靖元康中 喜居洛阳 奉法经至 友好送观音经 其后领彼师火 长书夹西草屋 又居下风 火已逼近 为至新诵经 有请火烧其灵屋 而风呼自回 火亦寄屋而止 于时显已为灵 礼中有清险少年四五人 共悔孝之云 封偶自传 此父赫神 似时造戏 当若其屋 能令不然者 可也 其后天圣汗 少年辈 密贡数据 直其屋上 三直三灭 乃大金句 各走还佳 名臣香绿一常书 自说拙逝 激嗓慈泻 常书答曰 我了魔神 正送念观世音 是威灵所有 诸君但当喜心性向耳 自是邻里相党 闲尽一焉 律颂 律颂 自茂高 眼周人也 欲居始风 其线南溪 流及暗翘 回屈如营 又多大时 白日行者 由怀为惧 耸自说 其父常行西中 去家时许里 日向暮 天呼风雨 惠明如漆 不复之东西 必当复逆 违归心观世音 且诵且念 虚于有火光来暗 如人捉聚者 照见西中寥寥 摇得归家 火长在前倒 去传十余步 耸厚于西家兵说 虚荣 虚荣者 狼牙人 常至东阳 海经定山 周人不惯 物堕回福中 有五波涛 垂玉沉默 容无腹迹 为至心呼观世音 其虚间 如有数十人其力隐传涌出福中 还得平流 日以向目 天大阴暗 风雨盛始 不知所向 而滔波转圣 容诵经不作口 有请 望江山头有火光赫然 回夷去之 静得海浦 举传安影 既致 不复见光 同屡一知 但问仆人 昨夜山上是何火光 众皆恶然曰 昨风雨如此 岂有火力 五等并不见 乃知是神光也 张崇 张崇 今兆渡灵人也 少奉法 静太园中 福间祭拜 长安百姓有千余家 南走归境 为震树所居 未未游寇 杀其男丁 掳其子女 崇与同等五人 手脚巨蟹 绝坑埋身至脚 各乡去二十步 明日将持马设之 以为娱乐 崇律望穷尽 为洁心专念观世音 夜中谢呼自破 乃得离身 因是便走 碎得免拖 崇继绞绞 陆经疑似 乃父称观世英明 至新礼拜 以一时至向前 发誓怨言 今遇过江东宿乱境地 礼此冤魂 旧其七席 若心愿或果 此时荡分位二 崇离拜以 十集破烟 崇岁至今师 聚烈冤士 帝乃兮如幼之 至身道人目所清见 是谈无节 谈无节三藏 文法显等 攻见佛国 凯然有望生之士 以永和元年 及同志 谈朗森猛等二十五人 发长安 西渡流沙 尚无飞鸟 下绝走兽 四顾茫茫 莫知所知 唯望日光以准东西 世人古以标行路耳 至聪林 领东下积雪 恶龙吐独 风雨沙利 前渡雪山 下游大江 流极如箭 东西两山之邪 系所谓桥 十人一过 至彼岸以 举焉未至 后人见焉 之前已渡 方得更近 久不见焉 则知暴风吹锁 人堕江中矣 覆过雪山 悬崖必立 无安足处 必有故意 孔孔相对 人值四亿 先拔下亿 人搬上亿 辗转相搬 今于三日 方及平地 简料同旅 诗十二人 竟向中天竹 陆继空旷 为基十密未良 十三人中 又死八人 无节虽屡今为吉 而系念观音 未常暂废 至舍为国 欲众相 乃归命观音 呼陷狮子 向遂奔矣 至横河 父侄群寺 归命如初 寻有大舅飞来 四亿惊散 后于南天竹 随波达广州 积金而孩 你敏感 敏感本性诸 高评人也 侍奉大法 为鲁贼所获 欲以为妻 被家苦楚 誓不受辱 折使沐阳 经历十载 怀归转度 反途墨游 常念三宝 奸怨出家 呼吁易比丘 就请五戒 人以观世应经受之 应得习送 昼夜不休 愿得还家 起五层塔 不慎幽念 逃走东行 初步实路 昼夜兼设 寻入一山 见有班虎去之树部 出圣恐惧 少却亦定 心愿余智 遂随虎而行 几日迷循 得达青州 将入村落 虎便不见 尼令宗 令宗 本性满 高平经乡人 又有亲信 相当称之 家欲丧乱 为鲁所屈 归成欠智 称佛法僧 送谱门品 求素的放 随路难归 行出济州 复卫贼所竹 登上枯树 专程致念观音 补者前望 终不仰视 寻所不得 而而散 踪下复去 晚达梦惊 无传可忌 张皇幽惧 更沉称念 忽见一百路 不知所从来 下涉河流 踪随路而寄 曾不沾如 平行如路 应得达家 人即入道 学行精肯 揽今生意入神 静孝武文之 潜书通问 年期时无促 盖户 盖户 山羊人 细域应死 三日三夜念观音 心无见习 即眼见观音 放光照之 所托门开 寻光而去 行二十里 光明方喜 陪安起 陪安起 从鲁畔海南 至河边 不能得过 忘将追其在后 死至虚余 于是称官是阴 见义白狼 安起碎豹 一直便过南岸 及施狼索 追其在北岸 忘之 探晚无极 虚异 虚异者 高六人也 少奉法 为福奸上书 奸莫兵阁封起 贼获益 江家陆亥 乃埋齐足 编法余数 夜中专念观世音 有请 得眠 梦人未知曰 今世即已 何侠棉呼 亦便惊起 见守房之事 并疲而请 乃是自愤 动手法迹 解足矣的 脱鹰而顿 去百余部 饮小葱草 便闻追者交池 火炬星辰 互绕此从 而静无见者 天明贼散 归头夜池 碎得免之 碧懒 碧懒 东平人也 少奉法 随慕容垂北真眉鲁 丹马逃窜 鲁锥其将棘 懒至心送念观世音 既得免拖 困入深山 迷惑失道 又专心归念 中夜见一道人 法福迟熙 事已途径 碎得还路 安隐至家 颂 是森包 森包法师 经召人 助指还寺 开讲重经 法话相续 陈俊谢灵运 闻风而造烟 即见包神器 弥生探福 或问曰 谢公何如 包曰 灵运才有余 而食不足 亦不免其身矣 包长于路行 见六道备路 包卫说法 劝念观世音 群道以灵违之计 念念懇切 而而送丽饮酒红醉 道解谢的免焉 是道汪 道汪法师 姓潘 常乐人 又随书经师 年十三 头卢山远公出家 言宗经律 雅善涅槃 常行梁舟 为枪贼所为 垂师一波 汪与弟子庶人 是心共念观世音 有请 觉如云雾者 父汪等身 群道推索不见 于是豁免 是森宏 森宏者 欲周人也 止于今师瓦官寺 少而修身整洁 后绿化有缘 造杖六金像 容柱十臂 未及开魔 十敬莫同敬圣言 犯者必死 宋五帝十位相国 红座最细于相府 唯宋观世音精 一心归命佛像 夜梦所住相来 手摸红头 问不不 红颜 自念必死 相曰 无忧 见相凶方持续 同色侨废 会当行行 辅参军奸杀 而牛奔车坏 因更克日 序有令 从蓬城来云 未杀森红者 可圆 遂或免孩 开魔剑向胸前 果有桥肺 是道炯 道炯 俗姓马 浮丰人 初出家 未到异弟子 异病 长浅炯等四人 至河南或山彩中辱 入血树里 跨墓水 三人溺死 聚火又灭 窘盼无祭礼 窘肃送法华 唯凭此夜 又存念观音 有请 见一光如萤火 追之不及 遂得出血 于是尽修禅夜 结形弥星 后与同学人南游上京 观主风化 夜成冰渡河 中道冰破 三人没死 窘又归成观音 乃绝脚下如有一物 附见赤光在前 即成光而至暗矣 绍兴 绍兴 无心人 慎凤法 遇伤寒病 无人敢看 乃悲气念观音 忽见一僧来 云是悲度弟子 与云 悟忧 家师寻来相看 达云 度师已死 何荣得来 道人云 来赴河南 便一带投出一盒许散 与福之 并急挫 张兴 张兴者 兴兴人也 颇信佛法 常从沙门森荣谈一时受八戒 心常未解索隐 夫得走逃 七座细域 略吃几日 实现失火 求于陆策 容易同行 经过求边 七惊呼 蛇离 何以赐救 容约 平道利弱 如何相救 唯一情念观世音 恕获免而 七便昼夜奇念 今十许日 余夜梦一沙门 以教导之曰 多多 可其 七疾惊奇 前所至故 忽然拒解 便走去户 户石游臂 警方疏言 既无犹出 律有绝者 乃还者谢 寻覆的眠 又梦向沙门曰 互已开矣 七绝而迟出 防守者 并已昏睡 七安步而去 十夜盛暗 行可数理 促之一人 七聚弼地 乙儿相训 乃其夫也 相福悲喜 夜头森义 碎得免之 十元家出也 王衍 衍年至 在交止 彼途有贤法师者 道德森也 剑寿五戒 以观世英 京象一驱 剑与公养 行至一经 又非圣古 衍奉以海兜 十年在调称 与二帝常敬秦至 专经不卷 后至改壁炉 吾屋安舍 继经师难见寺中 于是百姓敬住前 亦有道悔金象 以充住者 十相在寺 以经数月 演奏秦梦相立于 坐鱼 亦胜亦之 十日以目 及池银孩 其系难见十余趋向 西遇道王 其后九支 像于须目间 放光显照 三尺许的 金灰秀钞 焕然夺目 演兄弟及仆役 同赌者十余人 十宋大明七年秋也 福万寿 福万寿 平昌人也 原家十九年 在广陵卫尉 为辅行参军 甲气返舟 四更出过江 史迹之时 长波安流 终将而风起如箭 十佑吉岸 莫知所向 万寿先奉法秦至 唯一心归命官是因 念无见习 而尔与传中数人 同赌北岸有光 壮如村火 湘羽喜曰 此必是欧阳火也 回竹去之 未淡而至 问彼人 皆云昨夜无燃火者 方物神力 致设斋会 顾迈 顾迈 无俊人也 奉法甚景 原家十九年 自兜海广陵 八十投尘 便逆胡朔 风至横爵 风是魏米 而周人物静 既至中江 波浪方状 卖单传孤真 幽为无忌 宋观世英经 得时许便 风是渐歇 浪意稍小 既而中流 吕闻其香 分腹不歇 卖心独家 故间宋不措 遂以安计 世慧和 世慧和者 今师重造四僧也 宋义迦南 何由魏白衣 立流湖不下 湖长浅将士数十人 直迭东下 何亦欲行 行至雀主 而直台军西上 迭重离散 各逃草则 何乃者 一提兰富丹 若类田人 十诸游君 补辞散蝶 是何色 一而问之 何对达谬略 应被吃掠 君将剑斩 何自散走 横念观世英经 至江斩时 其可迷智 继而君仍挥刀屡爹 三举三折 并惊而誓之 何于是出家 遂成今也 寒辉 寒辉者 未祥何许人也 居于枝江 其疏被戏 累积于灰 聚必俊玉 铁木灌体 前故圣炎 灰黄破无忌 呆死而已 灰本常是佛 颇奉送观世英经 于是昼夜诵经 至数百遍方咒 而所呼自污 若烧炮时瓦暴扎之身 以而是知 其所自解 灰据欲思为其解解 据呼告知 力虽精易 而有更丁也 灰如常诵经 又今一日 所复明解 壮如初时 力乃俱告本官 官取所详是 福其通感 即免是之 灰金尚在 秦夜书至 彭子乔 彭子乔者 亦阳县人也 任本郡主不适 太子沈文龙建元元年 以乔罪故甚怒 防泄甚急 必欲杀之 紫桥幽具 无腹于计 为至成 宋观世音精 至百于便 疲而骤寝 十同系者有时许人 亦具睡卧 有湘西县力度 道策 亦系在玉 乍妹未熟 呼见双白鹤 及紫桥屏风上 有请一鹤下至紫桥边 十父绝如美丽人形 而以 道策起见紫桥双蟹脱在脚外 而蟹拥有在焉 道策今世 使必 紫桥义悟 共是蟹 滋皆 问紫桥有所梦否 桥曰 不梦 道策如相所见说之 紫桥虽之 尚律欲加以其预判 乃解脱蟹 更者 今四五日 而脚释放 眼足凶脸 青石子桥及道策 文二人说 皆同如此 行怀明 行怀明 何间人 宋大将军参军 随南郡太守诸巡之北伐 巨见献 于次侯间 巨的顿归 夜行咒服 已今三日 由巨追捕 乃遣人前颤鲁 侯继数日不孩 一夕将羽阴暗 所遣人呼至 今曰 向瑶剑火光盛名 故来投之 那的至而返岸 寻等怪恶 怀明先奉法 自征后 头上横带官是阴京 转读不菲 尔系一阵暗宋 嫌疑是精神力 于是长共其心 遂已的免 王求 王求 自书达 太原人也 魏弗林太守 以原家九年 于郡尸首 戏在行狱中 百余人病多饥饿 求美食皆分施之 求先精进 既在淋雨 用心游至 日字持斋 至心念观世音 夜梦生高作 见一沙门 以一卷精语之 提云 光明安行品 并诸菩萨明 求得而批读 望第一菩萨明 第二观世音 第三大事至 又见一车轮 沙门曰 此五道轮也 既觉 所皆断托 求心之神力 弥增专道 今三日 而被原有 便月之 便月之 既因人也 坐朝请 居在朝沟 行年五十 未有子席 父未取妾 父姬载不韵 将其求祭祀 千便转观世音精 其树垂静 妾便有身 岁身已难 原家十八年 己丑岁云云 竹慧 竹慧慧 竹慧慧 广陵人也 原家十二年 京阳大水 穿陵如衣 慧慧将入庐山 船祭小儿暴风呼起 飘扬中江 风急浪涌 慶振兴 心端念 宋观世音精 周祭之人 望奖其船淫标节流 如有数十人千万之者 静道上岸 一仿全祭 尼僧端 僧端 广陵人也 门士奉佛 劫末 末笃信 誓愿出家 中不聘彩 而母兄以许父誓 灵吟之三昼霄 宋观世音精 雨泪积嗓 昼夜不休 过三日后 于礼拜中 见佛像雨云 辱 土家虚 命静 辱但精勤 勿怀幽念 明日齐 土家虚 为牛所处王也 应得出家 坚持境界 宋大涅盘经 五日一变 原家十年 南游上国 祝永安寺 刚祭仲物 君爱等阶 大小岳福 久而弥静 年七十余 原家二十五年促 尼玄藻 玄藻 玄藻 本姓陆 吴俊仁也 安循之女 早年十余 身因重疾 良药必尽 日增无损 石泰玄台四世法纪 与安循曰 孔此并游业 非依所消 平道岸佛经云 若屡为苦 能归依三宝 忏悔求愿者 皆获真迹 君能与女喜敌成会 专心一项 当得全月 安循然之 急于宅内 社官式英相 摘早星节 福吉吉桑 专念相续 今七日 初夜忽见经相 高持续 三摩其身 从守至足 即绝成科 或然消月 继灵燕在宫 遂求出家 京秦匪谢 宋法华经 蔡时长斋 三十七载 长翘心驻想 怨声兜律 宋元家十六年初兜造经 既然而终 世法线 世法线 信公 平阳五阳人 长凯金律 喘阙 智力寻求 已进隆安三年 与同学会景等 八字长安 西渡流沙 立诸为险 至天竹国 或诸金律 富商人大伯 寻海而海 伯有二百许人 执黑风 水浆入伯 众皆黄聚 及取杂物弃之 显孔弃其精相 唯一心念观世音 即归命汉土众森 博刃封而去 得无伤怀 金十余日 达耶婆提国 亭五月 随商东逝广州 誓谈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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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击人 少出家 仅于戒行 宋金十余万言 只长干四 善巧萱萱 天然独爵 隐藏幻选窗 机智不除 房内横宫养一观世音像 陈系礼拜 求差此吉 一时忽见一蛇 从向后圆壁上屋 须于有一属子 从屋堕得 贤拓木深 壮如已死 隐后似活 即取竹瓜除贤拓 又闻蛇所吞鼠 能疗窗疾 即便取贤拓 以赴选上 所父即便 鼠亦还活 杏肃之间 窗移遁静 方物蛇之羽鼠 皆是其寝所致 于是君王所仲 明波侠耳 魏 王玄摩 魏氏祖二十七年 将君王玄摩 北征师律 消兵御诸之 沈庆之箭曰 佛黎 魏氏祖小字 威震天下 其玄摩所能当 沙战将 徒字若耳 乃至 初玄摩将见沙 梦人告曰 宋观音精千便可免 人口受其今曰 观世音 南无佛 与佛有音 与佛有缘 佛法相怨 常乐我尽 朝念观世音 目念观世音 念念从心起 念念不离心 忌绝 宋知不措 忽畅停行 后观至开府 年八十二促 世超达 世超达 未详其事 原位中 行业森也 多学问 有知解 地境图称有吉 所在搜访 有人污达有知 乃收复荣扬育 十位柏林公 简堪穷和 达以实告 公大怒 以车轮细井 岩防未知 自知无活路 专念观世音 至夜四更 忽不见车轮所在 见守防者 皆大昏睡 应走出外 将遇远避 以酒细遇 搅碎鸾疾 不能远行 及至天小 鲁齐四出追之 达为逃避不吐 因扶草中 其来踏草并迷 唯从边过 对而不见 仰看鲁面 西以牛皮帐木 达一心腹死 至沉沉念 夜中如去 寻疾的拖 是森明 森明道人 为北台石窟四主 是传黑者得知 为有黑相当得天下 由是为是之王天下 每一记沙门 收数百森 护系附之 森明未魁首 以神吉禅 从头至足 克明斩绝 明一心念观音 至半夜 觉神少宽 思心心性 京道迷切 吉小 索然都断 既应得托 逃走奔山 明但欲间来密不见 唯见断神在地 知为神力所加也 吉以奏文 地性道人不凡 遂一时释放 是道太 道太者 原位莫人 住常山堂横经社 梦人未曰 若至某年当中 于四十二以 太心二之 即至今年 欲重病 甚幽 西以身资未福 有人曰 于文公养六十二亿菩萨 与一观音童 均和布置心归一 可必遵守 太乃感悟 遂于四日四夜专精不绝 所作为下 忽见光明 从户外而入 见观音族夫淮间 金色朗耀 与太曰 乳念观世音曰 十太纤维 须于不复见 悲喜流汗 便觉体清 所患岁月 年四十四 方位同一说之 太后中天命 更有一森 其原同太 故不舒尔 是法力 道极 法禅 法力者 未祥何许人 金苦有志得 欲于鲁俊丽精舍 而才不足 羽沙弥名称 网上鼓其麻一载 将是反四 行空则中 呼吁猛火 车载下风 无得免礼 于是法力眷眠 彼绝而火誓已及 应举声称官 未及世音 应声风转 火焰寻灭 安隐而还 幼沙门道极 于受阳西山游行 为二贼所得 父系于树 将欲杀之 唯念观世音 守死而已 贼引刀屡拙 皆无损伤 自步而走 即应得托 广传此事 幼沙门法禅等 山行逢贼 唯念观音 晚宫设之 欲放不得 贼遂归成 投攻余地 又不能得 知是神人 舍而逃走 禅等免托 所在通传 并未默人 别有观音敢应传 文士包广 不拒续之 孙静德 天平中 定周目是静德 房于北锤 造观音金像 年闷江海 常如李氏 后未劫贼狠隐 静于金玉 不胜考略 遂妄成罪 并断死刑 明诞行诀 其夜礼拜忏悔 泪下如雨 起曰 今生被网 当是过去网他 怨常债毙 誓不重做 又发大怨云云 言以 少时 依稀如梦 建议沙门 教宋观世应就身经 今有佛理 命送千遍 得度苦难 静德书觉起坐 原知了摩参措 笔至平民 送满九百 有私直腹向世 且行且送 灵欲佳行 足满千遍 直刀下拙 刀折三段 不损皮肉 一刀又拙 凡金三幻 刀折如初 兼当官人 莫不惊议 巨状奏文 丞相高欢 表情其事 碎得免死 赤血此经传之 经所谓高王官世应今也 净得放孩 设斋抱怨 楚所造像 乃剑向上有三刀痕 相亲同堵 探其通感 见其至极精益等计 世僧朗 世僧朗 为鲁公梁州 举城铜县 直朗等数僧 从驾东归 朗与同学私募本乡 中路共盼 然言防守 更无走处 东西绝壁 莫测浅浅 上有大树 磅垂暗测 遂以古旗干 神系悬下 十叶大暗 牙底唇集 无安足处 遇上牙头 赴孔君爵 头记张黄 捉神悬柱 是非九亭 共卫曰 今二顿志 唯念观音 以头寇时 一心专注 虚于光明 从日处出 通照天帝 乃剑集中有得下处 阴光至得 海乎明暗 方知胜利 非观天明 良久天晓 始闻君重锦角将发 而山谷重叠 徘徊万里 不知出路 后跃而行 路之大虎在前 相顾而言 虽免路难 虎口难脱 朗语森曰 不如君言 正以我等有感 所以陷光 今欲此虎 得非圣人是无路焰 于是二人静一虎所 虎极前行 若朗小池 虎亦赞助 至晓得出 而失虎踪 其良 宝治大事 宝治大事 俗乎未至公 面方而迎 彻如镜 手足皆鸟爪 出精灵 东阳明珠 是之父 文儿提英朝中 梯树得之 举以为子 七岁一中山大沙门 僧俭出家 专修禅观 至世险姬 以见齿福子挂帐 头腹之而行 金聚落 而同华竹之 或为所久 或类日不食 常欲时快者 从求淡之 而有轻薄心者 至极土水中 皆成活鱼 诗诗提诗 出若不可解 后皆有焰 齐永明七年 五帝怒至祸重 收歹于雨 是日国人贤见大事 游行婆境 继而简笑 人在狱中 齐细语立曰 门外有两鱼石 金波成范 乳可取之 果文会太子敬临王送公至 健康令旅文显已文 地毁谢 迎至尽忠 赵曰 大事保治 积居成垢 神由铭记 水火不能巧如 蛇虎不能畏惧 其可以俗法常情 空相遗迹 自经中外任便宣化 第一日问至曰 弟子凡或未除 何以致之 答曰 十二 地问其指云何 达曰 在书字十节刻漏中 第一不小 他日更问国座有流难否 致指其警示之 盖称侯警也 帝曰 正想几何 达曰 原家原家 帝喜已违背诵文之年 十革命之初 帝临政客及 至甲帝神力 令建仙君受己苦于地下 由世续行 长召化功章 森咒写致相 森咒下笔 折不自定 既而以止离面门 分批出十一面观音 妙相疏立 或辞或微 森咒竟不能写 他日与地灵将纵望 有物一流而上 至以障隐之 随障而至 乃子瞻谈也 即以蜀供奉 关于少雕致相 请客而成 神便如生 帝月 以安内庭 使法云云光二师 具有众望 美将法 天折与花 帝一其正圣 夜余后殿坟书请至 携光云三大士斋 一日至独赋 而光云俱未知 帝游是亿亦其理 又常与帝登中山之定零四 指前独龙刚赴曰 此为殷宅 则永其后 帝曰 谁当得之 曰 先行者得之 至十三年 大士士忌 帝一其言 已经二十万亿其地 见浮屠五集 其上阵已无价宝珠 赤王云情碑 藏日车架清临致殿 大士忽陷于云间 万众欢呼 深圳山谷 自是道俗奉寺 其锐显映 为天下第一 至临终时 帝父已设计存亡久境问之 至曰 平道塔坏 陛下设计随坏 帝未造木塔才比 呼斯曰 木塔飞酒 命撤去 改创石塔 折塔石器 侯景兵已入矣 凡大士所为密称祭句 多者难使 未学者数 大臣暂十篇 磕颂十四篇 并十二十歌 皆唱道幽至 其指与宗门鸣合 今盛传于世 是道荣 道荣者 梁出人 独肃逆履 十天于雪中 夜十眠 见有鬼兵 其类甚重 中有鬼将戴假邪刀 行其壮尾 乃持狐床 对荣前巨之 便立色阳深曰 君和为鬼神无灵焰 素叶下地 诸鬼将御家首 容莫称官是因 身未觉 即见所住床后 有一天将 可常障于 这黄皮裤者 守之金刚处拟之 鬼便金散 甲咒之鼠 岁未为粉 是惠简 惠简者 不知何许人 梁出再道 借叶红俊 书其善勇 荆 荆州厅是东 先有三间别斋 由来屡多鬼怪 简居之 自住一间 于安京巷 而见一人黑衣无目 从壁中出 便以简门上 使简开心了 但口不得语 意念观世音 梁九鬼曰 臣君精进 故来相识 精神色不动 其父逼耶 依然还入壁中 简虚其早数理送气 还如长眠 梦相人曰 浦以汉莫居此数百年 为性刚直 多所不堪 君臣尽行好人 特相容耳 于此遂觉 简注积载 安影如初 若今他行 有无有人能助之者 又其五帝时 流济母吉 宋观音数万 孟森曰 天人算尽 但未身延六十日 果如梦也 周随 是森时 森时禅师 俗性尘世 咸阳武林人也 牧有众童 光明外设 夜怀凤卵 七处皆平 其香超轮 有身经络 兼幼道弃生枝 化通官壤 周太祖文黄曰 师才生得大 一臂道俗 以龙礼典 乃公至其请卫国三藏 时当仁不让 莫而受之 是始动梁思在 移行幽济 周氏有国 使养玄丰 礼毅前朝 受于归解 忽一旦告森曰 即备香火 修理法事 宋观世音 已就江南某寺唐崩厄也 当耳之时 扬兜讲唐 政论法及 数百道俗 充满其忠 闻西北义乡 即空中祭乐 和唐经初 同共闻听 唐书催坏 大众无损 奏文梁主 乃依以问周 果如实有 是鸿满 鸿满者 姓梁 安定人 在俗年十五 玉石患 双足鸾臂 常念观音经 三年 忽有僧侄早 冠相前例 不言 问曰 师从何来 答曰 已谈曰 所以来 满叩头 问曰 弟子 网合罪报 今师此鸾臂 森曰 如前身 居转悟命 于央至耳 乳 但闭目无味 乳寥之 满随言明目 但绝两膝上 各如拔六七寸丁雀 寂了 开目 将遇谢恩 师森所在 其行如故 满乃物 室观音 婴耳精臣 室不欺取 厚乎自通禅观 安坐不动 乃今三日七日者 开煌出源 便俗从道 铸就度寺 贞观十三年促 春秋八十三矣 室慧公 慧公法师 亦周成都人也 俗姓周氏 周末沸佛法之时 与同寺慧远节器同学 远至异常安厅讲 功常网京阳访道 远于经师听的诸经论等 并皆精通 还一周讲授 卓耳超群 道俗轻重 功后从江左来海 二人相遇心欢共续 离别三十余年 同宿树叶 语说言谈 远如泉涌 恭敬摩索道 远问公曰 离别多时 今的相见 请此欢会 依赫可论 但绝人者摩索说 将不得无所得耶 公对曰 为信案列 都摩索解 远曰 大摩索解 可不诵一不惊呼 公曰 为诵的观世音经一卷 远立色曰 观世音经 小儿童子皆能诵之 何凡大辱许人呼 且忍者 童子出家 与远立誓 妄正道果 其赴三十余年 为诵一卷经 是非暗顿 懒惰所为 请欲断交 愿法师早去 无增远之烦恼也 公曰 经卷虽小 佛寇所说 尊敬者得无量福 清曼者得无量罪 养愿暂惜称心 当为法师送一遍 即与长别 远大孝曰 观世音经 是法华经浦门品 愿以讲之数过百遍 如何使欲闹人耳呼 公曰 外书云 人能红道 非道红人 但至心听佛语 岂得以人弃法 乃于亭前劫谈 谈中安高坐 绕谈树渣 鼎立身坐 远不得以 于言下 聚胡床坐听 公使发声唱荆蹄 亦相应晕 便满房雨 集入闻 天上作乐 雨似种花 乐则嘹亮正空 花则分飞闷地 精气下坐 自卫解作 花乐方些 会远皆足鼎里 泪下交流 谢曰 会远臭会死尸 感行天日之下 起赞流 赐建教会 公约 非公所能 诸佛利尔 即日服依常依 沿流而去 观音慈灵集卷下 唐 赴五代 是谈藏 谈藏法师 俗姓杨氏 红农华英人 家世望门 清心自愿 年十五 战者未未受短 二清哀之 即为英勾 既本非秦 律有推逼 遂逃亡山则 唯念谁度 行之外也 少非由见 莫知头造 但念观音 久之一人 冒黑 而屈二牛 因问所从 可得诉否 便告藏曰 西行有四 不远当智 询闻终身 忽见森四 因求涕落 便遂本心 即遣出门 可行百步 回望不见 久乃天明 思识圣静 敢大势力 而得造烟 是法常 法常法师 俗姓张氏 南洋百水人也 舍异一门 妙重行解 故众所推美 归一舍论 棕木涅槃 刻业行道 六十字立 片无以缺 有大神王 观伏皆宿 律其不从 随其绚绕 道俗实践 密已高知 又曾消夜至佛堂中 必化乐天 一时其舞 后于中夜 又于佛堂 观音菩萨从外入户 上驻空中 身相归其 佩福音落 晃发稀有 两久便灭 后经五年 天将玉蜀 又敢普贤菩萨 从东而来 去的五六丈许 常知专精 真因为如此也 是普明 普明禅师 本明法经 俗姓诸是 慧姬人 少小智操 有意横同 口常称佛 不俗戏谈 为智宠法 已成太监十四年 来入天台 归一智者 小夕左右 福音无谢 专求禅法 兼行方等班周 观音忏悔 诵法华经 随智者是 庐山东陵寺 名于陶侃瑞 向阁内 行观音忏法 冬十一月 申不依序 苦劫行道 见义森云 所名法经 未未善称 可改为普名 此名小郎 照了三世 颤气 其智者 智者云 此名中所是 以己改救从心 是静之 静之禅师 信赵 雍周高灵人 父母念善 绝无习印 祈求便智 厌恶欲染 欣欣永绝 但欲之后 年七八岁 乐阿弥陀观 依闻修学 幸乐出家 征观初 隐光化寺 依时余载 常坐毛雨 不居僧房 四方吉者 二百余人 六十三夜 不复光景 十鼻患肉赛 百方无燕 有僧令送般若心经万变 肉灵变落 是至情 至情者 俗性诸 少小以匡护卫心 美处众 发言无不语目 精尘勇猛 是皆明佑 初母患尾顿 未念观音 宅中树叶之上 皆献化佛 何家并见 母及遂除 是法通 法通者 性观 经照护人 小出家 吉弱 随风眼仆 四刃裸起 由是同履婆清之 通者流泪 一朝对观音像 慷慨曰 通闻菩萨圣见 所愿客从 起垂提佑 免思亲吾 因思送观音精 昼夜不舍 厚岁于 归本身敬母 但时器 甲昧于亭树下 少奸 口中闲莫流液 可有三身 母义为物五 巨乎觉 问何是如此 通曰 向见有人 一三驴陀金 通淡使一驴 鸟呼碎觉 鱼耳诗之 自耳觉自立雄涌 肌肤间 隔家卯 密举大墓时 不以为众 似有森看者 屡立之罪 通妾取加缩安在住下 看出不见 为是神鬼所为 通孝未举良抽取 堪大害福 有大石舅 重五百余金 通于南山赋来攻森用 今现在驻睡 随高祖慎众之 是智险 智险禅师 助辽州户明寺 少出家 借操真郡 利操耿借 专物作禅 仍不知其所异 后宇道俗时 于人形直突厥 并被驱掠 险碎隐身不见 后访的截之 但云我念观音 故不执贼 是袁康 袁康法师 不详信誓 真观中有学精益 先居山也 横勿持送观音 求家会解 遂赶路一手 缴分八旗 觉行觉异 康见之 辅而驯服 遂幻养之 尘而致远 曾无眷色 康之便才无碍 帝文之 赵入安国四讲三论 遂造书解 中观之理 别传玄书两卷 总明中百门之宗之焉 三藏玄藏法师 师本明一 俗姓陈 汉太丘中功之后 赴慧英 皆有雅操 师出身 母梦师这白衣西去 母曰 辱氏我子 今欲何去 达曰 为求法故去 此则由方之先照也 年十一 从兄长劫法师 日寿经理 旁间巧论 着然耿正 不偶食流 年十三 身作讲演 此礼背敬 身旺于远 至年二十有九 私自为曰 学贵经缘 义众疏通 钻养一方 未成探院 若不轻生训命 是往西天 何能聚敌成言 用通神解 遂静往孤脏 见至顿黄 于玉门关 路由天赛 果粮吊影 前望悠然 但见平沙 八百余里 尚无飞鸟 下无走兽 父无水草 唯一新称念观音菩萨 吉般若心经 西北而静 四顾茫然 人马俱绝 夜则举火烂若凡心 咒则经风拥沙散如时雨 今四夜五日 无低瞻喉 口腹干交 即将允诀 不腹能静 遂握沙中 莫念观音 虽困不舍 起菩萨曰 玄奘此行 不求财力 无济名誉 但未无上到心正法来耳 养为菩萨此念群身 以救苦未悟 此为苦已 您不知焉 如是告时 心心无措 至第五夜半 忽有凉风畜生 冷快如木寒水 碎得木鸣 马亦能起 行经树里 忽见青草树母 下马自食 又见一池 水干沉浸 因而就饮 生命重拳 人马俱的苏席 既此应非旧水草 故是至成所感 菩萨之慈师也 尤世的于流沙 至高昌国 其王里呆圣龙 肩留不住 遂始帝送西域 尸有五天逐境 往还一十八载 经历百三十五国 所经为险诸南 皆获无余 虽师夙愿所致 成菩萨之慈护也 是知玄 知玄法师 字后觉 姓陈氏 梅周弘雅人也 敷衍经论 僧俗阳观 户外之巨 日以多矣 又言席外点荆棘 百家之言 无不该踪 美恨相应不振 乃于向耳山 送大悲咒 梦神森结舌幻之 明日而便请羽矣 文宗 太河中 文宗皇帝 尚时除烹鸡子 呼群卵中呼观音菩萨 遂斥不得用鸡子 又酷是圣蛤 沿海观吏 先时递尽 仁义老子 一日欲转中 迎盘而尽 有波不开亚者 帝观其意 及焚相助之 而为菩萨行 范香克全 宜容可爱 遂至于金素檀香和 以欲免颈腹之 似心善似 令治理之 宣问群臣思和瑞也 向国理工得欲奏曰 成不足之 为之圣得招印 其诸佛理 文中南山 有横正禅师 大明佛法 博文强制 遂照入宣问 正曰 平道文物无虚印 此乃其我陛下之信心儿 故弃经中 应以此身的度者 即现此身而未说法也 帝曰 菩萨身已见 未闻说法 正曰 陛下赌此为常非常耶 性非信耶 帝曰 西其事 正身信焉 正曰 陛下以闻说法了 皇秦月遇 得未曾有 赤天下寺院 各立观音像 以达书修 僧家菩萨 僧家菩萨 聪领辈 和国人也 将弟子慧眼 同志灵淮 就信义房居人其的 下标志之 言决于此处建立迦兰 碎血土或古碑 乃其国乡姬四也 得金像伊叶克普照王佛字 居人探一云 天眼仙剑 吴曹安德不舍乎 常握赫拔世家 身乎常过床踏各三尺许 莫不精怪 四线十一面观音行 齐家举足兴庆 被家姓重 遂舍宅焰 中宗孝和帝锦隆二年 四四而约 普光王 四年根须世级 儼然作王 神采尤身 指名木耳 俗林八十三 法辣网之 在本国三十年 画唐土五十三载 多现灵机 帝惨道黯然 乃是群臣送葬 世数填和 帝问万回师曰 彼僧家者 何人也 对曰 观音菩萨化身也 今可不云呼 应以比丘的度者 顾献之沙门乡也 贤通中旁勋者 本徐州述促 善离桂馆 沿路劫掠 而攻四周 围逼其城 家于塔顶线行 外寇皆税 城中偶出鸡之精窜而现 四周以示奏文 仁熙号震盛大师也 由此多于塔顶线小僧状 清周瞻望 然有吉凶表照 于时其封者得封 求子者得子 经文有公理者 往往有权不见家行乡者 或见笑容者吉 不然则凶 其不可原度者如此 寄乎周逝宗 有誓于江南 先攻取四上 家寄梦于周明言 不宜轻敌 如誓达于周目 皆未知信 自尔家家梦童 告知 遂将 全宜郡声名 赖家之必以 天下烦躁精卢 必立家真相 仿曰大圣僧家和尚 有所祈愿 多遂人心 暗禅师 暗禅师 并周人也 以净土未珍归之地 行方等颤 浮情无缺 唯有吉 坐禅观不亏 见观音 适至二菩萨陷于空中 持久不灭 按照境内化人 无能化者 忽有二人 云从西经来 欲往五台 自乐汉公化菩萨行香 慧是必 赠邪二两 忽隐无踪 按知西方元首 告诸弟子云 无今往生 谁可携行 有小童子基嗓曰 愿随师去 乃令往慈父母 父母未未戏言 而令沐浴者静一 入道场 念佛虚余 而终 按则曰 何的前行 按所比赞二菩萨曰 观音驻远街 是智府摇迎 宝平观上险 画佛顶前名 聚由十方杀 持华后九身 愿以慈悲手 提奖共悉行 恕赞已 别诸弟子 入道场 命门徒住无念佛 端坐而终 春秋八十 是法朗 法朗者 姑苏人也 宋观音明咒 神效吕章 龙朔二年 晨阳公主有极陈度 有告言 朗能持密咒 礼并多抽 帝召朗智 涉谈持诵 兴肃而安 公主奏请改寺 而曰观音寺 已居之 是僧炫 僧炫者 并周人也 年九十六 遇到措施 者安乐吉 讲观经 使回心念佛 孔寿江中 日夜礼佛一千拜 念弥陀佛八万遍 于五年间 一心无怠 大建告弟子曰 阿弥陀佛来受我相依 观音 是智行列在前 化佛便满虚空 从此西去 唇世净土 延弃而终 是怀愈 怀愈禅师 性高 丹丘人也 直持律法 明洁悄然 一时常做 早失自身 唯一不依 行忏悔之法 課其一日 念弥陀佛五万身 通诵弥陀经 三十万卷 至天堡元年 六月九日 而见西方圣像 数若横煞 有一人请白银台 从窗而入 欲云 我合得金台 而银台却出 欲被前至 十佛光充世 至十三日丑时 再有白毫光线 慎重满世 欲云 若闻一香 我报将近 说祭以 香气迎世 海重便满 见阿弥陀佛 观音 是智 身子金色 共欲金刚台来迎 欲含笑而终 肉身现在 是神智 神智者 乌周亦乌人也 俗性力 少有真操 肯乐舍家 舊云间寺 为孝为师 日为衣食 持大悲心咒 恒咒水悲 已舊百集 影之多叉 百姓相律 日给无算 好大悲和上焉 大中中 入京兆 十身平相国陪修公女 为鬼神锁着 致迟昼七日平复 遂奏请愿 而曰大中圣寿 董雄 贞观年中 有何东董雄 为大李四臣 少来信静 书十十年 至十四年中 为座李先同事 主上大怒 使持欲为从居问圣吉 因静数十人 大理成李静玄 司职王兴 同连此作 雄与同屋求索 专念浦门品 日得三十遍 夜作诵经 所呼自解落地 雄经告新玄 新玄共事 所兼权在地 而沟所相离数尺 即告守者 其夜监察玉使张首一 素职命令官所 以火逐之 见所不开而相离 圣怪 幼众观所 指封书上而去 雄如常诵经 五根中所幼解落有身 雄幼告新玄等 至名告静玄士之 封提如故 而所自相离 静玄素不信佛法 其妻读经 常未曰 为何胡神所媚 而读此书也 即见雄此事 乃生物不信之救 方知佛为大圣也 十心义送八菩萨名 满三万遍 咒所解落 誓之如雄 义其事 不久俱免 徐善才 徐善才 李全献人 常修斋戒 宋念观世殷经 属于千变 美在京城严新寺 修盈功德 至武德二年十一月 殷氏海家 道逢胡贼 被捉将去 至滨州南界 胡贼凶独 所捉的汉数千人 各被反复 将向红崖 岔人四地杀之 头落悬崖 善才见前皆杀 定之不免 唯念观音 刹那不错 四道善才 当下刀时 即至着实 心不决心 当杀之时 日使在身 至于出更 决身在身件树之上坐 去按三百余步 才自思念 我何故在此 两久 使之今日被杀 何因不死 身权在树 便以手摸顶 绝相为痛 而无损伤 即之由念观音 得全生命 当时十五日月朗 生计无一 兼不得时 今咒树日 即绝姬寒 但见下树 寻见东行二里 于其剑内 时得一领羊球 即得一两斜袜 得着免寒 复形一里 便得一河桃枣 清脆赤白 似心摘来 可有生鱼 的十勉姬 自非观音神力 岂有众东 的兴桃枣 即勉姬寒 的充气力 见上南坡 到南岸上 反顾北看 遥见贼淫树里 人畜声闹 尤未免我 妄家即行 可五十里 知贼渐远 身心凝态 在一树下歇席 家夫送念 不觉作席 四更忽悟 开幕建议清朗伟大 向财前蹲 将口注彩鼻 才建议 还闭目 念云 若使我愁 愿使我身 以偿素殃 各舍愿结 共发仁慈 若是观音 愿救弟子 令得安泰 作此语意 开掩饰之 不见遗迹 当知诸佛慈善更利 随缘感应 利益无穷 今时有送不得力者 良由清心 富游过限速恶相资 所以难感 善财道家 江蚕桃枣 尘世道俗 知识不虚 誓慈藏 慈藏禅师 性经事 富明武林 官至义品 既享高位 仇义幽归 而绝无厚四 幽念美姬 素养佛理 乃求佳护 造千步观音经 犧牲一席 厚若成长 愿发道心 度诛生泪 冥想显映 梦星坠入怀 应及有身 以四月八日 但载良辰 道俗贤庆 稀有瑞也 年纪已长 情艳适华 身体无常 终归空计 遂于征观年间出家 感二菩萨从天降下 清语受解 大弘佛法 广立人天 知父所道 愿不虚也 是自觉 自觉者 柏林望都人也 至年艳俗 齐律经论 秦翠九年 皆造为也 往平山县界 得众陵山院 齐陵堡山谷 虎狼扭击重父 为食果菜 卯食一食 觉使入法以来 学诸佛因中世愿 其数亿四十八也 其一 愿身长随大悲菩萨 四愿铸造大悲相四 疾乎发炎相应 谈诗珍翠 用赤金铸成 举高四十九尺 饭香端严 待更黏忍 四亿随臣 遂于谈前 送念至三根 见神光二道 坐真金色 于晃朗中 见阿弥陀佛 观音是智 右左翼从 佛垂经壁 呼自觉身 见下云来 摩其鼎曰 首愿物圈 无以泄费 利物未先 辱去无随 任从辱义 言必云收 相无正姬 决以怨心酬弼 返山林之间 则送中之处 真元十一年二月旺夜 有神人献半生 若皮沙门之状 未曰 诗经碎灭度以 决举首谢神人曰 往来定分 无闻命以 其年六月十四日 眼归祭灭 是僧忍 僧忍者 俗姓时事 佩国成流人也 忍拉写写诸经 英读大悲经 揪寻四十二弊 至无畏首 遗耳结坛 家寻导寝 自空中献其正印 双手利利可观 遂命化工会 写此闭焉 或有义棒者 忍在精确前告 画工作笔童 穆家碗 忠 忽感宝信花一朵 知夫满夜一阶鲜明 读者惊叹 忍拉写写经 总二百八十三卷 画卢舍纳格三十五尺 门一丈六尺 其样 画大悲功德三轴 字者大悲论六卷 并葬朱妾四焉 贤通十二年七月十日世纪 诗约广会 塔约念定 诗惠日 惠日法师 俗姓新世 东来人也 中宗朝的度 后寓意进三藏 诗游西语 使者从伯渡海 自今三载 东南海中诸国 昆仑 佛世 狮子周等 经过略辩 乃达天竹 李叶圣基 寻求范本 仿善之士 一十三年 资禀法训 思域立人 正熙还乡 读影孤真 雪岭胡乡 佑舍 佑舍四载 既经多苦 深艳严福 何国何方 有乐无苦 何法何行 能速见佛 便问天竹三藏学者 所说皆赞净土 复合金口 其余素疾 是一身路 敬辞报身 必得往生极乐世界 轻得奉侍阿弥陀佛 文以鼎售 建制北印度建陀罗国 王城东北有一大山 山有观音像 有至臣其寝 多得献身 日岁七日叩头 又断食必命为其 至七日 夜且未央 观音空中线 紫金色身 长一丈鱼 坐宝莲华 垂右手 摩日鼎曰 乳玉传法 自立立他 西方净土 极乐世界 弥陀佛国 劝令念佛诵经 回愿往生 道彼国以 见佛及我 的大利益 辱自当之 净土法门 胜过诸行 说以忽灭 日断食忌困 文此强壮 及登领东 归继行七十余国 总依十八年 开元七年 方净长安 净帝佛真荣 范家等 开悟帝兴 四号曰慈敏三藏 身长勤修净土之夜 这往生净土集 行于是 其道与善导少康 一时同化也 满醋 常杀人 姓吴 真满醋也 以鱼猎为叶 层的白龟 美而食之 乃便身换窗 溃烂疼苦 思虚坚忍 眉虚手足指被堕落 未及死 遂起于安南婆中 有森敏而未曰 如可回心念大悲真言 吾当口受 若能精进 必至善报 促依其言受之 以心念诵 耳后窗换剑舔 手指接伸 至全腹 碎削法未森 欧阳灿 欧阳灿 徐周一世也 居家常送大悲神咒 一日到晨 饱晚方回 直应与大树 雷电震发 路伴有山林夹道 密林碎骨 耳朵至寿 灿不惧不已 继耳与世迷胜 而见巨物献前 才时余步 长障于 色正白 亦不便手足之状 但倒前而行 灿孔寂犹疾 时欲朗诵神咒 耳口已尽矣 遂心念诵之不措 而失其妖 去家见镜 语意烧止 许演 灵德中 今师永心访许演 取于胃业 后患众 明然若死 身赤如火 痛如火炙 自云 但见火车来烧我身 官府则取于多 遣受报罪 已经数日 诈身诈死 亲戚劝作功德 遂造观音向两驱 人令和家不食酒肉 遂差 世道义 白云道一禅诗 不知何许人 时静天福四年 着眼天竹山西北 草衣木时 高行绝尘 一夕见前封有光竹天 积其所起 是之 得一目焉 人莫能明知者 诗乃取之 命将者孔仁谦 可谓观音大事相 夜梦白衣人曰 雕像已旧 明日有森字洛阳来 随身有古佛设立 当求之 以而森果至 如其梦求之 得设立三颗 纳于大事顶门 其后设立长线于顶观肉计 白光焕发 自视灵异大者 是智觉 智觉严寿禅师 于行王世子 少为华庭震将 以观前放生 作死 即行 颜色不变 文木王一枝 放令出家 居龙策寺 直劳公众 日为一时 常坐布卧 得法于天台韶国师 出驻雪斗 寻归西湖 建龙二年 忠义王寝 为永明子二代 居十五年 仲长两千 属至绝好 夜诗时 朝放生 六十散花行道 日课一百八事 未尝赞费 于立宋法华经 寄一万三千步 别号报义子 先于禅观中 蒙观应大事 以甘露灌口 或大便财 施宗进入百二十卷 以会天台 贤手 慈恩以同之壁 施寄几千万言 传播海外 高丽国王之书 旭帝子李 奉金县之臣加沙 紫水金树珠 金枣平位县 开宝八年世纪 涂皮设立如雨下 塔于静慈山 惠恩 浙江宁波府海洋有山 取向南天竺之捕驼 而大事长于中世县 唐宣宗大中年间 西域有僧至捕驼洞中 凡尽使指祈祷 清赌菩萨妙香 与说法要铭基使者 其后日本僧慧二者 自武台山的菩萨画像 玉海本国 周智栋 折不枉 乃以向舍于山策 土人张氏之门 张氏屡见神义 敬捐所居 未观音愿 俊江闻之 浅目兵营其向道臣 与名其福 以而有僧鸣吉仲 求家目 充护克之 弥月向尘 而僧不见 今之所设是也 宋神宗元峰三年 遣王顺丰使三寒 周底洞 黑风骤起 聚归赴周向山 顺丰岛之 菩萨献香 周吻海 以闻朝廷 班金伯 疑似见于海岑山之阳 而约宝佩 祈祷于阳 折映之 曾文本 文本 常念普门品 陈周吾江 周父 随波至岸 后于家设斋 易森曰 天下方乱 君信不欲斋 中至富贵 果至太宗 中朝魏中书令 耸 是易济 易济法师 自常召 姓胡氏 温州勇家人也 讲诸经论 并造书著 玉寺明玉王寺 孟登国卿寺上方 有宝庄严状作题曰 文书台 社护必蓝阁 求入无忧 额度观音菩萨 从唐徐出 相皆思虚 觉己与观音生命和不分 因而今悟 自是之来 乐说无尽以 或曰 入谱门志 成立物碑 上和佛觉 正无上顾 下和众生 凡慎同体顾 得是心者 非观音而谁余 是宗渊 宗渊者 性公事 高密人也 其孤解耿戒 凡俗不可造次而见 日别持观音之品 盖曾有善香人 言冤醋林 免令受持谱门品也 至太平新国五年十月 欲言中期 令木工作作 如鹿鼎行 连醋木工 明日摘食药用 至世果作中焉 年八十三 有洛西吉者 晚辞五十首 易云 举世应五百岁人 百年中作种忠臣 于经八十有三也 自作哀歌颂此生 指一一席藏烟 后开发 神色婉然 弟子淡然奉鸣 藏之于言学之中已 世纪中 法师纪中 自法成 勇家秋世 父母求四佛祠 同梦亦森兽以好子云 罗希尊者 济乳养之 母身 及艳婚血 又见佛像必致敬 八岁入开源蒙恩的度 及亦南湖 依广治学 老苦的吉 乃行请观音三昧 蒙大士放光以水灌顶 其吉吉月 继而动物教官 摩索宁治 广治生气之 十令代讲 雪窦险蝉尸箭而探约 四明之道 未有传矣 亡谷 元福二年下四月不雨 元周守城亡谷 往岛于木平山设立石塔 言中放光 见白衣大士 身经阴落 或设立五色 待如早 中有台观之壮 夜往阳山塔所 见四周大士 为摩 罗汉 列居左右 乙儿大羽瞻足 俊文于朝 赵赐穆平塔曰 惠庆 仰山塔曰瑞庆 是燕伦 燕伦法师 运其前唐周士 好轻辩 又遂是经的度 传教官于法明慧贤师 常换一吉 百要不治 遂立刻观音尊好 孟一妇人 已凿开其胸 易其心 首门磨之 唤吉月 愁惜所揽 迷不通计 走笔成章 律归典雅 贤未辩才之震 世慧财 杭州雷峰会采法师 于元丰元年三月 为灵之 元兆 道俗千人 受菩萨戒 截摩之计 见观音像放光 讲堂大名 禁此法真禅师首衣 作戒光绩 米浮书 辩才法师历史于龙井 知白 世郎编之白 元丰二年 自经师至凌川 处属成柄 忽梦白衣人 以水洒汁 顶肿清寒 绝而顿爽 于是几股精灵宴 作观音感应及四卷 行事 大士千 天主百千 月圆通百三十千 以觉及凶 其应如想 相传是大士化身所处云 张抗学士 张抗 激善 向佛发誓 诵大悲陀罗尼十万遍 求生净土 年六十余 请及 一心念佛 为家人曰 西方净土 旨在堂前 阿弥陀佛 坐莲华上 翁儿在经地上礼佛 言气念佛而是 翁儿 抗孙也 三岁儿亡 王 王氏女 王氏女 即安人也 日诵弥陀 金刚 观世英经 念佛求度 与后母同修敬业 后的吉 请僧说净土观法 忽所依吉祥而卧 懒观音首锁之番 既然不动 母筛灰鱼的 以燕瘦身 剑灰中出莲花束朵 世尊氏 尊氏禅师 台州陵海人 学行高谷 明观两者 专治安养 常行班周三妹 九十日为其 苦学偶写 入道场 两足疲劣 以死自逝 忽如梦中 见观音垂首指齐口 引出树虫 又指端出甘露柱齐口 决身心清凉 及岁月 这净土决仪行愿 及净土颤法 行于世 天圣兼将化之日 助相礼佛 愿诸佛正明王主安养 至晚坐托 人见大星允于灵旧风 十号慈颤主云 又见光明颤堂时 每驾一传一咒 必诵大悲咒七便 屡经冰火 窥然独存 乃愿力所致也 是古顶 古顶名禅师 灵纪十五世孙 江世纪 为其屠约 观世应持莲花致矣 安坐而是 火化蛇根持牙树珠不坏 五色舍利无数 国使为先身为之碑 有四慧与陆行世 是气松 名叫气松禅师 藤舟行经理世子 七岁出家 既授具 常代观音圣像 宋其名号 日十万生 经传杂书 弥补伯迹 得法于洞山聪和尚 字号前子 仪式萧然 庇护著书 作辅教论十万余言 名如是一贯 又这定祖徒 郑宗祭 报其书入京 诗音符引龙徒王公肃 以书县 仁妙家探 照赴法院编赐 经以明教之号 赐其书入藏 韩中县公 欧阳文中公 皆称道之 由市民正海内 世纪蛇为 六根不坏者三 约眼 约蛇 约同真 并顶骨 树珠 五物存焉 所出设立红白金结 壮如大书 塔于永安院之佐 门人编其书 约行荆棘 张孝淳 张孝淳 有孙五岁不能行 人告之约 请怀殿兼义农夫 并腿足甚久 但日持观音名号不错 遂敢观音世线 应留四句祭曰 大智发于心 于心魔所循 成就一切亦 五谷亦无精 农夫送祭满百日 顾及顿月 于是孝淳遂交其孙 及如母 齋戒持送三两月 不五如常 而换腿足者 送之皆宴 迪吉 迪吉 居湖周四安镇 年五十五子 惠观音像 肯倒甚至 其七方任 孟白依夫人 以盘宋义儿 盛韶秀 七大喜 欲抱取之 一牛痕其中 竟不可得 继而生子 迷月不遇 幼岛如初 有文者告曰 子是牛肉 其未是鱼 即悚然而逝 何家不负十牛 在梦前妇人送而至 抱得之 其乃生子成人 许之可 许之可 毗铃人 常或相见省为 不利而归 夜梦白依人曰 乳无应得 所以不地 可曰 某家平无姿 何得与人呼 白依曰 何不学依 无助辱智慧 可恶 见其言 果得鲁扁之妙 凡有病者 无问贵贱 枕 枕后于药 不取其职 所活不可圣祭 后举幼中相平 赴春观 以周平望 赴梦前白依人以记赠曰 诗要攻打 尘楼间处 殿上呼噜 换六座五 思之不悟 寄于毒 绍兴人子 以帝六人登科 殷上不禄 岁身第五 其上则成祖言 下则楼财 方省前梦也 包平 包平 自信之 家兴人 博学高材 类举布地 流星二世之学 一日有卯狐 偶至一村寺 见观音像淋漓漏力 即解囊中得十经 忽主僧寿之 令修无语 僧告乙功大营少 不能俊世 后取松布四匹 依七剑 与之 内住者细心智 其谱请己之 平曰 但得圣相无恙 无虽裸成和商 僧气 宇曰 舍银吉 依不由非难 指此典心 何可亦得 后功完 平宿四中 孟加兰告曰 辱子孙当想是路矣 后子便孙称芳 接登帝作显观 周士亨 婆杨丽周士亨 谢义之后 侍奉大事圣景 庆元初 发愿手写金二百卷 诗人持诵 摘戒善写 方吉二十卷 证书捉笔 群押数十名造屋上 竹竹不退 祈祷向前 追出 誓一押中 见流血 重押未拔之不得 故悲较 周速送保圣如来 救苦观音 以笔指之 见自拔 押飞入空 周暂探监 见从天井内直落佛勘测 灵异若辞 羊亮 纯熙末 见仓不促羊亮病 见两立持符追到官府 王者问 身始有何功德 对曰 身功走义 每遇差时 不敢违宪 王曰 不问此事 别有何因至 量始物未明思 曰 但念的官是英经 又问 更有何善事 对曰 小人那的一善可称 但首分不害人耳 亡命剪辑 如言 碎得更生 凌翁 福州南台寺 素心观音象 而毁其旧木工 凌翁求归是之 后操州入海 州坏而逆 疾呼观音曰 您不救我 而身自伏 得一板成之 惊涛自天 曰行数百余里 随流入小谱中 或一物一寺 颇有所资而归 非观音菩萨之助而合 千首眼观世音菩萨赞 四名法师术 大悲精作 南无过去正法明如来 现前观世音菩萨 成妙功德 巨大慈悲 于一身心 现千首眼 照见法界 护持众生 令发广大道心 教持圆满神咒 永离恶道 得身佛前 无见仲谦 缠身恶疾 莫能救济 稀使消除 三昧变才 献身求愿 皆令裹碎 决定无疑 能使素获三圣 早登佛的 威神之力 叹莫能穷 故我一心 归命顶礼 礼观英文 清静三夜 一心无体头地 归一难无十方 慈父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我闻菩萨 从闻 思 修入三摩地 得二随顺 四不思义 十四无畏 十九说法 七难二求 三十二印 无量功德 心大威力 八大誓愿 同流九戒 六道四身 身死去中 心百千万亿 无量横河杀结束 善行方便 就肚拔记一切众生 无有休息 我今哀求 必赐加倍 福念某甲 素身庆幸 得欲佛成 身虽出家 心不染道 于痴邪见 诸根昏塞 内外经书 虽于习学 张俱妙里 摩索通晓 又恐福力浅薄 寿命不长 突入空门 虚身浪死 我惊喜心气血 积嗓投尘 终日敬夜 存享圣荣 受持圣浩 礼拜圣相 唯愿菩萨 天耳闻生 悲心就苦 怜悯加倍 放大神光 照我身心 清大甘露 灌我顶门 当迪磊 世怨迁 洗劫千身醉够 身心清净 魔障消除 晝夜之间 坐卧之中 观见菩萨 放大神光 开我会信 使我某甲 即时神通朗发 智慧聪明 一切经书 自然记忆 一切义理 自然通晓 的大变才 的大智慧 的大寿命 的大安乐 参禅学道 无诸魔障 悟无生忍 世世生生 行菩萨道 四恩总报 三有其滋 法界众生 同源总治 仁宗 仁宗皇帝 慧顺 真宗子 天圣元年 地常顶玉观 上安观音响 左右以玉众 请一知 帝约 三公百官一余下者 皆天下英贤 正其所敢当 特君臣之分 不得不耳 正官此官 将令回礼于大事也 殷宗 殷宗皇帝 慧宗时 仁宗兄也 至平二年 杭守沈文通 奏天竹寺 观世殷菩萨 使自实境 至今至平 福天下则生名 前后灵机圣者 宰相曾公亮 夫臣其事 遂赐而曰 灵感官是姻怨 曾公亮 曾公亮 自民众 泉州人 常丁母幽归乡 有僧元达 富州至前堂 入天竹里大事 入门见素福女 未曰 曾设人五十七入中书 上座世年易寿诗号 已而不见 量至五十七果拜乡 达以量恩补大施焉 孝宗 孝宗皇帝 会胜 高宗选立位太子 即位 隆兴元年七月 帝玉选得殿 至观音大事赞曰 依于大事 本目元通 事有言说 为世之宗 明照无疑等官以辞 随感即应 妙不可思 幼常信天竹 斩敬菩萨 践行道观音像 照瞎唐禅师问曰 大事手捏述诸 念各什么 唐曰 求人不如求己 上大悦 李宗 李宗皇帝 慧得 宁宗旨也 纯幼元年 帝孟大事作于逐时间 即觉 乃图采刻时 欲赞曰 神通至妙兮 隐现莫测 功德无边兮 应感稀疏 十何岁风兮 又我声明 兵请行错兮 康此亡国 人书广大灵感四大字 家于观音圣号之上 又书心经一卷 四上天竹刻时 贞德秀 贞德秀 自西元 本姓圣 必孝宗会 改姓真 端平间参大镇 是文中 好西山先生 长把谱门品 有曰 习唐离文公 问曰山眼禅师曰 如何是黑风吹船 飘舵鬼国 师曰 李敖小字 问此何谓 文公替然怒行余色 师孝曰 发此填慧心 便是黑风飘舵鬼国也 于 药山可谓善启发人矣 事之利欲斥然 即是火坑 贪爱沉溺 便是苦海 一心清净 烈焰沉迟 一念惊觉 传道彼岸 灾唤禅 随复 随处而安 我无不畏 如谢自托 恶人清零 待他恨你 我无奋疾 如受自奔 独世经者 做如是观 则知捕驼大事 真切为人 非浪于也 缘 是蒙润 蒙润自御刚 家和人 姓故 母生即诞时 聚感异梦 年十四出家 因苦学因其极 修请观音颤七七日 即或灵印 即月儿新辈名利 臣大器 主得藏 天竺诸法席 千指围绕 常修法华 大悲诸三昧 瑞应不可胜计 故其前得秘政 不亦潜亏之也 是真净 真净 自如眼 华亭遥是子也 母孟白月 堕怀而生 有一森未曰 而乃海月法师 再来也 九岁出家 依无极度法师 尽其信学 原太定监 辅相脱欢 举注下天竺 先竟因极苦 孟白一大事 持平水灌其口曰 当自悦以 原主目其道 四号佛心红辩 及经文子一 入灭蛇为 蛇根不坏 以肃持法华 金固也 是洪记 洪记 自同州 浩天案 于瑶人 姓瑶氏 又出家 常修法华 金光明等颤 敢义 原太定元年 铸万寿 原觉 明年严观海岸 毁居明 潮溪湍湍 孔未于憋之宅 陈相脱欢 甚幽之 请祭岛于上竹大士 夜旧海岸 见水陆斋 祭入慈心三昧 取沙颂大悲神咒 率众便撒其处 足迹所及 岸皆复顾 众轻若神焉 是念长 念长禅师 浩海屋 华亭人 姓黄 牡羊氏 岛观音大士 孟旁美老僧托宿而生 但十瑞光照氏 一厢席人 出家平江圆明怨 柏鸠群书 四法会击西和尚 帝师尊宠 欲经书藏经之列 有佛祖通载集二十二卷行事 十号僧中斑马 是原长 原长 字无名 浩千言禅师 萧山人 族姓董 母和氏 幼构吉 母道观音 许出家而十月 通九流百氏 其皮尼于林之律师 传心应于中丰和尚 隐居天龙 日有二蛇来绕法座 师未说三规五戒 蛇脚守低昂 坐拜无而去 自释申明吉盛 朝廷特将明湘子一 吉普印庙变之号 中周外国 贤尊养之 明 太宗文皇帝玉智大悲观世音菩萨赞 观音正物庙圆通入流望所自文中 由文入觉所觉空清净宝觉成圆荣 三昧慈力与佛同妙力自在成就功 樱落庄颜百宝龙捕驼 岩献满月容 魔泥宝木莲花同瓶加瓶水海波容 阳之夜夜深春风超越出世妙无穷 三十二应随所从四种无畏功得虫 称阳名号有吉中感应有如深度雍 无有所爱贤达聪圆整成逆开祸蒙 大慈悲力允进攻横河沙树垂范蒙 随顺方便各有雍周便法界浮幽龙 动静二相乐魔宗妙明寂静显性宗 慧光朴竹七宝红有能动此时方空 于蓝观音向赞 宋连佐 于暗观音感应传 唐元和十二年闪幼金沙滩上有美艳女子 妾蓝玉鱼人尽玉是之 女曰妾能受精一系能送朴门品者 是焉黎明能者二十 女慈曰一身其堪配众夫耶 请一金刚经如前期 能者赴居其伴 女幼慈请一法华经其以三日 唯马是子能 女令据理成婚 入门女即死 死即迷烂立境 据一之 他日有僧 同马是子 其种官之 唯黄金所子骨存焉 僧曰此官应是现 以化如耳 言气非空而去 自是陕西多诵经者 乌伤留某 命阔人无福 用金必化成一针 月诞十五日 展而夜焉 请于续其事 续以细之赞 曰 唯我大事 慈敏众生 丹者无欲 不求解脱 乃化女子 端言疏离 因其所目 导入扇门 一刹那间 聚而变坏 习如红莲 方艳习人 金则臭腐 重驱流食 世间诸色 本属空甲 众生愚痴 为甲为真 内额赋登 非竹服矣 不至于命 何有止息 当事实相 原同太虚 无痴无言 谁能破坏 大士之灵 如月在天 不分敬会 普接照了 凡归医者 的大饶意 怨疾同归 萨婆若海 留古贤 古贤 黄州人也 立虎奔左卫军武 常从太监镇和操州 往使海外诸国 经大洋 贤乎失足堕水 时风帆迅使 不可以缘 和令州人身为目望之 摇见一人隐在波中出没 相去数十里 以为无负申礼 请于贤带周边 周中人大喜 素饮一物 有大鱼长丈鱼 在旁悠然而去 众贤一只 贤曰 鱼堕水不煤者 此鱼立也 是载鱼至此 鱼将煤时 数鱼者以其列付起 以是水不入口 众问贤身平坐和善事获辞 贤云 但念观音今儿 是显示 显示禅师 好古眼 俗姓如 母经事 孟观音大事 现五色云中而生 若贯替染 依天暗 佛海二宫 通台教大小不闻义 便辞如注 更轻虎言 显搜诸其宿 而道义者 铸龙兽 掩浮诸沙 急引方来 晚岁砖至西方 敢逸而化 是宝经 宝经禅师 浩碧风 勇兽人 足兴时 父称长者 母张氏 情善福眷 有持波森 以观音像寿章 主曰 警示之 当身智慧之男 为己身诗 白光照世 六岁依云记法师 为弟子 智染受惧 穷理性之学 莫少别传于西蜀如海征宫 剑林就眼已居众 诗者盛广 元顺帝赐一 即元明之好 鸿武三年照对称指 宠赖幽沃 四诗十二运 有玄关禁物已成正诀之句 所至皆化 不斥身佛心焉 是怨灯 怨灯 自大由 姑苏人 母桃氏 岛观因大氏而生 幼极隐物异常 依南经禁诀法师为师 竹坟露典 无不薄宗 住持水溪寺 这观幻子内外篇 何如是一贯 学是宋连剑于洪武太祖 李玉圣龙 赤出汉灵之职 是孟窗 孟窗禅师 会智获 日本国士周人 母岛浦门大士 孟吞金光而生 身有祥光满世 九岁出家 李慈观律师 二十受聚 后参一山宗宫 山曰 无宗无法与人 施利参至目不交结 于高峰禅师 言下开发 既有 等贤集穗虚空谷 知具 高峰应可知 住持南禅 善瑞光都律补陀朵 朱明差 四号正爵 道正三朝 明非四海 国中以为荣 尼陈静 陈静 自石修 广州古纲人 俗姓章 幼池斋戒 以贞洁自处 离本义贞犯眼主为师 即涕落 专刻涅槃大臣诸经 誓诗有景 中年禁句 常以疲你寝易于余 七星净土 弥陀不错于心口 慈祥好诗 威夷犯物 寻寻善佑 为世数所养 以其甚愿力 再来人也 常劝仲造瞻谈千首眼大悲圣相 于奉承之大慈眼 月明年的危急 欲知时至 平慧途中 与诸谈月绝别 一日与诸弟子曰 千首千眼大悲观音菩萨 来此相接 如等何恭迎之 无枉以 即明目而化 誓受五十有九 清 是至松 至松 自灵月 陀阳人 驻端周高耀县梁山 丁亥年兵伐梁山 直松丹韵 附夺手中树珠 松抗之 兵碎拔刀斩松 松吉称观世音菩萨 刀下 兵卫衣袖所挂 其任部落松头 婴儿的免 誓之大是微神 于于响应矣 婴儿的免 宗徒十记者 十逆山吉林中 一心持念大悲神咒 兵重遍山补寿相鸣 以创拉吉林 创江吉祭 兵吉颠绝山下 金云 还者于本人 信不虚也 张明达 明达 顺德人 傅银亮 南海诸生也 母邓氏 以吕铲步欲 因导观因大事而生 但当大事成道之成 世日俗多结书 为大事请 其母与世人料理进宫 既上限 而东游未申明 你少请 不决免矣 时而提 大小去看 见满世光发 众贤雅之 鄧英语孤曰 此而产亦长孩 莫非吉祥乎 常为五岁 而母王 祖母于世 辅之有碗子 至年十四 祖母临终 思以百金数亿 植物紫碎 人多菜色 达以以金施之 路人全活者可数 后邻里有拦者 缠闻其父 反则思窃家财浪散 达境不遍也 后有从起者 达以财溃 智须比求 于日起者 几困而绝 达文思念 有我不能周比之为义 的非无福利博 而 颤千家无 之耶 因怨舍身脱身亡家 行博迹以淫重欲 即使登本处观音言 埃里大士正名加倍 即向数百任悬崖之上 投身而下 不觉堕在山根石上坐 而毫无伤损 自知大士慈悟 高坠不遂 遂从密者劝规 自是持斋八出成之念 独其父于佛无信 难以请起 年十七 素根石熟 向父成其素至 父怒而择之 退私不以 为专念大事 父求于大父 大父见其志不可拔 欲其父而免可知 然有有流难 岳寻日 于中夜 孟白依人羽曰 佛子行矣 无复好时也 达书起出户 时驱向门踏 西街洞开 直天羽惠明 前途不变 独有树营 棒达低昂 阴竹之前进 金石于李石妹 碎头顶胡和尚至染 明曰开胸 居无和 呼应沉急 一日神色俱变 席去不海 堵者皆未绝不可起 凶唯一心正念 良久忽苏 亦见平复 非大事之名家而合 音速成 欠慧牵手盛相奉侍 其慧相时 皆谈持咒 日别更衣沐浴 化仁仁以止奎演契 变色不用牛交墨类 至于止笔 各个皆加持咒法 相成之戏 大放光明 映出坛外灵璧 皆金色晃耀 见者莫不惊叹 胸已自出胎至于离俗 吕赫大士之鸿璧 慈恩莫述 由氏肯本师编辞入籍 彼大帝秉施者 贤之大士妙得难思 不为声念 成苦海之舟航烟 潘国章 国章 广州顺得人 归姓三宝 甲鱼端州广利 丙须事便 四方风起 富州炫香 至三水域 丰富州 笔及一心念大士明 既不善服 直眉海底 芒无牙记 唯堵切事念 踏底性不而行 其须答案 所积陆沸 人在掌中 回事使之相位 海眉也 亦灾 成大士之神力不可得而思议 亦由当人心无二念 勿我全望 故不见水处其吻习 岂非得入流望所少分相应曰 张后出家于少时之日青山 自曰玄求 黄可明 可明 东关父世子 大清初 泛周五阳 海中备掠 直至寇朝 所连护善 贼行他劫 使父守之 十名家严森奉送浦门品经 其夜贼妇 见明边有意色祥光 至但劫之 明末之必未神有 四父是凌家 吉父善而窜 离朝登陵 见义乔人 求未破善托索 余数十里 使达平方 刘磊书 磊书 广州顺义 思理中雷公之子也 顺至丁亥丘 往香山 海上未寇所值 乐才不遂 乃推落海中 磊幼奉廷训 尽兴三宝 自念为菩萨可侍 即至心念观音名号 十手背转 江眉海底 困苦欲绝 而尼加赌切 呼绝祖母盗沙 漂流一时 箭至浅处 呈所谓大水所飘 称其名号 即的浅处 信不乌也 使贼箭之 即晚上传 流数日 拟后加信 将财赎命 其贼言和杀掠 而累进不离央 月五六日间 暴风大作 贼船头薄无处 遂及回心释放 且曰 想是你和家斋戒所感也 又累条年 已曾被掳 自成至武 即或脱免 皆障菩萨之力也 即是便遭难者 不可甚举 独累加无虞 夫妃日前笃性之之乎 邵乙真 乙真 广州府诸身也 归心佛教 物子岁 岁臣有心兵丁 强益于婆 假者与之抗言 兵岁告开辅理工 为民预判 以辅短经为好 然领难俗 内经多短 即必成不值 但见经短斩之 理工不容分速 如是已斩数十名 十真在列 唯一心肯念大是名 四至真即止 而众被枉者 亦由世西勉 真因属于鞭入烟 你等灵 等灵 广州藩于人 俗姓邓 母红氏 大清初出家 成婚礼颂 翘至净土 称念大是鸿鸣 不错于口 于更迎年 七月干三日 理念至中叶 四必辽然 为字一声 恍如掌中有物 不觉将那入口 燕乙 开拳上鱼三颗在首 其色仙斥 行类诛杀 自此绝食 勒磨即可 理念有锦 于金烧而食过 而七骨不沾唇 肤体如故 精神较健 金献居 广州延敬眼 黄阔身 阔身 广州新义诛身 家俱父 年五十 而未举四 物子岁 禀受五戒 而不如婚 奉大事有景 臣戏必更目百败 称念大事之名 虽是勿聪容 不措长仪 魏州三载 妻妾连日 各产一儿 即长颇聪慧 金云 便身符得智慧之难 是也 何龙江 龙江 广州 广州藩于祥身 年于之命未应 心已绝望 已未遂 请于怨中度下 应受于六摘文 并牵手演大悲相 笔及驻别是奉公 朝目前里 美臣必体器 方硕查江 其至沉若此也 历蜀月 梦大事清元红儿 一日欣然白于曰 吾获照以 四年果诞亦难 三载连举三子 麦传圣 传圣 顺义麦村人 秉持六斋 康熙甲沉睡 八月初二日 过林乡 途中被贼直至朝锁 以铁链四条 锁齐向径 必知幽氏 乐银百两 圣即昼夜默念大事鸿鸣 专程不乱 月四日 贼溃其时 无助 使出外密一竹之 折耳语之 覆锁门而去 然贼每日述述其门檢是 是日即遗失要时 但门外窥跳而已 圣即批此竹 是拉其所 遂连开者三 为向上一所难动 自知已被大事捶就 肯倒迷切 至初八日 傅氏以竹拉之 其所切然顿落 亦欲逃窜 聚贼爵之 池夷未爵 先圣身有身将亦止许 被指使贼已分其半 乃将于江卫笑碑 叩白大事曰 弟子以蒙词佑 居系顿氏 今欲逃去 又恐防者之 则无负申理 唐旭即行 其连事无盛效 除我幽疑 果如所道 及班生乌上望之 见格西乃岳父家焉 据奔网 外贼绝患 甚及岳西而走 即暗 父为贼党拦截 甚以两肘撤开 如使突羊群 无能智者 扎入岳父家 贼供令门索取 岳父告曰 盛家平 其又寻日 当随力策半银两 于日呼官兵麟角 贼徒崩溃 进入海家 不费一闻 所谓称其名顾及的解脱 臣不污渝 又甚有书字连锋者 诉奉斋戒 于是年真月 往阳城 和尚职寇节度 被指南父 五十余人 居千海穴 京一山顶 贼以木牌之作少气 风于其后抽牌 连人翻落坑中 即奔至一村边空舍 以破竹扁残薄附身 贼追绕村 喜土人云 有念邪献麻 念胡子 逃入拟村 可速献出 不然即荡平村户 封清闻之不慎 切念大士明一身 拔虚树精 碎并拔净 净不绝其痛 忽有义人 从他处来云 胡子已过山去矣 群贼殷散 风乃出宿空舍主人 主人即赠以衣帽 认为亲故 买周送归 圣语书生和大士洪恩莫报 特肯于边入烟 彭逸臣 逸臣 南海佛山人 归信法门 奉持六斋 康熙丁卫腊月 自武阳海佳 同周六人 中途预报丰富周 诸人善服的寄予案 为成独困周内 不能得出 但一心肯念大士明 思虚水淫半腹 随随念 忽觉有人 千尘守出水上 遂晚船棚 顺飘及岸 岸上之人 同节之曰 请者见白衣人 驱鹏道周 经独见你 岂非彼为水所溺呼 陈曰 并无语者 唯我一人耳 再三真结 使物白衣者 大士垂就也 陈自禄此 求父入籍 邓陈兆 陈兆 好时封 广州藩于人 性向有年 秉受归解 康熙悟生蒲月 长袭皇室 呼喉生双额 饮食不禁半月 身雷神乱 肿痛难忍 欠依拉破 农血祭出 请负肿痛于前 困苦一循 要功不孝 偶于海山周过其门 照出 训厚 音曰 弟子长袭 金焕猴窗 储具之圣 良衣真脉 未读入兴盛 要避难治 命可言但细耳 照虽之分定 而幽妻不免 不审和尚有法 能就定业乎 于曰 观音大事 微神不可思议 能以无畏施于众生 每于梦中受人经法 诵者若病若难 者蒙解脱 照曰 其经法可得闻乎 于吉令侍者书观音 就申经时据语之 彼此归彼人教习 二三辩 即自能诵 人贴金鱼 并者床前 并者夜赌其字 待如寸许 四日生爽神定 宋至半夜 其窗自觉 浓血大溃 唱曰 我并愿以 遂所水漱口 其里大事 平复如故 举家心庆 叹大事慈利 感应若是之肃乎 观音慈灵吉祭 赞赴年二九 而二清灵王 每送了额 空残乌鸟 闻说持齋 能资名符 遂断昏山 为三载 月谈经 便会肃怀 知人能作佛 即舍家去于非家 寄立身行道 以意仙灵 虽臣戏代位里肯 即逢于蓝必见 而钟情耿耿 溃成立之位间 源于丁友春 以夕阳白瞻 会牵手牵眼大悲圣像 举高七尺 隔除皮胶 而用香枝和彩 人令化者 日别沐浴更衣 向陈庆一波姿 言极森重 先为蒋世大悲颤法宗去 四乃三七日修礼 岁敢大事身放金色光 首所值青红二莲花 平放白光 滋素贤堵 成为稀有 思中庆慰 必蒙慈力 度清凌于上界矣 而后凡于向前修礼 莲花白光长涌 堵折磨不心发尽兴 自为慈恩好患 虽粉身莫报 由氏寻究三藏 简诸传记 据所见闻 用编此集 你达洪修之万一 彼见者闻者 同身般若之宝伐 归者敬者 共入无畏之慈灵 长辞苦去 直屈乐邦 世未济 康熙悟生夏日 鼎湖是洪赞河南重边 观音陵赶路 善有善报类 性味道远公德母 常养一切诸善根 祭常善根 定获善报 山西张玉有女 名佛儿 好诵观音经 年吉姬 报死 半日而苏 言被二明一邪过插岭 见黑被仙果二人纳成家 四果佛儿以花被曰 乳父取前一千五百 今应还取也 有律依者前曰 此女念观音经 姑舍之 因失足堕得 徐然而醒 白于腹 明日 腹仿插岭 果有成家 夜产三全 二黑 一般 班者必 归儿取前如树还成 成不受 以前为张作公得烟 清徽商城柏林 久居扬州 奉观音大事盛前 已有下 兵过扬城 承倒大事求救 孟大事未曰 汝家十七人 十六口聚的免 为汝在树 不可逃也 成醒 又赴肯道 乃孟云 汝前身沙王麻子二十六刀 今须长笔 可令家中十六口并驻东乡 汝独在中堂后知 勿一类家人 臣信之 月五日 兵至门 臣吟问曰 汝即忘麻子乎 我欠汝二十六刀 可杀我 兵今曰 汝何以知我姓名 臣巨告以梦 兵探曰 汝前是杀我二十六刀 至我今是报汝 我今杀汝 汝来是不又报我乎 乃以刀被灼成二十六下而又知 唐仪之曰 既此事有三亿 义者 见菩萨大悲 能回定也 二者 见素叶既熟 难脱如是 三者 见目前所受 稀释网音 宜欢喜领受 不当愿由 亦不必苦苦以去避乱心也 清杭州灵巨疾女 呼构其疾 口中碎碎作身 巨疾寇之 达曰 于尼姓 明锐龙 扬州人 有地无十亩 被人占夺 辱 女前身及茶院刘某 受我淫 父必我命于玉 寒冤十六载 今所命儿 言以 押女傅的福 乙儿口中难难庶明是 聚集幽圣 命女前导观音大士 日送圣号三千生 以求誓愿 女见鬼差事审其 及其父审 泥塑受葬毕命状 女利便死非有己 神判曰 害命虽虚 而受财则实 离何苛罪 人命后殿讯定夺 月三日 被押赴三殿审讯 女惶恐其命 王曰 念汝忏悔 持送观音大士圣号 孤世辱 但虚立善 以言天年 人令二鬼送女归 陆其曰 案领女之病 发于鬼寺 距前六十年 便查履历 果有一姓留者 任怀阳寻案 名应龙 自在田 胡广宝庆府邵阳县人 中万历八年根臣进士 出任昆山之县 秉须 行取四川道 物子 长颅寻言 己丑 怀阳寻案 自前万历己丑 系男生寻案 至今鬼寺 女生遇鬼 通共首尾六十五年 又今已未 则六十七年也 转变如此 与 可谓灾 清秋鲁 江西凌川人 雍正以卯 见观音精 喜而前颂 连申二子 思未未必观音立也 齋心见词 丁雾两载 子并妖 乃驱然悔悟 人前倒大事前 十念朴诗经卷 更生 齐七邓氏 夜梦白衣大事 笑容可居 抱一孩 致踏而去 四日生子 遂于 瞪得梦如前 又生义子 始卷 才学一群 不信佛 长云 佛不足是也 后双足并软 不能下踏 依倒无效 有人照文卫曰 观音大事 寻生就苦 至成感知 无不灵应 何造大事相 俊以病急 如言助相 相成 梦见观音 回过奉法 居鸾之病 不要自愈 唐灵德中 今师永心防许眼 取于未业 后患疾 明然若死 身赤如火 痛于探志 自云淡见火车来烧身 明观则其取于业重 遣我现身受罪 已经数日 诈身诈死 亲戚劝作功德 遂造观音像两尊 供养忏悔 更令和家如宿 并遂除 宋正和七年 有礼八者 患大麻风三年 医者云不至 初礼未病时 宋观音经满三藏 一万五千余卷 一日 忽有僧来 雨药一丸 礼受之 不敢轻浮 夜梦僧曰 无念乳 宋经沉井 特赐乳救苦丹一丸 缘何不服 祭物 及福之 凡七日 便体疲脱 虚媒众生 宋张孝淳有孙 五岁不能行 获告之曰 请怀殿兼亦农夫 并腿足甚久 但日持观世 因菩萨甚好不错 遂敢菩萨示现 因留四句祭曰 大志发于心 于心魔所循 成就一切亦 五谷亦无精 农夫送祭满百日 顾及顿玉 孝纯岁交其孙即如母 齋戒持送 三月而不五如常 而换腿足者 送之皆宴 有求聪慧者 亦息或果碎 清谢仲华 崇信三宝 义女强宝中偶敢十亿 似杀非杀 病逝迷睹 无法施久 忽念观音大事 慈悲仆记 前寇必应 及清晨寇导 并许愿应送观音金千卷 女入夜安眠 亦成健全如痕 扬州亦贪子 病数十年 一日 偶在池边摸的 一词观音像 宫矮屋中 美舞跟东影安打中 及对象礼拜 勤苦五载 孟老玉按摩其体 呼之使起 达曰 无何能起灾 欲曰 无妨 今能走矣 醒而不履如常 遂于东影安匹替魏森 将都令太夫人施资建安曰存祭 公观音像于其中焉 清丁传祖母孔太君 双目失明 二十年矣 前龙人子春 一日悄然未传曰 余淡的之眼寸光 丧于之愿足矣 传曰 观音大悲咒 持诵者有求必应 然咒语多 口受难熟 莫若专送大悲观世音菩萨圣号 眼当复明也 祖母深信此言 昼夜前送大悲观世音菩萨七字无见 未愉悦 而一目果明 自述掌上罗文 负命家人立楼下 凭见而观 欢然微笑曰 两孙父入门 老人皆未十面 金并曾孙异见头角 非佛力慈悲不至此 主看不以广告方来 王道恒 将临席家口人 于最后堕牙折腰 调至福泉 许诵白衣神咒一年 人未愈 亦未咒不厌 将终止 事业梦神人赤之曰 辱颂咒事为巨闻了事 未见虔臣 反愿咒不灵燕耶 自是喜心敌律 前颂二三月 赴梦前神 以手拍其腰 今物伸腰 全如故 乃性痴迷睹 时其事人似寻于以 连生二子 主进贤南海 慈航续云 贤相以宋经或福未旺 取七八年 不愈 富翁未应观音 今持观音斋者 立招显应 世人遵行 得孟照而运 四年将生 又孟一傲雨之子 且扬家明曰姬 吉身 福所梦 遂已命名 于由孝而不幸也 绝后病为难中 有所祈求 美者灵异 乃一性参半 甲虚 似子病吐泻 要不那 知觉眼垂 已无生理 于母枯失身 于异泪下层层 求救无路 因哀岛大事前 市及南海慈航 改过行善 辅导 吐泻力指 见求乳食 有可义者 是人肃乏乳 更幽子病 数日费寝食 汝无半滴 倒厚 汝乎勇至 自为良德 竟以偏念广化之心 上洞大事悲悯 送金或福 浊然不污 性及陈发克 因继缘起 已告月世编者 刘山英言 于自仁成东 独猿公了凡四训 于公敬亦归神迹 深信天道福善或银之礼 令自我立 福自己求 欣然于鬼四岁朝 尚书悔罪 每日贵宋观音准提各经咒 以其母寿 于寄人立物 欢喜奉行 于母谈火器疾呼并发 是圣囊时 未于曰 我病起于三十一岁 时发疾欲 今而贵宋经文而病加重 其老人福薄 不能消受耶 于弃曰 时而诚心未至 妄念未除之旧耳 即焚香对天 叩头流血 是除诸妄念 比母早全 时于母未尽勺将者五日 至世呼斯弥洲 于夜梦所奉大事 招母同坐 受绿水一杯 令母饮之 四日并减半 不属日痊愈 三十余年顾及 自后永除以 异性感应之理 如响应声 自此诵经以前 印光法师 曾述及观音灵感仪式 喜有归一弟子郭震生 邪其族人来 于劝其念佛念观音 彼不生性 四世互便发生 震生辰小轮返苏逃命 到京太湖 匪劫无虚日 笔记登轮 乃默念观音圣好求佑 先是震生立烟棚上 有意传意呼卫彼云 烟棚上寒冷不堪 何不宜居 最下层舱内之教宣也 震生从之 舱中早有苦力 始于人先聚舱口 震生及领苦力而坐 仍默念观音不已 十方五夜 匪徒果蜂拥而来 在上舱纪大师搜举 复至最下层舱内便搜 各苦力清囊无存 虽跪下气球 灼流川姿 亦不允 既搜臂 竟舍震生呼啸而去 夷若未见震生者然 震生等自私地性不宜 此乃菩萨 净光复辈 使群道不能见亲故也 蔡仁初 这将迎孙仁 信仰三宝 乐善好师 迎蔡仁冒玻璃 一号于上海天同路 已五十余年 霧成润4月18日上午八时 蔡由东有横路遇所出 将登自背车 突来四匪 军持手枪 两匪监视汽车夫陈小福 两匪携蔡登车 及驶而去 蔡唯一新念观世 因菩萨圣号使经拦路时 呼车轮向皮胎爆裂 匪人欲车急行 而气缸覆诈 聚照焚如 匪碎下车携蔡不行 然恐路人注意 蔡得离匪稍远 匪决蔡有逃逸 向之开枪 蔡不自意高越数尺 但略足而过 得不伤 匪一逃去 家人正黄疾 而蔡已成人力车规 岸菜车急坚固 不料车胎气刚相继爆炸 为菩萨垂护而合 彭则许止静云 禀阴阳之旦 溃兵为渔宅 撞门而入 于雨而被避登柴楼 然时无柴未避 于是结成念佛及大悲咒 匪等往来如知 并见仆父攀梯上楼 亦不顾 炫鲁弟子焰 直寿生 古善 央生四人而去 寿 央二人之母 故常摘念佛者 寿生亦有信仰 月一日即放回 央府成童 被鲁后 念观音不离口 始终未受虐待 月三日 匪见赎款未至 父邪所鲁树人来宅 父堂柱上身岩浆坟 子焰情急 默念救苦救难观世 因菩萨 两句钟情 父守之所呼自托而已 时尚有意匪在唐间世 敬畏之简 一 意义 炫匪见人逃 大怒 分入各世 翻乡倒窃 地下器物 凌乱不堪 为各佛堂内欠成未动 卧室内如眼镜等君取去 而至于同处之内自念诸一串 上坠小金牌 乃气而畏取 由其者 被鲁四人中 为古善全家不信佛 且家匪谤 而此次为善受他最甚 且最厚放 官此 故不可谓佛法无灵异 民国十六年春间 于在最高法院广东分院任庭长时 有推示唐君早分呼仓皇志愿 四众有忧者 循之一兄第三房 仅得一字某甲 免以念余 于二月间回乡看戏 为匪绑去 勒赎俱精 唐虽为法官多年 然素连结 又家人不适生产 时无以应 家中老幼 日为以泪洗面 故忧之身 于告以此皆由依子多生业障所致 以归告清卷为之送念准提神咒 当能解除业障 平安出险 唐初不信佛法 唯以家人苦哭 孤令持送此咒 即杀其悲 而唐君母妻及其媳女 则君出以至成 日系为之念诵 转瞬月余 唐子呼携一厢人平安返家 何家君喜出望外 寻知唐子被掳后 匪将其所尽一世 室内令有一被掳某已在焉 首亦持枪三匪 日系不离 匪首付时来寻世 时无法可以逃出 故唐子在匪哭日久 与三匪中之李某攀谈见熟 臣戏哀其挽救 李匪慢应之 为四有机会 当位设法 唐子喜慎 月数日 同事被掳某已 已被款赎回 匪乃将唐子移进他处 以免为人灭机 其实唐子又肯李匪为之开脱 李匪人为无机可乘 唐子时大失望 忧疾入魅 梦见义老人 告义辱不必忧 明日有人就如已 唐子醒后 以为患梦而已 一日 忽见屋外有一时诸愤者某炳过 唐子求其援救 某炳凯然允诺 寻以应于何时来 唐子达今晚七时 炫以告知李匪 李匪遂交其出营备半酒肉 邀同首匪三人共食 两匪大醉 赎税后 丙某果依其而至 李匪令丙某被唐子 依持枪与之同桃 兵行 赴江罪匪轰毙 约行五里许 匪首文封揪中追至 李匪挥某被唐子速逃 己读在后抵矩 请知 李匪中枪死 唐子静的逃归 简是衣裤 子弹洞穿累累 而身不受伤 其矣 家人寻某某 辱于君子不速食 辱又别无常计 何以闻其呼救 竟肯挺身就知 某柄达称 我先一晚梦 一神人主 无处外救人 无醒后 初识诸愤 是见他向我求救 故答应为之帮忙而 实在毫无把握也 按准提菩萨为观世 因菩萨之化身 菩萨闻生就苦 有求思应 其大慈大悲 真有不可思议者 妾为李匪如兵行时 不将罪匪轰毙 则群匪追及时 或可不至中枪生死 盖依因果之理 杀人者仁亦杀之 李难逃免也 此戏于亲身目见之事 绝无一点虚妄 原此笔迹之 清康熙二年 有于挺薄小姑山下 叶文山神命其属曰 明日有延搜过此 速收之 集成 果见延搜 扬帆而来 风涛咒作 姬妇者数以 久之豁免 世系 于挺人伯故所 文山神立身 则鬼族为命 达曰 奉命网收时 搜尾有观音大事 故不敢进耳 四日 于人追训延搜 则亦操舵者 持观音斋也 于先父连成功 前清新卯科举人 燕通群集 平日在家饭修 戒律经研 日克佛名数万身 七星净土 老儿迷堵 于民国八年英历 五月二十四日 丑时醋 醋之日 警示违及 欲知时至 亦佛前礼拜如常 入夜端坐寒笑而逝 正念分明 如入禅定 毫无痛苦 至四日游面献笑容 眼貌如深 当光绪年间 先父谢于航县 轿转回礼 由杭州 故传上使 某日至沿州 之七里龙地方 天色江湾 细雨蒙蒙 风逆足周 不能再行 周子应就岸边打庄 以神系周素焉 深夜起飓风 庄卫风波拔去 船飘中流 逐浪旋转 诸人于睡梦中惊醒 奈水深风大浪急 黑夜漫漫 不变方向 船将倾覆 一法千军 逐高陀鲁具施所施 周子大哭 先父至心称念难无救苦 救难观世音菩萨 并主诸人同念 约历二十分钟 风浪如故 船呼不动 命周子张登策探 则报曰 三面申言 船靠其中 风浪不能冲荡 甚稳妥 大众惊魂烧定 作后天明 是次巨庭博处以述礼 风平浪静 碎得平安上时 闻先父言 该处一代只有此言 当风浪冲击时 除靠该言外 时无第二法可以救生 旷黑夜中俏颜碧立 疯狂浪急 人历末未 船静眼时 尽未触及兆获 舍非大事莫佑 何刻致辞 又于期于民国入年 因历二月尖身乳毒 某夜因药物 痛彻心疲 致不可耐 先父得知 为焚香佛前约 大事有求必应 素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好求救 于期跪下至心称念 仅数分钟而痛及止 滋于追忆之下 远笔记之 送登桂刊 用资劝信 常州诸姓子 年若冠 共职户证券交易所 去年 吉民国念一年 户乱时避难回常 月余 户市经朝烧定 身性促回 彼时宁户火车 警通苏州 擬成苏之航轮达嘉兴 转成户航车到户 先是与诸姓同居之阳姓家楼上 公有观音像一尊 诸子于其行前 求千问修旧 的唐僧取经字句 心中犹豫 文人言 如有疾难 只需称念观世音菩萨 便得解脱 于是决心邪其母旧陆孝和 同圣苏轮 十位就立二月初七日 航轮拖船七艘 京行太湖间 十方赏武 促遭大批匪劫 其时水陆枪声密发 兵匪香池中 轮行碎亭 七船被劫 顿时 行李杂物抛福湖面 被绑逃水者 不知凡己 朱某县战灭顶 于宰宰宰福时 宝饮湖水 猛呼母旧 依母旧 亦于湖中猛应 朱某吉言 素念观世音菩萨 二人于昏乱中 念观世音菩萨时 陆孝合乎的揽索 同朱某合在一处 及揽索攀登上船 沿船边渡到滩岸 行半礼许 到荒村一老玉家 取到草烧火玉寒 卸下诗衣 换穿老玉干山库 十天降大雪 单一寒井 三十间 忽闻匪传 吹号隐去 乃重复回传 与死者伤者杂处其间 夜八十轮到嘉兴 宿客域 一日乘护航车到南站 途中常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性未生病 君探观音灵感救护不止 剑丘案 此事于初未祥 前日 即就立二月初七日 偶对儿童们演讲法华金浦门品 十诸姓子 其住宅在于帖陵 亦来予舍 因言今日为一亿周年被难 亲蒙大事救护父申之纪念日 为细寻颠墨 得闻此断因缘 缘迹其事实 妾念大事普度灵机 岂能静见静闻 无人于此 皆莫须此一生 不休六度 长头身死留终 辜负佛恩也 居士蔡仲光 法明真人 鬼害年 刻备归宪公署 夏历六月初五日 与王书园 乔德三 李金武三先生 趁渡船网 对河区湾西 为郭翁柳西助寿 同周者 南傅老佑共识有一人 石镇江流盛掌 行至扁淡石 突欲冷炮 及袭所谓区原三炮 区必不及 周静赋 真人祭福省水中 而莫颂大悲咒 观想大悲大事整拔同仁 继而此时一人飘至下游旧周河 痛得欲旧 无疑散亡 亦云其矣 真人年于五十 气体极弱 福省巨浪中数克 得救而归 尽摩索苦云 善亦卯田多火灾 其地居民 莫不先后遭火恶 唯于其家屡豁免 交口亦之 后有人于临近火起时 流星侦查 见大火烧至于屋左乡 而自袭灭 累次皆然 好事者搜月乡房 以掺其矣 炫于天花板上 得救看观音金板一副 使之免哉有因 遂加加克金摘颂 自世而后 其地遂断火患 明辉人汪姓者 克居昆山王城老对门 持摘三年 你至普陀静香 元旦 树庄下船 忽殿旁火起 急报促回 汪曰 吾姬成三载 方朝菩萨 岂以一殿亦无智乎 纵被回 吾不归矣 静阳帆而难 静香必回昆 见四面殿屋及王室大帝 聚成交土 汪殿楼房独存 万人惊叹 青菜丝香 奉为崔曹韵 玉皇河口东西坝 令民房未公谢 四围无墙 与民宅连接 5月11日 西陵失火 各家抢救食物 菜安住不动 家人屡请出必不顾 火炙 静月菜蟹 更烧树家而席 人问何数 曰 我前宋官是应大悲神咒以度火恶也 仍为神咒故灵 但万一不应 其不往丧其身 菜曰 吾家自高祖以来 历代持宋 其的脱离刀冰水火疾难等恶 事迹不可胜数 即我持宋二十余年 凡玉疾难 成心敬送 感而遂通 乾隆二十九年春 居经师拐杖胡同 南陵火起 直南风 火猛训 班仪不及 宋咒一辩 未必 即返风 火折而难 吾家独无恙 故生之事咒可转一切恶数 若性之不争 何敢轻生倒险乎 河南营阳人高寻 免以五十 犯杀人罪 被捕 所必地牢 同劳人劝以努力共念观世音 寻曰 我罪至重 何有的免 同劳折力劝之 寻乃发心 是舍恶行善 专念观音 不离造次 若得免托 愿其五层浮屠 舍身做奴 供养众生 寻日夜用心承切 前所自解 尖思经义 与寻曰 若菩萨连辱 斩映不死 临行之日 举刀刀折 奉文的免罪 树阳书立立审三 于内地也 素痴于学佛为迷信 不屑谈 本年四月四日 为人渊县 突被驻数二十五路独立旅团不居读 言行考棚 绝而后苏 不得已 进屋服 知影仅待毙而已 于敏之 劝其诉持观音圣号 以求免难 且隐居先生在南京监狱 送观音京 足料屡次托落市 市载北洋画报 以兼其姓像 沈三文儿帝姓 昼夜末持不烧间 待至第三日赴沈时 承黄包车由西关看守所 至东关团部 陆约三里鱼 十胜三眼卧车中 胸无杂念 唯存圣号 巨行府一礼 足料乎真然作响 或然脱开 同提数人 与压界兵士 巨恶然金固 差畏异士 冤陷暗意 由此昭雪 从此职业未常客烟 浦门品云 众生被因恶 无量苦逼生 观音妙致力 能救世艰苦 幼云 或囚禁枷锁 手足被扭卸 念彼观音力 誓然的解脱 幸灾思炎 于不亦及身轻见之 安敢不宣述其事 昭示来者 上愁大士度士之恩 下座有情其幸之助于 民国二十一年古力端午 江西新建赴国阵 吴子 奇书广遥 多难 一日过书舍 书劝曰 于宋观音今有年 如何不孝之 国阵臣命前持 四年的义子 百一重包 印诗金卷两千有其 富的义子 死二子后同科贤书 清皇阔身 广州新义诸生 家俱妇 年五十而膝下犹虚 物子岁 秉受五戒 而不如婚 奉大士有景 晨戏必更目百败 称念大士圣好 虽是物从容 不辍常怡 为周三载 妻妾连日各产一儿 极常 颇聪慧 观音今云 若有女人 摄欲求男 礼拜恭养观世音菩萨 便身符得智慧之男 皇室适宜 江西奉迎北乡 笔布园外金光斗士帅宜人 宿奉大士 年余六旬 并末 家人以胸口油温 不忍脸 三日众生 云至明府 建大士对颜君曰 此父在世成送观音经 且多应施功德 应放海阳士 加寿半计 颜君即命回身 出意的腐蚀 目击受苦男女甚多 不能蹊跡 为祭群鸟灼人目 血流被体着 问名利 云此人生前枪害情命 故得此报 又见罗壳成山 群鬼弯人肉田罗壳 又问名利 达曰 此人生前买十罗丝 故得此报 此内自冷世文于帅夷人者 帅于冷世母家笔灵 兼熟七亿 殷熄其祥 太古城加油 客观音经金刚经病感应篇等 而未施 呼患病 水利不入 孟大士预约 辱四十一寿敬乙 因克诸金 放辱回 以及刷印流传 成苏尊玉 并寻玉 圆桃士十六娘 常熟徐村人 年二十六 寡居无子 愿生净土 横持念观音谱门品 呼梦白衣人 手持白莲花一朵雨时之 绝后 心神颇异 四庄一小阁 西向诵弥陀经 念佛府三年 见佛献光明 今寒上有火团如担子大 是孔烧金 手铺之 乃得设立一颗 忠实 化佛来营 别仲而去 明菜成直 自怀亭 早年常摘奉佛 后官太守 敬民间杀身似神 晚未念佛会 导珠麦菜拥 回向净土 及及 义似著法 归见银台皆影 连称观世因菩萨而化 宋学士张抗 激善回向 于佛前发誓 宋大悲陀罗尼十万遍 求生净土 年六十余 请集 一心念佛 为家人曰 西方净土 旨在堂前 阿弥陀佛做莲华上 翁儿在经地理佛 其孙翁儿三岁而亡 言弃 念佛而誓 宋都官员外郎吕洪七无事 夫妇各齋戒清修 小物佛礼 吾前世官应有灵感 美于敬世 别致平否束时 以水注满 手持阳之宋咒 折见官应放光 入平否中 并苦者饮水多余 所咒水 击碎不坏 大寒不动 世号官应怨君 有二侍女 亦修敬夜 其依奉戒严苦 或中月不时 但日隐无所咒 观应尽水一斩 以而呼见佛及菩萨 在目前 三年 得往生焉 上海成皇庙相近 有异新相家 明菜薄情者 平日信佛 日常闲时 喜念白衣咒 一日为匪绑去 此君及人念咒 以求脱身 呼一日天将明时 耳边有人为之曰 速走 君欲脱身 此其时也 蔡某一句参半 不敢行 隔位多时 耳边又闻叫 医赶快逃 于是蔡某呼悟 此系观应菩萨点化 随即脱去鞋子 轻轻走至房门口 建议匪手指手枪 正手握 于是障佛力 八勇走过此关 行至大门 又建议匪坐在门边 免而未醒 蔡某吉轻轻将大门开启 走出弄堂 急急故接车回家 此人献人健在 异性念咒之灵感也 恶有恶暴类 不生正性 焦牙拜种 润以恶业 绝受恶暴 送张凤之 江西浮良人 有义仆 好载牛 屡梦入牛群中卧 张曰 辱灶业已重 将堕畜身 非痛自忏悔不可 因教已送观音精 为己 稍有十字 能送中卷 遂事断前过 凡十年 御徒牛者 见而欣喜 分半体育之 月系 梦如初 晨起 御诵经 一句不能记 字意不复时矣 二病寻鱼而死 明重真实 有少年赵某 苏州昌门人也 妇而骄 丹于色 每逢妇女烧香罗拜 避臣间跨之 十六月十九 直大誓旦 入北四贤游 誓宜少女来 为母病毒 扶地而倒 既已涕气 照艳其爱 阳未半跌撞 从女头上跳去 云病疾乱 众不知其乍也 一量之 而照忽觉肾囊肿痛 循日间 见智陡大 蹒跚而行 修入尘世 浮愧数年而死 明万利中 交甲乙注英献利 选胡广典是 深知事 离任三四成 柏州江上 有义男僧自属将来 求父载 周人不许 僧因土情告交曰 平僧有目金六百两 将往普陀为官室 因见状树杀 幸福而难 此功德成无量也 交予邪行数日 呼蒙二年 一夕大风 净推会将中 发其妾 裹六百金 吸入私囊 小气 见僧从水出 向前所命 自是昼夜现行搅闹 交幽惧成疾 昼夜不宁 凡然泄魔所不淫 而僧实至 并将一年 僧物己物俱以垂起 呼一日 王僧持拉造访 未交曰 我人也 非鬼也 去年游魂于风浪中 自料必死 书见官室因自空中降 持一灯 引炉舟 欲于人就托 六百金虽未君取 随父木化 以足数 精将之普陀 常此夙愿 寝过江英 人传君 并其怪 特耳造剑 未君是卑蛇之或也 竟向一帆而去 使人积之 果成海传网矣 从此鬼行遂觉 燃焦并中不欲 数月簇 只身一子 少有文明 方应举 以清丧不能赴 偶不将干 忽月入浪中已死 森归自南海 文儿叹喜久之 安徽修宁小南门外 有落石台 悬崖峭壁 潜伏深夕 言中公同铸大士 天其人虚 有道力其同 踢而取之 遂其法身 为头独存 藏于苦 积走 迷不遍路 往复到田中 行人绝其意 告焉 应答之离 群搜得之 送献纠至 山僧奉其头抄目 更助圣相 领南沈香驾连 凡官谢工作 皆相锁雕 世人至沈香佛像最精工 有妖人数十倍 半僧人状 借法相已成其兼谋 命客宫雕刻 沈香官侍应菩萨 其外装成杖六金身 而空其中 施以官裂 中藏刀斧等凶器 长驾向已出 患祸男女 因而杀人劫祸 魔所顾忌 郑将军守某 出下车呼 梦见白衣妇人 亦前白状 曰 于妇中昼夜不安 处独圣矣 官人荷树相救 寄悟 心怪其事 身堂而问左右 静忠得无有妇女 亡烂者呼 罗仁寻兵 从邦静曰 静日河下有 沈香菩萨 从者如归 足心府君知听也 首立命驾车出锅 搜其周中 静得奸鬼 于是绝杀妖徒 荡灭其党 无疑漏网 江左称神明 仲寇西儒 都府中军 向臣加谋道之 明镇得中 王某位将因议令 一日 照须力不治 怒慎 附近有观音寺 寺中有沈相相 素者灵异 适日须力群集 为观音会 令真知之 焚其相 以而令入境 中途忽心疼 迎戒森颤其罪 森曰 大士普照十方 幻驱有舍 其位一向深恬恨者 但护法诸神 欲章献前之暴 恐不免矣 果不起 名位有成金山者 为兵道听事力 性暴力 而适赌 加奉观音木像 出博圣 则相礼拜 或少失彩 则四口咒骂 一日 赴而回 怒慎 举向头混中 日以逆气盖至家 慈神位上 崇祯十七年四月念七日夜半 凌家失火 沿及金山家 金山驱出 以而赴入 端坐策中焚死 西湖灵之寺 为吴月著名香火 有观世音木像一尊 高七齿鱼 相传为行角森木造 造成而去 妙好庄严 圣灵印 奠基在正殿后 双银杏树下 为杭周消秀才所具 秀才不信佛法 嫁污未书舍 十余年矣 比丘无力心腹 全已向公养三世诸佛下 于欲其四 瞻里心皆 为题目见殿原书 书成 比丘将出目 先持是秀才 秀才直科举未定位词 不属日 辅榜落明 呕血二斗 垂死 于而归已 一日 管公子可乘 自会激来 于流善诉 管句说所梦云 某席年曾假销是书舍 夜梦泛僧将神 赤素去 不去 明日有大祸 取某书箭 受仆从 装而出门 寄绝一枝 遂不果流 某别去之戏 有风尘人来诉 终枭报亡 苏州孝连带新规 行多荡检 无忠忽畏带吃 继而受害者众 控之公布 必予予 誓本尘某暴族 以而苏云 见阎网命将带附油锅 平地上即永逸油锅 御族插带下锅 带力深呼南无 赫罗达那多罗耶耶 油锅蹦散 地上永逸莲华 王曰 彼能颂咒 行不成 须仿一行恶之家 令他脱身自受暴去 立白云 加兴一府立某姓家 三世为恶 世见教求子 明君即令投胎 现生日 仿之加兴 世皆不爽 林山浦门四亿老僧 戒律经言 徒履慎重 有八僧长于附近人家 做普渡道场 折粉所印星经三十章 烟灰封阳 散气四也 忠义小头驼 心知其非 而不敢言 一夕 孟英辅射去 见寺中七僧聚贵皆前 高座王者曰 心经如何敢忘烧 字很晚在 气质道徒 灭圣会字 莫此未胜 七僧服罪 附问头驼云 如何不言 应曰 我出入寺 不敢逆师父师兄也 欲曰 金姑扰辱 可归去与长老说 今后切须禁止图众 不得倾泻经典 又曰 自来焚心经一夜 为死者灭罪超生 为道横高庙 灰飞上戒方可 俗僧戒行不端 焚一夜 只会堕得 不为无功德 且与自造万千恶业和书 辱素去 普告十方 念心经可 焚心经断不可 投驼惊醒 白之长老 未数日 四僧强压死 二僧死于水 一僧死于眼 投驼应是信心情修 后悟道 清康熙四年五月 有西洋人到山 住半月 近协住佛藩状等物 运往日本贸易 得今二十余万 将归本国 传呼失火自焚 聚逆海死 清康熙十一年人子春饭 朱君五伯周洛家 及普陀 入大士殿 清静如平时 出门 毒蛇如尾 张口喷气 朱君聚而奔闭 幼幼宁犬 成群出世 进退无门 死伤无数 人已维护法神灵 警戒无道军人之宝 江苏昆山石浦镇 有观殷堂 荒凉书审 康熙出 有香人逐兔治堂 杀之 欲烹而无油 磅义人指示佛前灯 遂取游已烹 师傅必 两目呼骨 为酒而除 师翁 苏周人 散才好意 年余四十 生义子 明知曰孩 邪金至虎丘修大士殿 闻见池旁枯生 驱逝之 乃幼时同燕有贵某也 循之负债被逼 来此毕命 即以三百金受之 贵寇大士前事曰 某何师君厚恩 今生堂不能愁 来世愿做全马相报 翁更以枣园一驱寿之居 贵生义女 翁约为婚 未己 贵于枣树下 绝翁父埋金千两余 见饮妇 而翁家日替 夫妇相继末 子还无依 贵听妻孙誓言 既会前妇 且徒赖婚 竟喜会姬 还投之 不纳 应及三百金氏 已无借劝被拒 月数年 贵入京都谋干 未奸人所狂骗 好家资过半 旅帝无聊 假媚奸 至一大宅 旁有斗 不绝两手聚的入 见堂上登聚辉煌 亦老人聚暗座 即师翁也 贵残圣 欲语拱衣 而守伏地不能起 既至后援 见其妻与二子聚在 审视之 皆犬行 回顾之己淫 亦化未犬 亥问顾 妻曰 如不济大事前事与乎 赴贺言 猛然惊诀 梦也 即正庄归 抵家 见旁亭两会 即上书二子位 亦经济 屈辱 而妻已并为 弃垂绝已 贵乎之 妻乎真目座 其长子深曰 妇如和今日方规 明王已无家 妇师是恩 妇有是在前 无兄弟与母三人 明早即往师家头犬胎 二母者即无兄弟 聘儿备有隐者即母也 妇四来秋八月 亦当作师家犬 已见前世 唯媚与师郎 明树和魏夫妇 独免此男儿 炎气岁绝 贵文言与梦合 惊痛交集 方玉相病 而火焚其家 三秤俱进 遂邪女至疏 仿狮子消息 知夷登帝 且取知参政女 贵修且恨 肯再三 使许一见 方入 三犬突从强斗出 环绕哀叫 其衣被上裹有影 贵痛肾 向师器败 背数所由 且云 今已家破无归 但愿恩开一面 那女未必 无意铁策壮仆 终身立作 以免全报足以 师策然 许知 世系 孟妻子来辞曰 信君悔罪 师世先人已为君其免 吴母子义信离夜驱以 代小 闻三犬夜闭 贵于年无恙 无门王剑 持弓锦斥 忽无疾咒死 随清一立至名府 严君居系勿设 映设者山东王剑也 剑游士的身 出名殿 剑地域黑焰碧空 嚎叫声如亭喉 三老僧家夫大数秒 每欲求痛身沸时 以净水洒之 申及亭寝 剑境前寻之 则观音 朴贤 地藏三大事也 剑与报国茂林律师就相识 剑在名府 加缩障息如生时 剑这有回生计 观世英池燕祭 周克覆编 观世英池燕继续 观音大事 佛法之广大教化主也 过去已成正法明如来 逆来是菩萨香 立大愿 不度尽众生 事不成佛 菩萨云者 言觉有情也 菩萨摩赫萨者 言大觉有情也 称观世英者 为观世间众生 称明西蒙救拔离苦 从他基而立明也 又称观自在者 为一身献千手眼 随泪硬化 圆容无碍 从自行而立明也 冷言云 由我观听圆明 故观音明便十方界 能以眼根作耳根佛事 故明观世英自在无碍 此菩萨俱十四无畏 三十二应诸神通种种 左右弥陀 则为极乐之清晨 显化娑婆 则为世尊之良彼 扬之一滴 便洒大千世界 由与我东土众生最有缘 凡至心持其名号及经咒等 随获感应 不读此云篇附南海一余而已 虽然众生当苦难时 折乎菩萨求救 虚思救苦救难之前 有大慈大悲似自在 菩萨不救度众生 何名菩萨 然 不具大慈悲 将是众生苦难如情乐人肥疾 莫焉无关 何肯徒救 众生徒口菩萨之好 而不能心菩萨之心 则不慈不悲 己先不能自救 旷欲感菩萨之慈悲 救其苦难 有事理乎 故人无清闲好杀心 则己知刀山灭矣 人无惨毒心 则己知汤火消矣 人无不忠不孝及淫贪不怜真心 则己知地欲枯竭矣矣 人无千令及度心 则恶鬼之火席 无懊狠交慢心 则修罗之恶调 无完汉不灵心 则畜生之徒远矣 大悲咒云 为除不善 除不至臣 则送持之虚善与臣 可知赌灾 唐别价之言也 曰 凡前奉官因者 其人必身性因果 身平不与恶事未圆 所以恶暴可灭 无恐是之人 徒之求救苦难而不求诸慈悲之心 亦有不厌 遂曰大事福与应 是其大事之感应果虚而无真也哉 故编辰而书此亦以为之序 述使世人送持观音共闻之 顺至己害下秒今夕敬业弟子周克复斋目传 劝流通观音持燕影 经典所在流通即属善缘 福报无量 故与云 能以大乘法传一人者 当时善传十人者 当百善 传大贵人大豪杰大力量者 当千善 众勘广布者 当万善 旷净土法门 超出生死轮回 永不退转 直至成佛而后矣 誓劝一人修净土 乃成就以众生作佛也 凡作佛者 必度无量众生 彼所度之众生 皆由我而使其福报 性不可穷尽 故欲劝一切见者 闻者 广大其心 以佛之心为心 使人人知之而尽身净土 龙书所言 自以地性不污 至法华 华言二经 由佛说妙法中之最上乘 观音大事 普渡世间 无杀不现 往贤感通世机 立昭然 各位转集 以劝尽修 思成灵夺方来 经粮末路之最方便门也 物须秋 与吉金刚池燕 已有流通 小隐敬肯同仁 资客净土 法华 华言 观音池燕诸祭 搜采载集 真性古今 颇担心手之为劳 用智归一于不朽 但卓客凡在无门 未能广传他神 既并身庄严佛土之中 安可缺法式流通之神 复告当世善性 或见诸本 不令广魏克施 或人缘本 或一心编 其见闻所及有观实验者 由继续集于后 一句赞扬即是一句互持善根 一念鼓动即是一念消米罪也 予以叙佛会命自立立他 所谓护法诸神迹护法宝 自护弘法宰宰之人 断断不爽 习贤为匹科图劝人念佛 后以他人念佛多生净土 乃归公师徒之人义得深净 竟使宁山沙门主法义 经言重点弟子授业常百余人 闲安二年感心气急 辽至不孝积月困待 义并终常至心存念观世音 呼梦一人为之破腹 出肠为喜敬 还纳之物而并月 宋上书令富量为祭其事 长云无先君与义公由处 每文说观音神意 听者无不肃然信仰 出太平广迹 敬沙门主法乘 住持山音显异寺 原心中鼎兴寺殿 致他意买财墓 周金太湖日暮暴风波浪如山 沉船小水入为在瞬席 乃一亿宋观世音经以其灵友 而有大船半流至前 因共搬贤而上众辅度尽 回世向小舟以赴墨矣 大舟随波鼓荡请客答案 时已入夜行旅久绝 何得此舟信是菩萨神力所致 出法院诸灵 近世开达龙安二年碎大鸡 枪湖日杀人儿时害者不可圣计 达时是灯笼采干草为枪所致 至一诈中 先在诈十余人皆未所淡 达自被执便莫颂观音经不屑 明日当剑杀集成忽有一虎 突逼群枪愤怒好吼枪贤害不顿走 虎乃涅炸目尘一缺可容人过便去 达初见虎涅炸未必见害 计诈穿不入心仪奇异 遂从缺中逃出夜行咒服 静得脱免 出法院诸灵 静世会前少出家戒行精确 一夕中筑山英家祥寺苦身帅重念佛 后请集属享乐邦成奇大事 北四有尼静言笃行 素者夜梦大士 从西郭门入 灰光照印 撞翻滑盖 七宝庄严 尼经一座理问 菩萨何往 达曰 往家祥迎前功耳 是日前神色如常 是者皆闻一香 勃然而化 初云七网升级 静沙门法红 驻瓦观寺 一夕十二年 十观静容柱 弘前发心柱杖六金像 不得以私柱镜 像犹在魔 所思之绝 收弘静谢 弘至心念观音 每日百遍 呼梦所柱金像 网欲中以守魔弘顶曰 乳无虑 恶极解义 其向胸前方亦持续 同色犹如极肺状 寻日有舍 红的是 像极破魔自现 初辨政论 静世法治 初未出家 常独行大则中 呼吁猛火延烧 四面俱至 自知必死 为李宋观世英明好 而火过 则中草无宜经 为至荣深处 火不烧即 后卫摇心将从真所卤 偶施马献卤为中 乃引勾边荆棘 从中 赋念观世英心盛情志 既而鲁至搜密 则无见者 于是的免 遂使至舍俗未森烟 出名祥祭 静长山是道太 亦西中常梦人告曰 耳寿中四十二以 太悟而聚 至世年欲病 自分必尽 西以一波之姿 分师作福 亦有魏曰 吴文公养六十二亿菩萨 与亦称观世英福同无异 君和不至心归一 必可遵受 太感悟 岁前诵四日夜 专精不绝 忽所作为夏 有光明从户外而入 见观音摇立 足夫间金色朗然 太极千为寇里 以不复见 惊喜流汗 便觉体清 所患顿月 果获延年 出观音感应 静沙门鸿满 出在俗时 应染时疾 双脚乱臂 自念已成废人 为旦系送念观音求度 忽见一僧直径凭前立 满问曰 师从何来 僧答曰 已辱长相肯故来耳 辱族患可托 无畏辽之 满如眼求至 但觉西上如拔去 数寸丁 岁月 出善于唐彼尘 静逐长书 本天逐人 专送观音精未也 后居无中 亦遭回路 彼灵洞与相接接焚 长书家镇属下风 火势猛烈 长书亦心念观世音 书乎粉回火灭 何亦惊矣 时有二少年 亚其灵异 四封吉夜 树星放火 欲烧毁之 凡四头皆灭 少年始心折其神力 至名寇头谢过 书云 我贺神力 横送观音精不屑 美有难 折免耳 初遍政论 静狼牙王 王家明 吾子 七长肯道观世音 以求四后 王家明 陆行逢一胡僧 圣敬之 僧曰 我死当为辱子 为己僧王 王家明 七果有孕 及身府能言 及解西域犯英 聪颖过人 气度不凡 及静尚书王洪明也 小明阿炼 续前身时事 历历分明 初遍政论 静狼耸 自貌高 眼周人 欲居使封县 县南有西 流吉暗鞘 回屈如银 又多大时 白日行者 由怀为惧 耸腹长行西中 去家时于礼 日向目 大风雨惠明 不复之东西 自分复逆 为归心观世音 送念不习 须于有火光道岸 如人卧具 前后去传十余步 照见西中寥寥 碎得归家 送每项人称数菩萨灵 亦如此 出法院诸灵 静窦船 河内人 永河中并周拉使高昌 祭周次使旅户 各拥不屈不目 船为昌所任用 互遣其席及备职 同伴欺人 共戏一遇 所谢圣言 克日将杀之 沙门之道山 实在互淫中 先与船相逝 闻其背境 往后之 船为山曰 今命在请客 能相救呼 山曰 若能至心念观世音 必有感应 船遂专心默念 凡三昼夜 所谢呼自解 船面同伴至故 何忍独去 父肯菩萨神力菩济 当令拒免 言必于人皆以赐解脱 岁晨夜起护而出 寻警莫有觉者 于成行十余礼 天明 共隐一灵中 须于追者四出 搜密待变 为船等所应母许的 尽无智者 岁得缅难 众环香礼 贤尽信奉法 到山后过江 为谢夫据说其事 出真传十仪 静留度 平原辽成人 同一千余家 并供奉观音大事 岁时诵经礼拜 指鲁主墓墨时 此县旅有不逃 墨大怒 江途其成 重病幽惧 杜乃杰臣帅重 寇导观音前 为己 莫方至世 忽见遗物从空中下 绕其所居污住 今世 乃观音精一卷也 命去读之 莫大欢喜 用沈行路 于是一沉溪的免害 出名详绩 静徐荣 狼牙人 常至东洋海经 定山舟人 不喜水道 物舵回腹中 垂育沉默 荣无在计 为己乎观世音 寝肩 如有数十人其力隐传 涌出回腹 沿江而下 但天色已明 宇宙凤狂 白浪先天 不知所向 荣至生死于度外 一心诵经不错 忽望将山头火光透亮 屈之静的答案 既至极不复见 明诞问谱中人 昨夜山上是何火 众恶然曰 风雨如此 其有火焰 乃之为佛利明又也 荣后卫会基督户 谢夫常闻其说 使与荣同传者 沙门之道运亦未传量 巨树之 与荣所说同 出法院株林 静张崇 经兆渡灵人 年少奉法 太原中 福间祭拜 长安百姓望风金窜 崇石归境 为政界所居 只为游口 崇与同辈五人 手足扭蟹 埋土坑中 各乡去二十步 明日将杀之 崇料必死 为节心念观世音 夜中谢呼自破 应得拖走路 今疑似 傅称官世音明 至兴礼拜 取一时驻云 今遇过江东宿禁帝 李慈渊 已救妻子 心愿祸岁 此时荡分为耳 崇腐败 十极分裂 至今施发白虎尊 巨烈冤状 帝乃佳佑 以为人所略迈者 召皆俗为编户 出法院朱陵 靖南宫子敖 史平仁 树心平臣 未废废鲁而常乐宫所破 何臣数千人皆被陆 子敖之不可免 但沉心念观世音 极加害 群刃交下 不能伤 时常乐宫亲自临行 今问之 子敖亦不之所以 因问 如有何能 子敖了且答曰 能坐马鞍 岁得元氏 自后造小巷 助以相涵 成婚焚香鼎里焉 出名祥祭 靖父平令鸾巡 少奉佛法 常从真如巡 直小失利 战仿遭火殆尽 贼众交逼 正在中江 风浪亥逸 寻黄巨自分必死 宋念观世音名号 忽见江中 有一人挺然孤立 腰与水旗 寻心知其念有感 乃月水就知 身济浮涌 足如履的 以而大军浅船 皆应败者 遂得济 出名祥祭 靖吴郡攀道秀 年二十余 从军北征 战败被略一御 经脉树处作奴 欲归不得 素性佛法 为难中恒持念观世音 美于梦寐 折见菩萨在前 后尘系南奔 至穷山中 弥不知道 空中忽现真行 如今形象 指示归路 攀座李靖 书师所在 岁德海本国 后经静弥度 年六十岭中 出名祥祭 靖太元郭轩 亦夕四年 为梁周拉使 杨思平司马 杨以释害 范元之等下遇 轩亦同辈至故 唯一新归相观世音 昼夜敬念菩萨名号 一夕江眠时 忽赌菩萨现行 光明照遇 因叩头肯道 久之乃眉 为己轩独蒙恩赦 乃慧所见慈容 并立经舍 供养中其身 初观因感应 情虚义 高六人 少姓法 为福兼尚书 兼末 兵阁封起 贼或义 将加害 乃埋齐两足 编法余数 一夜中专念观世音 有请 孟义人未曰 今世吉乙 上霞绵耶 义今觉 见守防者病疲而请 乃是自奋动手 法乎解 足矣的拖 及遁去 行百余步 隐从草中 追者池至 火炬星辰 竟无见者 天明贼散 龟头夜寺 乃免 出名祥祭 秦碧懒 东平人 速从事观音 后随慕容垂北针 梅鲁 丹齐奔窜 鲁锥江吉 懒至成持念菩萨名号 醋得脱缅 阴入深山 迷惑师道 又专心归向 中叶剑一僧 法福慈禧 事已途径 乃得还佳 出名祥祭 宋文帝玉善抨击子 忽文顶中群忽观世音菩萨 七创之圣 尖载以文 帝潜艳之 果然 探曰 吾不知佛道 神力乃能若是 赤字经不得用姬子 初感应偏传 宋氏求纳拔陀罗 继兵国王族也 深入三藏 伯通大臣 袁家中 东游居精灵指袁寺 南桥王一轩等贤师是之 王吉一学沙门七百余 欲讲华严经 诗已未通华言 身怀溃叹 应朝夕里颤前倒观音 以求明应 忽叶梦神人 直见识一人守卫一知 豁然便觉 自后华言无不通晓 遂讲说至时熟变 听者轻浮 文帝常问诗曰 正欲持戒不杀 而申主国阵 不获从愿 奈何 施曰 帝王所修与匹夫意 匹夫身见名为 虚苦致克己 帝王以四海为家 万名为子 出亦家言 则世数贤悦 不宜善政 则人神已和 行不妖命 亦不劳力 则风雨时 寒暑调 百古茂 如我持齋齋亦大矣 如此不杀戒亦至矣 安在简易时之善 全一物之命 而后为弘祭耶 帝府己称善 赤友思公养 举国宗奉焉 出高僧传 宋元家出 黄龙沙门谈无节 宋官侍应经 尽修苦行 羽图属二十五人 远朝佛国 北京奸险 江达天竹舍位 陆逢山相一群 结宋今称名归命 有狮子从临出 群相奔矣 又有野牛 名吼而至 江玉家亥 劫父归命如初 呼见大舅飞来 牛一经走 出法院朱陵 宋沙门竹慧慶 广陵人 今行修明 元家十二年 京阳大水 惠庆将入庐山 船至江而暴风呼起 同旅以得一谱 为惠庆船飘扬江心 风急浪涌 势必轮赴 惠庆正新城 宋官侍应经 周济之人望奖其访 迎标节流 如有数十人千万疾案 全周或计 出法院朱陵 宋氏道炯 福丰人 为师道义并 同旅四人 入河南或山彩中辱 碳血树里 寓意深流 横目而过 窘先渡 于皆溺死 聚火又灭 窘莫送浦门品 平成奇迹 又存念观音 呼见光如银火 请知名照一血 碎的路而出 元家十九年 凌川王正广陵 请窘公养 九月 坐十日观音斋 至九日 夜四更 众僧皆税 窘其礼拜 将欲坐禅 呼见四壁有无数沙门 西线半身 内一佛逻辑寥寥分明 有伟人手握长刀 帽及雄翼 碾香受窘 未曰 辱可受香 以父护主人 疏忽而隐 后又坐谱贤斋 有二僧来 离佛出门 非空而去 众皆惊议 出法院诸灵 宋慧和沙门者 京师重造四僧 原家之南 何由魏百依 属留湖部下 湖长浅将士 数十人作蝶 何亦欲焉 行至雀主 直台军西上 蝶重逃散 何窜至心灵 以者酷义也老必依 坐田夫壮 提兰负担而行 十诸游君 捕蝶盛言 是何行色 一而问之 何达烧谬 被吃发斩 何自散走 便立宋官士英经 至江斩时 岂可迷智 继而军人挥刀屡爹 三举三折 君主今而是之 何于是出家 岁晨今夜 出法院朱陵 宋长千寺事 谈影 惠姬人 少出家 延迟戒行 宋经时余万言 宣唱明朗 天然独绝 常唤选集 机智不除 是公关音像 晨曦礼拜 求月此集 一日 忽见有蛇入屋 亦属坠地 贤末变身 壮如已死 隐后属活 及取竹刮除贤末 英文蛇所吞鼠 能聊窗疾 遂以贤复选 鼠寻活 性肃之间 窗疾遁静 方物蛇之语鼠 乃是成其所致 后名传侠耳 国君供养 初高僧传 宋义周孙道德 素未奉道祭酒 年余五十 未有子 居敬金舍 景平中 有僧未曰 能至心里送官士 英经 子可祭也 孙从之 一日的异梦 复果有孕 产男 出名祥祭 宋王求 自舒达 太原人 未扶林太守 原家原年 已在郡师手细域 仿所兼顾 求素归世 居官爱名 至欲 见百余人 并多饥饿 美食 皆分给之 日自持斋 至心念观世音 夜梦生高作 见沙门已经一卷与之 提名 光明皆行品 并诸菩萨名 求受批毒 望第一菩萨名 第二观世音 第三大世智 又见一车轮 沙门曰 此五道门也 既觉 所皆断托 求心知神力 弥增专制 应自丁至其所 今三日 而被原有 出法院诸灵 宋王玄魔 太原人 原家中 北真师律 消兵御诸之 沈庆之箭曰 佛黎 魏氏祖小字 威震天下 其玄魔所能当 且杀战将 徒字若耳 乃至 初玄魔将剑杀 梦仁告曰 能诵官是音谱门品 大悲咒千遍 可免 寄绝 诵之不措 忽报停行 后官至开服 出法华感通 诵张兴 新兴人 平居信佛 常从沙门谈意 森荣寿八戒 后未结到所污 隐心逃避 直其妻细欲 继而陷尽失火 出囚于外 慧荣 亦同行过囚鞭 七号呼曰 蛇离何以救我 容曰 平道无力可救 怨耳情念观世音 恕获免耳 欺遍昼夜奇念 今时许日 呼叶梦一沙门 以足踢之曰 多 多 可起 七级惊起 至故俱解 但时护尤弊 房经书言 不得出 律有绝者 乃还带所谢而眠 又孟沙门换曰 互已开矣 七绝而迟出 守促并守眉 无知者 昏黑中 行数礼 呼吁一人 七经俱必仆余的 及相训 乃其夫也 相扶悲喜及 头森亦所藏匿 岁得免 此原家出年事 出观音感应 宋辩月之 既因人 坐朝请 年五十位有子 父未取妾 父姬载不韵 祈求祭祀 发愿宋观音 金千辩 其数垂敬 妾及有身 岁申南 十原家十四年 出名祥祭 宋张畅长 奉持观音 南乔王之够逆也 唱不从 王欲杀之 夜梦观音曰 如不可害唱 遂不敢杀 吉王拜 唱戏欲 宋观誓应 金千辩 所寸寸断 欲思易之 复断 立白而誓之 出坛搜 宋福万寿 平昌人 原家十九年 在广陵 为雅府参军 起甲海州 四更出涉江 长波安流 至中而风起如箭 时尚昏黑 不知所向 万寿奉法 唯一新归命观是因 念不绝口 疏尔与传中人同堵 北岸有光 壮如村火 回船驱之 未淡而至 问彼岸人 皆云更静无染火者 方知佛利焉 出法院朱陵 宋车母者 其子遭庐陵王清迷之难 为鲁所得 献贼淫中 母在家宿奉佛 殷然登七斩于佛前 夜专心念观世音 怨子的托 如是今年 其子晨戏南奔 咒服夜行 知身迷象 每见火光七道在前 一味村落 欲驱投之 终不可置 如是七日夜 不觉到家 见其母由佛佛前回向 七灯黄黄 使物前因 知事佛利 母子重逢 归依毕命 初宣宴祭 其彭子乔 亦洋人 少出家 还俗人日 宋观世音经 见圆圆年 任本郡竹部 以罪背戏 太守沈文龙必欲杀之 防谢圣炎 紫桥幽惧无策 为至成诵经 至百于便 疲而骤寝 有相惜献力度到荣 亦同细域 乍妹乍物 忽见双白鹤 非及紫桥身叛 双足以脱泄外 惊其是知 紫桥义物 荣乃告以所见 紫桥之佛弼 此难必解 上律欲加以其欲叛 人取卸着焉 今五日蒙事 出法院朱陵 对主李如俊 正虎劳 未未鲁所为 为及御将 夜于尘而出 见贼纵横并卧 如俊乃一心称观世音 便过贼淫 有贼随来 如俊溺入草木丛中 贼重掩至 如俊不慎 为疾念观音经 呼得马持去 初辩政论 无人露灰 细欲分死 乃令佳人造观音像 祈祷免死 零行联谊三刀 其刀接折 观问之 达云 恐是观音慈利 即看法相 向上有三刀痕 应奏有之 初宣宴祭 荣阳高寻 免以五十 为杀人 所顿地牢 同静人劝以努力 共念观世音 寻云 我罪至重 何由能免 同静在三券之 十发心是舍恶行善 专念观世音 若得信托 愿造五层浮屠 舍身做奴 供养众僧 寻日系用心承切 前所自解 尖思经义 与寻云 若佛脸乳 斩映不死 零行之日 举刀刃断 尚文圆免 初宣宴祭 史卷文学过人 奉道曼佛 常语人云 佛是胡神 不足是也 每见尊相 折轻俏之 后双足并软 不能下踏 依岛巨无效宴 有人照文卫曰 此并非慈悲大力不能救 事发心造观音像 其知必应 俊以病急 如言住相 相成 忽梦观音将其事 果得差 倦由此悔过信法 初宣宴祭 为沙门道吉 行寿阳西山 为贼所获 赴之于树 将杀之 即念观世音 守死不措 即引刀 吕拙皆无伤损 贼不走 即应得托 幼沙门法禅 山行逢贼 唯念观音 贼晚宫设之 见不能伤 碎头公余的归成烟 初观音感应 魏鲁锦玉解敏 初魏国子博士 作类 细敬阳玉 至心送法华普门品 于利益送全金 而而夹锁自托 主者以文于朝 特见原有 初法华感通 东魏孙靖德 天平中 定周牧师 奉世教 常造观音像 自家礼敬 后魏劫贼所隐 不胜考处 呼梦一杀门 令诵旧苦观世音千变 灵行诵念数满 刀字折位两段 夫井不伤 数亿其刀皆然 所思以壮奏文 陈相高欢表情免死 即归家 见观音像像有刀痕者三焉 初宣祥祭 北周一周朝提四世会公 与同学僧会远结契 后由京阳 仿道而归 契润三十年夜画赐 远雨如流 师莫莫所对 远曰 可不送一惊呼 师曰 为送法华普门品一卷 当未送之 但至心听 乃节谈声高作 始发声唱惊提 绝有香气 久之闻天乐正空 雨花凌乱 今已方歇 远近里谢之 初法华感通 随开皇初 有扬周森 亦其名 送通涅槃 自今其夜 其周东山沙迷 送官世音京 二人拒报死 至明府 王处沙迷金座 盛静之 处涅槃僧座 李烧池 僧不平 问沙迷住处 祭苏 从南至齐 访得沙迷 寻其事 沙迷云 美其观音京 必依静依 烧名香 咒怨必乃送 从不敢带 僧谢曰 无罪深矣 所送涅槃 威仪不整 身心未尽 此名王李茂 遂捡所游分也 出法院朱陵 唐文宗室隔离 东南沿海平年入贡 名不胜苦 一日 欲袍或一句蛤 刀劈不开 寇之乃章 终有观音犯象 第二然 命已今世 檀香何助焉 后问为正禅师 师曰 物无虚应 乃其陛下信心 以劫用爱人耳 经云 应以菩萨生的度者 即献菩萨生而未说法 帝曰 见菩萨生以 未闻说法 师曰 陛下信否 帝曰 焉敢不信 师曰 如此陛下闻其说法 尽 帝大悦 永戒十哈 因照天下四愿 各立观音像 则洛家所从来以 出观音感应 唐沙门玄葬 信臣 掩师献人 又聪慧有操行 武德出 奉至往西域取经 行至祭兵国 道路贤祖 不可过 壮祭吾所出 乃所空房而坐 智系开门 建议老僧 便提窗移浓血 独坐踏上 莫知所自来 壮乃礼拜恳求 僧口寿 多心经 壹卷 令壮颂之 碎得山川平易 道路开辟 虎报葬行 魔鬼前击 至佛国取经六百余不而归 其 多心经 至今传之 初 壮江往西御陵延寺 有松义珠 壮立于亭 以守摩其之曰 无惜去求佛教 如可惜止 若无归 即东回 使无弟子之之 即去 其之年年西向 约长树杖 一年忽转东 弟子曰 教主归以 乃兮迎之 转果孩 至今为此松 为摩顶松 初唐心语 唐万回 诗文襄人 俗姓章 初 母其于观音向而生回 回生而渝 八九岁是能言 父母亦以屯犬处之 年掌 父令耕田 回直耕去数十里不转 欲勾坑乃止 口诞连称平等 其父怒及之 回曰 彼此总根 何须异象 回胸远束安息 因问久诀 父母为其死矣 日系忧气 回痛父母 贵而言曰 今为胸忧气无意 既胸所需者 衣服求良 寝宿被淹 我将后知 一日晨起 告清前往 晚吉返家 曰 凶圣平安 有书省父母 誓之果凶姬也 一家一知 红农底安 膝盖万余里 以其万里 一日而回 故号曰万回 先是玄奘向佛国取经 见佛堪提著曰 菩萨万回 折向闻相不化 闯十亿智文 仿万回 施理之 施三一平波而去 初高僧传 唐僧家大师 西域人 姓何 龙朔初来有此土 于四周灵淮县姓一房 起的力标 将创迦兰 标下绝的古香姬四个季 并京象义区 尚有普照王佛字 遂见四焉 锦隆二年 中宗潜使银师入内 尊魏国师 尋出 居见福寺 常督处一世 其顶有穴 横以续塞之 夜则去续 相从顶出 方复非常 至小香还入顶 诗长卓足 人取其水影之 顾及接月 一日 帝于内殿与师曰 荆棘数月无语 愿慈悲解正幽 师乃将瓶水饭洒空中 额请应云骤起 甘雨大将 帝圣喜 照赐所修四额 师请以 普照王 为名 帝欲避天后庙会 乃改 普光王寺 人欲彼书额赐焉 锦隆四年三月二日 于长安建福寺 端座而终 帝即令于四中造塔 七生公养 而其大风 晦气便满长安 帝问故 静晨奏曰 森家大师化缘在灵淮 想欲归彼处 故献此便 帝默然兴许 其会遁席 请客间 其相遇猎 即以其年五月 送至灵淮 金塔现存 后中宗问万回曰 三家大师何人 万回曰 乃观音化身也 如浦门品云 应以比丘 比丘你等身的度者 即皆限之而未说法 是也 诗出至长安 万回礼夜圣公 诗拍其首曰 小字何故久留 可行以 即诗还化后不熟悦 万回益促 诗画积甚多 巨载本传 初记文录 唐氏惠日 范海伯达天竹 参访之事 资洁禁法药 至尖陀罗国 东北大山有观音像 师乃七日叩头断食 必命为其 至七日夜 呼见观音献子今生 作宝莲花 垂首摩顶曰 如玉传法 自立立他 唯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胜过诸行 言以忽灭 师回长安 因普劝念佛焉 初丁连屡地商 唐氏自觉 住珍州 常发愿 愿因观音的见阿弥陀佛 于是住观音像 高四十九尺 继承至心住愿 夜三更 忽有金光二道 见佛自光中而下 观音 是至左右随之 佛垂首摩诀鼎替曰 首愿物易 立物为先 保持深处 孰不如愿 后十一年七月旺系 见义人 行如天王 现身云间 未觉曰 安养知其至矣 遂于观音像前 夫作而化 初妄申疾 唐圣善四僧道县 开园中住持江州大云寺 法律称之 十拉史元某 欲化观世音七轴 以献炼行为之 献令化公斋戒运笔 朱彩色西以乳头香带焦 背极庄严 原生佳之 是必 网玉宁灼木牌 造文书堂 牌成江海 忽然堕水 江流湍急 同行欲枕不急 现堕水之计 便思念观世音 见水底有一光 所化七菩萨聚在前 未献曰 尔但念难无阿弥陀佛 此恶极解 请出水上 依缕不失 经大云四七菩萨向现在 奸化落水式 以至其矣 出广傲记 唐氏至义 常杀人 性无 常未真满醋 性好余猎 应得一百龟 烹而拾之 遂便身换窗 西街溃烂 眉须手足只堕落无鱼 好呼未及死 行起于安南婆中 有一森健而哀之 未曰 如可回心念观音大悲咒 无当口寿 若能精进 必获善报 醋依言授之 一心念诵 自是窗夷见腹 手指皆伸 祭平月 遂薛法未森 于福波将军故宅 建立经舍住持焉 出太平广迹 唐层文本 自警人 及洋人 少信佛 宋浦门品 常臣周网无疆 中流周父 人俱逆死 文本一枚水中 俄文有人云 能送浦门品 水难应免 如是者三 岁浮水面 须于底岸 一日于家设斋 一森后去 未曰 天下方乱 君以善缘 性不吉南 中逢太平至富贵 言气不见 急撤斋赋 于 穆家晚 得设立二例 后世唐位中书令 初法华感通 唐武德中 李全人徐善才 常斋戒 宋观世 英经余数千遍 曾往京城延兴寺 修盈功德 归时到逢狐贼 将所掠汉人 并向洪牙杀之 善才之不免 为疾念观英经 当杀时 勒不自觉 至叶方之身在身剑树之上 去牙三百余尺 以手摸顶 绝为痛而无伤 剑下树 寻剑南行曰树十里 天晓 去贼一远 得陆还家 晚法师常说其事 出法院朱陵 唐征观中 河南董雄卫大理成 作理先同事 上震怒 使事欲为从居问圣吉 大理理尽玄丝 直望兴等数十人同细域 雄专念浦门品 日诵三十遍 夜意不息 家所呼自解 今告守者 其夜监察玉使张首亦直肃 清世 甚怪之 更所言 风而去 雄人诵经 五根所复解 落地有身 而风提如故 台中内外文者其知 世平 同事求聚豁免 出法院朱陵 唐渡智凯 既因人 少好试典 不试不取 被森医 隐居泰山 以独送卫士 贞观二十一年 自山中海 呼唤疾垂死 以袈裟附体 昏然如梦 见妇女十数人 屡来相扰 智凯然不动 剑逼近前 言欲供直至凯去直北剑里 有懒着夹杀者 呼其声念佛 退后忏悔 请卫造阿弥陀佛 送观音菩萨三十余便 少尖碎绝体上大汗而悦 出法院朱陵 唐灵得忠 今师永心仿许眼 取于未业 后患疾 明然苦死 身赤如火 痛于探久 自云 但见火车来烧身 民官则其取于夜重 遣现身受罪已经数日 炸身炸死 亲戚劝作功德 遂造观音向两驱 供养忏悔 人令和家如宿 未己 并遂差 出法院朱陵 唐承归 天保初未长沙未步 送河南乔木使至扬州 遭风水 遗失甚重 周思为其道迈 考略难堪 望尘破用 周思转铁坛 石斑井茜为坛 沿茶之力也 遣孝阳静至阳直归 静欲兰慧 非行逼勒 以所加附于传良 四面丁塞 为开小孔通时 归亦若至坛辅必死 发扬周日 便使心念旧苦观世音菩萨 恒依日一时或不时 但饮水清斋 今时于日 至楚口 心口念诵啃至 家所忽然自开 乃似夜深 周人静卧 拔除所丁 出仓乎静曰 如如我何 静今起 问何的至此 归曰 我宁藏将于腹中 岂甘死乳被守掖 即跳入水 出至江底 寓意浮沫 抱之得浮水面 平浪送入庐滩 天明投村落中 居民送至除州 官僚西未惊叹 待聚行礼徒废 劝归入京 于御使台身亡 禁忌失归 亦时溃散 因此亦出家烟 初吉亦祭 唐王旗 太原人 居盈阳 自同如不如昏邪 大力出位 渠周私户 信喜持送 观音经 有少吉常 数患重病 粉经无不差月 幼宋时 每有一类其行之鬼 来相触脑 以其心证不能干犯 自制消灭 出广义祭 唐衡阳仪世人 年高无子 其似你所不至 呼吁老僧 持白衣观音经受之 曰 佛说辞经 有能受持 随心所愿 或福无量 若欲求子 即生智慧之难 有白衣重包之矣 于是夫妇结成送满一藏 数年岁生三子 果有白衣重包 衡阳太守清赌其事 众未应施 亦以其辞 不予年生义子 出白衣经济验 唐饶周军典正灵 死至阴府 王岸及知事物追 乃放孩 语之曰 辱孩人间 勉力未善 辱见人杀身 但念阿弥陀佛与观世音菩萨 彼得寿身 辱义得福 出龙书净土文影观音感应 唐欧阳灿 徐周人 素持奉观音大悲神咒 夹在周南五十里 偶下月入城 薄木方规 世系天色明慧 约行二十里 雷雨大树 陆枝伴有山林夹道 蜜鹰碎骨 像多猛兽 灿星既不已 既达山路 与世迷胜 而见巨物出于前 长杖于 色白 手足都不可辨 相去才十余步 同行不离 灿巨盛 欲持大悲咒 甲菩萨利以欲知 然口竟不能发声 但存心默念 蜀变后 方能朗诵 诵之不错 怪呼迎灭 羽翼绍席 碎得至佳 出欲唐贤化 唐梦之简 并周人 少时并忽亡 见雅府如常时 不知其死 逢故人未立 未曰 应何得来 据告之 使之所致未明徒 更为简及曰 君平生无福果 何以的还 知简曰 我一生送多心经及观音经 虽不计数 约三四万遍 立果简或知 未白明主 放还更 问 欲知耳前成乎 遂已不适之 尚载之简何运出身 为曹周参军转邓周私仓 己眼却不许看 引入一黑坑碎火 不知运势何事 寻有赤木运良 应选受曹周参军转邓周私仓 去任 又选进周判司 未至而处 出朝野千载 唐离心 擅持千手千眼咒 有人幻月 心咒之 其鬼渐行 未人曰 我本欲大困辱君 未距离十四郎 不敢赴来以 十四郎及心也 心家在东郡 刻游河南 其魅染及 此数日 回生云 初被树人引入目间 忠义人云 此离十四郎末 今从河南 海江至家 彼善人也 如文武等取其末 必以神咒窘我 等不如早送还之 女活 心意道舍 出广义记 唐桃玲令寒光作 邪家之官 图经画山庙 下车夜焉 入庙而爱妾报死 令巫请于神 巫言 三郎欲取乳妾 既请且免 至献中当取之 光作道任 乃照金公卫妾 妾驻精卫官士应向 求免此难 五日妾傅报足 半日方苏 云 士华山府军被车骑来迎 出门有一森金色 遮其前 车骑位 不敢过 因之散去 光作尤氏异性内叫 出记文 唐马狼妇者 出闪有 先是此的俗席其社 不知有三宝明 元和十二年 忽有美女 妾兰欲余 人尽欲取之 女曰 有一系能送 普门品者 则无归之 黎明能送者二十余倍 富寿以金刚般若 能送游十人 乃更受法华全经 其以三日通彻 独马是子能知 乃具理应归入门 女称即求止别方 须于便死 体疾滥坏 碎亦焉 数日 有子依老僧至藏所 命其事 为黄金所子骨而已 魏仲曰 此官应大事 敏辱被障重 故垂方便释现 以化辱耳 言气非空而去 见宋前夕相暂序 唐晨玄犯七章是 精心奉佛 恒愿自造观音像 终生供养 力不能从 专心日久 忽有观世音金像 光彩辉煌 常舞持续 陷于高座 众叹其精感所致 初辩正论 南唐李后主 首书经自心经一卷 赐工人乔氏 后入宋 太宗进中文后主轰 自内庭出京 舍向国寺以资见度 且自疏于后云 故李后主工人乔氏 服御国主百日 仅舍席时赐妾所书 般若心经一卷 再向国寺西塔院 服愿弥勒尊前 持一花而见佛云云 其后将南僧持归故国 至天席四塔香轮中 四后大火 香轮自火中堕落 而今不损 初末祭 宋氏尊氏 台周夜氏 其母前岛于谷官因而生施 十八制法 先于禅陵寺席律 寄入国清 然止于普贤向前 誓传台教 学高行苦 明观二者 薄熙教官 专治安养 常立行班周三妹 以九十日为其 素苦学 偶写触道场中 两足疲劣 施以死自逝 一日忽如梦中 见白衣观音 垂手指齐口 引出树虫 又指端出甘露柱口中 扶之身心清凉 自此素及顿月 初颤 顶香高寸鱼 双手下垂过夕 身如虹中 皆宇就义 众贤探养之 诗创下天竺四数百间 见光明颤唐 每驾一传一咒 避诵大悲咒七便 三金寇南 火皆自灭 由愿力兼顾所致也 度弟子百渝 学徒千数 为宗净土 这净土决仪 行愿二门 及净土颤法 金光明 观音诸本颤仪行事 天圣十年做事 年六十九 仲见大兴允于灵旧风 十号慈云颤主 初莲宗宝剑 宋范文正公仲焉 欲居苏州母王三妻 梦契告曰 我以杨氏造业 为泰山府君所积 受罚不堪 吾而诉笑 起宋金刚般若一藏 就拔母嘴 宫金枯而醒 即摘木炎兹流于玄木山 凤金七日 李颤江满 又孟母曰 原儿至臣李颂 赶白依大事降凡 持金半卷 金母不但消罪 更得申天矣 名臣而入金唐寻之自知 以以后 被加清 叩仇大事 言避而去 功名淡被 被加清 拜谢众僧 因问众中持金半卷者为谁 众俱失色 答曰 所理经典 一字不疑 岂有之持半卷之事 旁有一僧从荣告云 佐大众念经 山僧以利点看 至第十六分书 大人至念乡 便归除作物 京成问 敢以直队 功及鸡手下败 前奉 被加清 李 森燕 莫 莫 呼腾空不见 资俗无不沾仰 功应是创莫莫禅堂 以继灵异 至今不明 初金刚灵印 宋辩金张庆 降服中尉私欲 常以慈慎自持 诚心扫除烂慧 数月有情 饮食汤药卧聚 必加金节 每借齐图曰 人不信离于法 我被若不连续 受罪者何从复诉耶 申平持送法华经 每欲重犯就禄 必未摘述送经 一月乃止 长教欲求 有罪当自认 无无良善 以众己也 七元氏 年四十八冉一死 三日呼苏 曰 我始至一会所 司的清凉处 呼见白衣大士 未曰 辱不当至此 且尚未有四 辱夫多应得 子孙当有心者 乃以守妾之而出 岁得苏 明年生子 亨观三班戒职 庆年八十二 无疾而终 六孙皆显示 初感应片传 宋经诗人迪吉 居湖周四安镇 五十五子 会观音向前导 其妻方生 孟白衣妇人 以盘宋一儿 滋圣韶秀 欲抱取之 一牛横格其中 竟不可得 寄生难 弥月不遇 又倒家前 有闻其梦者 告及曰 子是牛肉 其为是鱼 其悚然 遂是举家不复食 人梦前妇人送而至 果身难 后贵险 客妇案 大事送而 敬畏一牛作梗 其大事神力不及一牛 使其人之善福利 不敌恶业利而 究竟毁祸 而醋的子 则大事之慈悲 灵险更其矣 然则喜心改过 乃承受旧度之地也 初转杰伦 宋利水于吉 宣和中 赴任兴化位 妾家周行 怀上多磅蛤 周人日买十之 即见者买 放诸将藕 见一筐甚重 重欲烹食 即备驾长之不可 遂至诸府中 忽大声从府起 光焰上藤 周人恐 其是之 一大棒裂开 可兼献观世音像 棒有竹两肝 相好端严 依观音落 及竹叶之干 皆细珠坠成 即令周中皆送佛悔罪 取可归家共奉焉 出感应偏传 宋少兴悟成三月 始月望号出位于姚魏 携婆扬成修府 一朝音动 参礼观音大事 星球灵印 初季摩索度 不时在智 一僧只曰 眼顶有斗 可以下看 搬圆而上 故瞻之际 忽献瑞香 金光照耀 眉宇辽然 江木有 老僧来访 云 功将自谋认立清要 为太师 是一个好结果的 文露公他实作宰相 官家要用兵 切须利剑 二十年后 当与公相见余悦 遂辞去 出门忽失所在 甘道物子 已故乡正月 一系 有道者神貌轻易 称与丞相有救 婚人俱不肯通 乃所指大书云 黑头鹿香 众天万里风光 闭眼狐森 曹贡一宵清化 执笔而去 浩大精益 令追之 便密不见 回忆补陀往事 使悟道人及 昔日老僧也 宋纯西末 见昌走足阳亮 并见两立持伏追击 亮语之巨出 额道官府 王问 生时有何功德 对曰 生功驱走之意 每遇差时 不敢为呈现 王曰 不问此事 别有何应至 量使物未明思 曰 但念的官侍应经 又问 既诵经 曾行若何善事 对曰 小人那的一善可称 但知首本分不害人耳 王命简吉如所言 碎得再生 初善于唐彼城 宋见宁人赖神干之补天下之名 素邪妖术 杀人济鬼 常于这中密十余岁童女 养以公用 其母席送佛书 女随之席念心经 四次女当轮迹 沐浴装饰 那空饰中 所其护而去 女自分必死 一心诵经 夜半觉有物 自天窗下 光夜夜燃 不慎 即念皆地昼 女口中忽有光出 此物勋寻欲尽覆阙阙阙 良久 口中光见大 出射此物 坑然有身 浮地 其是尽阶 职业寻促过 女大叫杀人 醋暴所属 帅重破壁取女 见一大百莽死矣 不赖及家人 居问福姑 勤佩海外 及其家 今未詹安府居宅 出坛搜 宋章孝淳 有孙五岁不能行 或告之曰 请淮殿兼义農夫 并腿足甚久 但日迟官室 因名号不错 遂敢官应是县 因留四句祭曰 大致发于心 于心魔所循 成就一切亦 五谷亦无精 农夫送祭满百日 故病遁月 孝纯岁交其孙 及如母齋借持送 三月而不武如常 而换腿足者 送之皆宴 出彼臣 送礼郡君 宿者贤德 有老玉李氏 持诸至其家求寿 寄去 诸遗余的 郡君收之 怪玉久不来 一日复至 形容受血 大义于习 郡君寻其故 曰 向所获诸 归途失去 原主不时逼索 倾家不能常补 忧郁成病 姬不能起 郡君曰 诸当时已此 及取孩之 欲喜出望外 助谢不已 后郡君感急垂围 孟卿依人驱车出也 至一大官府 见两伟人 威然上座 隐问信誓 郡君方之未明思 平日肃持大悲咒 遂莫颂之 唐五窑洞不已 左右皆经不欲仆 伟人立语曰 勿送 放入海矣 立词不书至暗 伟人问曰 记得海里玉珠是否 郡君曰 有之 亦伟人执笔曰 曾汝寿二十年 其一人曰 无太多 执笔者曰 妇人不爱珠宝妹 心贪财 以为难事 旷有持经功德乎 及命轻衣人送还 郡君人伸车 至门而入 见其失卧帐中 家人还气 忽然惊醒 及一岁权 后果立二十年促 出感应篇增助 宋都官员外郎呂红 妻无事 夫妇各斋戒清修 小物佛里 无前事官应有灵感 美于敬事 列至平否束时 以水注满 手持阳之颂咒 折见官应放光入平否中 并苦者饮水多月 所咒水击碎不坏 大寒不动 士号官应献君 有二侍女 亦修敬也 其依奉戒严苦 或中月不识 但日影无所咒官应 尽水一斩 以而呼见佛及菩萨在目前 三年的往生焉 出龙书净土文 宋得心献董母理事 宋浦门品三十余年 后入明 见官应垂寿影之 光明如皱 云 耳树已尽 原有善根 故来相受 豁然而苏 出法华感通 宋吉安王侍女 日宋观音谱门品 吉弥陀 金刚诸金 念佛求度 母死祭恋 流血淋漓 女士云 若我孝心 怨慧气不作 言气血吉指 后妇取祭事 与同修敬也 临终请僧说净土观法 忽所依 吉祥而卧 懒观音首所之番 既然化去 出网深集 宋正式 前唐人 日课观音经 念佛不措 后病中所欲 欲必西相座 问家人云 闻庆声呼 净土诸圣 且至已而 何掌喜悦曰 佛菩萨来 观音首执金台 如来皆我登座 遂俨然而寄 出网深集 宋窩石入贡 船伯补陀阳 见观音灵异 欲再入本国 陵行风浪大作 满阳开铁莲华 船不能前 窩聚而还之 顾名莲华港 佑中公王贵等 奉旨基 宋华翻宝乡一山 心切自宜云 汪洋聚敬忠 菩萨安在 接人自望信尔 方思维 满海深铁莲华 风涛汹涌 舟不能行 从人望山 好呼叩头 风浪烧平 折有白牛 隔山扶制 近时齐滑 舟始可宜 以而牛返水迹 画一百时 至今存烟 故莲华阳一鸣石牛港 元智元十三年 陈相伯延定江南 布施哈利歹 来夜朝阴洞下 咬魔所见 乃张公尹 使射洞而去 吉登州 满羊赋深铁莲华 岁大金布 率众罗拜毁泻 而见白衣大士 并同子相 视线云端 自明洪五出土海上 居明儿灵意见少矣 然汤宫和周至沈家门 由建福一金钵鱼烟 永乐二十一年 十月十九日 朝阴洞县白衣大士 龙王 龙女等随之 乘四十县 开长眼 面带烦恼 五十县紫色身面壁 有十善才颜外 县白衣精灌菩萨 坐红日中 正统二年二月十九夜 县宝珠放大光明像 传如此类 神应非一 初观应感应 圆平江僧会供 并翻味 不能饮食 夜梦一猫入腹 从此并日圣 私食余 公自知事夜报 遂发一诵观音菩萨百万身 日持大悲咒百八遍 后赴梦至山中 遇到人曰 无语如药 而有青衣童子 龙一击至前 猫自森口月初 进入龙情击 惊绝而并顿月 初报应路 原大德五年 即贤学士张鹏山奉旨 离住一朝英洞 见观音大事相 仿佛在洞壁间 四至善才洞 童子书献顶上 瑞云中复赌大事保观音落 或守之扬之 护法神位亦齐前 张帅众作礼 良久见眉 初观音感应 原南京大宁房王玉 年逾四十五子 至原二年以筹 于友人马公卓家神前 见白衣观音精 问此今何来 马云 更申春 大军男孩 鲁代男人 只诉本家 一下而去 欲取回 专心持送布袋 丁卯岁四月十四夜 岳母刘氏 孟白衣人头戴金冠 协议童子来曰 吾语辱送圣奴来 刘氏皆报 恍然而悟 明日四十 七章是生意难 神气耸秀 果有白衣之意 吉明子曰圣僧奴 夫妇岁发愿 勘师五百卷 以仇报送之恩 万力根营 缘供了凡克其辞真权 宰此今 云今咒缘出大藏 明随心陀罗尼 受持者一切祈求 悉令满足 若求子 持送此今 往往获白衣重包之宴 灵印甚多 不拒载 出白衣经祭宴 原陶氏十六娘 常熟徐村人 年二十六 寡居五子 愿生净土 横迟念观音谱门品 忽梦白衣人 首切白莲花一朵雨十枝 绝后心神颇意 四庄一小格 西向送弥陀经 念佛府三年 见佛献光明 今寒上有火团如担子大 是孔烧经 手铺之 乃得设立一颗 忠实化佛来迎 别仲而去 出净土善人勇 明晨祖永乐十五年秋 九月十二日 清班佛经至大报恩寺 事业四塔建设立光如宝珠 十三日现五色豪光 清云盆日 千佛 观音 菩萨 罗汉妙相必及 续班佛典至淮安给散 又堵五色圆光 彩云满天 云中献菩萨 罗汉 天花 宝塔 龙凤 诗相 又有红鸟 白鹤盘旋飞绕 群臣上表称赫 上大家乐 出黄明通计 明温周一僧法臣 自无网 少谷 百端至至不悦 但昼夜送官是英明号 如是十五年 梦中闻菩萨呼之始前 若有物质其足不可动 菩萨叹曰 如前世未酒失 勿损人眼 今生当受此报 无脸辱成心 当时衣食丰足 遂探怀中 居宝珠满首羽之 祭悟 一道大行 一波胜负 后响高手 出唐明之一劝 明崇祯悟营 扬州森锤祭北游 道金肃迁 偶患邪痛 四一不能治 辗转毫呼 不饮食者三十余日 一晚 有人未曰 辱平日 讲眼经论 每劝人称念官是英 可以救苦 驚染此读疾 何不归命大悲 以求自度 即婚溃间 文言有神 即命俱相逐 高声持官英号不绝口 至四更 深呼济然 众精未弃绝矣 起门是之 即正酣水 午后呼呼曰 我激甚 素未聚犯 时必及能起行 仲经问何元的月 即曰 我初称明时 痛如刀割 久之空中呼陷祥云 见官英以平中干露 惯我顶门 清凉庆骨 汗流如水 因而熟媚 以或然以 众贤和掌赞叹菩萨之应如是 明无江县无章 十一岁丧父 母陆氏 勇乐鬼卯以双妇选给内庭 宣德秉武 随亲王分封广东 张网密母 周中涉官式英相 日系哀悼 愿必见母 即幻力 昏溃中游呼母不至 玉森运空 调李的身 集底广 王已改封江又饶周已 奔驰杀器 两足剧烈 卧野四郎间 欲交道人 施药夫好 一日过岭 蛇涅其足云的 父见前道人 已药徒之而悦 又投宿孤村 有妇人求见寝 张曰 吾伴死枯藤 其有春意 力聚之 出门雪深树齿 匍匐前进 得古妙气焉 又见前道人为之曰 为母望躯 真铁汉野 天不复而苦心 见母在即已 出柄于淡 天明寻路而行 至饶仿王府 母国在 张吕齐其母中养 不允 乃舊府东令一事 中书 思清 二大字 庞帖云 万里寻清 力百坚而无悔 一朝见母 誓九死已和词 王文贤之 允其寝 母子中的相见 人为张孝死所感 然大事变化护持之力 一张张乙 出编心路 明镇佳间 滇南周庭章 自欲语 姓淳朴 与人相对则善孝 人犯之意孝 至家不计生产有无 不时衡量 而雅好施 有则散之评者 每晨起 避前宋观音经济金刚 彌陀各一卷 时欣然自得曰 无起即是未行资灾 无不离日用 不设贪爱 竖姬如是而已 常咒请集 有胡森入室 何掌作礼 书不见 家人幽知 为瘟且事已 而即月 年八十七以清明日扫墓 此祖考孩 为父堂如人曰 彌陀迎我 观音 是利益至已 又明日曰 观音使我一遇 为我勿如昏斋 五日可惜行也 自是美食一周一书 至其沐浴整观 令子弟送如来明号 自诵经 端作而化 一日体香劫如生 初金刚灵印 明流古贤 黄周人 立虎奔左卫君 常从太监镇和史海外 诸翻国 周经大海洋 流乎施脚堕水 时风翻训史不可救援 何令人身为甘望之 遥见一人隐隐出 莫波涛中 相去数十里 贤卫无负申理 虚余 流追及周 周中人大喜 素以雾引上 见大鱼 长丈鱼 悠然而去 人皆一知 刘曰 此于载我至此 将梅者数次 愚者以其列附起 故水不入口 周中人问 耳平身有何善果 至得此报 刘云 但念观音今儿 初善于唐彼城 明福周南台四宿观音像 将毁其救宿 功灵温求归世之 后蜀月 操周入海 周坏而逆 疾乎观音曰 我常救菩萨 菩萨您不救我 语气 身辨自福 得一板成之 惊涛自天 曰行百余礼 随流入小谱中 或一物一寺 颇有所资而归 仍以为观音之主 初彼城 明省见全组由李李罗众四 见后殿毁踏 观音首鼎若立 探曰 菩萨慈悲 能与人智慧 某愿重修慈殿 求无子孙有一二读书者足以 规谋之父 附曰 今有米数百十 素亦赢 独立丸此功德可也 不日动与法相 焕然顶心 其孙瑶忠 曾孙梦斗 相继登帝 初鞭新路 明王应急 宿前奉观世音 万利人银 奉使东行 便到海里 幻潭火急 水降不能厌这七日 孟臣鲸鱼 寻大河虎 呼前人失足 王滇堕水 钟灵甲之类 种种见钱 因念此类我常淡之 今为难以 恍惚若有人邪王起牙上 则赤日当空 观音大事以言而作 王以守门衣不失 应叩谢 大事未曰 儒家事奉我 故来相救 但杀业颇多 至有事病 若戒杀即悦 王曰 臣此利普度 此素心也 敢不遵命 疏然而绝 生憾如雨 自厚岁蒙星戒杀 自作忌灵戒杀 忠言 至其事 出广人品 明天台王立谷 自伯吾 领万利丙吾相见 孟其父大忠诚公侍信 有十年五死即值得 嚷哉之欲 急于家和三宝前侍奉长斋 受天台杀 道 淫 望四解 后任江西新干线 此事都非 勿武入境 周次敌岗 夜为民府所设 主者立身赤曰 而阳算尽秉秉称八月 言至今者 齋戒立也 而奈何弃之 命取不已是 见名下年月皆有助 至秉秉秉八月折空 古兰弊 叩首曰 居官是不得不耳 主者曰 奈算尽何 命驱入狱 一座策载官请约 是取破戒后是机之 需于尖两路至 皆令干文卷 并平日偶书 寸指俱在 皆有气疼 上清白赤黑不移色 主者令各简之 先简黑与清晨聚 四简白聚 赤聚矣 而青者见影 黑者缩小如柱 而赤者赫然独胜 古旁逆赤剧中 见索克金刚斑若 及好身边设舱卷俱在 主者曰 世上之值得 损无关 全其屈命可忽 乃命绝其目 便昏暗魔所见 绝有人促之去 一跌而悟 张目见灯火如拿 勒不可开 其夜梦有人赴以丁丁目 痛楚滋神 岁阙医药 绝亦其修规理 弃家今修静也 更生七月 李颤悠希 系梦观音大士 以杨枝撒干露典其今 臣其豁然见雾 两目复明 厚历由云期 博山之门 真参时镇 再生者又依十二年 浩碧如大师 初同生字迹 明万力尖 凭葫芦舞台上书 有仆与人真欧 勿伤人死 聚而求救于公 公曰 杀人者抵国法也 我唐能殉情为辱求免 辱在狱中 一专心送观音菩萨名号 三年我来摄辱 其人奉命 时时持念不待 才一年欲摄而出 出观音感应 明无俊徐明府 副管于楚 遂喜佳焉 好学读行 教子读书 速攻观音大事一轴 礼敬盛前 子明矿 十余岁呼构为吉 夫妻于大事前 臣戏寇导 至七日夜 孟菩萨告曰 无忧 辱自明且可其也 忽闻有身震桌上 今儿雾起 是所攻大事基前 果叠诸器具坠地 简之无一损者 子口中难难为声唤曰 菩萨救我 菩萨救我 问之不应 天明寻其故 子曰 昨夜半正愧绝间 见大事至卧踏间 忽难曰 无救辱 乃以水亦欧 命引之 冰凉彻骨 遂举体的汉耳爽耳 不属日 并果月 后子陈万利秉承进士 初徐式庭训 明万利中 焦甲已将因献立选 胡广典使生之士 离任三四成 柏周江上 有一男僧 自属将来 求父在周 人不许 僧因土情告焦曰 平僧有目金六百两 将往普陀为官室 因见状树杀 幸福而难 此功德成无量也 焦与邪行数日 忽蒙恶念 一夕大风 竟推僧将中 八其妾 裹六百金 息入司陀 小启 见僧从水出 向前所命 辅其被曰 我命已已 今乃十方所施 中部位均有也 自是昼夜现行搅闹 凌晨起坐 僧已在侧 且云 无以速上帝 帝怒将露辱父子 交幽惧成吉 坐卧不宁 所至亦所 严僧道见度 书中文不敢直书其故 唯叩头肯倒回过而已 君寻底家 并一句 愿将此经做佛事 凡然谢魔所不淫 而僧时至必大呼曰 功德何意 海我六百金往南海去 或来从屋上 或走出壁间 或聚床复平 以而家人兮见经走 千约和尚来 百计哀求 僧中不允 交归将一年 僧物己物俱以垂庆 奄奄待毙 忽一日 王僧持次造访 婚者此以主人几度 僧赤云 无非常客 必欲见乳主 就其残喘耳 时交方府整身迎 欺拿还气 共睹僧行 傅文僧通姓名于外 交痛恨云 所命鬼便患如此 不如诉死 碎头身床下 持刀将自杀 家人力报指之 而僧已直闯入誓矣 未交曰 我人也 非鬼也 君平妻子 当与其故 众出壁 僧曰 去年游魂于风浪中 分必死 书见官士 是因自空中将 持一灯引入炉州 欲于人就托 六百经 虽未君取 随父目化以足其数 经将之普陀 尝此夙愿 寝过江因 人传君 并其怪 誓耳造箭 未君是悲蛇之祸耳 交曰 信师不死 但经尽无常 奈何 僧孝曰 无来并不所经 交举家感恩列拜 欲伴依缕相宜 故却不受 仅想一饭而去 使人积之 果成海船罔矣 从此鬼行遂绝 然交病中不悦 数悦醋 只生一子 少有文明 方应举 以清丧不能赴 偶不于江 忽月入浪中已死 森归自南海 文儿叹喜久之 初感应篇增著 明万利甲银 涉献无义得 随书震 昆家鸟 授夜灵堂寺 昆家鸟 寇浦门大师有神 遂归佛法 且晚律诸身持斋 鼎立西方 义得由身尽兴 八愿书大悲 金五十卷 金刚金三十卷 五月二十九日 欲清晰 报病弃觉 耶归卧师于床 忽言曰 我乃佛前左护法官 义得应 颤千家无 杀宿冤 涉入明府 以彼奉佛 持经善念 特来护之 昆家鸟 可谓念佛粉经 后其初期还魂 书经愁怨 借此功德 怨鬼的超度矣 初七日 义得果苏 自捧其妖 连呼跌痛 书问故 告曰 欲昔时 见两人直排来换 遂从网 心计佳人不及救我 不若我自念佛 须于静一尘 遥望蜀而曰 森罗殿 左四身司 右四死司 严君坐堂上 池头鬼无数 我智奋前欧疾 旁坐义乌冒者 问曰 如赫言 我知足无措 唯莫念佛 被吃掠绝念佛 则痛可忍 终茫然不审 判官引至清水潭喜凶 见五脏 方知前身未将 颤千家无 杀人八百命 今夜满寿身 所长不放 仁父殿便礼 气宿以王室所致 严君怒曰 大屁硬烹 即有火面必生鬼族 于大当废游 数我将投之 殿前书现金光一道 幽黑皆明 左右惊报 西方道 见唯陀与官帝在空中 唯陀举处入当 当西起金莲华 严君和掌寇里 随放我归命 两黄泽者 送之金峻领 黄泽者扑我下 故妖爹痛儿 书府起 拜谢佛与大士集围陀 官帝至尘师写二经 和氏清凤三宝云 出金刚果报 明万利坚 包平自信之 家心人 父位持阳俊首 生妻子 平最少 坠平湖原氏 博学高才 类举布地 流星二世之教 游信持观音经 东过卯湖 至一寺 见殿后清移 大士相淋漓漏力 即解所终得十经 受主僧修之 僧告乙公大营少 不能郡氏 父曲不四匹 依其箭一焉 内住者心智 蒲寝流 平曰 但得圣相无恙 虽裸体何妨 僧垂泪云 舍银及一步 由非难事 只赐一点诚心 何可亦得 功完 平孟嘉兰未曰 菩萨赐辱子孙享世路以 后生子辩 孙称芳 相继登帝 初编心路 明常熟炎上保真 自道彻 文静公众子 年三十五子 约者推位兼四 至两妾 巨步选色 容直仆漏 仁真孝之 偶过英家 见仪世女 年即即未续法 问其主 云已因故 忠臣废人 道彻策然曰 地领续法 无将取之 其应家未感性 道彻即为申曰 于年果纳焉 文静文之 喜云 无耳所行 允何天道 必有后继 三妾皆生子 道彻诉送白衣陀罗尼 且坚持不杀戒 凡举子 多重包之矣 后子姓凡昌 清云皆种 成后得所陪也 初感应篇增助 明少星韩鸿儒 四十八岁除夕 七金氏孟王姑曰 辱夫明年重久 大献至矣 惊恐伤夫意 不敢言 为前倒白衣大事 以其夫首 明春韩副馆 与表姐家建有老毕庶人 从荣与姐前嫁之 一月内 聚得所配 寒时后 仿仪患子 己上多星青色银 寒震色曰 君身富贵家 宜青才数得 和贪小利 魏克博士 凶祸为义 而人受大损 再人只损利 再胸己损得 是损于凶者更大义 患子怅然 是福再轻 端午归过一酒馆 见患朴手持锦袍 讲席人命送事 百端把持 亦语不合 将袍毁裂 欲以激怒主人 寒随网夜患 祥树石墨 指天涉事 患素扶其刚职 则奴遣之 七夕设宴 座有相声 自言清正 某清茂式真产 某族茂式购送 一一批皆与被害人 道观伐之 举作赞叹 韩伟沈曰 静止冒事 顾慎德是 燃清族情 畏意不可商 何如瘟炎寿柄 详寻屈指而欲解之 畏两得其平忽 相声脸容称闪 九月初 门声五人中 是来夜 韩伟曰 嫌弃已静一皆 一意修得 以其上达 且勿清言那宠 商遭康之情 勿疏远故旧 至穷交之憾 勿多收仆从 其身世之见 勿过未奢费 开望取之端 诸身为为授教 事业七梦大事曰 尔夫寿终九月 以敬来劝戒良言 造福广大 亦授二祭乙 含重九归 果无恙 七位数两梦 自誓亦免于善 后以明经作令 高年至誓 初劝戒全书 明彭孝子有缘 自信语 胡广义洋人 又及前宋大事 三观诛经 以其亲手 复肠病毒 窥避肉疗之 于十年复促 奉母无事 家贫免惧肝指 崇祯炳子 丘母极度不能起 幼居穿手掌 痛不能忍 原日系幽思 夜梦大事 欲以母寿将近 得人甘福之 有可悦 臣其是母 母正思阳甘 原曰 是菩萨起我也 乃垂涕跪岛 愿剖甘就母 至夜见大事诸盛 翻撞而前 原惊醒 汗下如雨 乃早生鼎立 举手门心 约得肺肝所在 持刀自拉 一剖而斜蹦 二剖而磨开 三四剖虚然有身 带六剖而心出 岁怨心得肺 原肺的肝 食痛几允决矣 请之烧酥 使忽妻至 令肃主干净母 母不知心慰 下今病疾豁然而悦 誓文远近赞叹 故其肺冷冷出在外 窗口未合 众未倒于神 大事誓孟曰 誓孝子妃收之无难 莫誓先人孝者 欲出之百日 令誓人便观之耳 笑莲王闻难续其事 初起真夜尘 明行科理清 自心水 广陵人 初有一子 窦商 母将安人追悼不已 日诵白衣观音精 为子其死 为己 心水茶盘绍兴 孟一副人抱而入世 面带窦家 似江月而落者 与心水云 如云如月 绝而易知 臣起 是某身以袖观音赠 抱而如梦 上提一诗 岂有 采云香绕海天朝 莫有 还来月跪月中飘 知巨 恰印 云月 二字 食夫人福运 果身子 明重真心似 当图现官须 有山东一贪子至 以守带足 岂时于事 人多厌知 贪者虽病而负弃 被立骂者不平 闻堂巧眼有修行僧 人曰水谷 网宿以其时间间之苦 古曰 汝能发心出家 仗慈悲大利 或有施主 贪者从之 遂替法受斋戒 虽行起 不如昏邪 虽被辱骂 安忍而受 古佑交知念观世英明号 坚持准提咒 受持于二年 乌子秋 忽夜梦亦老玉忽之曰 汝起 汝起 贪者云 我是贪子 何能起 老玉以守指其两足 决之而不全 乘起贪并岁月 居然亦昂藏之森已 曲号曰半芽 岁有功养之者 出唐一知己求书 明鸿五间 吉安鲁林县龙子辉 同是萧氏 赌于抗力 求子圣奸 四卯十月 其莫疏柔的白衣五印星金 雨扫同懒 剑卷末其四世迹 种种灵验 萧氏悚然尽兴 八院持斋送金 并许诗白衣金千卷 四年八月十六日举一子 形容清秀 明贵生 果福所道 又宣德四年 张德府张贵随怀王之国于广东 的白衣经 六年归礼 写七田氏发心诗经求四 未己的难 今怨未愁 十二岁忽并故 夫妇痛心追悔 焚香前道 诗经一千五百卷 丁四二月 附身一子 持艳章章如是 出白衣经祭艳 明流到龙母李氏 年四十 常摘奉佛 不解诵经 修器尽事 供奉观音大事 朝夕礼拜 念佛千身 虽甚属隆东不错 课施金刚经 听人礼请恭颂 节资不续 如此者二十五年 江中之前一岁 出都访所余 言明纳诵经 大修功德 事必 夜梦所奉大事 持宿诸一串事之曰 以此受辱 诸树乃辱往生净土之其也 梦中树之得五十三科 不解其矣 至庚子五月十三日 呼告家人曰 吴今日行矣 可举家大身念佛 助我息去 子父辈相语坐踏前 同身念佛 于时面兮 端坐而逝 出金刚灵影 明珠德真 甘江人 一帆府国长盲第三女 祖义中 有贤名 常及人孝皇后善内训章 圣太后女训 古列女传 女孝经 女借诸书 为女教大臣行事 女幼书佳慧 性智孝 八岁自一位王廷亲子仲贤 十岁仲贤商 文父极速始稿一 秀大事相 早暮焚修 莫有所道 吉吉 有求因者 史贵告父母曰 女王氏父也 自仲贤死而至决以 父母怒则之 至一间 且是云 必不得未未亡人死而已 遂觉十字经 父母经不 不复一婚 天其心有秋 借仲贤祭日 先寇二清 此祖庙 于八月二十九日归亡 宿蝶之杖举埃设殿 出自治文记仲贤曰 公伯早死 公将首亦 知死迷他 伯周始至 誓有身将 心无古今 皆未亡人 但欲宗氏 八岁许婚 时有定匹 云和不幸 夫也俱伤 我虽幼小 默念刚长 祖王好贤 父母乐善 内则熟闻 方规席见 公为其稿 勇谢千华 坚持截孝 光我国家 资及几年 当已死绝 欲天叩昏 树姬监察 誓不改誓 从一而终 签约孔赃 稍未冲冲 登子之堂 赦子之位 写词写礼 倾词写替 甘执父道 是我舅姑 他日同穴 其无愧乎 暗府上其事一经 年未及格 隐怀藩龙激利 遂给善米五十十 遂扫除净事 归一三宝 成粉谱门品 大悲咒 晚课弥陀经 往生咒 一切诗文 誓不复念 欲翁姑父母诞日 急重贤迹 必设功礼颤 自媚诞至夜分 以轨不推 比丘尼斋婆 闻风求见 盖竞绝 女十年于十三级更去 翁姑义清心如素 一切果耳 首诊十愧 世级问安必紧 甲子岁 父病成笃 歌谷敬之 父夜梦大士云 如以女校 延年病的月 甘将人无不送其解笑 初起真也成 大清是行人 自指一 河南光山张氏 若贯读书白露洞 寓意森借曰 子有大难 能持大悲 甚好可解 诗实心受持 崇真心寺 献寇破献 屠露即失 任乎自断 贼亦知 得不死 遂至法 甲身抵精灵 从千华媚和尚受惧借以 见戎马充斥 乃东至昆山 于静世奖法华 金刚 冷眼等金 滋速归养 仁臣正月二日 端座说计划 初法华感通 大清灰商城柏林 久居扬州 是观音大势盛前 已有下 兵过扬城 承倒大势求救 孟大势未曰 汝加十七人 十六口具的免 为汝在树 不可逃也 臣醒又赴肯道 仁孟云 汝前身杀王麻子二十六刀 今须常彼可 令家中十六口并驻东乡 汝游在中堂后之 勿一类家人 臣姓之 月五日 兵至门 臣吟问曰 汝即望麻子乎 我欠汝二十六刀 可杀我 否则与汝本无仇也 兵今曰 汝何以知我姓名 臣巨告以梦 兵探曰 汝前世杀我二十六刀 至我今世报汝 我今杀汝 汝来世不又报我乎 乃以刀被灼成二十六下而又知 唐仪之曰 既此事有三亿 一者见菩萨大悲能回定也 二者见素叶既熟难脱如是 从今以往 圣物再造将来之心也 三者见目前所受 稀释网应 以欢喜领受 不当愿由 亦不必苦苦以去必乱心也 又曰 凡前奉官是因者 其人必笃信因果 一身善事必多 恶事必少 善念必多 恶念必少 此身心不与恶未圆 所以恶报可灭 岂偶然灾 初级求书 大清经谈笑连于树言 家世忠孝 和门奉佛 身平常课 日理大悲颤 诵金刚经 常课施观世音经 劝人持送缅节 丁有东 以仇家诬陷 歹父江宁 远近无不冤之 树言但莫持经颤不挫 寄入欲 痛处备偿 如入禅顶 五伯吉利略其古境 静魔所伤 唯有黑痕束环而已 碎得昭雪 子山修盛孝 每夜未复赤身漏倒北辰 严寒不错 直到誓解方矣 誓佛法无凭 则山修一族死孝 曠树言呼 大清淮安详是梁元真 素崇誓教 凡法华 冷言诛经 弥不言久 中年兼于四席 且多病 因发新池常斋 日诵白衣官 因荆棘 大悲咒 仁克秀珍小智 朱印流通 誓阮氏一池准提摘 美臣前贵奉金 未己真 并稀抽 阮氏连举三子 仲子乳从 甚至根子忠誓 朱孙神神 内义孙父显白衣中包之义 感无不应 此尽是佐足真也 大清末陵黄土山刘某 母四十八岁 求子得知 出胎及吃素 以母上如婚 不食母乳 周汤糕粉味肠儿 幼十年 父妾一生一子 己丑 流年二十九 第年十九 同朝南海 周中流发愿求见观世音菩萨 呼海水面先献二莲花 如车伦大 一花中立一童 一花中立一女 随见观音 坐大莲花之上 流音礼拜 拜起仰视 菩萨与花聚不见 而请风浪大座 周父 同行六人及其地邪眉 独流府入水 绝眼前通红 有一森邪之同行 请客兼呼道门 依山不失 森即失所在 入门母出 流上如醉如梦 母以茶汤饮之乃醒 为母备数其事 方知观音就拔之力 唐仪之曰 更迎三月十五日 流曰丁森过雨 而是日放生 有长者在雨雨 丁森辞之 雨至今决绝 呜呼 官是因菩萨救人于苦难 不必在海中也 而海中游多 但二千余里 请客底家 入水而衣衫不失 则此未知闻耳 初己求书 大清阳皇自西州 当徒人 是居官 须立树坟 夜如立行 艳石文怪妙 驱法仙臣 作此困治 匯兵绕其乡 皇契为家人曰 吴祖父丘龙在此 何忍弃去 因逆妻妾与子林中 以身守龙 兵来建坟内有衣官者 将执之 皇及赴水死 自辅实灵 自灵间见赴逆 一毫哭奔投于水 时顺至丙须 三月十六日 月晨 两师相报浮出 见者允涕 七路是道夫无后 是断血肉 迎佛向于家 但系痛哭念佛 呼夜梦老玉 写一子曰 以辱 醒而叹曰 怨怨怯 谢张氏 一父生子 则菩萨之次也 岁目 妾生女 陆氏契曰 以以丁亥春 及族长告曰 夫妻无子 保母当分诸职 无得粗给衣食 以辅此女 言中复枯 族长不忍云 四小祥为皇做佛事一分 及其 聚会亲族 散斋之戏 亦三月十六日 女哭不已 妾报就诊 张如梦眼 愧愧不醒 女怪提一圣 嫡疾呼使觉 抱女入手 则已不负女生矣 陆大经 家人群网 见面目依然 为私处身长男根 其旁上有血痕 众贤差异 使物菩萨凌爽 前梦不虚 静至佛前卢拜 更名佛赐 四日观者填门 文献张公 取而庭悦之 尤未信 问其宗族 一口一词 曰赦而便非真 直辈不愿分其田宅耶 侯乃不宜 亦灾 佛赐变身之日 即父子死难之日 然非皇之身平方阵 子之至孝迅父 父之好气动天 岂能够此千百年 谨见之是乎 于切又有说 若佛赐变形 非清族群聚时 岂又谁能信之 出唐一知己求书 会向浦门品诵 印光大师 大哉观世音 彻正法界藏 成大悲愿力 普现诸色相 寻生以救苦 随感而便应 如月到中天 万川西应应 良由众身心 与菩萨无二 因其被绝故 遂至成隔矣 寄遇诸灾难 仰记垂救缘 即此一念心 便弃真绝缘 以故意起念 念于菩萨明 遂于当念中 蒙救离灾行 世尊在灵救 习宣法华经 无敬义菩萨 以明镜至真 世尊遂略说 献身就苦事 大地举一臣 略是少分矣 由世诸众生 得有所护事 如天地父宰 如父母父遇 习有一善事 欲广菩萨辞 尼经书普门 兼会就苦疑 年代已久远 性的常保守 故至无蝶青 轻或仅承受 欲其是正性 因其为者与 愿令法界众 同正时相礼 乃望其故漏 略表诸因缘 树鸡见闻者 登地已一天 若有持世观世 因菩萨明者 射入大火 火不能烧 由世菩萨 微神力故 世证 觉世经说证 明天起间 杭成大火 有江又商 作为楼 自知莫就 人见白衣大事 灑水楼旁 火席 仲寇作何闪 商谢无知 后期书言 彼腹末 已产五百斤 彼笛出而长 四地数出而有 彼经商念余年 积五千斤 朱地昏碧 西产为五均分支 何足一焉 按此一行如是 则其人可知已 大事感应世姬 多不胜路 当月本姬感应宋 吉林感路 可知其改 若为大水所飘 称其名号 急得浅处 市政 宋徐西仔之母臣氏 平素敬奉观音 绍兴四年 西仔管彭大任家 妾二子王 吉归 旧 令野 石正航船 长江渺漫 三根许 风雨暴至 怒涛浮空 榜人莫成奇迹 西仔念父子寂命一夜 脱葬于父 老母谁养 吉律同周其身持观世音菩萨明 梁九 欲聚丧一株 众力晚之 西律 英律 船上大所也 薄焉 清晨逝之 则在高沙埔中 不见聚丧 于日底家 母营孝曰 卓系梦一敖道 辱父子归来 今果然 使艳菩萨垂就也 若有百千万亿众生 为求金银等宝 入于大海 假使黑风吹其船访 飘舵罗沙鬼国 其中若有乃至一人 称官是因菩萨明者 是诸人等 皆得解脱 市政 普陀山至 宋徽宗崇寅间 户部侍郎刘达 给市中无事 同使高丽 吉孩 自群山岛 今四昼夜 月黑云逸 明蒙不知所向 周师大部 遥寇普陀 而神光满海 似主如咒 利剑昭宝山 遂得登岸 又明祥祭 刘宋元家间 故麦周发石头尘 封号浪阔 吉宋官应经时余便 封习浪平 吕闻其香 遂得安寂 若父友人 灵当被害 称官是因菩萨明者 彼所执刀杖 寻断断坏 而得解脱 世政 明祥祭 靖南公子敖 树心平 为常乐公所破 何臣数千人皆被录 子敖之不可免 但臣兴念观世音 吉禄至子敖 群刃交下 或高或低 迟到人呼皮屑 似之不随 常乐公经问曰 如有何能 子敖答曰 能作马鞍 遂是之 子敖并不知何以作此言 比造一大事小象 行则鼎带 指则礼拜 若三千大千国土 闷中夜叉罗沙 欲来恼人 闻其称官是因菩萨明者 是诸恶鬼 尚不能以恶眼是之 旷富加害 市政 佛祖统计 梁氏慧简 今修戒律 前程永逸 誓喊其选 荆州听是东 有别斋三间 多鬼怪 人不敢入 简居之 自住一间 于安京巷 夜见一人 黑衣无目 从壁中出 以简门上 简兴甚寥了了 但口不得说 遂莫念观音甚好 良久 鬼冉冉入壁而眉 简虚起早述 礼送如常 四夜梦向人曰 樸于汉莫居此 以数百年 性刚直 多所不堪 君臣尽行好人 特相容耳 遂觉 社父友人 若有罪 若无罪 扭谢枷锁 简疾其身 称官是因菩萨明者 皆惜断坏 即得解脱 市政 法院朱陵 禁斗船 河内人 永河中 为高昌不促旅护福职之 同伴欺人 共戏欲 克日江沙 森之道山 实在护营中 与船相识 闻其背境 往后之 传未曰 今命在请客 能相救呼 山曰 若至心念观音 必有感应 传遂专心默念三昼夜 谢所呼自解 传念同伴至故 何忍独去 赴肯菩萨神力普济 言必 于人皆以赐解脱 遂同顿 众还相礼 贤尽信奉法焉 若三千大千国土 闷中怨贼 有益商主 将诸商人 积持重宝 经过险路 其中一人做事畅言 诸善男子 悟得恐怖 如等应当一心称观 是因菩萨名号 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 如等若称名者 于此怨贼 当得解脱 众商人文 据发声言 南无观世音菩萨 称其名故 急得解脱 愿 愁也 冤枉也 事多通用 市政 上海天同路 蔡仁茂玻璃店主 蔡仁初 明17年2月念8日 被匪绑去 蔡默念观音 出则车轮胎报 四则汽油七火 匪乃打蔡三枪 蔡氏跳三跳 故无伤 匪顿而菜归 文本人说 若有众生 恭敬礼拜 观世音菩萨 福布唐娟 世故众生 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 世政 福报路 杭州徐文进宫 身居台顶 福慧交修 喜与人讲三教圣贤世纪 及堪尽信路等书 滋滋引人未善 太夫人日送官世音圣浩千身 喜谈因果 家人还听 唯唯不倦 翻课玉力超传 愿人改过魏善 美玉兄年 必捐资周济亲族 无得色 公子本 官至东阁大学士 莫 观甘肃寻福 孙以炫 观世郎 锦西 观言法道 朱曾孙辈 科帝禅连 若有国土众生 应以佛生的度者 观世音菩萨极限佛生而未说法 金正 大悲咒经 佛在普陀洛家山 观世音宫殿中 与无量菩萨 声闻 天龙八不具 时观世音 密放神光 众会问佛 佛言观世音菩萨欲安乐诸众生 故放此光 于是观世音先说此咒功德 四说此咒 并说咒之行冒状相 所谓大慈悲等时心 并诸利益 佛言 此菩萨过去无量劫中 以作佛境 好正法明如来 为欲发起一切菩萨 安乐成熟诸众生 故现做菩萨 应以辟之佛生的度者 即现辟之佛生而未说法 精正 华言精实的品 金刚藏菩萨说 第六的以 天女奏乐赞佛 既曰 威仪寄尽最无比 能调难调是应功 以超一切诸世间 而行于是禅妙道 虽现种种无量生 知生依依无所有 巧以言词说诸法 不取文字应生相 按此下各应生 所引华言精文 虽非观世因菩萨事迹 然于菩萨应现度生之道 大有发明 悦者需注意而圆会焉 应以生文生的度者 即现生文生而未说法 精正 不空眷所经云 送世咒者 的二十种利益 附获八法 义者灵中见观自在菩萨 坐彼丘相 现前未遇 幼传登陆 载达摩祖诗化后 未送云于聪领见之 誓传诗未观音化身 幼高僧传 既保至禅诗灵机甚多 梁武帝命张僧咒写诗像 诗离面初诗一面观音 妙相疏离 或词或微 咒不能写 誓未诗一观音化身 高僧传三集 万回师位 僧家大士一观音化身 应以泛王身的度者 即现泛王身而未说法 精正 华严经入法戒品 海状比丘 从其而上 出无数百千亿泛天 色相端言 世间无比 威仪寂静 言音美妙 探佛说法 探佛功德 令诸菩萨西皆欢喜 能伴众生无量事业 普遍一切十方世界 按海状比丘 继位六柱 便现如是 旷观应以过去古佛 随机视线 其凡情视智 而能测夺忽哉 应以帝世身的度者 即现帝世身而未说法 精正 华严经入法戒品 海状比丘 从其眉间白蚝香中 出无数百千亿地事 皆于境界而得自在 摩尼宝珠细其顶上 光照一切诸天宫殿 震动一切须弥山王 觉悟一切诸天大众 叹福德力 说智慧力 升其乐力 持其智力 敬其念力 兼其所发菩提心力 赞乐见佛令除世欲 赞乐文法令验世境 赞乐观智令觉世染 只修罗战 断烦恼症 灭不死心 发降魔怨 心力正法须弥山王 承办众生一切事业 如是所作 周辩法界 应以自在天生的度者 即现自在天生而未说法 经正 华言经入法界品 观自在菩萨告善才言 善男子 我助此大悲行门 常在一切诸如来所 普现一切众生之前 或以不失摄取众生 或以爱语 或以利行 或以同事摄取众生 或现种种不思议色尽光明网 摄取众生 或以阴生 或以威夷 或未说法 或现神辩 令其心悟 而得成熟 或未化现同类之行 与其共居 而成熟之 应以大自在天生的度者 即现大自在天生而未说法 经正 华言经入法界品 善才暂喜目观察众生 夜神祭曰 法生恒寂静 清静无二相 未化众生故 是现种种行 于诸运界处 未曾有所者 是行及色身 调服一切众 不着内外法 几度生死海 而现种种生 助于诸有界 远离诸分别 细论所不动 为者妄想者 弘宣实立法 一心驻三昧 无量劫不动 毛孔出化云 供养十方佛 得佛方便利 念念无边际 是现种种生 普赦诸群生 应以天大将军生的度者 即现天大将军生而未说法 经正 华言经离世间品 普贤菩萨送菩萨行曰 深知变化法 善应众生心 是现种种生 而皆摩索者 或现于六趣 一切众生生 是饭护世生 诸天人众生 身闻圆觉生 诸佛如来生 或现菩萨生 修行一切智 善入软中上 众生诸想往 是现成菩提 即以诸佛差 了知诸想往 于想的自在 是修菩萨行 一切方便是 应以毗沙门生的度者 即现毗沙门生而未说法 经正 华言经入法界品 探菩萨得曰 以得自在清净神通 成大至周 所往无碍 智慧圆满 周辩法界 譬如日出 普照世间 随众生心 现其色相 知诸众生 根性欲乐 入一切法 无正境界 知诸法性 无生无起 能令小大 自在相入 应以小亡生的度者 即现小亡生而未说法 经正 悲华经 无正念王太子 名为不炫 于宝藏佛前发怨云 是诸众生 以清净恶之事故 退施证法 尽诸善根 摄取种种邪见 以赴其心 行于邪道 愿我行菩萨道时 众生受诸苦恼恐怖等事 无有救护 无依无舍 若能念我 称我名字 为我天耳所闻 天眼所见 是众生等 若不免此苦恼者 我终不成正觉 宝藏佛受济云 辱观众生 生大悲心 欲断众生诸苦恼故 欲众生助安乐故 精当自辱 未观世音 应以长者生的度者 极限长者生而未说法 精正 华言精光明绝品 济云 若以微得色种族 而见人中调欲施 是未并眼颠倒剑 比不能知最甚法 如来色行诸相等 一切世间莫能测 亦纳由结共思量 色相微得转无边 如来非以相畏体 但是无相寄灭法 身相微以西俱足 世间随月皆得见 按 初的菩萨 以能百戒作佛 旷古佛现身之观音乎 故以以观佛之意观观音也 应以居士生的度者 即现居士生而未说法 精正 华言精入法借品 海状比丘 从其足下 出无数百千亿长者 居士婆罗门众 皆以种种株庄严 具庄严其身 吸着宝观 鼎系明珠 普往十方一切世界 与一切宝 一切阴落 一切衣服 一切饮食 如法上位 一切华 一切蛮 一切香 一切涂香 一切欲乐滋生之举 于一切处 就设一切贫穷众生 安慰一切苦恼众生 皆令欢喜 心意清净 成就无上菩提之道 应以宰观生的度者 即现宰观生而未说法 精正 华言精入法借品 便行外道与善才言 善男子 死兜萨罗成中 一切方所 一切族类 若男若女 诸人众中 我皆以方便 是同其行 随其所应而未说法 诸众生等 稀不能知我是何人 从何而至 唯令闻者如实修行 善男子 如于此臣 利益众生 于言福提成意聚落 所有人众助止之处 稀易如是而未利益 按变形外道 既未实行 所行如是 则观应可知 应以婆罗门生的度者 即现婆罗门生而未说法 精正 华言精入法借品 海状比丘从其两西 出无数百千亿沙地利 婆罗门众 皆稀聪慧 种种色相 种种形貌 种种衣服 上妙庄严 普遍十方一切世界 爱与同事 射诸众生 所谓凭者令族 病者令月 为者令安 不者令止 有忧苦者闲时快乐 负义方便而劝导之 皆令舍恶 安住善法 按 原教初驻菩萨 即以分正法身 非凡情所能策夺 曠以后之四十位菩萨呼 曠古佛是现之观音呼 印以比丘 比丘尼 幽婆赛 幽婆怡身的度者 即现比丘 比丘尼 幽婆赛 幽婆怡身而未说法 世政 而海从谈 载观音七化 一堂永辉间 化白虚老人 戴红莲半观 披加沙持波 至农家启时 二化范森池波 相叶复起时 三化范森做宝山盘时尚 四化一森池帐晴波 千百犬起时开南郡 五化森植阳之 涅目鸡行走 马追之不及 剑舍之 剑阶化为莲华 金耳东所谓莲华菜叶 六化游森 呼腾空献大士相 七化森名菩提陀赫 四乃杰鲁 应以张者 居士 宰官 婆罗门妇女生的度者 极限妇女生而未说法 世政 普陀山至 清康西念八年南巡 江道合成 呼见老玉簪洪华一朵 独操小舟 直过玉舟前 帝问 何船 曰 余船 有余否 曰 有 书不见 勿为大士化身 遂赐唐众心普陀前后两四 幼梦场杂者 宰汉为孝子敏珍 欲追摩父母一相 日前倒大士前 敢大士为献其父母相 得摩以奉四 其他献女生是甚多 不能禁忌 欲惜之者 可阅观音感应诵 吉林感路 应以同男同女生的度者 极限同男同女生而未说法 世政 观音感应传 唐元和十二年 闪幼金沙滩上 有燕女妾蓝麦于 仁静欲试之 女曰 余受精 一系能送朴门品者试之 黎明能者二识 女曰 一身其能配多夫 请易金刚经 如前其能者赴居其伴 女幼易法华经 其以三日为马世子能 迎入门 女即死 弥烂力尽 遂亦之 她日有僧来访 马世子引至墓所 僧正希 墓观同开 为黄金色所子骨存焉 僧曰 此观音菩萨 闽如等以化献耳 言气 腾空而去 应以天 龙 叶叉 甘踏婆 阿修罗 加楼罗 锦纳罗 摩 穆家侯 罗家 人非人等身的度者 即皆献之而未说法 金正 华言经入法戒品 便行外道告善才言 善男子 言福提内九十六众 各起意见而生执着 我惜于中方便调福 令其舍离所有诸见 如言福提 于四天下 亦父如是 如四天下 三千大千世界 亦父如是 如三千大千世界 如是十方无量世界诸重深海 我惜于中随诸众生心之所乐 以种种方便 种种法门 献种种色身 以种种言因而未说法 令得利益 应以直金刚神的度者 即献直金刚神而未说法 金正 华言经是主妙言品 妙色那罗言直金刚神 赞佛记曰 如应观法王 法王法如是 色相无有边 普现于世间 佛身一一毛 光网不思议 譬如近日伦 普照十方国 如来神通力 法界西周辩 一切众生前 视现无尽身 如来说法因 十方莫不闻 随诸众生类 西令心满足 假使心亥意 推落大火坑 念彼观音力 火坑便陈池 世政 现果随陆 明辉人汪姓者 家居昆山 持斋三年 拟至普陀进香 某年元旦 以树桩下船椅 呼殿旁火起 急报促回 汪曰 无稽成三载 方朝菩萨 其以一殿一无智乎 纵被回 无不归矣 静阳帆而去 静相避 回昆建四面殿屋 巨尘焦土 汪殿楼房 威然独存 万人惊叹 又高森传二级 北魏是法至魏白衣时 行则中 呼吁猛火延烧 四面巨至 自分必死 为至兴颂观世音 而而火过 草无一惊 为至荣生的魏延级 或漂流巨海 龙于诸鬼男 念彼观音力 波浪不能眉 市政 法院朱陵 静徐荣 山东狼牙人 长治东阳 海经定山 周人不喜水道 悟惰回复中 垂遇沉默 荣无复他记 为至兴呼观音明 须于如有数十人其力牵引着 寝石涌出回复中 沿江而下 日以暮 天大昏暗 风雨均立 前时不知所向 而涌浪转圣 传己欲赴 荣至心 诵佛经不错 忽见山头有火 烈焰赤圣 彻照江心 回周驱之 安然答案 既至 光袭 无父所见 明日问谱中人 昨夜山上是何火 皆云无知 乃知佛利明又也 或在虚迷风 为人所推舵 念彼观音力 如日虚空柱 世政 亦谈可信路 明省文松 宰山佐 有同观某 清老无子 江凤叉西藏 沈凯然带网 跋涉贤祖 三年始归 文者叹其高矣 随仆下降最终 一日会晤 智斗 土家返 夏林申见万丈 二仆跺见 沈马族已现 忽仰见云雾中 大势手持清廉 向沈之道 而请身已月见至平地 痛丧二仆 久之熏黑 闻人与生 即呼之 则下降独至矣 问何能来 约跺见时 有绿毛人长仗于 自见中复出 主仆相报大哭 高文良公卫会大势相 书年月祭之 或被二仁竹 堕落金刚山 念彼观音力 不能损一毛 世政 明祥祭 静攀道秀 从军北真施力 至心念观世音 梦寐折见菩萨在前后 后南奔 迷不知道 于山中空 寂呼堵盛容 如今形象 只是归路 秀作礼罢 岁不见 得归路还佳 又 一坛可信路 贵州修文县 百水洞 铲水银 夫一千余 沿下居民数百户 洞前二里许有兮 忽来亦美妇 欲其中 乳垂至齐 居民空市区关 辅近兮 轰然沿他 卢社巨献 欲附近咬无踪 方物大势化身整重 或执愿贼绕 各执刀加害 念彼观音力 贤己起慈心 誓震 慈恩法师传 师渡玉门观 晚宿沙漠中 相从之湖人石盘驼着 忽心辨 拔刀起向法师 师起 念观世音菩萨 胡见乙海握 师与马令去 又 天竺智 皇朝作乱 所过杀戮甚多 智行 老智数百万 弃败大士 怨垂此有 疾前流雨战 闻空中念佛身 仰世云端 精壮宝盖 拥护大士 其火手金刚 天龙 修罗等众 护从无算 谋兵见之 勇气百倍 朝曰 佛世也 遂顿去 或遭亡难苦 灵行御寿中 念笔观音力 刀寻断断坏 世政 其书 孙靖德仿北锤 造观音向李氏之 后卫劫贼狠隐 断死刑 其夜里颤流泪 忽如梦 见义森 教宋救苦观音精千变 得免苦难 靖德宋至灵行时 足千变 刀卓折为三段 三幻刀 折如初 丞相高欢表情免行 遂得放归 幼 高森传二级 唐瓦蛇人帝是皆 逃入高丽 十得二寸许铜像 不知何神 鞍皮带中 饮淡酒肉一计之 高丽仪式细作 浊之 三刀不伤 出相 背有三刀痕 曰此佛像 可往唐国滋问 皆乃于幽州出家 或求禁枷锁 手足被扭卸 念比观音力 释然的解脱 市政 法院朱陵 唐董雄 贞观中尉大理成 又奉佛素食 应作李仙同事 与王兴等数十人同细域 雄专念浦门品 所自解落在地 勾连不开 即告玉使张首一验之 错愕良久 众所言封而去 雄人诵 所父解舵的有身 诸风如故 新出不信佛 其妻诵经 哲俏曰 何谓一端所媚 即见雄士使之佛力广大 身回不信之救 因前诵菩萨名 所亦托 一时台中内外闻者其知 同欲求聚豁免 咒诸诸毒药 所欲害身者 念彼观音力 还者于本人 市政 南武台山市积迹 随人寿中 山有毒龙 便做道士 卖药于京都 扶之 立刻升天 时已妖通至于山中龙窟而拾之 忽来一森 睫毛封鼎 伏笔妖通 使安枯穴 明辈必应 入道者众 四年六月十九入灭 吉察皮时 东风上献金桥 列珠天仲 音乐天华 一厢富裕 南台百宝灿烂 广莫能知 于烟云之间 献自在端炎之香 慈容伟力 音落珠衣 焕然对目 使之观音大事事迹也 或遇厄罗沙 独龙珠鬼等 念彼观音力 时兮不敢害 世政 一间至 族人红阳 夜归 呼大声发山箭 如数十本巨目摧折 即下轿谋必处 而物已来前 身长三丈 从顶至种 皆登也 阳素持大悲咒 即颂之 物直立不动 阳丧胆仆的 然颂咒不错 物乃退 曰去以 进入泛夏明家而眉 阳归 得病而悦 二教夫尽死 后访明家 义门死于义 使之物乃立鬼也 若恶受围绕 丽雅找可不 念彼观音力 即走无边方 世政 南海慈航 明明人雷法阵 烧炭未也 家有压栏目 文理精细 遇刻大事相 未果 一日入山烧探 真葬从中 突一虎来驳 忽有错 约妇人 当虎赤之 虎赦服 寇守退 正拜问姓明 曰 身世君家压兰木耳 遂不见 正感悟 则即雕刻 终身持斋顶礼 又 太平广迹 唐王令望海卯周灵溪 陆即贤祖 呼吁猛兽 正不非常 即念金刚经 猛受熟视 夜尾而去 须知念观音 比念金刚经 理无忧烈 是更简易 若逢显难 由宜专念观音 原蛇即负歇 气毒烟火燃 念彼观音力 寻身自回去 誓政 谈手 宋赖省干 以妖术杀人寄鬼 于这中买十余岁童女 以公用 义女之母奉大事 随之习念心经 至轮迹时 沐浴装饰 所空宅中 女自分必死 一心诵经 夜半 有物自天窗下 光闪如电 即诵皆地咒 口中呼出光 物欲净覆雀 女口中光见大 射物坑然有身 浮地 直罗促过 女呼杀人 猝破必出女 见一大白莽死矣 不赖极佳人 依法治之 云雷古车殿 降薄数大雨 念彼观音力 应时的消散 市政 山西魏州 下秋间 每雨必有小薄 其地各村小庙中 必有僧住 自下至秋收拾 不许贤人入庙 甚严肃 森美日按时诵经咒 名为念苗经 若逢天浓音 云献凶相 虽非诵经终典 亦必特为前诵 以其不至于薄坏架也 于于清光绪十三年 朝五台至其地 筑月于 见凡雨必有小薄 如小豆者少许 问其一人 遂知诵经指薄之事 适应光时 诵诵经观处 不畏君正中 念彼观音力 众愿兮退散 世政 天竹至 吾月望前流 起自草野 世殿东南 犹豫未决 夜梦怡妇人未曰 辱慈悲不杀人 将翻汉一方 中原天子无异性 辱之将土自若 子孙绵远 封侯拜乡 念于年当密我于天竹山中 留自是所向无前 屡有神著 故书之余策 昭氏子孙 世世重似 又 岳州董昌作乱 流倒大事 乃出兵 对敌之际 空中闻万其持咒之声 昌一箭齿破 不接战即败走 而全岳底定 请不吝点赞 自己的参考 减免 以前 是 相互 入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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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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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